欢迎您收听由泽玄和齐宇熙为您播讲的永生小说 三国至中山崛起 作者 如八戒的师兄 第一章 刀刺国相 刘志摇摇头 感觉头痛欲裂 怎么会这么疼 自己不过是摔了一跤而已 怎么还闹得跟被人开了瓢一般 尤其是后脑勺 怎么会这么疼 刘志伸手摸摸后脑勺 怎么黏乎乎的 放到眼前一看 啊 血 怎么会这样 一阵凝笑声入耳 笑得刘志全身一机灵 这里怎么还会有人 自己可是在求顿物啊 三清祖师怎么会笑得这么猙獰啊 这分明是恶魔在笑 一定是恶魔 又来分自己的神 拜托 别人杜劫都是受红粉窟窿来玩魅惑 自己怎么会是恶魔来试探自己啊 昏昏沉沉抬起头 刘志愣住了 自己这是在哪儿 只有在影视作品中才能见到的场景出现在眼前 仿骨的家具 仿骨的装饰 仿骨的美人和大官 慢着 他们在干什么 大官怎么要非礼美人啊 瞬间脑海中进入海量的信息 一切不在迷糊 一切变得清晰了 我 中山牧王唯一的儿子 中山国世子刘志 欲行非礼的大官乃是中山国相杨洁 那个正直妙龄的美人乃是我的表姐 中山无极珍事女 珍江 你这家伙竟敢非礼我的表姐 连我都只能想想 不敢付诸于实际 该死 刘志大怒 跳起来就要跟杨洁拼命 一动 脑后一阵剧痛传来 让刘志清醒过来 自己已经挨了一下 再来一下 只怕自己又要去轮回了 下一次是否还轮回成人 很值得商榷 吃了一声 珍江的衣裙被杨洁强行撕开 露出了一抹七双赛雪的娇嫩肌肤 几乎打了刘志的眼 也让杨洁的宁笑更加的猖狂了 该怎么救我的表姐啊 刘志左右一看 就看到桌上摆着一个剑托 上面放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利器 七星刀 救你了 今天就用这把绝世神兵 宰了这个大逆不道的恶徒 刘志摇摇晃晃地爬起来 急步走到桌前 伸手拿起七星刀 他没敢立即神刀出窍 生怕神刀寒气 惊扰了杨洁 引起这恶徒的注意 真要面对面 自己不够他一只手杀的 杨洁全部注意力 全在眼前这位即将得手的美人身上 东汉末年有句俗语 河北真是俏 江南二桥交 江南二桥自然是大小桥两位绝世美人 河北真是俏指的是中山无极真是女 真将 真托 真道 真容 和真落 在自己手中 挣扎的这位绝世美人 就是真是舞女之长女 真将 这美人十五岁了 一只未嫁 今天终于便宜了本国相 祖宗开眼啊 眼见即将美人的一群剥落 立即可以享受里面 珍藏的美味 杨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眼见真将最后防线即将失手 乐得杨洁满脸通红 气喘如牛 真将还以为今日再劫难逃 自己的长裙 马上就要被这个恶人剥落 长裙一落 自己就再也没脸见人了 不由得万念俱灰 难道说 这就是自己苦寻十几年的夫婿吗 突然 这乐得要死的杨洁 就赶到大腿之处一凉 随即一阵巨筒传来 疼得杨洁忍不住大声惨叫 一个翻滚就从真将的乡区上滚落 还没等看清袭击自己的是谁 就已经昏死过去 这才是乐极生悲啊 怎么回事 真将急忙抬头看 就看到表弟中山国世子刘志 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刀 站在自己的面前满脸的煞气 刀锋之上 一滴滴的鲜血正往上滴落 杨洁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真将猛地做起 抱住刘志大哭 真将这一哭 将刘志哭醒了 表姐快走 等着恶人醒来 我们就完蛋了 真将终究大计算 文言急忙将悲伤压在心底 简单地将凌乱的衣裙顺一下 拉起刘志就跑 一口气跑出世子府底 上到自己车上 娇喝一声 出城 车夫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 就看到自家大小姐 拉住世子跑出宫阙 神色很是慌张 知道自家大小姐 跟世子关系良好 似乎也没达到这一步吧 这是主人的事 车夫不敢多问 一挥马鞭 吆喝一声 马车离开了王宫大门前 马车上路 真将这才长长吐出一口香气 雪白的玉脂 在刘志脑门上一点 恨声道 都是你了 差点害死我 刘志低头道 表姐 连累表姐实在是刘志之错 这位可是未来的中山国主 真将只能将所有的不满 全都压下 世子 你现在不能回府邸 我先把你藏起来 看看情况再说 刘志道 表姐放心 这件事杨洁也不敢伸张 他若做成 他自己皆大欢喜 没做成反被我刺了一刀 他就算脸皮再厚 胆子再大 也不敢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真将称怒道 都是你不好 竟然合起火来骗表姐 我恨死你了 看到真将柳梅倒树 兴养元征 却是美人称怒 更具疯资 刘志忍不住道 表姐 你真美 真将一愣 本来满腔怒火 被刘志这一句弄得没脾气 只能轻叹一声 隔着车帘跟车夫道 去养柳别院 车夫应一声 诺 中山国史丰王 是汉光武帝的儿子 中山简王刘烟 公元54年 被封为中山王 刘烟在位52年去世 继任者依次是 中山夷王刘县 中山孝王刘弘 中山沐王刘畅 中山杰王刘志 东汉郡国和郡都 是一个等级 郡国都为分封诸侯王所设 通常行政长官称呼不同 郡国为国相 相当于普通郡的郡首 级别都是至2000代 郡国最高行政长官 不是郡王 而是国相 他们之间的关系 属于互相被监视的 敌我关系 郡王只负责收取 各种税收 享受生活 实际治理郡国的人 乃是国相 王朝如果鼎盛强大 自然军事军 臣是臣 一旦王权旁落 那就要看谁的本事大了 现在的中山国 就属于军权旁落 中山真正的掌权人属于国相 杨杰 那今天这一幕又是怎么回事 好了 听众老爷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喜欢本作品的话 记得订阅点赞 评论 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章 逃跑的世子 杨杰 以致对真侍女垂涎三尺 他就逼迫年幼懦弱的世子刘志 将真将骗来这里 世子刘志 一来年幼 二来生性懦弱 看到连父王都奈何不了的国相 这般凶悍地吩咐自己 只能听命将真将骗进了自己的住处 杨杰见到美人到来 开心得要死 刘志也知道杨杰要做什么 懦弱的刘志忽然爆发 大喊一声 恶徒 转身跑出去就要喊人 却被杨杰一花瓶打在后脑昏了过去 再醒来的刘志 已经不是之前的刘志了 看到真将愚怒未消 不愿意搭理自己 刘志道 表姐 我实在不知道恶贼要做什么 而且 我也想让表姐来 真将怒道 让你骗来给恶人欺负 我死掉你才开心 真将真怒了 刘志忻说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撒不了酒 我给你来点狠的 刘志看着真将清澈如水的美眸说 听闻大表姐已经选定未来夫婿 刘志心中极为痛楚 想再见表姐一面 真将一愣 真是女的婚姻不像其他人家一般 由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来决定 而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这是真是女之父 上菜令真一去世时的一命 爱女之心可见一斑 要不然真将怎么会十五岁上位出嫁 在这个时代 十五岁上位出嫁 已经属于圣女 真将看一眼刘志 然后扭头旁固 世子刺言和解 刘志轻叹一声 唉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 辗转反复 这是流传最广泛 也最古老的情歌 观观居究 在何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 辗转反复 真将就不由得郊区 微微一震 柳眉清平地看着刘志的 据问大王要将五妹 评为世子妃 世子齐刻在胡思乱想 刘志心说 看来不下点猛药 今天这一关就过不去 真将不闻刘志说话 方心中有些失望地转过一边 忽然就感到一双手臂 竟然搂住自己纤细的蛮腰 不由得郊区俱阵 猛地回首看着刘志 晶莹的背齿 轻轻咬着水润的唇 就这样盯着刘志 刘志看着真将的美眸 说道 忽问表姐要选戏出嫁 我就感到五内拘分 我不敢有奢望 只求在表姐出嫁前 能见到表姐一面 否则他日再见 表姐已是罗夫有妇 我岂敢逾越半分 所以 明知杨洁恶徒心怀不轨 我还是将表姐请来了 真将说 你想怎样 刘志说 我想 大头慢慢靠近 慢慢向真将 蓝溪清土的香唇靠过去 真将没想到刘志会这么大胆 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刘志可不是杨洁啊 想起杨洁 真将心中一怒 好小子 差点让你蒙混过关 真是岂有此理 戏的真将 猛的一推 刘志身不由己的就往后转过去 后脑勺一点没悬念的就撞到了车厢上 砰的一声大响 刘志双眼一翻 昏厥 车厢上出现一片血迹 真将立即慌了 这才想起 是才刘志后呢 挨了一花瓶 一直忙着逃跑 还没来得及包扎 这一撞 让刘志伤上加伤 直接昏了过去 朕将又气又笑 又心疼 急忙抱住刘志 埋怨的 你这个小家伙 什么不好学 偏偏要学人家扮色狼 算了 我原谅你就是 都是那个杨洁不好狼 刘志再一次醒来 没急着睁眼 而是细细感受一下 想到 史才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 现在是不是又回到了原来那个世界了 念头刚一闪过 就感觉芳香醉人 绝对不是自己那个狗窝可比 那就说明 自己确实还在这个世界上 先慢慢睁开一只眼 就看到真将侧坐在自己身边 望着窗外发呆 平平停停 宛如从古诗中走来 已如深谷中的幽兰 停停玉立 熠熠生辉 刘志忍不住的 梅如翠雨 齿如寒背 鸡如白雪 腰若树素 奄然一笑 霍阳城 迷下菜 真将慢慢扭过头来 却是柳眉清平 世子 现在中山内忧外患 世子不想着怎么清除这些忧患 重振中山国 却在这里浓词艳妇上下功夫 岂不空腹男儿之身 刘志道 让外必先安内 齐家治国 安天下 真将粉红色的香醇 微微一翘 瞬间展现的风情 就让刘志 又亲吻着美丽香醇的冲动 真将道 没看出来啊 世子长大懂事了 语气中充满调侃之意 就让刘志很沮丧 刘志默默 被真将包扎得像个粽子般的头 说道 就像我这伤 明明没那么重 表姐却把我包得像个粽子 你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想吃到粽子里的美味 必须先费尽力气打开她的包装 想治理好中山果 必须先找到她的死结在哪里 找到下手之处啊 才能去掉她层层的粽子叶 朕将玉手微偏 想了一阵 微微点头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 话锋一转 这里是杨柳别院 除了我们五姐妹 别人都不知道这里 你先在这里养伤 我会去探听一下消息 需要的东西 我会送来 迎迎而起 就向外走去 哎 表姐 什么事啊 真将头也不回 却置住脚步 表姐 今天的事很对不起 但是我确实想见表姐一面 知道了 说完这三个字 真将直接走出门去 刘志的目光 追着真将摇曳生姿的背影而去 一直到看不到 刘志这才静下心来 想今天的事情 不管自己相信不相信 自己确实来到了东汉末年 还成为了中山国的世子 出生在一个时代的末期 既是幸运也是梅雨 只要你有本事 你就是幸运儿 否则 你就会是个倒霉蛋 就像现在 在整个东汉末年 杨洁连根草都算不上 却能随手弄死自己 现在是哪一年 公元188年 灵帝马上就要驾崩 少帝就要登基 董卓专权 真正大混乱的时代 就要来临了 既是机遇 也是考验 不能在这里 被一个国相击负 然后等死吧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三章 美人计划 等人的滋味不太好受 一直等到太阳即将落山 等得流至肚子咕噜噜乱叫 轻柔的脚步声才响起 流至翻身坐起 喜道 表姐你来了 门前现身一个妙龄少女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电风来朱脆香 太浓一远书且真 鸡里细腻骨肉云 较利若三春之桃 倾诉若九秋之局 绝对不落于真江的美少女 虽然眼熟 刘志却一直叫不出美少女的方名 少女笑盈盈地道 怎么 世子只记得大姐吗 二表姐就不认得了 刘志恍然 急忙一一到地 哎 没想到二表姐忽然驾临此地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请二表姐恕罪 少女就是真江二妹 真是女排名第二的挣脱 这美人眼唇笑的 大姐说 世子撞破了头 忽然变得油嘴滑舌 让我离世子远一点 我还不信 原来确实如此啊 笑容一收 挣脱的 大姐让我转告世子 情况不妙 世子要做好离开中山的打算 文婷这句话 就让刘志将在唇边打转的话吞了回去 只能默默地看着挣脱 挣脱拿过胯在手臂上的包裹 世子 现在情况比较紧急 外面查得很严 我们不见得每天都能赶来这里 这些食物 世子慢慢地吃 刘志接过包裹 大表姐怎么样啊 他们没有为难大表姐吧 挣脱反问 为什么为难大姐 刘志立即明白 险些被杨洁非礼的事情 真将怎么会随便说呢 见刘志不说话 挣脱也没有追问 简单叮嘱了几句 挣脱匆匆而去 随着挣脱离开 最后一缕夕阳也渐渐隐去 没有点燃桌上的蜡烛 刘志要好好想一想 未来怎么办 如果自己只能在这个时代生存 应该怎么办 一个小小的国相 就能把一个世子逼走 这是个玩笑吗 咕噜 这副身体在提醒刘志 吃饭了 刘志收回心思 点起蜡烛打开包裹 里面是精致的点心 诱人的香味让刘志胃口大开 不知不觉就把点心全吃掉了 坏了 刘志苦笑 挣脱说得明白 不知下顿饭何时送来 自己一顿把点心吃掉 以后岂不要饿肚子了 自己这个世子太凄惨了点吧 拿起早就凉透的茶壶 倒了杯水喝下 刘志想起一个问题 水从哪里来呢 在一个没有电 没有自来水 天然气可以用的时代 自己要怎么样生活呢 刘志眨巴着眼睛 感觉自己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了 定更天 生物中告诉刘志 开始修炼了 唉 苦也 刘志看着这副身体直较苦 一点基础没有的三等身体 我的先天真气呢 这个时候要是来个狼虫虎豹什么的 还不把自己吃得一干二净 自己要是还有先天身手 莫说一个杨洁 这个时代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有了 就是这样 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 就让我们凭实力说话吧 刘志重新摆好姿势 开始从筑基修炼 修炼无岁月 抬头西偏西 咕噜 肚子又在叫 起身拿起茶壶 发现水已经干干净净 再左右看看 确定这段时间内没有人来 唉 这个身体真要命 要是有千年人参这等奇药相符就好了 否则 真要用时间来熬 刘志苦笑一声 抬腿走出小屋 这里叫杨柳别月 自然少不了杨柳 风景自然是极美的 出门 出门就是一个小湖 湖水清澈见底 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底的鹅卵石 一条鲤鱼 一条鲤鱼悠然自得地在水中游夜 刘志说 今晚就吃你了 刘志左右看看 选了一个树茶掰断 费了半天劲 才做成一个鱼叉 刘志手指鱼叉大叫一声 鱼啊鱼修走 本柿子来也 虽然上一世没少干这件事 但这次插鱼 还是费了刘志不少力气 才把这条一尺长的鲤鱼逮住 狮子 一声惊叫传来 刘志急忙转过头 就看到真将束手轻眼粉唇 震惊地看着自己 刘志咧嘴一笑 嘿 大表姐 你来得正好 本狮子请你吃烤鱼 狮子 真将不禁落下泪来 堂堂中山国狮子 竟然要自己捕鱼冲击 看到真将落泪 刘志却是笑的 表姐 这等天然美味极为鲜美 我这就去采些干柴 生活烤鱼 绝对 味道好极了 真将擦擦眼泪 一聊一惊 跪倒 狮子 这女照顾狮子不周 请狮子惩罚 刘志急忙上前 向扶起真将 却是手伸出去 没敢碰真将 因为捕鱼 弄得刘志一身惊尸 再加上鱼腥味 刘志怎么敢碰香喷喷的真将呢 哎 表姐快起来 表姐这样我受不起 快 快起来 真将固执地向刘志行礼之后 这才站起 伸手就要去拿刘志手中的鱼叉 刘志急忙闪开 哎 表姐 这个使不得 真将顿了一下 就轻叹一声 哎 也好 从今以后 世子要学会照顾自己了 刘志从这句话中 听出了一丝不祥之兆 表姐 杨洁那边出了何事 真将拉住 刘志衣袖走进屋中 然后道 世子 杨洁重伤大怒 大王让我掌告世子 先暂且离开中山 待大王禀明天子之后 再做道理 这是让刘志跑路 如果天子还能驾驭这些诸侯 还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吗 经过黄金之乱后 朝廷对四方诸侯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差 这才是杨洁敢如此飞扬跋扈的原因 看到刘志很平静 真将倒有些不安起来 在真将的意识中 刘志应该是哭闹不已才对 怎么会这样平静啊 没等真将想明白 刘志已经到 我何时离开 今晚 真将定定神 真是远近张和来中山办事 你大表哥要求张和将你带离中山 张和已经同意 天黑之前 张和会赶来这里 大王让我给世子 带来盘缠和世子信物 世子 一路保重 这就要离开中山 被一个臣子 逼迫离开家园的中山国世子 刘志觉得很奇怪 第四章 正气凛然 看到刘志发呆 真将松口气 原来还是那个世子 真将轻声说 大王给世子准备了一百两银子 真女给世子准备了两个仆人 还有一些衣物 世子饿了吧 真女特地亲手烹制了食物 请世子充饥 打开包裹 里面有一个精美的石盒 真将将石盒放到桌子上 打开石盒 取出四色精致菜肴 世子请 刘志摇摇头 心说 走着走吧 好难而至在四方 等老子回来的时候 就是杨洁瘦手之食 也不多说 坐过去 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 看到刘志狼吞虎咽的吃东西 真将又感到一阵难过 这可是中山世子 竟被逼成这样 吃了一半 刘志忽然的 表姐 我有件事想问一下 行就行 不行就倒霉说啊 真将盲道 世子请说 刘志道 我需要一只千年人参 真家乃是商骨大驾 不知道府上 有没有此物 如果有 就算我先借用 等日后我回来之后 必定加倍奉还 真将微微一笑 臣女感觉 世子身体虚弱 已经带来一只千年人参 不知能否入世子法眼 这回刘志才是真的惊讶至极 嘴巴微张着 看着真将 商骨大驾不是传说 千年人参 就这样随便拿来 刘志放下筷子 站起身 向着真将身尸一礼 虎得真将急忙闪身避开 啊 狮子使不得 刘志正色道 大表姐厚爱 刘志莫尺不忘 请大表姐等我两年 待我回归之日 铲平叛逆 必以正妻之礼 迎娶大表姐 真将血弄的俏脸上 显出一丝扭捏 玉手轻垂 狮子言重 看他娇柔抚媚的神情 刘志兴说 你这个神情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正要再说 外面忽然传来马蹄声 真将喜悼 一定是张和将军来了 张和 河北名将 河北四庭柱之一 在整个三国时期 那是赫赫有名的大将 此时属于冀州木 韩副的手下 看到真将欣喜的样子 刘志兴说 老天 真将选的结婚对象 不会是张和吧 若真是张和 此时我怎么证得过他 看到真将这么快步走出 刘志也只好 随在美人身后往外走 就见夕阳中 一对兵马已经由远及近而来 现身扬柳别院 待到两人看清之时 不禁面色大变 哪里是张和 分明是杨洁的军队 一将纵马而来 看着刘志哈哈大响 原来世子躲在这灯所在 害得我等一灯好找啊 哈哈哈哈 为什么笑得这般畅快 抓住刘志就可以升官发财 谁不欣喜啊 真将脸色大扁 急忙拦在刘志身前急声道 世子快走 看他纤细的郊区挡在自己身前 刘志不禁大为感动 如果说之前只是色星大旗舍不得美人 这一刻刘志才是真的想取真将为妻 如此美人 世之难求 岂可让与他人 真将能挡住谁 可他却这样做 虽然只是个姿态 却将真将一下子就推上了神台 那名将领大笑 世子还想往哪里躺 来人 将世子请回无几 士兵呼拉一下就往上冲 柔弱的真将就像狂风暴雨中的小草 能挡住哪一个 刘志大步上前 面对蜂拥而来的官兵 急止大喝 而等赶士君 谁会想 一只懦弱无能的刘志 会忽然发出这样的雷霆大喝 喝得如狼似虎的官兵 情不自禁站住脚步 士君 这等大帽子 谁敢待 刘志大兄道 我乃中山国世子 大汉宗亲 纵算有罪 大汉也无捆我之绳 杀我之刀 而等身为大汉臣子 胆敢士君 就不怕诛灭九族 刘志在赌 只听那位将军的言语 刘志兴舟便有一份信心 此时再看官兵的神情 刘志兴舟的信心更大几分 士君的帽子不是谁都敢戴的 上下五千年 敢直接士君 敢在大庭广众下戴这顿帽子的人 绝对凤毛麟角 刘志手指那名将领 与众官兵说 尔等使大汉俸禄 不思上报国家 下安黎明 视为不忠 天地君卿 失为无常 尔等却对大汉中山国世子不敬 可谓不孝 尔等身为大汉武将官兵 不去外抗一族 内压叛逆 反而向我手无腹肌之力的中山国世子下刀 视为不仁 尔等望却自己身份 望却自己的职务 望却自己的义务 甘心是贼 视为不义 似尔等这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辈 还有何面目 在本世子面前指手画脚 还有何面目 面对高唐 还有何面目 教导你们的儿女 谁会想到 在中山国上下意识中 软弱无能的世子刘志 竟会口若玄河 讲出这一通大道理 直接就把这些人归到 不孝不仁不义的那些人当中 这顶大帽子 一点不比士君这顶帽子小啊 无论谁被扣上这顶帽子 都会成为过街老鼠 这番话下来 前来捉拿刘志的官兵 人人低头 领头的将领暗呼不妙 这样下去 谁还会听自己命令 于是大喝一声 来人 刘志上前一步 震气凛然的大声道 我 大汉中山国世子刘志 就在耳面前 你竟然不来拜见 还在我面前大声呵斥 莫非你杨祥想造反 将领杨祥已机灵 造反 这可不是谁都敢做的事情 哪怕到了后世 曹操权清朝野 也不敢直接说造反 刘志再次大喝 你下马 向大汉中山国世子行礼 刘志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让这名将领有种错觉 眼前这名少年高如山岳 未危不可及 刘志大喝 尔等还不下马见礼 更待何时 难道你真的想造反 杨祥眼珠子瞪的流言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对 你那斯在大汉中山国世子前 还不行礼 莫非尔真欲造反不成 远处一声大喝传来 马挂鸾铃之身 由远及静 快速而来 西洋中 以人一计 飞驰而来 未到镜前 先是一声喝 陈济州张和来也 护驾来迟 世子恕罪 第五章 征程 张和来了 刘志不游的精神一阵 这位汉末三国赫赫有名的大将 即将出场 刘志心中充满期待 只见夕阳中一记飞驰 马上一员大将 就看此将年龄 也就在二十出头 正当年 只生得面四银盆 两道剑煤斜插入冰 一双虎木造薄分明 头上戴青铜盔 猪鹰倒挂 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 紫金袍 上袖金龙探爪 海水江崖 护心镜冰盘大小 大红的滚裤 五彩虎头战靴 坐下青葱兽 在手里边 托着一杆大铁枪 身后背着一支十八节紫金鞭 果然威风凛凛 张和来到刘志面前 飞升而下 戳枪拴马 大力参拜 臣张和拜见世子 那气势 那威风 刘志不禁感慨万分 若是张和为本世子的大将 何惧一个区区国相扬节啊 刘志偷掩观桥真将的反应 如果真将选的未来夫婿是张和 自己就不要想了 至少在几年内 自己不可能争得过张和 却见真将神色平静 一点异样没有 刘志就放下心来 伸手相扶 郡义将军乃是国之动量 本世子岂敢受将军大理 将军快请起 张和心说 中山国世子也不像传闻中那般嘛 不是说世子懦弱无能 人前都不敢大声说话 心里想着 张和趁势站起 张口欲讲 刘志却已经说道 将军来得正好 国相扬节派遣杨祥 护送本世子离境云游 将军再晚来一刻 本世子就与将军失之交臂啊 今日得见将军风采 刘志深感欣慰 大汉有将军这代人才 大汉姓氏也 张和就不禁多看刘志几眼 本来模糊的中山世子形象 这一刻清晰起来 刘志没有想象中的 拉着自己的衣袖 大喊救命 然后体如骰康一般的 归缩在一边 而是侃侃而谈 将前来捉拿他的兵马 说成护送 这绝不是传闻中的 中山世子形象啊 看来世人之语 只能性三分 张和向杨祥道 啊 原来如此 末将失礼 在张和面前 杨祥真不敢造次 先不说张和个人的本领 自己不是对手 人的名 树的影 张和赫赫威名 杨祥真不敢动手 而且 张和乃是一周目 韩富的大将 绝非小小中山国 可比啊 本来张和的到来 让杨祥以为 要有一场大战 没想到 刘智一番话 将情况全部颠倒 能不打最好 自己可没把握 对付张和 杨祥陪想道 有劳将军 末将不敢当 张和微微点头 本将正好也要离开中山 与世子同路 就不劳杨将军大驾 世子由本将护送离开 杨将军请回吧 杨祥道 如此多谢张将军 世子一路走好 杨祥向着刘智身诗一礼 然后上马里去 多谢将军 真将抬起玉手 擦一擦血额上的香汗 将军再晚来一刻 还不知会发生何等事情 张和道 此地不宜久留 世子请随末将速速离开 刘智笑着摇头 我独自离开就可以 将军请送真表姐回城 真将急忙的 不可 还是请张将军 护送世子离开 刘智道 我独自一人 目标小 等杨洁再想 调动兵马追来时 我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张将军护送表姐回城 就是警告杨洁不要妄动 真家可颁不离中山 刘智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狐家虎威 杨洁身为中山国相 执掌中山大权 真家想在中山发展 就不能将杨洁得罪得太狠 真家乃是商骨大家 祖上也曾出将入巷 在中山实力雄厚 杨洁也不想彻底 跟真家翻脸 先有一刀之过 再由张和出面 送自己离开 杨洁这个恨没处撒 很可能最后撒向真家 直接目标真将 张和自身武功高强 再有冀州目这张王牌 在这个时候护送真将回府 而不是先行送刘智离开 杨洁心里就要想一想 不要忘记一句话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一个英雄了得 一个奇年欲貌 发生点什么都正常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本应该送刘智离开 却先要送真将 杨洁要是不多想 那就不是杨洁了 真将还没领悟其中意 张和已经明白 不由得再次打量 这位中山世子 这才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此时此刻 这位传闻中的中山世子 竟然心思如此缜密 与传闻绝不相同 这是何故 末将遵命 张和向刘智身师一礼 是龙是虎 刘带后来平 真将不由地着急起来 张将军不可 刘智已经到 多谢 真将急了 一把抓住刘智的衣袖 狮子骑可这样草率 刘智笑道 表姐 时间不早 我也该离开了 请表姐记住我的话 轻轻拍一拍真将柔嫩的御手 拿回自己的衣袖 大步走进了自己住了一夜的小屋 将真将准备好的包裹 背在背上 转身走出 两名仆人牵着一匹马 在一边等候 真将咬着嘴唇站在一边 似乎很不满 这一刻 刘智已经没有心思再理会 真将会怎么想了 没有江山 美人也绝对不会属于自己 向张和一点头 任登班安 飞身上马 将军后会有期 表姐 保重 张和抱拳行礼 世子小心 刘智哈哈一笑 一拍战马 扬长而去 真将怒道 张将军因何不护送世子离开 张和道 大小姐 世子心思缜密 撂想周全 非我等客气 请大小姐上车 末将送大小姐回城 真将生气的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不提张和 送真将回城 单说刘智 踏着最后一缕夕阳 策马阳边 要去哪里 刘智心中 早已有定数 这个时代 英雄辈出 而这时 各路英雄都还是 养在身归人位时 刘智第一个要访的 就是长山赵子龙 赵子龙是长山军人 第一次出现 乃是在公孙赞 袁绍大战 争夺冀州主导权之时 这个时候 应该还在家中修炼 正是 养在身归人位时 一朝暴晓 惊天下 白鸟嘲讽 天下诀 七探盘蛇 枪中罪 若是能将赵云 照目到身边 何惧一个阳节 这就是 达马阳边 字字去 长山寻访 赵子龙 第六章 长山访赵云 一个月后 长山郡来了一主两仆 风尘仆仆直奔赵家庄 非是旁人 正是刘智 来到赵家大门前 仆人上去叫门 不多时 出来一个下人 我家少爷 前来拜访赵云公子 请通报一声 下人道 我家二少爷 出门未归 请回吧 刘智的随从 就扭头看刘智 刘智道 不知曾二少爷 何时归来 仆人道 这个不好说 也许十天半月 也许明日极贵 二少爷出门 从不定归期 刘智不禁大感失望 难道说 就这样与战神赵子龙 失之交臂 既然不在 刘智也没有打扰 带着仆人离开 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如此过了数日 刘智买了一些礼物 再次登门 拜访赵云 这一次 刘智终于进到了赵家大门之里 来到客厅之上 落座未久 就见一青年从后面走出 只见这青年 长身欲立 气宇宣昂 刘智忙起身请礼 莫非阁下便是赵云赵子龙 青年急忙还礼 哦 非也 某乃是子龙长兄赵峰是也 前几日闻说阁下 来访余地 离数不周 还请恕罪 原来是赵云的大哥 刘智就危感失望 两人重新落座 刘智道 小弟久闻子龙大名 特来拜访 不知子龙再否 赵峰 欠然道 哎 余地月前离家 至今尚未归来 请先生恕罪 不知子龙大哥何时归来 这个 确实不好说 余地出门 不是访友 不是寻亲 而是修炼 走到哪里 练到哪里 何时兴进 何时归 这确实符合赵云的性情 只是这样 又看不到赵云 未免令人失望 既然赵云不在 刘智坐了一会儿 只好告辞 赵峰道 先生住在何处 也好等余地回归 好让余地登门拜访 刘智留下地址 泱泱而回 一眨眼 月雨已过 一直没得到赵云消息 刘智决定 三访赵子龙 来到赵家大门口 正赶上赵峰要出门 见到刘智 赵峰一脸歉意 啊 抱歉 某这就要出门办事 不能招待先生了 刘智盲道 无法 不知子龙归否 赵峰道 哎 一直未归 刘智心里就凉半截 这回可如何是好 散散日子前后已经近两月 却是连赵云的影子都没见到 刘智就不禁感慨万千 难道说赵云真的与自己无缘吗 哎 既然无缘就这样吧 反正离赵云出世还有好几年 刘智决定离开 刘智下一个目标 乃是渤海郡 这里有何高人呢 此时袁绍还没到渤海郡上任 所以有两位英雄还未露头角 那就是严良文丑 袁绍逃离京城之时 还没有招纳严良文丑 就是说袁绍是到渤海郡之后 才遇到的这两位猛将 如此猛将却被袁绍给玩残了 最后成就了官二爷的无上威名 刘智想在袁绍遇上二将之前 结住二将 凭自己中山国世子的身份 主动招纳二将 二将还会不同意 均不见刘备一亮中山晋王之后这个身份 官公和张三爷都无条件成福吗 这个世代非常注重出身 刘备那个中山晋王之后 都不知过了多少事 自己这个中山世子的身份 可是正当时啊 想吧 刘智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光急着赶路了 没注意天气 离开长山没多久 天降大雨 雨大的就跟漂泊一般 五扶三人急忙寻找避雨之所 一名仆人指着前方道 少爷 那里似乎有座破庙 我等去那里避雨吧 再三人赶到破庙 全身上下已经湿透 急忙往雨 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 破庙中已经有了避雨人 一见这名避雨人 刘智就一愣 就见此人年纪 就在十六七岁 只生得面如肤粉 眉清目秀 微而不怒 霎爽风流 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精 顶门欠美玉 光滑四射 身穿素白色逍遥场 掐经边走银线 大朵团花 勒下配件 剑长四尺 白鲨鱼皮壳 迎吞口 迎寿面 迎世界 素白色灯笼碎子 四尺长 迎风直百 好像吗 再看 此人身边放着一条 胡胆亮银枪 刘智以惊之下 不禁狂喜 胡胆亮银枪 乃是赵云的招牌武器 莫非老天爷 见自己成心 特地让自己 在这里遇上了赵子楼 当下 刘智顾不得其他事 急步上前 抱拳行礼 莫非阁下 便是赵云赵子楼 少年一愣 急忙站起还礼 小弟正是长山赵子楼 不知阁下是 刘智 决定学一学刘玄德 啊 在下乃是中山穆王之子 中山国世子刘智 久闻 紫龙大哥 志勇双全 特来拜访 可惜不知 紫龙大哥 出外云游 故三次拜访 皆不见 紫龙大哥先宗 因时间有限 只好泱泱而回 没想到 苍天开眼 让我在这里 遇上了紫龙大哥 紫龙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刘智说吧 倒头就拜 这把赵云可吓一跳 中山穆王的世子 那可是真正的奉子龙孙 真正的皇亲国戚 赵云岂敢受刘智一拜 赵云急忙伸手辅助 世子不可 草民承受不起 刘智道 我拜的是紫龙大哥的人品武功 我虽然远在中山 但对紫龙大哥的大名 可是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果然英雄了得 我刘智 素来敬重 有真才实学之人 请大哥受我一拜 赵云现在也年轻了 年轻人 哪一个不喜欢听好话 此时的赵云 可不是后来长板坡七进七出 气吞山河的长胜将军 现在赵云正是年轻气盛 忽然听到中山国世子 这般看中自己 赵云也是高兴非常 年轻人 哪一个不希望自己被人看中 赵云一犹豫 刘智就已经败下去 紫龙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刘智一拜 赵云终于反应过来 眼看已经来不及阻挡 赵云忙跪倒还礼 草民赵云拜谢世子 刘智却没有起来 而是趁热打铁 紫龙大哥 小弟久仰紫龙大哥威名 一直不曾得见 今日相见实在三生有幸 小弟愿与紫龙大哥三拜结交 结为异性兄弟 不知紫龙大哥意下如何 赵云大惊 世子不可 赵云不过一届草民 岂敢与世子结拜 第七章 众礼送子龙 刘智笑道 英雄不问出处 何况 将相宁有种呼 莫非紫龙大哥看不起小弟 感觉小弟一无是处 不足以让子龙大哥 折截下交 赵云忙道 草民不敢 刘智道 如此 小弟愿与紫龙大哥 在此神龙前结为异性兄弟 赵云无奈 是好点头 这是一座破败的山神庙 虽然破败 山神神像 依旧存在 刘智和被赶鸭子上架的赵云 跪倒在山神像前 刘智道 我 刘智 愿与赵云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生死与共 永不离弃 如为誓言 天诛地灭 人神共诛 死无葬生之地 如果说 结拜对于赵云来讲 是迫于无奈 此时听完刘智的誓词 赵云感动了 自己不过一切平民 刘智这位皇亲国戚 却愿与自己生死与共 永不离弃 赵云想不感动 都不现实 古人对于誓言看得极重 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 刘智还是对着山神起誓 刚才赵云心里 还有些许的不乐意 已经消到九霄云外去了 感动已经变成震动 赵云的感受 无论是在这个时代 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成皇成孔 又激动万分的 就像省长的公子 要跟你一个老百姓的孩子 拜靶子一样 百姓之子什么感受 赵云道 我赵云 愿与刘智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生死与够 永不离弃 如为誓言 天诛地灭 人神共诛 死无葬身之地 两人郑重其事地 向着山神磕头 然后刘智向着赵云叩拜 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赵云有些脸红的 受了刘智一拜 然后忙将刘智扶起 世子以后不要如此 世子代赵云大恩 赵云莫尺不忘 可惜赵云此时武功未大成 不能追随世子左右 请世子见谅 刘智惊讶道 大哥武功已经如此高强 还没有大成吗 赵云颜色一暗 世子请坐 世子有所不知 枪法赵云还有些自信 只是这内力修为 却没有洁净可循 没有内力驱使的枪法 就似无根之术 经不起风浪 刘智目光一转 小弟曾在书中读过 修炼内力者 若有千载人参 百年灵芝相助 可速成 不知大哥可曾试过 赵云苦笑一声 这些天才地宝 岂可容易得到 若真有 我也不必这般全天下 到处走了 刘智笑道 哎哟 这才是苍天相助啊 大哥你来看 刘智将随身包裹 放在地上打开 向赵云道 大哥请看 这是何物 赵云不看则已 一看不禁惊喜交集 一枚硕大的人身 静静地躺在那里 虽然不知年份 但看个头看颜色 绝对小不了 刘智拿起人参 大哥 这千年人参 就在小弟送予大哥的见面礼 请大哥务必收下 赵云急忙推啊 世子万万不可 这等重宝 赵云收之不公 刘智正色道 其一 这是小弟送予大哥的见面礼 大哥不收 就是贤理清 其二 眼看着大哥练不成绝世武钩 身为兄弟 小弟若是有力不住 还算是兄弟吗 是才 小弟刚才发过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誓言回音尚存 大哥就让小弟自毁誓言吗 难道想让小弟人神共诛 死无葬身之地 赵云急忙的 世子不可妄语 赵云不是这个意思 刘智笑道 如此请大哥收下 这就把人参塞到了赵云手中 赵云含羞待溃地接过人参 世子大恩大德 赵云铭记在心 赵云武功大成之日 必定追随世子左右 以功差遣 刘智欣说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千年人参啊 有了他 我就可以在三年内完成筑基 现在只能凭时间一点一点地熬了 唉 赛云施马 言之非福 为了武神赵子楼 我认了 刘智的 大哥言撞 小弟有心云游四方 待他日回归 必定前来寻找大哥 共图前程 你我兄弟携手与共 开创一番事业 你我兄弟齐心 齐力断尽 赵云紧紧抓住刘智的手 兄弟齐心 齐力断尽 此时 刘智脑海中 却浮现出这么一段旋律 真可谓是臭不咬脸 此时 雨婷 红日又现 刘智道 大哥 就此一别 期待他日相会 赵云正色道 世子保重 赵云大成之日 必定前往追随世子 刘智哈哈一笑 大哥保重 兄弟二人 洒泪而别 一东一西 各自而去 仆人之一 真强 在看不到赵云的影子后 才忍不住道 是咋 千年人生 价值巨晚 就这样送予一个无名少年 值得吗 刘智微微一笑 真强 日后 你就知道值不值得 真强虽然非常不服气 但是这是主人的事情 真强也不敢多说 终于见到赵云 还与赵云结拜定谋 刘智高兴 精子一言 快马一鞭 赵云一句话 就是板上钉钉 用一支千年人参 收服一名绝世武将 绝对超值 刘智唱着得意的笑 奔赴下一个目标 渤海骏 在刘智的无限美好遐想中 能将炎梁文丑这队猛将成功招纳而来 自己就不仅仅是可以在中山立足了 还可以跟济周穆 含复和不久之后 渤海骏的太守袁绍 争一争一周 赵云虽勇 但孤目不成零 赵云配以言良文丑 那才是绝配 想起未来的可能 刘智好几次 从睡梦中笑醒 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啊 刘志看着飘然而下的鹅毛大雪 不禁轻轻呢喃 这已经是来到渤海的第四个月了 距离离开长山郡 已经超过半年之久 刘志兴致勃勃 岂是昂然地杀来渤海郡 却是诚信而来 败信而归 不 确切地说是兴致越来越少 几乎近于无 原因无他 刘志三个月来 询问了无数人 都没人知道谁是严良文丑 一问三不知 难道就这样一直等下去 然后让他们投了袁绍吗 最后又成为关公的战利品 陈九光二爷不朽战绩 刘志很不甘心 但是不甘心又如何 严良文丑在何方呢 第八章 贼寇入门 思良再三 刘志决定 等下去 原因有二 其一 既然袁绍 是在到达渤海郡之后 招纳的严良文丑 那么 他们一定会在渤海郡出现 马上188年就要过去 灵地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 袁绍跑来渤海郡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只要自己坚持等下去 严良文丑就一定会出现 其二 此时自己也无处可去 不如就在这里等待 一边等人 一边修炼 一百两银子 在这个时代 属于巨款 很多老百姓 一辈子都没见过银子 平时用的 都是钱币 一个人上酒店吃一顿饭 不过三十钱 在资金上 刘志很充足 所以 刘志决定塌下心来等待 这叫 守株待兔 等猛将 这一天 刘志正在屋中修炼 呼听外面传来吵闹声 不禁奇怪 急忙收工 侧耳倾听 就听外面很乱 似乎有人在打架 就听到有人喊 用力打 打死他 怎么回事 有人在旅店闹事 刘志平时在屋中修炼 找人的事情 就交由两个仆人 所以 这个时候外面发生什么事 只有刘志自己去看才能知道 收拾一下 刘志推门走出来 住处在二楼 下面有个天井 此时 天井中围了一圈人 居高临下望去 就看到一名大汉 倒在雪地中 被几名电火殴打 大汉只是紧紧将头抱住 全身缩成一团 也不还手 任凭电火殴打 刘志看得奇怪 向一名看客道 这是发生何事 那人笑道 哈 无妨 就是一个要饭的偷了几个窝头 刘志一皱眉 不过就几个窝头而已 没必要这样打人吧 刘志就大喊一声 住手 别打了 店伙计文言急忙抬头四下看 住店的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绝对不能得罪 一名伙计看到说话的是刘志 急忙陪着笑脸道 哎呀 这位爷 您精归 这些烟仔事你别管 这等下贱之人就该挨打 刘志喝道 岂有此理 他好歹也是条人命 别打了 窝头钱本少爷付给你们就是 谁再打他一下 少爷不给钱 这时的窝头可不是玉米做的 东汉末年还没有玉米这种杂粮 这窝头是用鼠子磨面制成 一旦鼠子三百钱 一旦是一百二十斤 这名流浪汉为了几个窝头就挨一顿毒打 刘志心里就很感慨 几名伙计急忙停手 一脸谄媚地陪着笑脸 刘志扔给电火五十钱 扣去窝头钱 剩下的全都买你的窝头 送给这名大汉 是嘞您 电火眉开眼笑地说 向那名大汉道 小子你遇上贵人了 快跟我去拿窝头 那名大汉一声不响地爬起来 抬头看一眼刘志 然后转身跟电火离开 好丑的大汉啊 刘志心里打了个秃 然后摇摇头 继续回屋进行修炼 当晚正在修炼的刘志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大乱 怎么回事 白天乱了还不算晚 怎么到了晚上还乱啊 忽然一声尖锐的大叫声传来 哎呀不好了 黄金军进城了 大家快跑啊 所谓黄金军 乃是东汉末年巨路人张角 所领导的大规模抗暴军队 于甲子年184年爆发 由于报名投过黄金 故作黄金军 战乱不到一年 就被东汉王朝所平定 但是所谓平定 只是表面文章 四散的黄金军 最后变成了黄金匪 成为霍乱百姓的祸害 黄金军 刘志立即收工 还没等收拾利索 房门已经被狠狠踹开 哈哈 这是这肥羊 快给绑了 明晃晃的钢刀在刘志面前一晃 赤手空拳的刘志只能躲闪 献出惊慌的神情 小赛 别乱斗 否则大爷的手一动 你的头就不见了 刘志一脸惊慌失色 好害爷饶命啊 一名匪寇伸手在刘志的小脸上捏了一把 宁笑道 哎呀 好滑嫩的小脸 有钱人就是会保养啊 老子许久未开婚 今晚就是你了 其余匪寇一阵哄笑 刘志却有些茫然 不明白匪寇在讲什么 匪寇道 快把钱都贡献出来 否则 老子就先给你来个白刀子劲 红刀子出 刘志吓得几乎要哭出来 颤抖着一纸床上的包裹 好害爷 钱都在那里 好害爷拿去就是 不要伤害我性命 匪寇上前打开包裹一看 不过几百钱 不经大怒 嘿 你小子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钱都藏哪了 老子探路很久了 你就是个有钱的主 快把钱都给交出来 刘志颤声道 真的只有这么多钱啊 匪寇大怒 你们去搜别人 这小子交给我 老子不把他的石搞出来 我就是他儿子 另一名匪寇大 时间有限 你快点 别等官兵来了 你搞得手软脚软 跑了跑不掉 嘿 放心 老子的火力你还不知道 不搞得这小子 连他老婆偷人的事情都讲出来 就算我说 刘志终于明白这名匪寇要干什么 这小子打算玩男色呀 刘志心说 老子可是绝对的童子鸡 怎么能让你乱搞 就算搞也是老子搞你 眼见其余匪寇去找其余人要钱 这名匪寇一脸音笑地抱着自己上床 扒下自己的裤子 针鸟形龙羊之号 刘志猛地抓住匪寇的手腕子 用力一推一抹 血量的钢刀就在匪寇的脖子上划过 匪寇眼珠子瞪得溜圆 不敢相信地看着刘志 喉咙里发出乌液之声 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刘志虽然没有千年人生相助 但是修炼讲究百日小城 千日大城 刘志好歹也修炼半年有余 高深的功法 加上日以继业的苦练 别的不敢说 三五百斤力气还是有的 抱起之下 匪寇又满脑子惊愁 不被宰掉那才奇怪呢 刘志的钱呢 又倒是财不露白 这一点刘志早有准备 大部分银子都被刘志放到房梁之上藏了起来 一部分换成钱币备用 谁会想到一个未及弱贯的少年 会把钱藏到一站高的房梁之上呢 第九章 恶战贼寇 外面已经乱成一片 女人的哭喊声 男人的哀求声 那才是声声入耳 刘志提起匪寇的钢刀颠一点 还行 然后悄悄来到门前 往外观抢 外面真成为台风过后的凄惨景象 刘志没动 他明白现在自己这样的功夫 玩玩偷袭 杀杀小毛贼还行 面对如此众多的匪寇 真要这样冲上去替天行道 自己的裤子真要保不住了 忽然 刘志看到几名大汉 护送一名少女杀出 在天井上了一辆车 呐喊一声往外就上 刘志心说 救你了 一闪身出了房 纵身跳下 旁边冷不丁就是劈过一刀 刘志就地急闪 手中刀展开 直奔这名匪寇的下三路 这时候可没时间讲什么仁义道德 慢一步死的就是自己 一声惨叫 匪寇被削断了一条腿 刘志跳起 以刀截裹了他的性命 刘志说 你活着也是残废 本世子这是超度你 这儿还有一个硬查 快来人啊 梅容刘志发完感叹 就立即被其他匪寇发现 呼啦一声出来一大曲 气势汹汹 本刘志杀来 刘志见识不妙 不等这些匪寇杀的 三步并两步就向马车追过去 有马车在前面开路 自己的安全系数会大增 刘志追在马车之后 冲出殿外 不仅苦笑一声 苦野 殿外 却有更多的黄金贼 眼看冲出一辆马车 立即向这边蜂拥而来 边冲边喊 坐车的都是有钱人 别让他们跑了 呼听声后有人大叫 车上有一名爵士美人 他头上戴的珠宝 就足够我们吃一年了 千万别放他跑掉 美人 珠宝 都是黄金贼所需 众多黄金贼 立即往这边云挤 眨眼间 已经将马车包围的 里三层外三层 连只蚂蚁都跑不掉 刘志不禁暗暗叫苦 本想跟着马车杀出去 没想到却落入了包围之中 刘志还没想出办法 贼人们就已经发动进攻 怎么办呢 忽然 刘志被判了一下 低头一看 原来是一具尸体 有了 刘志大叫一声 啊 倒地身亡 顺手在尸体上 借了一把鲜血 抹在脸上和衣服上 躺在尸体堆中装死 美人珠宝的魅惑力 远远大于刘志 此时已经没有人 注意刘志的死活 刘志冷眼观瞧 就看到好几名马车护卫 很是勇猛 掌中兵器抡开 杀死无数黄金贼 但是好汉难敌四手 猛虎架不住群狼 大汉也渐渐无力招架 一名大汉动作烧慢 背心就挨了一毛 立即倒地身亡 这样一来 马车的护卫就出现了空缺 刘志兴说 这时候我要是补上 能不能杀出去 想法还没落地 马车忽然发出一声大响 车轴在这个关键时刻断了 此时的车轴都是木质 损坏很正常 只是此时损坏太不是时候 这不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吗 要命啊 就听一声大喝 都闪开 马挂鸾铃之声急促响起 黄金贼左右一分 杀出一名战将 铁盔铁甲黑战袍 掌中一条杖八蛇毛 坐下一匹五花马 非常有气势 将领一抖蛇毛 奔着一名武士就是一枪 哭啷一声 直奔这名武士心口窝就扎过去 有道士刀砍一大片 枪扎一条线 这一枪出手 刘芷新说 下过几年功夫 好了 本世子有救了 救你了 眼见蛇毛扎过来 武士没含糊 急忙挥钢刀招架 当浪一声大响 没把蛇毛崩开 反而把自己的钢刀插掉崩飞 骑兵和步兵有很大的差别 战斗力相差数倍 骑兵借助战马的 冲击力 兵器的重量 会对步兵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这名武士 没把蛇毛绷出去 反而把自己陷入险境 急忙后退 他这一退 马车的防卫圈 就等于名存实亡 黄金贼一轰而上 就把马车团团围住 一名黄金贼跳上马车 掀开车帘 美人我来了 车中传来一声焦脆的尖叫 就引得黄金贼格外兴奋 快快把他拉出来 你小子可不能吃毒食 在笑声中 一名神色慌张的美少女 就被拉出车厢之外 就见这名美少女 貌若欲强 言如厨女 如花谢雨 似欲生香 高气堆轻 躲避鸭 双眼战绿 横秋水 香裙半路 公鞋小 脆袖威叔 粉万长 端蒂是一个角色佳人 看得黄金贼们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哈拉子流出来 都不自知 几名武士怒吼 放下大小姐 黄金贼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果真是大小姐 我等今天就要尝尝大小姐的味道 刘志对着美丽的大小姐 只是看了一眼而已 这个时候 保住小命才最重要 否则 自己的下场会比大小姐还惨 都他娘的闪开 那名将领大吼一声 将流出来的哈拉子一呼噜 双脚一踹灯 就奔着名家人冲过来 就在这匹战马 路过装死刘志的刹那间 刘志抱起 叙事待发的刘志 猛然窜起 半年多的修炼成果 全部爆发出来 蹭的一下 就窜上了将领马背 手中的刀抡起来 罩着将领的脖子 狠狠看下去 色不迷人 人自迷啊 将领的全部心思 都被这名绝代家人吸引 而且到处都是自己的人 这名将领的警觉心 已经降到最低 哪里会想到身边的尸体中 藏着一个暴徒 只听扑斥一声 陡大的人头落地 咕噜噜的一路滚 眼珠子却瞪得滚圆 似乎想看清 究竟谁杀的自己 可惜 最后却是脸朝下 只能看到大地 刘志一刻未听 砍头 抢蛇毛 踢落尸体 抢战马 一气呵成 这时候黄金贼才反应过来 曲帅被杀了 给曲帅报仇 呼啦啦 黄金贼就向着刘志冲过来 欢迎您收听 由泽玄和齐宇熙为您播讲的优生小说 《三国之中山崛起》 作者 朱八戒的师兄 第十章 不成功的英雄救美 刘志一枪在手 就有种海阔天空的感觉 这条枪 全用冰铁点钢打造 毛杆长一丈 毛肩长八寸 任开双风 做游蛇形状 毛肩有如白蛇土性 点一点 种约三十多斤 这元将 虽比不得张三爷 也应该是元猛将 可惜被美色迷住了心窍 放松了警惕 也罢 本世子就替你 将这条枪发扬光大 杖八蛇毛挥舞开来 在黑夜中飞舞 横扫战场 挑敌破枪 毛肩向敌阵一投 便有一名黄金军 被刺死在杖八蛇毛之下 这条枪在刘志手中 令敌将闻风丧胆 刘志心说 本世子是不是也能跟张三爷差不多 正想着就听一声爆叫 就见一人手提鬼头大砍刀 策马而来 人还未到 森然的杀气 已经让刘志心寒了 好厉害的杀气 刘志不经心惊 这时候没有退路 不拼命就是一个死 拼命也许还有一线之计 不等对方杀当 刘志小腿肚子一碰飞虎颤 这匹马就往前冲出 杖中杖八蛇毛扑冷一抖 刘志心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汪 看咱俩谁先死 杖八蛇毛扑冷一声 直奔对方心窝扎下 对方鬼头大刀 抡开蛇毛狠狠批响 刘志没跟他玩真的 手腕子一抖 立即掀出三个枪头 这个可是纯钢的杖八蛇毛 就这样硬生生平本事 抖出了三个枪头 鬼头刀批空了 可蛇毛却没有走空 刷得一身直奔对方的心窝 直接扎了个头心凉 刘志紧紧一合 就把这人挑于马下 一刻没停 纵马挥枪往前杀 杀出一溜血胡同 刘志心说 差不多了吧 你们也该让我走了 否则本世子也招架不住了 刘志武功才刚刚小成 仗着坐下马掌中枪 杀出了一条血路 多路而逃 就在转身的瞬间 刘志看到乱军之中的少女 此时的她 就似惊涛骇浪中的一夜孤舟 无助无依无靠 时刻都有沉默的威胁 刘志知道 下一次如果能再见这名少女之时 她已经成为人尽可负的营绩 刘志的心就一扎 救不救她 眼见挡不住刘志 黄金贼将所有怒火都撒到这名少女身上 无数只手就向少女抓来 顿时 一群的撕裂声 黄金贼的宁笑声乱成一团 却唯独没有少女应该有的尖叫 刘志豁然抬头 在灯火之中 刘志看到少女空洞的双眸 两人的目光 就这样隔着无数人相遇 女孩失色的粉唇在动 刘志却看懂了 三个字 杀死我 刘志心一横 人这一辈子 处死无大难 这样一个美人不救 最后让他成为营绩 自己这一辈子都会难以心安 至少要努力一下 刘志一拍战马杀回来 杖八舌毛抡开 大喝一声 少爷又回来了 不怕死的尽管过来 这条枪就跟怪莽出洞一般 一扎一条血线 一花了就是死一片 嘿 这小子又回来了 绝对不能放过他 把他杀了 黄金贼也被激怒 心说你跑就跑吧 我们追不上你也认了 怎么又跑回来了 这是回来要武扬威 还是送死来了 一靠胸中这口浩然正气 二靠杀了黄金贼 一个措手不及 刘志很快就杀到了少女面前 一伸手就抓起少女 放在自己身后 说一声 报警我 刘志就感到 一双柔软的手臂 搂住自己的腰 不能带我走 就杀死我 淡淡蓝香轻轻度来 每一个字都含着冷气 刘志笑道 收到了 姑娘 你还是希望我们杀出去吧 这个大千世界 我还没享受够呢 却不闻少女说话 刘志掉头再杀 却是杀不出去了 一来黄金贼全都往这里游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 二来马上多了一个人 虽然少女轻弱无物 但多少都会有些影响刘志的行动 一句话 现在刘志想一马双鞍杀出去 势必难如登天 少女轻声道 公子 是我连累了你 你放下我走吧 刘志又将一名贼人击杀 笑道 哈哈 此时放下你逃走 到了阎王爷那里也没法交代 自打决定救你那一刻起 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放心吧 就算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让恶人玷污姑娘的清白 少女没再说话 只是搂住刘志腰的手臂又紧了紧 刘志终于杀上一处小山坡 抬头看 月已中天 看着四处数不尽的贼兵 刘志心里叹一声 啊 红颜祸水就是这样吧 为了救一个美人 最后把自己搭上 这应该是最不成功的英雄救美了 明明无救美之力 却行救美之势 哎 贼人再次向刘志发动进攻 刘志横枪立马 就欲与敌再次大战 定睛一看 却让刘志大吃一惊 这一晚 刘志也不知道杀了多少贼人 还没有如此震惊 贼人虽重 却是乌合之重 没有战阵 没有指挥 全凭一股子火气之城往前冲杀 这样的乱军看起来可怕 战斗力其实并不强 可这一刻 敌人一排排一列列 组成战阵 向小山坡杀来 这不是要把自己彻底灭亡的节奏吗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一个字 杀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就在此时 贼兵侧面一阵大乱 刚刚组成的阵型 马上就散开了 怎么回事 黑夜中 刘志就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 抱着一个水桶粗 两丈来长的柱子 冲进了贼兵之中 柱子抡开 横扫一片 刹那间就把贼兵的包围圈 冲开了一个口子 公子速随我走 那人高声断喝 刘志一拍战马 就随着那人冲出了贼兵的包围圈 冲进密林之中 刘志跟在那人身后一路狂奔 发现自己的战马 竟然追不上这人的脚步 这人跑起来 快得就如同一阵风 当真是行如风啊 好了各位听众老爷们 本集内容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作品的话 记得订阅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一章 贼兵的喊杀声越来越远 终于听不到了 这时前面那人停下脚步 说了声 暂时安全了 这时 刘志这口气松懈下来 才感到全身上下 那脚一个疼 自己受伤没有 刘志也不清楚 全身上下全是血 谁知道是谁的 刘志一抱拳 多谢壮士相救 请问壮士贵姓高明 以后在下一定重重酬谢 那人哈哈一想 哼 要说谢 应该是某家先谢你才是 公子不认识某家了 此时那人转过来 借助月光 刘志看清这人的面目 不由得一惊 就见这位 身高过丈 胸宽背后 腰左十围啊 生的是赤发猪染 面似青苔 晶晶图框 面似青苔 就是这脸 像极肠羽过后 那瓦边上长的那层青苔一样 绿瓦瓦的 赤发猪染 就是一头红发红胡子 这人长得 那叫一个凶汉 这一打照面 刘志认出来了 这就是没钱吃饭 抢人窝头那位啊 他手里抱着的是一个粗树干 刘志心里就打个凸 心说 此人谁啊 猛将啊 刘志心里想着 手脚却没闲着 甩灯离安下了座地 先回身 将身后的少女扶下马 这少女现在真叫一个惨 身上的衣裙 被乱兵扯得一条一条的 露出了洁白如雪的皮肤 刘志先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 给少女披上 然后道 姑娘 你先歇歇 我去跟这位壮士 说几句话 少女轻声道 诺 公子小心 刘志点头 转身 向大汉走去 走至近前 刘志双手抱拳 身尸一礼 在下刘志 多是壮士元首 救命之恩 几个窝头是小事 救命之恩 比天还高 请问壮士怎么称呼 大汉笑道 对于我来讲 几个窝头就是大事 公子 我还以为你跟那些 公子哥一样 只会游山玩水呢 没想到你竟敢与贼人相搏 某家姓典名伟 一个老百姓而已 公子送我窝头 我帮助公子一次 咱们扯平 这岂能扯平 救命之恩 恩同再造 刘志必要重重酬血点大哥 忽然 刘志双目暴争 死死地看着大汉 你叫什么 刘志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大汉后退一步 微微一笑 某家名叫点尾 你就是点尾 大丈夫行不跟名 做不改姓 某家就是点尾 刘志呆力半傻 忽然道 点尾大哥 小弟终于见到你了 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刘志要行大礼 这可把点尾给弄糊涂了 急忙伸手拦住 公子且慢 点尾是个粗人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请公子明示 我们认识吗 刘志道 不认识 点尾更奇怪了 刘志接着道 点尾大哥 乃是陈留级武人 有大智气节 性格任侠 当时 同乡刘氏 与淮阳人 李勇为敌 点尾大哥 便为刘氏抱怨 李勇家中 被为甚为严谨 你驾着车 载着鸡酒 伪装成正在等候别人的闲人 当李勇开门时 你便怀着匕首 向前截杀李勇 再慢慢走出来 许出车上刀挤 步行离去 从后而追着 虽有数百人 但却无人敢进 行了四五里 遇上李勇伴仲 双方转战不久 大哥脱身而去 自此 为豪杰之事所赏识 这是点尾的得意之事 此时 听到刘志娓娓道来 自不免欣喜 刘志道 自从得知大哥威名 小弟就四处寻找 但是一直不得大哥踪起 今天终于让我找到大哥了 点尾道 不知小兄弟找某家何事 刘志道 就闻大哥威名 小弟只想一见 如果大哥不嫌弃小弟武功低威 小弟想与大哥结为异性兄弟 追随大哥左右 成就一番事业 点尾叹其道 小兄弟 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武功 已经非常不错 只待年长 必会大有作为 点尾只是个老百姓 现在只想去投军 某个差事混饭吃 哪里还敢提什么事业 点尾大哥 我看中的可不是大哥的出身 难道说大哥这阵子流浪天下 昔日的血性与豪迈 都消失殆尽了 点尾文言不由的毛子圆征 上下打量刘志一番 哈哈一笑 既然兄弟如此 我硬下就是 你我二人就向天结拜为异性兄弟 刘志喜道 多谢大哥 二人堆土为炉 插草为香 向天蒙事 点尾道 某陈流点尾 愿以刘志结为异性兄弟 愿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如为誓言 天诸地灭 刘志道 先前刘志 可丝毫没提起关于柿子的事情 点尾文言不禁大惊失色 你是柿子 刘志道 大哥 誓言已成 大哥可不能反悔 点尾不禁满脸愧色 柿子 小人不敢 小人计约 小人有罪 这还了得 堂堂中山国柿子 与一个老百姓结伴 就算点尾胆大 此时也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刘志道 大哥 我千里迢迢到处寻你 可不是为了在大哥面前摆身份 小弟自爆家门 实在是不想隐瞒 大哥 男子和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有所不为 有所必为 大哥应下与我结拜 岂可因为我的出身就反悔 点尾不禁犹豫起来 第十二章 美人名菜眼 刘志见状 立即向天叩头 我刘志愿与点尾 结为一姓兄弟 苍天见证 三叩首 点尾见状 心中不尽溃然 急忙向天叩首 然后又忙向刘志叩首 是则 刘志掉头向点尾叩首 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是此 大哥 点尾摸摸大头 嘿嘿一笑 嘿 某点尾忽然多了一个世子兄弟 怎么感觉这么怪啊 世子 小人真的受不起 刘志哈哈一笑 嘿嘿 大哥 你我苍天为政 结为一姓兄弟 除非苍天开口毁约 否则今世今生 你我便是兄弟 哈哈 既然如此 恕小人不公 就认下世子这个兄弟 神情一速 兄弟论完 再论君臣 世子在上 受小人一拜 此时 那名少女慢慢走近 微笑着说 没想到小女子有幸 得见这样一场盛事 恭喜世子 恭喜点尾将军 女孩子的俏脸 还是很苍白 但是 她的笑容 却仿佛天使般美丽 让刘志感到安宁 点尾盲道 某家只是一戒贫命 可不是什么将军 大小姐切莫乱讲 少女道 听点将军的武功 世子只要稍微提点 点将军成为将军 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刘志趁势下坡 大哥若不嫌弃 就随我回中山国 只是中山国这事 就跟大汉一样 内忧外患层出不求 小弟还需养上大哥保护 如果没有刘志这番话 让点尾直接跟着刘志走 点尾会很抹不开面子 虽然点尾跑出来家乡 想从军 就是为了某个出路 但还是那句话 人有脸树有皮 点尾心里就算想跟着刘志走 面子上也抹不开 有了刘志这句话 就等于给了点尾个借口 点尾一拍胸腾 放心 从今往后俺就是世子的保镖 谁敢欺负世子 俺点尾就将他劈成两半 大丈夫一诺千金 得点尾这句话 刘志彻底放下心来 子行虽然没有找到颜聊文丑 但却找到了更厉害的点尾 足矣 精神一松懈下来 刘志就感到全身上下一阵剧痛 但是倒驴不倒架 身边可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家人看着 他情况怎么样呢 得刘志动问 少女笑一笑 无妨 多谢世子挂念 只看他苍白的脸色 就让刘志心中倍加怜爱 这等寒夜之中 应该守着火炉 裹着后背 而不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刘志左右看看 说 大哥 我们得寻个被风所在的点 起篝火 否则 这等寒夜岂不是受罪 待到明日天亮 咱们再赶回去打探黄金贼的消息 诺 世子请少呆 点尾这就去寻找 刘志急忙拦住 哎大哥 我们一起吧 活动一下 还能暖和一点 点尾点头 刘志转身向少女 姑娘请上马 少女的 多谢世子 我可以自己走 自己走 刘志就看一眼四野 黑茫茫的 能看清什么 刘志说道 姑娘 姑娘 深夜之中 身处不明荒野 万一失足 后果很严重 姑娘还是请上马吧 不能 我们刚出龙潭 就又入虎穴呀 少女就盯着刘志看一眼 然后微微点头 刘志牵过战马 姑娘请 没有上马时 一个弱女子上马 岂不是男士 所以 刘志伸出手 干为上马时 少女轻声道 多谢世子 小女子 名唤蔡眼 在这个时代 女孩子的名字 轻易不会让外人得知 尤其是个陌生男子 所以 刘志一直没问 此时女子轻声说出 刘志就不经一振 蔡眼是谁 就是大名鼎鼎的蔡文姬 刘志震惊地 几乎要喊出来 蔡文姬 怎么会出现在渤海军啊 蔡眼 子文姬 又自昭姬 东汉大文学家 蔡雍的女儿 博学多才 而又精通英律 出嫁于味重道 丈夫死去后 回到自己家里 后因匈奴入侵 蔡眼被匈奴 左贤王掳走 嫁给了匈奴人 并生育了两个孩子 十二年后 曹操统一北方 用重金 将蔡眼赎回 并将其嫁给董寺 刘志压下心中的惊讶 点点头 原来是蔡雍大人的掌上明珠 失敬失敬 我非常钦佩蔡大人的学识 可惜一直未曾得见 没想到 在渤海郡遇上大小姐 真是三生有幸 蔡文姬御手 微微一滴 刘志眼间 借助微弱的月光 竟然看到 蔡文姬小脸 微陷红晕 不禁大气 这个美人 脸红什么呀 蔡文姬轻声的 多谢狮子赞誉 蔡眼失礼 宛若玉雕的素手 轻轻提起裙角 台狱卒 踩在刘志的手心之上 刘志微微用力 就把蔡文姬扶上马 点尾 没在一边做电灯泡 而是已经找好地点 开始收集甘草枯枝 点火了 点尾云游天下 这点事情 已经做得很熟练 等刘志牵着战马来到 篝火已经燃起 火光将寒气驱走不少 坐在篝火旁 已经精疲力尽的菜眼 尽量保持端坐 只是 在寒风中摇摆的郊区 就似在风中 苦苦挣扎的百鹅花 让刘志不得不怜惜 大哥 再点一堆火 天太冷 小弟有些受不住 点尾应了一声 刘志道 大哥 用我的蛇毛 直接斩树 取枯枝 诺 手持蛇毛斩树 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 点尾去采集树枝 菜眼轻深道 多谢师子 刘志这是以自己为借口点火 冰雪聪明的菜眼 怎么会不明白 刘志笑一笑 不知大小姐 因何来驳海军 菜眼道 小女子替母亲去看望生病的外祖母 回城之中 不想大雪阻入 可拒于此 不知令外祖母可曾安好 有劳世子动问 也无大碍 短短几句之后 两人陷入沉默之中 不知道究竟该说些什么 此时 点尾扛着一枯树走回 刘志过去帮忙 很快 另一堆篝火点起 菜眼终于不再颤抖 刘志打量了一下点尾 大哥 你的霜几何在 点尾将刘志二人救出 用的是就地取材的一株大树 直到后来取材 也一直未见点尾的那对成名兵器 刘志就很好奇 点尾却是神色一暗 不瞒世子 离开家乡 点尾生了一场病 只好将冰铁戟送进了当铺 当了五千钱 第十三章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五千钱 刘志极为震惊 在何处 渤海军 小弟这就去给大哥赎出来 这对冰铁戟可是大哥的招牌 岂能容他人染指 点尾挠挠头 不在渤海军 在滚州东郡的濮阳 刘志无语 这就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点尾这么大的英雄 就会落得要靠典当自己的武器生活 再看点尾这身打扮 想起当日因为几个窝头 点尾竟然被几个电火殴打 刘志心里就很不好受 忽然刘志想起自己的银子 可都在铝店中啊 没被黄金贼搜去吧 否则 难不成自己落得跟点尾一个下场 现在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不仅有点尾 还有蔡文姬这个千金大小姐 让他也落成点尾这个样子 蔡文姬还不得直接自杀呀 如果连饭钱都没有 有何面目还让点尾跟着自己呢 黄金贼 你们最好没把本世子的银子收走 否则本世子跟你们死磕 嗯 不对 他们能抢本世子 本世子为什么不能抢他们 不仅抢钱 还要抢人 刘志想起了什么 刘志想起了此行的目的 不管是找炎梁文丑 还是赵子龙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招纳这些名将 跟自己回中山 夺取中山的控制权 但是 夺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山国有兵马五万 全部掌握在国祥阳节手中 自己那个便宜父王只掌握了三千中山国主卫队 若不是有这些卫队 自己一家的下场会更凄惨 这就是主若陈强的后果 炎梁文丑下落不明 却找到猛将典尾 却不要忘记一句话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帮 杨节麾下 有雄兵五万 要夺回中山国的控制权 单靠典尾和赵云 绝对办不到 父王的三千卫队 会全力相助自己跟杨节开战吗 于是 刘志的目光 放在了数不尽的黄金贼身上 昔日 曹操就是收服百万黄金军 才发展壮大起来 自己可不可以效仿曹操呢 立即又有一个问题提上来 如何养活这些人呢 曹操为了养活这支军队 设立摸金校尉 所谓摸金校尉 就是盗墓的 曹操啊 将刘氏仙人的墓给盗了 刘志难不成也做一回摸金校尉 唉 不用列祖列宗 从九泉之下蹦出来 天下人也会把自己骂死 所以 只有一个办法 打劫 打劫去写黄金贼 然后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带出中山 跟国相杨节 争夺中山的主导权 如果历史的走向不会改变 自己的父王在189年就会辞世 自己将成为中山节王 中山绝对不能在杨节的掌控之中 这些念头 不过在刘志的心中一闪而过 随即就被刘志压在心底 刘志的 大哥 那对冰铁戒乃是大哥的宝物 但明日 小弟与大哥支奔蒲扬 取回这对神器 何为冰铁 冰铁是以高碳钢和属铁叠打而成 主要用来制作刀剑 冰铁极其锋利 有吹毛透风之欲 刀的品质分为铁刀 钢刀 纯钢刀 柔钢刀 青钢刀 也就是冰铁刀 最后是宝刀 上品的金钢刀就已经很是稀少 至于冰铁刀乃至宝刀 那就是世间稀有的珍宝 极难得到 典尾的冰铁戒 就是以冰铁打葬 双戒在典尾手中运势如飞 冲锋陷阵 如入无人之境 典尾之所以会战死 就是因为有人偷了他的双戒 当年曹操牺争张秀 应与女子偷情 被张秀偷袭 而典尾则是这场战役的牺牲品 战斗结束后 曹操没有为自己死的大儿子和侄子难过 反倒是为了典尾伤心哭泣 可见典尾的英勇与重要 典尾头一低 俺让世子操心了 刘志等 大哥 我们是兄弟 大哥这话就见外了 分明不拿我当兄弟嘛 以后请大哥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典尾摸着大头 黑黑笑 天色终于逐渐大亮 典尾起声 世子 回去打探一下 看看情况 大哥多加小心 料也无妨 典尾大步而去 护文蔡文姬发出一声轻音 刘志转身 就看到蔡文姬正睁大一双妙目看着自己 出生的阳光毫不吝息地洒在他血嫩的翘脸上 显出盈盈的宝光 果真是此女只应天上有啊 想起蔡文姬今后的遭遇 刘志心里就不好受 只是此时此刻 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 何谈将这美人拉出火坑了 所以 刘志选择回避蔡文姬的目光 时间在一点一滴的消失 直到典尾魁梧的身形出现 世子 黄金贼已退 被黄金贼洗劫过的小镇 就跟发生过龙卷风一样 只要能拿走的 全部被拿走 上至罗马牛羊 下至一个窝头 都被抢掠得一干二净 留下的 只有断壁残垣和无助的老百姓 官兵呢 刘志忍不住问道 这个问题 典尾却是无法回答刘志 蔡文姬淡淡地说道 这个问题 小女子倒是可与世子慢慢倒来 刘志压住心中怒火 请大小姐给刘志解惑 蔡文姬答 不敢 这只是小女子一家之言 请世子哲情细听 随着蔡文姬娓娓道来 刘志的心思也飞略过以往的记忆中 东汉末年 实际上发生过两次黄金起义 第一次是在184年 全国大汉 颗粒不收 而说服不减 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在巨路人张角的号令下 纷纷揭竿而起 他们投扎黄金高喊 苍天已死 黄天当令 碎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口号 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起义 由于起义本身的弱点 被残酷镇压了 之后188年 黄金军再次发生起义 黄金余部纷纷起誓 为了镇压平乱 于188年3月 灵帝接受太常流烟的建议 将部分字实改为周末 由宗室或众臣担任 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 以便加强地方的实力 更容易清剿黄金余部 而正因汉陵帝下放权力 助长地方拥兵自重 各群雄互相攻击 逐鹿中原 甚至皇帝在军阀眼中 也如同无物 所以黄金明辩 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 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 各地诸侯 拥兵自重 只要黄金军不触犯自己的利益 其他的事情谁还会管 第十四章 南下 蔡文姬这个养在深规中的 千金大小姐 当然不会理解得这般深刻 但是能理解到这种程度 已经足以让刘志另眼相看 这个时代的女孩子 就属于男人的附庸 学的是三从四得 女工刺绣 哪个女孩子 会关心这些事情 但是 这些事情 却不是刘志和蔡文姬 所能左右的 别说现在的刘志 还在逃亡中 就算是继承了 中山国主之位 又如何 小小的一个郡国 能左右大汉的国是吗 纯粹是笑谈 何况 能否从国相杨截手中 夺回中山国的控制权 还是个未知数呢 在东汉末年 诸侯大战的这段历史中 根本就没提过中山国 这三个字 唯一有的就是 穆王中 杰王纪 这六个字而已 然后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因为自己的到来 发生一些变故 可最后 是否能真的脱颖而出 刘志只能说 权力而为吧 回到客栈 客栈里的人 已经走得一干二净 不出所料的 客栈已经一清二白 刘志像蔡文姬的 大小姐 您住哪个屋 我陪你过去 看看还有没有 遗留什么东西 还有您的武士 他们很勇敢 是不是还在啊 蔡文姬 只是淡淡一笑 反问 世子认为 黄金贼 还能剩下什么 刘志苦笑 黄金贼过境 就像蝗虫扫蛋一般 我这也是抱着 万一的态度嘛 蔡文姬文言 不由得眼唇一笑 确实向蝗虫扫蛋 希望能留下些许脉杆 否则这一路回去 只怕小女子 要像典尾将军一般 典尾摸着头呵呵想 刘志点头的 好吧 咱们就去寻找 蝗虫都不吃的脉杆 大哥 麻烦你陪着小姐过去 小弟也去看看 蝗虫留下脉杆没有 诺 典尾陪着蔡文姬过去 刘志转身上楼 直奔自己的住所 没先进自己的屋 而是先去看看两个仆人 屋中空荡荡 洗劫得干干净净 两个仆人也是踪迹皆无 生死不明 刘志就叹口气 乱军之中就是这样 每朝每代的末年 天下大乱 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基本上都是实事九空 倒霉的是老百姓 造反的也是老百姓 这就是所谓的 水能载舟 乙能覆舟的道理 转身来到自己的屋 情况也一样 刘志就从隔壁搬来一把椅子 和这屋的椅子落一块 拉长身形 就往藏前的地方看 嘿 银子依旧在 刘志这就放心了 至少不会沦落街头去打劫 虽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劫 但是 手里有钱和没钱 可是两回事 将银子拿在手中 跳下来转身出屋 就看到蔡文姬和典尾已经站在天井中 双手空空如也 黄金贼这群蝗虫 真的做到了寸草不留啊 刘志向二人晃一晃 手中的钱袋子 笑道 嘿 我的还在 蝗虫们没找到 除此之外 还找到了几件黄金贼遗落的衣物 自己和典尾也就罢了 蔡文姬可需要更换一下 衣服虽然不合身 但是总比没有强 蔡文姬去更衣 刘志和典尾重新搜遍整个客栈 不见一个活人 也不见一点能吃的东西 典尾道 是则 我们只能赶下一城 哎 也只好如此了 我跟大小姐商量一下 保卫蔡文姬的武士 现在下落不明 是否全部战死 还是逃脱 不得而知 对于蔡文姬这样一个角色美人 如果让他一个人行走 那纯粹是送给别人的美味 不是被强人掳去下落不明 就是用不了多久 朴实荒野 刘志感觉自己 做不出这等事情来 不多时 蔡文姬换上一身 朴素的衣裙走出 这美人 简单地梳洗了一番 一夜的折腾 并没有减少着美人的利色 反而更增添几分魅力 刘志上前 大小姐 这里不便久留 我等需立即离开 大小姐若放心 我就和点大哥 护送大小姐回京 不知大小姐意下如何 蔡文姬微微一礼 有劳世子 小女子 多谢世子援手针 蔡文姬清楚 自己单身上路的后果 难得遇上刘志 否则 蔡文姬真不知道 如何是好 三人再次上马 快速离开小镇 简短截说 三人一路向南 刘志和蔡文姬不识路 连尾可是老马尸突 在天黑之前 三人终于赶到一个小镇 鸡肠噜噜的三人 也没来得及挑选客栈 见到客栈就走了进去 大爷 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啊 肩膀上搭着白手精的电火 急忙上前招呼 住店 开三间上房 准备韭菜 刘志说道 电火急忙赔下 哎哟 大爷 抱歉 荒山小店没有上房 只有普通的客房 和大客 大爷您多担待 刘志道 那就三间相连的普通客房 干净一点 好嘞 您放心 保您满意 满意不满意 也就是他了 没看蔡文姬 已经一脸眷色 要不是良好的教育 支撑着蔡文姬 不可试探 蔡文姬啊 真想立即就坐下去 蔡文姬 住当中一间 刘志和点尾 分居左右 等刘志转个圈 再来到蔡文姬房间时 竟看到这位美人 竟已在床边睡着了 忽然 蔡文姬郊躯一晃 就往地面摔去 蔡文姬惊醒过来 吓得大叫 刘志急忙 一步上前 将蔡文姬抱住 就感觉一股淡淡的蓝香 将自己包裹 经历一个狂暴的夜晚 再奔波一天 这美人竟然依旧 芳香宜人 刘志扶蔡文姬坐好 大小姐 先吃饭 然后再休息 蔡文姬玉手轻垂 多谢世子 世子能不能不称呼 小女子为大小姐 刘志道 那大小姐 你能不能不喊我世子 蔡文姬微称 世子还喊 刘志笑道 小姐也在喊呀 蔡文姬就轻咬着粉唇 看着刘志 两人四目相对 蔡文姬惊莹如玉的 翘脸上出现一丝红晕 宛如极品美玉 涂上淡淡的胭脂 没到了极点 蔡文姬忽然展颜一笑 我们都错了 从现在开始 就请世子 称呼小女子的名字 小女子称呼世子为少爷 可好 不好 文姬也称呼我的名字就好 出门在外一切从简 一会儿我还要去通知点大哥 蔡文姬微笑着说 点将军勇猛无比 恭喜 刘志笑道 哎 走吧 吃饭去 会和点尾 一起向外走到了大堂 这等韭菜 看着晚餐 刘志不禁大为惊愕 今天的晚餐 竟然是窝头 菜汤 萝卜豆腐 酒 是绝对没有 刘志伸手换过电火 直指饭菜 这就是我要的韭菜 第十五章 恶匪当道 电火急忙躬身行礼 陪着笑脸说 哎大爷 这年头有吃的就算不错了 前些日子 我们隔壁的镇被黄金贼洗劫一空 还死了很多人 大爷 您老请原谅 刘志挥挥手 哎 去吧 多谢大爷 电火一边退 一边鞠躬 哎 慢着 刘志又喊住电火 电火忙说 大爷吩咐 多拿一些窝头来 我大哥食量大 诺 大爷您稍等 点尾小声说 狮子 我少吃些就行 刘志道 饿着肚子 发生意外怎么办 好酒好菜没有 窝头得管够吧 大哥尽管吃就是 银子有 哎 对了大哥 要叫我兄弟 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点尾急忙点头 虽然很饥饿 彩文鸡还是吃得很少 吃相端庄丝闻 一看就是大宅门里出来的 饮得其他人不识地偷看 彩文鸡只当不知 只是慢慢吃东西 喝了一些菜汤 就放下筷子 取出手帕 鸣鸣嘴角 就与回房 刘志起身 我送你回去吧 彩文鸡也没推辞 只是说声 谢谢 送彩文鸡回房 再回来 就看到点尾正狼吞虎咽 就那窝头 绝对两口一个 看得电火直眼晕 这家伙莫非是饿死鬼 偷胎不成 看到刘志回来 点尾含糊不清地说 兄弟快吃 小姐在这里 我都不敢吃东西 彩文鸡的端庄斯文 让点尾这大汉 也收起虎狼之下 这就让刘志感叹 美女的力量 饱餐之后 两人回房 刘志没有倒下就睡 而是继续修炼 昨晚一战 让刘志更加明白 武功的重要性 现在没有奇药相符 只能刻苦修炼 一夜无话 休息一晚的菜文鸡 更似含苞欲放的花朵 别说刘志看直了眼 就连点尾这粗鲁汉子 也目瞪口呆 看得菜文鸡 微感羞涩地低下了头 早餐依旧简单 萝卜做的咸菜 窝头 菜汤 不管了 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正吃着 就听到外面有人喊 恭喜发财呀 掌柜的和电火 一下子就变了脸色 怎么回事呢 刘志抬头看 就看到从外面 走进来一汉子 满脸带笑 大摇大摆地 走到柜台前 掌柜的 恭喜发财呀 掌柜的一脸陪笑 同喜同喜 大爷 大爷 这个月 生意不好 不不 您看是不是可以少点啊 汉子立即变了脸色 掌柜的 你这可是想破坏规矩 你知道破坏规矩的后果吗 掌柜的立即苦了脸 您稍等 我这就拿给您 刘志就看到掌柜 从柜台里面取出一串钱 大约有千文左右 交给了那名汉子 汉子立即喜笑颜开 嘿呀 好嘞 有好酒没有啊 赶了一早晨 快给我拿来解解渴 有有有 掌柜急忙向电火挥手 快给大爷去拿酒 那名汉子 寻了一个空桌坐下 正好跟刘志三人坐对面 这小子一抬头 就看到美到 霍国殃民的采文姬 眼珠子 一下就直了 采文姬有多美呢 史书中没有记载 但是采文姬被匈奴掳走 从众多女奴中脱颖而出 被左贤王看中 成为王妃 采文姬的美丽 若只是一般 那可能吗 就算采文姬的美丽 没有陈鱼落雁 碧月修花之貌 也不会相差多远 这小子一眼看到采文姬 眼珠子发指很正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大爷 您的酒 电火这个时候上酒 才把这位的眼神给挡住 这位 拿起酒壶就往嘴里倒 却没找到自己的嘴在哪里 酒夜都倒到了桌子上 哎呀 大爷 您慢慢喝呀 电火急忙说 回身去拿抹布 趁机啊 走到了刘志三人桌前 压低声音的 快走 刘志早就在怀疑 这汉子很可能是地痞流氓之类 此时听电火提醒 就对电火点了点头 那汉子一边喝酒 一边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采文姬 那眼神似乎要将采文姬生吞活泼 采文姬脸色一沉 轻声道 我先回屋 经历前晚的事情 采文姬也不想惹事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的 采文姬起身向房中走去 确实要经过那汉子的桌边 本就被采文姬迷得五迷三道的汉子 再一壶酒下肚 这小子竟然胆大包天 伸手去摸采文姬神圣不可侵犯的香臀 这还了得 刘志不禁勃然大怒 手中一挥 筷子就飞了出去 啪的一声 正打在汉子的手腕 疼得汉子一声大叫 跳起来捂着手腕直蹦 这还是刘志功力不足 若是换以前 这一下就能把汉子的手腕给打碎 采文姬也发现不对 急忙快走几步离开这是非之地 却是没急着回房 而是转头看 就看到刘志手中只剩下一只筷子 汉子瞪着刘志大喝 啊 是你偷袭老子 好啊 你这小兔崽子 老子不发威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今天抓你回去做兔子 伸手就向刘志抓过 前天晚上 差点被黄金贼当兔子干了 今天又遇上这么一个家伙 刘志心说 这是女人太少分不过来还是咋的 典尾就在一盼 岂能让这小子抓住刘志 典尾一伸手 啪的一声 就把这小子手腕子抓住 喝到 滚 大手往外一挥 典尾早就看他不顺眼 老子都没酒喝 你小子凭什么有酒喝 现在终于抓住机会 那还不发泄出来 典尾多大劲啊 这一挥手 这小子就跟草一般 飞出去一丈多远 扑通一声 结结实实摔在地上 半天没动地方 掌柜和电火这可吓坏了 真要打死这家伙 大家还有活路吗 虽然大快人心 但是后果严重啊 电火急得直坐脚 哎哟 你们床下大祸了 急忙上前看这人死活 哎 哎呀 摔死老子了 兔杂子你别跑 老子要不把你定眼搞烂 老子就不是人 汉子骂骂咧咧的爬了起来 第十六章 巧腹难为五米之吹 刘志向点尾一摆手 点尾起身 就向汉子走过来 小子 就你还想玩相个 走 老子教你怎么玩 说吧 抓住这小子的脖领子 就像老鹰捉小气一般 脱了就走 点尾那身形 就跟铁塔一般 这小子在点尾面前 就像三岁孩童 没有一点反抗力 被点尾这一脱 可把他吓坏了 就这个大个子 自己可搞不过他呀 今天不服软 不会被他当兔子搞吧 老子 纯纯的屁股 还不被他搞脱了 吓得汉子急忙求饶 哎呀大爷饶命 小的不是那意思 大爷高抬贵手啊 点尾把他往门外一扔 滚 就你这狗样 老子搞你还嫌丢人 快滚 别让老子改变主意 这小子撒腿就跑 跑出十几步 还扭头喊 小子 你有种等着 老子回去喊人 不搞死你 老子随你性 点尾坐视欲追 吓得这小子撒腿就跑 绝对呀 比兔子还快 结账走人 刘志说 掌柜的却一把抓住刘志 你不能走 你们如果走了 黄金贼会将我们店中上下 所有人全部杀死 你绝对不能走 快来人啊 绝对不能让他们离开 否则我们就死定了 掌柜一声喊 呼拉一下 电火和住店的人都跑了出来 横眉立幕地看着刘志 你们不能走啊 是你们惹的黄金贼 与我们无关 你们跑掉 我们怎么办 你们不能走 本以为那人只是个混混 没想到却是黄金贼 看着一张张愤怒的脸 点尾恶然 刘志兴周 却是一片悲伤 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在无形中成为了黄金贼的榜兄 他们不联合起来去铲除黄金贼也就罢了 反而还阻拦自己这个打了黄金贼的人 黄金贼收保护费 这个桥段对于刘志来讲 一点都不陌生 陌生的是这个时代 黄金起义军最后成为了黄金贼 从百姓拥护变成百姓人人厌恶 这是不是有些可笑 看着眼前这个五十来岁的掌柜 刘志想说话 却感觉嗓子眼有些堵 掌柜他们的做法无可谓对错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软弱 才助长了黄金贼的嚣张气焰 这些人可怜又可悲 刘志双眉一束 点尾大哥 收拾东西离开 谁敢拦路 一律打杀 点尾文言 先是一愣 随即大吼一声 诺 点珠子一瞪 大拳头抡起 都闪开 否则打死不论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就点尾这样貌 一番脸 没人不怕 不可以这样欺负百姓 就在这些人吓得连连后退之际 一声娇脆的呼声响起 说话之人不是旁人 正是蔡文姬 看着拦在面前的小美人 点尾猝拨大的拳头 举在空中 落不下来 只能扭头看着刘志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美人正色道 不可以这样做 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岂可这样欺负他们 刘志脸沉如水 没想到这时候 蔡文姬会替这些百姓说话 刘志道 我走我的路 与他人合干 他们挡我的路 与黄金贼就是同伙 按照大汉律 只杀他们已经算轻的 应该诛灭三族 蔡文姬就感到一股怒火冲上来 我阻止你们 是不是我也该灭三族 刘志沉声道 是啊 蔡文姬又气又急 真没想到刘志会这样回答 气得这美人娇躯直斗 粉唇发白 刘志向点尾道 大哥 取了我的枪马 离开这里 谁敢阻拦 杀 怒 点尾一横膀子 想绕过蔡文姬 可别看蔡文姬气得发抖 却是寸步不让 刘志一个剑步跃上前 手起掌落 蔡文姬就软软倒下 刘志将着美人搂在怀中 说道 走 三人全部家当 就是一马一枪 加上刘志的钱袋 钱袋 刘志自然随身带着 点尾取了枪马 在店门口迎住刘志 兄弟上马 这时候可没时间啰嗦 刘志抱着蔡文姬上马 一带四江 纵马出阵 点尾撒开两腿 精紧跟在里面 刚出阵子 刘志就听到 怀中家人一声轻盈 忙低头 你醒了 没事吧 低头看 就看蔡文姬愤怒地看着她 放开我 我要回去 小姑娘在刘志怀中奋力挣扎 刘志紧紧搂住她 任她在怀中折腾 叹气道 如果黄金贼杀来 我们在阵子中和他们动手 死伤的可还是老百姓 蔡文姬慢慢停止挣扎 睁大一双妙目 愣愣地看着刘志 刘志接着道 我看到那名贼人 就向这个方向离开 我们也从这个方向走 就会与贼人的援兵相遇 就算开战 也不会伤到老百姓 至于我们 如果战胜皆大欢喜 如果战败 我们也可以从容离去 与老百姓无关 蔡文姬明明粉唇 小声说 你打得人家脖子很疼 刘志低头 看着怀中美人宛如山间清泉一般的美眸 要不我给你揉揉 呸 衣袖遮住俏脸 娇躯却轻轻移在了刘志怀中 刘志不禁怦然心动 蔡文姬这个姿态 不仅仅是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更有深一层的含义 至于能否真的再进一步 还得看下一步的结果 而为了这财色双绝的美人 刘志决定 拼了 这个时代地广人稀 输了小镇 就是荒野密林 回头看一眼 大步刘欣跟在马后的典尾 刘志心里叹气 如果典尾冰铁双击再少 就算来三五千贼人又何妨 打不过还可以逃 现在确实很无奈 赤手空拳的典尾 不要说被三五千贼人围住 就是三五百 只怕也会要了这汉奖的性命 而单凭自己 三五百人 自己还真打不过 首先第一件事 安排好蔡文姬 带着蔡文姬啊 这仗没法打 将蔡文姬藏在了密林之中 刘志和典尾商议对策 大哥 你对其他兵器的运用可熟练 这个很重要 刘志也很期待 虽然这个期待很可能是失望 典尾摸摸大头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子 俺只会晚解 虽然心里有这个答案 现在听典尾说出来 还是有些失望 心说 哎 自己太贪心了 如果典尾还熟练掌握其他兵器 也就不会在双几被盗之后战死了 这回真是成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第十七章 一树干 定乾坤 典尾道 世子请放心 俺这就去寻一棵粗大树木做武器 等嫌百八十人 还禁不得某家身边 刘志兴说 百八十人没问题 千八百人怎么办 事与至此也没有办法 先打着看吧 打不过就跑呗 总不能眼睁睁地背去黄金贼打死吧 不多时 典尾扛着一根核爆粗的大树干走了 哎 这原猛将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刘志兴里不禁感叹 没等刘志感叹多久 远处又出现了一群人 黑压压的一片 刘志拢足眼神看过去 差点没乐出来 如果说这群家伙就是打家结舍的黄金贼 未免也太惨了点 总共就十来匹马 人数大约在二三百人左右 衣服也是五花八门 手中的兵器一样是乱七八糟 这样一支队伍还能在这里称王称霸 这到底是黄金鱼孽啊还是山贼呢 就是他 大老远 这群人就看到大道上有两人遗迹 等走到境前 被点尾打跑的汉子立即向刘志一指 黑黑冷笑 哼 小子 这回看你们往哪里跑 回身像一名头领模样的汉子说道 曲帅 就是他们 还有一个跟天仙似的女人 不知道被他们藏到哪去了 那人哼了一声 嗯 我知道了 催马上前 手中的大刀一点刘志 就是你这娃娃打了本区帅的人 刘志上下打量一下这人 目光最后落在他的战马上 你们 把战马和大刀留下 逃命去吧 什么 这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可是有二三百人 你们就两个人 吹什么大气啊 气得这人也不跟刘志啰嗦 催马轮刀直奔刘志杀了 世子靠后 这小子交给某家对方 没有站起在手的点尾 还是汉匠吗 刘志一犹豫 点尾已经扛着树杆冲上前去 罩着对方就是 搂头盖顶一下暴击 小子看家伙 没有几百斤的力量 谁敢冲大将 这人看到点尾扛着一杆树干做武器 不禁冷笑 哼 让本区帅教训一下你这无知小辈 一横掌 大刀往外一崩 砰 粗树干狠狠砸中刀杆 只听这位一声大叫 连人带马塌塌塌 连退十多步 嘴一张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就喷出了 刘志看得大气 心说 你就这点水准还敢冲自豪 大脑进水了吧 白叫本狮子担心半天 双脚一踹灯 坐下五花马就冲了出去 掌中蛇毛一抖 罩着对方分心变刺 趁他病 顺毛没有一点犹豫的 从前心扎到后心 这人大叫一声 撒手扔刀摔于马下 刘志一挺 代血的蛇毛 就像那群说贼不像贼 说兵不像兵的家伙们喝的 耳胆何人还来一战 那么厉害的取帅 一招没过就死掉 这些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道如何是好 刘志大喝一声 催马提枪就冲过了 吓得这群人立即四散而逃 刘志也没追 只是将那匹屋主之马 抓了牵回来 大哥 穷寇莫追 点尾这才拖着树杆回头 刘志为什么不追 如果此时点尾冰铁挤在手 刘志还真要把这二三百人收复 作为第一波清兵卫队 有这二三百人作底 下一次就可以对付千八百人了 现在的情况让人无奈 唯一的大将点尾却是赤手空拳 这样能率领一支部队吗 自己武功未成 打些小鱼小虾还行 实际上自己还上不了台面 大哥 会骑马吗 点尾将树干抛在一边 以前学过 只是加贫 没钱买马 那就好 大哥 部下将有部下将的优点 但在两军阵前 部下将对战马上将的劣势 会暴露无疑 大哥 从今天起 请大哥骑马作战 以后小弟一定会给大哥 购买一匹豪马 多谢施子 点尾抓了一名跑得最慢的贼寇 详细审问 原来这伙贼寇只是一部分而已 他们都属于玄黄山黄金余孽的一部分 头领就是被刘志杀死之人 玄黄山听起来挺吓人 其实不过是太行山余脉的一座小山头 据此大约一百余里 人数大约在三千人左右 头领名叫廖化 副统领杜丰 廖化 刘志不禁愕然 蜀中吴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廖化 竟然躲在这里 那不是给自己送菜来了吗 刘志向这名贼寇道 我乃中山国世子刘志 回去告诉廖化 本世子这就去调兵 灭了你们的玄黄山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刘志担心自己走后 廖化派兵过来报复 如果廖化把这一阵子的人都宰了 这可是自己的罪业 所以刘志借贼寇的嘴 吓唬吓唬他 只要消息带到 廖化绝对不敢出来捣乱 一定会全力以赴地防备自己 刘志心说 等本世子把点尾的冰铁机取回来 廖化 你就是本世子第一个降服之人 接了蔡文姬三人上路 在一处镇子上买了辆驴车给蔡文姬乘坐 虽然简陋 却避免了两人再次一马双鞍的尴尬 大哥 你慢点儿骑啊 这样摔来摔去摔坏咋办 点尾 初得战马 就两个字形容 高兴 不仅如此 刘志还把那个死人的大刀拿来充数 最不济以后露宿砍柴 这把刀能用上吧 死掉的那名将领 若是知道自己的大刀 成了砍柴刀 会不会被气得死而复生啊 点尾初得战马 一路纵马狂奔 也就是仗着点尾伸手脚剑 好几次从马上摔下来 都让点尾稳稳站在地上 点尾不服气 就跟战马叫上劲 你摔我下来 我再跳上去 一路下来 点尾都不知道摔下来多少回 看得蔡文姬眼唇轻笑 看得刘志胭脂晕 若是自己这般折腾 只怕骨头早就散架了 半个来月下来 在点尾绝不气内 不依不饶的操练下 点尾的马也骑得像模像样了 至少不会再被摔下来 然后点尾拿了那柄大刀做训练 等进入东郡之时 点尾的棋树已经赶上刘志了 除养 点尾有种敬香情窃 刘志却快有种熬出头的喜悦 冰铁戟啊 我们终于来了 什么 冰铁戟被你卖了 来到昔日点尾当己的当铺 一声光鲜的点尾大步而进 老板 某家来赎回俺的冰铁戟 看到气宇轩昂的点尾 掌柜先是一愣 然后慢吞吞说出一句话 好悬气炸点尾的心肝肺 哎呀 冰铁戟已经被人买走了 说什么 点尾一把抓住掌柜的胸襟 打雷般的身影 吓得掌柜脸色发白 还是颤声道 哎呀 大爷多日未来熟大 小人东家已经将这堆戟卖掉了 什么 哎呀 气死我了 点尾大怒 抡起大拳头 就要对这名掌柜抱一老拳 大哥住手 刘志急忙制止 打死他 大哥的冰铁戟更无处可寻了 点尾一把将掌柜推倒在地 说 卖给谁了 掌柜哭丧着脸的 哎 谁个小人物质啊 这是东家做的主 小人哪里敢问 点尾怒道 老子拆了你这家鸟店 刘志挥挥手 制止了暴怒的点尾 掌柜 我家大哥点当点的是活的 你们却把东西卖掉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做生意没这样做的 买卖公平你们不知道吗 我也不为难你 第一 给我家大哥五千两银子的赔偿金 第二 说出卖给谁了 我们自己去要 否则你们这家店就别要了 五千两银子 掌柜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老百姓花的都是钱币 穷苦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银子长什么样 现在刘志一张嘴就是五千两 掌柜就感觉刘志是不是穷疯了 来人 把这两个捣乱的家伙打出去 认定两人是来捣乱的 掌柜的一声喝 立即从里面窜出来十几个撞小伙 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 一出来就抄上开了 掌柜的什么事 打 把这两个捣乱的家伙打出去 掌柜的一指留至二人 好嘞 打成什么样 一看就是酒干这种事 张嘴就问打成什么样 叫他们这种教训 不是哪里都可以撒野的 好 您看好吧 十几个人横着膀子就窜过来 小子 把秋风打到这里来 真瞎了你们的狗眼 本就暴怒的点尾 真急眼啊 怒吼一声就扑上来 大拳头抡开 这通胖子 要不是刘志拦着 估计这几人得被打得就只能活这么大了 就凭这几人也想殴打点尾 真是笑话 掌柜见事不妙 撒腿就往外跑 被刘志飞起一脚 踹倒在地 哎呦 大哥别打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看着躺地哀嚎的打手们 点尾心里这口气才算稍稍平静一些 狮子 现在怎么办 把这些人都弄到店外 拿绳子拴一起 等他们冬家出现 我去收取点利息 什么利息 刘志进到柜台里面 打开钱柜 将里面的钱币一扫而刮 这就是利息啊 世子打结了店铺 看到刘志将大量钱币放到车上 正等待二人归来的蔡文姬好生奇怪 刘志黑黑一笑 嘿嘿 当铺把点尾大哥的冰铁机给卖了 卖了不算还想打人 我这是收取的利息 不赔本世子五千两银子 绝对不罢休 五千两银子 蔡文姬惊讶地轻轻掩住粉唇 世子 五千两白银就是五百万钱 我们拿得走吗 五百万钱得装几大车呀 刘志呵呵笑 嘿 所以我要银子嘛 冰铁机可是保刃 五千两银子能不能再打这一副 我可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要不是拿不走 本世子一定会多要一些 看他一副守财奴的样子 蔡文姬不禁眼唇倾笑 明明知道他不是守财奴 偏偏要装出一副 我是守财奴的样子 蔡文姬就感觉很可笑 蔡文姬笑声未落 马挂铃铃之声 由远极近而来 刘志精神一阵 主家来了 你藏好 千万别让他们看到 否则你这美人 他们可不会放过 强走怎么办 蔡文姬一笑 人家不过丑丫头一个 他们不会有眼无珠了 刘志的 那你是不是在说我有眼无珠啊 蔡文姬咬着粉唇不说话 似乎在默认 刘志挠挠头 好吧 我算有眼无珠 等本世子回到中山国 就央求父王去向蔡大人求婚 这也不算有眼无珠了吧 呸 刘志挠 嗯 等找回点大哥的双姐 咱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档铺门前十几个壮小伙 捆成一团 早就惊动了四方淋漓 大家都远远为官 敢干档铺的 都必须得有钱有势 差一点也干不了 所以热闹不方看 却没人敢上前 此时 南边冲过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出头的青年 扎金剑袖 腰迹板蛋 外批大厂 坐下大腕良居 得胜沟上挂着一柄五金折铁刀 人味道先是一声大吼 什么人敢到某胡彻尔的地盘上捣乱啊 什么 胡彻尔 没听错吧 刘志感到有些晕 胡彻尔是谁 胡彻尔就是盗走点尾双姐 令点尾战死的罪魁祸首 刘志不知道眼前这一出戏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因为自己的出现 胡彻尔盗戟的桥段 被换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三国志 魏叔 张秀传里说 胡彻尔能赴五百金 日行七百里 以一人演 东汉末年武将 初从张秀 为其心腹猛将 拥贯三军 与贾许交情甚家 在演义中 胡彻尔只出现了一次 就害得曹操死了三元大将 现在胡彻尔出现在这里 难道说本世子 这就要归西不成 刘志忍不住看看左右 寒风吹来 刘志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莫非黑白无常前来勾魂了 这一发来自心底的冷 让刘志明白过来 这个时候 胡彻尔跟点尾一样 都属于养在 身归无人时 是否可以收尾己用呢 张秀投降曹操 曹操爱胡彻尔之骁勇 手以黄金羽之 以曹操独辣的目光 肯定是看出了 胡彻尔有什么厉害之处 刘志催马上前 在点尾肩膀上轻轻一按 说道 胡彻尔可识得在下否 第十九章 炎凉的下落 胡彻尔没想到 点尾还没说话 就上来一少年 不由地上下打量一番 旁边有人嘀咕 他跟大汉是一伙的 胡彻尔想不出来 这时候刘志要跟自己说什么 你带怎讲 刘志淡淡一笑 啊 某位大汉中山国世子刘志 胡彻尔脸上的神情 慢慢变得精彩 一脸惊愕地看着刘志 神情又变得柔和起来 刘志为何直接爆出名号呢 东汉末年的大混乱 是从十八路诸侯法董卓开始 从那时起 汉士开始没落 逐步走向灭亡 天下诸侯再无人将汉士放在眼中 除却少数忠于汉士的人之外 天下诸侯已经不知道何为汉士 现在灵地未死 天下虽然乱象已现 但是这天下还是大汉的天下 刘志乃是中山国世子的 这个身份足以让绝大多数人鞠躬屈膝 那为何刘志面对黄金贼余孽之时 不爆出名号呢 首先 黄金贼是干什么的 其次 在荒郊野外 中山世子这个身份 还不如一柄单刀管用 而现在 却是在蒲阳城中 中山国世子的身份 就足以让胡车尔胆战心境了 刘志若是直接找上蒲阳城手 将胡车尔告上一撞 胡车尔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刘志直接爆出身份 这是告诉胡车尔 先礼后兵 胡车尔要是不识相 刘志就会动用官方手段 胡车尔想明白这些 脸上的神情能不精彩吗 于是 翻身下马 攻身师 不知世子驾到 有失远迎 万望恕罪 刘志道 不知者不怪 今番 本世子与世卫典尾四海云游 因携带不便 将典尾冰铁戟 暂且放于当铺之内 此际 本世子要返回中山 特此前来取回双脊 失离之处 请壮士莫怪 胡车尔说道 请世子境内一叙 草名有下情回禀 刘志想了一下 也好 胡车尔前头引路 直奔当铺内走来 路过十几名被捆成一团的手下 就当没看到 来到里面 胡车尔请刘志坐于上位 命人上茶 刘志道 壮士不必客气 取了双脊 还要去浮阳城首府一行 时间比较紧张 请壮士有话就讲 刘志的意思就是 你也不用转圈圈 我一会儿就去浮阳城首府打一转 胡车尔心里一沉 本来胡车尔还有这个意思 想去城首府咨询一番 在浮阳城内开当铺 关面上没人怎么行 可被刘志这样一讲 胡车尔也没心思了 实际上 胡车尔也只能侧面问一下而已 如果刘志的身份是真的 胡车尔直接去问 他一家就是掉头之罪 胡车尔道 世子 草民不知道这对冰铁挤的来历 那么久不见有人赎回 就动了心思 浮阳城外五十里 有个柳家凹 那里背后强梁占领 为首之人名唤炎梁 武功高强 草民与之斗了几次 都不是其对手 草民想用这对冰铁挤做饮 将炎梁引来杀之 为名除害 胡车尔就看到 刘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不知不觉便将嘴闭上 刘志哪里是脸色阴沉 而是心中狂喜 怪不得到处找不到 炎梁闻丑 原来炎梁在这里做强盗 闻丑是不是也在呢 见到胡车尔不讲 刘志道 炎梁麾下有多少兵马 胡车尔道 不足千人 刘志压下心中狂喜 壮士可愿于本世子 一同前往柳家敖 收服炎梁 胡车尔不禁倒退三步 上下打量一下刘志 世子 柳家敖山险灵密 世子千斤之体 不可负险 刘志哈哈一想 嗨 壮士身在市井 尚之剪除强梁 本世子有何不可缺 壮士不必多言 壮士若有心报国 就随本世子一同前往 待剪除强梁 本世子一定保举壮士为将军 刘志可是中山国世子 在中山国 给胡车尔安排一个将军位置 还不守道秦兰 而且中山国的富足 远非蒲羊可比 胡车尔听闻不经大喜 士农工商 胡车尔别看开当铺赚钱 但在社会地位上 却是连农民都不如 如果一下子能成为大汉的将军 可谓是一步登天 飞上枝头变凤凰 这是每一个草莽中人的愿望 胡车尔急忙跪道 草民愿追随世子 甘愿为世子牵马追灯 刘志起身 伸手扶起胡车尔 壮士不必如此 为国为民 本世子不过是为国选才而已 胡车尔道 世子请随小人前往小人家中 典大人的冰铁挤就在那里 世子请 进来的时候是关羽明 出来的时候成了一家人 典尾就在那里瞪眼珠子 没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刘志道 典尾大哥 我们这就去胡车尔大哥家中 取回你的冰铁挤 典尾其他的没明白 这一句却明白了 取回自己的冰铁挤 忙应了一声 诺 看到刘志去赶驴车 胡车尔急忙的 诺子 这种事情自有下人来做 诺子怎么可以 刘志笑着摆手 这个却须由我自己来做 你不知这车中人是谁 走吧 胡车尔带着一头雾水 头前引路 直到刘志扶着蔡文姬下车之时 胡车尔这才恍然大悟 诺子飞啊 这等天香国色的美人 当然是诺子飞了 怪不得诺子不让别人赶车呢 一定要亲自来 这等美人 喜容他人近身 胡车尔一路小跑过来 诺子诺子飞驾铃 晓得这小门小户 真是蓬壁生辉 祖上积德 蔡文姬一愣 嘴即翘脸通红 低头不语 扶着刘志手臂的御手 却是暗暗用力掐了一下 刘志笑道 胡车尔不可妄语 此乃当朝大学 是蔡雍的掌上明珠 蔡雍精通英律 才华横溢 诗世著名学者胡广 除通史经 擅辞赋赋等文学外 书法精于篆 历 有以历书造诣最深 蔡雍早年 聚朝廷征召之命 后被甄辟为司徒院术 任和平长 郎中 毕郎等之 曾参与续写 东关旱记 及刻印西平时经 欢迎您收听 由泽玄和齐雨昕 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 《三国之中山崛起》 作者 朱八戒的师兄 第二十章 被发好人卡 胡彻尔文言更加确信 蔡雍姬就是世子妃 否则以蔡雍姬之角色 怎么会孤身一人 随刘志身边 云游天下呢 胡彻尔忙道 小人多嘴 请世子和世子妃原谅 胡彻尔就认准了 蔡雍姬偷掩观桥 就见刘志笑咪咪的 这美人心中就很是羞恼 这家伙怎么可以这般无耻啊 虽然这个时代 李教对女子的束缚 远不如后世 但是女孩子脸瞪 本来没有关系 被胡彻尔这样一讲 蔡雍姬就很不好意思 可恨刘志不再辩解 休脑的蔡雍姬 就想再给刘志来一枪 进到里面 胡彻尔首先命人 抬来点尾的冰铁鸡 见到自己的冰铁鸡 点尾眼珠子都绿了 就像见到绝色美人一样 立即扑上去紧紧抱在怀中 当真是一己在首 天下我有啊 胡彻尔大牌艳艳 招待刘志两人 蔡雍姬自有内卷招待 蔡雍姬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 洗一个温水浴 然后吃上丰盛的晚餐之后 进入房中休息 正跟胡彻尔妻子聊天呢 外面一阵杂塌的脚步声响起 有人在说话 慢一些 不要碰到狮子 怎么回事 胡彻尔的妻子急忙起身走出去 不多时 几个粗事丫头 抬着酒醉不醒的刘志进来 刘氏不好意思地说道 啊 狮子妃 狮子不胜酒力 请您多多原谅啊 喝多了 酒喝多了 你们把它抬到我这儿干什么 蔡雍姬恶然 粗事丫头 已经把刘志放在床上退出去了 胡适道 狮子妃 醒酒汤马上就到 见必这就去打些热水过来 胡适也走了 只剩下惊恶的蔡雯姬和酒醉的刘志 在蔡雯姬发愣的功夫呢 热水 醒酒汤 茶水全部送到 蔡雯姬终于反应过来 这真是把自己当成中山国狮子妃了 这美人不禁又羞又闹 喝酒 刘志一声吆喝 蔡雯姬吓一跳 这家伙没醉死啊 急忙看 却见刘志双目紧闭 嘴巴还在不停地嘟囊 蔡雯姬气得就想把刘志扔出去 都喝成什么样子了 还要我来照顾你 想到这里 蔡雯姬翘脸发热 焦躯发烫 急忙将门窗检查一遍 确信没人 就没人才常常吐出一口香气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办呢 这些人明显将自己当成世子妃 照顾酒醉世子的任务 责无旁贷就落到自己头上 可是自己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这么一个烂醉如泥的醉鬼 怎么照顾啊 仔细想了一遍 是不是先把醒酒汤给他灌下去啊 摇摇粉唇 蔡雯姬端起汤丸走到床前 轻声呼唤 世子 嘿 别说真管用 刘志双眼一睁 呼的一下坐起 眼珠子瞪的溜圆 吓得彩雯姬身不由己 后退一步 好玄把汤丸给扔了 刘志直勾勾的说 黄金贼来杀你 我去杀退他们 说完翻身就要下床 彩雯姬不由得芳心一热 这家伙喝成这样 还知道保护自己 嗯 是个好人 嘿 刘志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就被发了好人卡了 刘志一溜歪 斜的就下床 差点摔倒 彩雯姬忙放下汤丸 上前扶他 但是 娇弱的彩雯姬 怎么能扶住刘志呢 大半年的修炼 刘志体魄不说壮如牛 至少能赶上牛犊子吧 彩雯姬啊 绝对扶不住 彩雯姬叫呼一声 两人就上大床倒过去 沉重的刘志 正好把彩雯姬压在身下 令彩雯姬羞脑怒 刘志却猛地跳起 大喝 好厉害的黄金贼 雯姬羞要金花 看本狮子神毛厉害 黄金贼在何方 像尊门神一般立在床前 大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气势 彩雯姬正正地看着 刘志的背影 似乎刘志触动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某处 世子 彩雯姬轻唤一声 刘志扭头 醉意朦胧地应一声 啊 雯姬放心 黄金贼只能踏着我的尸体冲过去 看着刘志摇摆不定的身影 彩雯姬终于奄然一笑 坐起身轻轻拉住刘志的衣袖 世子 你喝醉了 哪里有什么黄金贼 都已经被世子打跑了 世子快休息吧 黄金贼跑了 刘志愕然左右看 似乎很不相信 世子英勇 典伟将军厉害 黄金贼怎么会是对手 刘志呵呵想 哎 我忘记了 典伟大哥冰铁机找回来 天下何人是他的对手啊 啊 采文姬道 世子快休息吧 啊 休息 刘志应一声 直接往床上倒 当真是推金山 倒玉柱 采文姬想扶都扶不住 直接被刘志再一次 扑倒在大床上 待到刘志酣声响起 采文姬想起身 却发现熟睡中的刘志 竟把自己抱得死死的 自己根本就动不了分毫 挣扎不开的采文姬 也就认命 黑暗中 采文姬看着刘志模糊的脸 轻声说 狮子 你是我等的人吗 回答采文姬的 只是刘志的憨声 荆棘爆小 饮食三刻 刘志准时睁开双眼 生物中告诉刘志 该起床修炼 忽然感到怀中 软玉温香一团 怎么回事 刘志急忙起身 借助微弱的星光 拿起火石 点起蜡烛 啊 这怎么回事 烛光惊醒 蔡文姬 这美人束手 眼珠美眸 轻轻从指缝中 看出来 正看到刘志 惊愕的大脸 蔡文姬 一下子清醒过来 就感到全身 像火炭般灼热 两人就这样 看着对方 以至于烛光 都撩到了刘志的脸 刘志这才 慌乱地站起身 哎呀 那个文姬 这个那个 我 对不起啊 刘志想来 绝对是自己 主动侵犯了蔡文姬 蔡文姬 绝对不可能 主动迁就自己 看着刘志 惊慌的样子 蔡文姬 大感有趣 不禁扑吃一声倾笑 朱唇倾气 傻小子 这一刻 刘志绝对不傻 不管怎么样 蔡文姬没有恼怒自己 这个时候 关键不是追问 究竟怎么回事 而是要善后 善后好了 这美人就是自己的 善后不好 鸡飞蛋打不算 还要准备 接受蔡庸的怒火 刘志说 那这样 算不算啥小子 各位听众老爷们 本集播讲完毕 哎哎哎 你干什么 我是典尾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 我有空的时候会看的 谢谢各位老爷 第二十一章 睁脚炎凉 怎样啊 蔡文姬好奇地看 却见刘志的大脸 无限地向自己靠近 以至于遮住了自己的全部天空 香唇一热 傻小子竟然含住自己的香唇 玩命地亲吻 那种霸道又温柔的吻 让蔡文姬一阵眩晕 直到蔡文姬喘不过气 才想起响起振扎 猛地推开刘志 这美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想杀人哪 脏死了 你还没洗澡呢 以后再这样 我就 就怎样 蔡文姬不知道 刘志黑黑笑 嘿嘿 文姬的一切都是香甜的 呸 色狼 刘志眼中精光大声 既然是色狼 当然要做色狼才做的事情 一个狼扑 就把蔡文姬扑住 当狼一声 竹台坠地 屋中又陷入了黑暗 黑暗中传来蔡文姬 休籍的声音 狮子不可以这样 文姬是清白女子 狮子若真有意 就请向我父亲求亲 狮子若是今日就倾见于我 就请狮子随意 明日狮子 就可以得到一具遗体 刘志一下子欲咽全失 蔡文姬是不是真的会 一夜之后香消玉云 刘志不敢保证 但若是真的呢 刘志紧紧搂住 蔡文姬娇嫩芳香的身躯 眼儿 你不会糊弄我吧 明天你就去告关 然后你再另择凉血 蔡文姬恨不得 真打死这个傻小子 没好气地低声道 人家都跟你这样了 还怎么可以嫁别人啊 刘志大喜 啊 那今日不能洞房花烛 干些别的总可以吧 干些什么别的事呢 黑暗之中谁知道 总之天亮之后 蔡文姬一直不敢抬头看刘志 忽得美人 刘志心花怒放 点尾冰铁锡重新得回 再得蔡文姬这千古传颂的美人 刘志只想对天大吼 表达一下自己心中的喜悦 是怎 前面那一片密林之后 又到柳家凹了 胡彻尔指着前面说 终于 刘志从得到蔡文姬的机动中冷静下来 中山国还在国相杨洁的掌握中 自己刺了他一刀 这一刀之仇怎么会善良 夺不回中山的控制权 含什么美人 自己回去 小命都不见得保得住 更别说什么享受美人艳福了 蔡文姬不明白中山国的情况 蔡雍会不知道吗 蔡雍怎么会同意掌上明珠 嫁到中山国呢 刘志终于冷静下来 回头看一眼数百壮钉 普彻尔 蒲雍守将为何不敢发兵 普彻尔道 大人曾与严良斗过几场 都被严良杀得大半 严良也不骚扰其他地方 只是将柳家凹具为己有 所以 蒲雍乃至东郡 都睁一眼闭一眼 这叫什么 这叫明哲保身 只要严良不来打自己就足够了 刘志点头 普将军 你帅领壮钉就在这里驻扎 我与典尾上柳家凹 会一回严良 胡彻尔大惊 世子不可 太危险 刘志笑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严良既然不骚扰其他地方 他就不会轻易向本世子动刀兵 放心吧 只有我们两人才更好交流 你们等我消息就是 胡彻尔见刘志打定主意 只好点头 帅壮钉铸铸扎 刘志带着点尾两人 两季直奔柳家凹 柳家凹建造在一片小山之中 债墙利用山势而建 采用当地的青石 筑起两丈来高的石墙 绝对一手难攻 难怪蒲阳和东郡的官兵都不敢来 刘志打量一会儿 直奔寨门而去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守卫寨门的壮钉立即拦住 点尾掩珠子一动 闪一边去 叫严良出来受死 就点尾那长相 再加上那一对冰铁戟 吓得壮钉身不由己 后退几步 然后指着点尾大喝 你小子想找死还不容易 你有种就等着 点尾哈哈一笑 哈哈 快快进去禀报 就说陈流点尾到来 壮钉撒脚如飞往里报 不多时 就听到马蹄声从里面传出 刘志抬头看 就看到一人一计 从柳家凹杀出 就见此人坐下分水青棕兽 头戴黄金盔 身穿荷叶甲 大红战袍红滚裤 虎才虎头战靴 手里托着和扇板门刀 此人生的面似蟹盖 就是那脸跟那生蟹蟹盖似的 他就是严良 严良冲出寨门带住坐骑 而就是陈流点尾 上下打量点尾 就点尾那长相 女人见了怕 男人见了一条大纸 好汉子 点尾道 你就是严良 陈也 严良点头 点尾哈哈一笑 某家点尾 闻说严良兄汉勇无敌 动了兴致 想与严良兄缺磋一番 不知严良兄可否 点尾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挑战 古代 练武的都四处找高手挑战 一是锻炼自己功夫 二是扬明立万 练武的人会害怕与人交际吗 严良哈哈一笑 如此 严某就不公了 点尾兄是否需要休息 省得某家胜之不武 魂无第一 魂无第二 严良文听点尾是来挑战的 那能弱了名头吗 严伟笑道 哈哈 无妨 早打完早完事 打完再说其他事情 好 严良点头 如此 恕某家不公 严良一抬腿 就在得胜钩上摘下和善板门刀 刀势一摆 喝一声 请 点尾兄原来是客 请先动手 这叫规矩 严良 请守五大规矩 点尾大 好 数点尾失礼了 一晃掌中冰铁戟 催马直奔严良 冰铁戟抡起来 当头砸下 严良一盒大刀 往外就崩 当狼一声大响 将冰铁戟崩出去 严良大喝一声 点尾兄也接某家一刀 和善板门刀立劈划山 就奔着点尾的顶梁门劈下来 大刀就跟在空中打了一道闪电一般 快狠转 这就是举手不留情 留情不举手 点尾将冰铁戟十字插花往外一崩 三班兵器就碰在一起 二将二马盘旋就打在一处 那叫一个激烈 仿佛下山虎遇上出山虎 二虎相争 各不相让 两人斗了一百多个回合 未分胜负 刘志兴说 差不多了 再打就要分生死 待我出头的时候到了 刘志抬腿就把杖八蛇毛摘下来 催马上前 喝一声 住手 杖八蛇毛抡圆了 就往两人当中砸下 点尾当然纹身力退 这是两人商量好的 点尾先出头跟炎梁大战 这叫什么 这叫告诉你 老子不是吃素的 不是跟你闹着玩 玩硬的 你不见得行 老子可不是那些笨蛋官兵 然后再由刘志出面 运用怀柔手段 将炎梁拿下 这叫 莫看将军万人敌意 阴谋诡计 你难堂 第二十二章 收炎梁 点尾一撤 炎梁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不是生死相搏 所以炎梁也后撤 炎梁带着坐骑 打量一下刘志 不知尊家怎么称呼 刘志笑道 炎梁大哥 小弟是来与你交朋友的 炎梁大哥武功绝伦 窝居在柳家凹 岂不是显得爆点天物 小弟久闻炎梁大哥威名 特来拜访炎大哥 请炎大哥出山 共谋一番事业 也不忘炎大哥这声功夫 不知炎大哥意下如何 先让你知道我们的武力值 然后刘志开门见山的邀请炎梁出山 炎梁若是不想成就一番事业 也用不到在不久之后去投奔袁绍 袁绍凭什么让炎梁千里迢迢去投靠 凭的就是四世三宫之后的名头 老子是中山国世子 马上就是中山杰王 在名头上其实袁绍可比 再有典尾这员虎将在一边硬撑 刘志不水涨船高也不行 炎梁为什么在柳家凹成王称霸 这叫代价而沽 刘志要是不明白这一点 两世为人的机会 可就白落在头上 炎梁上下打量刘志 眼中现出迷惑之色 炎我也笑道 炎梁兄 这位就是中山国世子 炎梁不禁震惊 中山国世子 未来的中山国王 正宗的皇亲国戚 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炎梁有些头晕 不等炎梁有所表示 刘志笑道 炎梁大哥 你不要急着回复小弟 小弟与典尾大哥 千里迢迢赶来蒲养 炎梁大哥 另吸一杯水酒吗 炎梁吻下心声 史子请 典尾兄请 刘志点头 问典尾道 大哥 那我们就进去 打扰一杯水酒 炎梁大嘴一咧 哼 世子 昨晚你可是海量 今天可要悠着的 刘志笑道 哼 大哥说的是 现在小弟头儿有些晕 这酒量嘛 小弟这辈子 也赶不上大哥了 炎梁不禁大笑 炎梁就对两人的称呼 感到奇怪 炎梁不等炎梁来问 就道 炎大哥有所不知 我与典尾大哥对天蒙事 结为异性兄弟 炎梁大哥确实是小弟的大哥 炎梁心里就翻了个个 自古以来 王侯将相 怎么会与百姓结交 更别说结为异性兄弟 炎梁心里就更活泛了 柳家凹里边 清一色的青石房 炎梁将二人让到一室大厅 吩咐一声 马月 简单来说吧 酒宴很丰盛 山中走兽云中宴 陆地牛羊海底仙 大坛酒 往上台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刘志道 小弟自幼喜欢豪杰之士 今日一见炎梁大哥 心中欢喜 若炎梁大哥不弃 小弟愿与炎梁大哥 结为异性兄弟 不知炎梁大哥意下如何 炎梁拿着酒碗的手 就一哆嗦 差点把酒碗扔地上 还是那句话 自古以来 这种事可不常见 炎梁在柳家熬称王 是为了什么 就是等着食货之人 先听典尾与刘志结拜 炎梁就很羡慕 忽问刘志提出要与自己结拜 炎梁就晕了 真的有这等好事吗 刘志很明白炎梁的心态 只要自己主动递出橄榄枝 炎梁拒绝的希望不大 否则 炎梁怎么会千里迢迢奔赴国海郡投元哨呢 自己送上门来招来 炎梁要是不同意 只能说你我无缘 那你就等着被官二爷砍了吧 用你的人头成就官二爷一世威名 想自己堂堂中山国世子 就不幸 铁开身份 还求不来那些养在身归人位时的名将 嗯 得先拿下中山国 有典尾和赵云两位名将 中山国还能跑 典尾找回冰铁戟 让刘志信心大增 炎梁现在啊 说句好听的 这叫等待民主 说不好听的 这叫代价而沽 俗话说 学会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 现在未来的中山国主 主动招纳自己 炎梁说 我再不同意 等着被雷劈吗 炎梁急忙放下酒碗 站起身来 向着刘志身诗一礼 炎梁草莽众人 不敢与世子结派 炎梁愿追随世子 安前马后 刘志起身扶起炎梁 炎梁大哥乃是大惨 小弟能与炎梁大哥 结为异性兄弟 乃是三生有幸 炎梁大哥若是不弃 小弟愿与大哥 结为异性兄弟 炎梁现出感激神色 这个时候 刘志若是不提这茬 炎梁也没辙 但是 刘志的言语 似乎是刘志在 恳求炎梁一般 就让炎梁的眼窝 有些发酸 狮子 臣 无话可讲 刘志哈哈一笑 哈哈 既然如此 小弟就当炎梁大哥同意了 扭头像点尾啊 大哥与炎梁大哥 都是英雄人物 我们三兄弟就在此 以同向天盟室 结为兄弟可好 炎梁道 嗯 还有我的事啊 好啊 没问题 炎梁兄 小心我是大哥 你是兄弟 炎梁笑道 愿尊点心为大哥 九席彻下 拜上相爱 三人对天盟室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如为誓言 天诛地灭 一论年龄 点尾还真是老大 点尾这下 大嘴就裂开了 刘志的 小弟刚出中山之时 还与一位兄长 结为兄弟 他名为赵云 乃是长山人士 他的年龄 比两位兄长都小 如果两位兄长不计 你们就再多一个兄弟吧 炎梁笑道 我一直是兄弟一人 很羡慕 其他人家兄弟满堂 这位赵云兄弟 若是不嫌弃我 这个鲁莽人 这个兄弟 我一定认下 重新摆酒宴 刘志就道 二哥 不瞒您说 外面还有一人 不知二哥 可否让他进来 炎梁道 世子是否指的是 扑阳胡彻 刘志愕然 二哥已经知晓 炎梁笑道 世子几百人 来到柳家凹 我早已知晓 只是不知世子 所来何意 故此 一直隐而不发 刘志起身一礼 二哥请多原谅 小弟的鲁莽 炎梁急忙闪声还礼 嗨 世子不可 炎梁不敢 炎梁这就派人 请胡车儿 进来饮酒 多谢二哥 第二十三章 针脚料画 胡车儿 带着一头雾水 一心警觉地 进到柳家凹 见到大厅上的 刘志和点尾 胡车儿这才松口气 急忙上前行礼 小人拜见世子 世子无碍 小人甚是欢喜 刘志的 将军请起 有劳将军久等了 我已经与炎梁大哥 结为异性兄弟 将军尽管放心 这戏法是怎么变的 胡车儿直发晕 都没弄明白 怎么回事 等他清醒过来 不禁又是惊喜 又是失望 炎梁一拍胡车儿肩膀 胡兄弟 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来来来 咱们以嘴方休 有些事 错过就是一辈子 胡车儿压下心中的懊悔 与三人落座 大碗酒 大碗肉开喝 男人的交情 有时候很简单 酒桌上 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几坛子酒下去 就剩下哥俩好了 对于胡车儿 刘志心中有一分抱歉 与炎梁结败之时 刘志动过心思 只是不知道炎梁 对胡车儿是什么态度 如果因为胡车儿 伤了炎梁 这是刘志不想看到的 刘志心说 胡车儿 你要真心跟着我 以后我会补偿你 酒席宴间 刘志问起 是否知道文丑的下落 炎梁却是一脸茫然 就让刘志很失望 看来文丑 才是真的隐藏很深啊 竟然连炎梁 都不知道这样一个人 很快 刘志就忘记文丑 看眼前 左有炎梁 又有点尾 长山还有赵子龙 三元大将 足以帮助自己 夺回中山国 再加上胡车儿 这位义士 一样值得培养 这一刻 刘志高兴 一高兴 酒又喝多了 刘志在柳家欧 盘缓三日 干什么 等炎梁收拾东西 回中山国啊 柳家欧 一共有庄丁 一千两百人 回炎梁 一手训练 人口 共计三千多人 炎梁要是离开柳家欧 这些人 一定要处理好 刘志等 二哥 我们先去中山 待一切安定之后 柳家欧的百姓 若是愿意搬迁至中山 咱们再整体搬迁 中山国现在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 刘志当然不能瞒着 所以 炎梁支持刘志的提议 相比较炎梁的痛快 胡车儿就有些犹豫 胡车儿不想炎梁 在柳家欧当土霸王 他在埔阳 有家有业 如果中山一片风调雨顺 也就罢了 而现在 却是中山国主与国相之争 比起蒲阳 逍遥安逸的生活 中山 已经不是胡车儿的首选 刘志并没有强求 有道是 牛不喝水 强按头 适得其反 既然胡车儿举棋不定 那就让胡车儿自己考虑吧 十天之后 炎梁颖 庄丁三百 赶赴蒲阳 刘志住处 刘志决定返回中山 现在已经是公元189年的春天 穆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自己要赶回去继承中山国主之位 然后跟杨洁争夺中山国的掌控权 这一刻 刘志信心十足 杨洁虽然是国相掌控中山大权 但是自己是中山国主 站在主位上 之所以以前大权旁落 是因为母王软弱 杨洁强势造成 现在不同了 老子现在是中山世子 马上就是中山杰王 你杨洁要是不识相 就让你彻底消失 胡车儿最终没有跟随刘志离开蒲阳 但是胡车儿送给刘志一百万钱 战马五十匹 粮食五千弹 这绝对是大礼 刘志道 胡将军 中山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将军何时到来 刘志一定扫踏相待 胡车儿有些不好意思 世子 胡车儿世代居于蒲阳 一半时无法离开追随世子 请世子害憨 刘志哈哈一笑 嗨 将军严重 刘志就在中山等待将军 将军 千万不要让刘志望眼欲穿啊 来的时候 两人两计一户车 回去的时候人强马壮 岂可同日而论 蔡文姬不时透过车帘往外看 想看看这个小小的少年 究竟怎么玩的这个把戏 刘志的第一个目标 不是中山国 而是料化 一路上 刘志让人放出风去 寻找文丑 按照时间来算 袁绍来渤海郡的时间已经到了 文丑就该在这段时间内到达渤海郡 现在中山世子的名号不显 但是用不了多久 别人再提起中山刘志就会一挑大拇指说句好汉子 文丑若是得到丰盛 说不定会主动来找自己呢 这样的猛将能招纳在身边还是招纳之 料化 麾下有兵数千 如果能把他收服 就算自己那个便宜父王不帮自己 自己也算有了与杨洁一战的本钱 而且杨洁不可能调动大军光明正大的进攻自己 自己只要有数千兵马 加上典尾严良良虎将 击败杨洁的希望达到八成之上 简短节说 刘志将自己的计划跟严良典尾一讲 二人自是没有意义 刘志向严良道 二哥 你熟读兵书 不知对此战有何计划 严良可不仅仅是汉将 更是大将 鲸鲁捅兵带队 这一点在白马之战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严良不仅斗将无敌 打得曹营重将无人敢应战 更在军事部署上让曹操束手无策 要不是关公出场诛杀严良 白马一战的后果难了 那么关公就一定比严良厉害吗 关公斩严良书中记载的清楚明白 关公愤然上马 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 河北军如拨开浪裂 关公净奔严良 严良正在挥盖下 见关公冲来 方欲问时 关公赤兔马快 早已跑到面前 严良措手不及 被关公手起一刀 刺于马下 呼得下马 割了严良手及 拴于马相之下 提刀出阵 如入无人之境 很清楚吧 关公斩严良 是杀了严良一个措手不及 两人若真是面对面的厮杀 严良就算不敌 也可从容顿走 只是战场上没有如果 严良道 是子 这股黄金贼势大 我们人少 不可应兵 严良以为 可以是直接斗将 我等在山前向廖化挑战 廖化若不敢应战 自然士气大受打击 若是敢应战 那就让他来得去不得 斗将 这是严良和典尾都擅长的事情 如果廖化迎战 只怕真要来得去不得了 刘志心中却有打算 廖化文听官二爷的名声 都匆匆忙忙赶来投奔 本世子亲自招想你 看你硬还是不硬 不硬就宰了你 群龙无首 你几千兵马又有何用 商议已定 刘志下令 启程 侍女扶着蔡文基出旅店上车 有胡扯而相助 自然不用再要刘志 自己亲自照顾蔡文基 虽然刘志很希望 这件事由自己来做 但是很多时候 不能一厢情愿 大小姐 蔡文基还没上车 一声大叫传来 引得刘志愕然抬头看去 就看一群人 簇拥着一个老者 向这边走来 说话之人 正是一名武士 一脸激动的快步而来 蔡文基看到那名老者 叫去一阵 刘志心里就和解 这个不会就是蔡文基父亲 自己的便宜老丈人吧 事实证明 刘志猜想正确 蔡文基见到老者 立即脱离侍女的娼服 直接跟老者快步而来 一边走一边流泪 老者本来还算平静的脸色 终于无法平静 也经不住流泪 那还能有谁呢 当然只能是蔡庸了 父亲 蔡文基哭着拜道 蔡庸急忙扶起女儿 上下仔细打量 燕儿 见到你就太好了 自从传来你遇上黄精贼 与你失踪 为父日夜难眠啊 今日总算找到你了 蔡文基道 父亲 女儿得中山国世子相救 只是路途遥远 无法及时通知父亲 女儿不孝 蔡庸点头 中山国世子 那一定要好好感谢才是 蔡文基粉唇轻动 似乎有话要讲 但是蔡庸却没给机会 蔡庸扬声道 那位是中山国世子 老夫蔡庸求见 蔡文基不禁柳眉清平 刘志兴说 怕什么来什么 就凭这句话 就知道蔡庸明白 中山国的现状 否则 自己乃是堂堂中山国世子 皇亲国戚 蔡庸不过是司徒怨属 听这话茬 是下官的身份吗 看在蔡文基的面子上 刘志不能跟蔡庸一般见识 而且中山国现状 确实是中山国主 一点权力没有 只是个摆设 否则自己置于孤身一人 四海漂泊招人吗 刘志上前 刘志拜见伯父 蔡庸这才还一礼 小女蒙世子相救 老夫甚为感谢 老夫此次出来寻找小女 身边没有常物 只有白银千两 请世子笑纳 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 请世子务必收下 什么意思 别说刘志愕然 就连蔡文基都不明白老夫何意 蔡庸一白手 几名武士 抬过一个箱子 往刘志面前一放 然后打开 白花花一箱子的银子 蔡庸道 老夫多谢世子元首之恩 再次别过 扶小姐上车 立即上来两名侍女 把蔡文基扶上了车 刘志终于反应过来 蔡大人 这是何意 刘志也不喊伯父了 蔡庸微微一笑 区区银两 不过表达老夫一点心意 待老夫回到京城 一定再奉上厚礼 小女自幼定有婚约 还请世子 不要到处宣讲这段故事 刘志明白了 蔡庸这是明明白白告诉自己 我女儿名花有主 你就别想了 这些钱与其说是谢礼 不如说是封口费 而且蔡庸在骨子里 有一种看不起刘志的神情 直接用钱说话 这是看得起人的行为吗 蔡文基大惊失色 爹 蔡庸一挥手 还不上车 不管刘志难看的脸色 蔡庸道 就此别过 世子慢走 连句再会都没有 就是说 以后不要再见 且慢 刘志喝一声 蔡文基焦躯一颤 回头看着刘志 世子 这一声呼唤 有哀怨 有伤感 有担心 各种情愫融为一体 令刘志压下心中火气 蔡大人 中山国虽然狭小 却不缺这千两文银 蔡大人未免太小家子气 蔡庸脸色不由的一尘 身边左右的武士 已经一声爆喝 大胆 刘志大怒 蔡庸对自己怎样 看在蔡文基的面子上 也就认了 怎么连这群看家护院的 也敢对本世子大呼小叫 这还了得 刘志脸一尘 大胆 敢对本世子大呼小叫 不想要脑袋了 来人 给本世子打 诺 典尾喝一声 就窜上来 触波大的拳头 罩着这几个武士 就是一顿胖揍 武士本来想还手 但是哪里是典尾的对手 被典尾三下五除二 就打翻在地 蔡庸终于变了脸色 世子这是何业 刘志淡淡说道 本世子乃是中山国世子 大汉宗亲 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呼三合色 我这是在教他们做人 省得脑袋没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蔡庸气的脸色发青 冷冷一句 世子果然好大的脾气 希望世子回到中山 也能有这样大的气场 代老夫向国祥杨洁问好 不等刘志回答 转身就走 蔡文姬不敢挣扎 回头望着刘志 粉唇动而无声 刘志却读懂了 许我 刘志不禁心如刀脚 刘志真想回一句 杨洁这回死定了 但是刘志强忍住没说 蔡庸这般讲 就说明跟杨洁交情不错 自己说句狠话又能怎样 万一被蔡庸传话过去 杨洁提前做准备 岂不是大费周折 回击蔡庸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死杨洁 夺回中山的控制权 世子怎么办 点尾道 要不要将世子妃抢回来 刘志压下心中火气 中山国被国相杨洁掌控 所以蔡庸不同意这门婚事 严良怒道 岂有此理 蔡庸不过是个小小的司徒怨属 岂敢如此无礼 戴摩追上前去 将他打翻在地 抢回世子妃便是 不必 刘志拦住严良 蔡庸之意 我很明白 中山国被国相杨洁掌控 蔡庸不同意很正常 只要我们夺回中山 蔡庸自然无话可说 我堂堂大汉宗卿 岂能做强抢大臣之女的事情 严偉道 世子说得极是 先宰了杨洁 看蔡老有何话讲 刘志道 打铁还得自身印 蔡庸不同意 是怕世子妃嫁过来受罪 情有可原 我们就让蔡庸看看 我们是不是一棵草 严良道 世子所言极是 这箱银子如何处理 就当我们的军费吧 诶 军费好 廖化那边可有几千人马 蔡老儿送钱来得正及时 典尾笑呵呵地说 刘志笑着点头 烧起来吧 顶上笑 心里在哭 这就是弱者的下场 弱者不能拥有任何事物 这是千古定理 刘志收拾情怀 打马扬鞭直奔玄黄山 这是刘志出世以来的第一站 收服料化 得兵数千 就有本钱跟杨洁一站 击败杨洁取得中山控制权 才有可能将蔡文基取回家 否则纵是暗定终身也没用 玄黄山并不高大 盛在地域广大 方圆数十里 山上树木茂密 藏个几万兵马也有可能 别说刘志这几百人冲进去 就是再多十倍的人马 冲进玄黄山去找料化也不行 料化依靠地利 官兵来上一两万 根本没用 刘志路上打听 料化果然没有出兵报复那个小镇 这就让刘志心里很舒服 否则 料化只能杀掉 这是一个原则 来到玄黄山外 刘志没急着进山 而是放风出去 中山国世子刘志到了 什么意思 这就叫挖下陷阱擒虎豹 顾下香尔掉金鳖 看料化什么反应 一天两天 第三天 刘志正在修炼 兵丁来报 外面有人来下书 自称是料化所派 刘志精神一阵 急忙收工 看他进来 不多时 竟来一精壮汉子 手托一封书信 见到刘志立即行礼 小人奉取帅之命 向中山世子下书 刘志点头 承上来 一名丁丁上前取过书信 交与刘志 刘志取出一看 然后道 本世子准时赴约 在这名送信人走后 点尾盲问道 世子 世子 料化合适 刘志将书信递给点尾 点尾黑黑笑 我不识字 刘志摇头笑 料化摆下鸿门宴 邀请我前去 点尾立即眼珠子瞪下 这可不行 严梁却道 某看来可以 点尾急眼 他们几千人马 要是一拥而上 伤了世子怎么办 严梁道 秦贼先秦王 只要我们将料化秦住 他们人多又何妨 凭大哥双脊和小弟的大刀 区区几千人马 能拦得住我们兄弟 点尾瞪着眼珠子想了一下 那我们能去 世子不行 刘志笑道 大哥 我又不是面捏的 这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料化邀请我们前往 就是想看看我们的胆气 若是连约都不敢付 如何让料化归心 我们人省 不能与之进行大规模对战 料化此举正合我意 第二天 三兄弟收拾利索 飞身上马 直奔说明 在山口 昨天下书之人 正好站在那里 见到刘志 果然三人三脊而来 急忙上前行礼 世子安好 请随小人来 我家徐帅 已经等候多时 刘志道 头前带路 诺 顺着山路盘旋而行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就来到了一座山谷之中 刘志左右看 心里就和解 这两边要是埋下伏兵 强攻硬弩一顿舍 倒霉的就是自己三兄弟 此时那名带路人道 世子 我家徐帅就在山谷中摆下酒宴 恭候世子大驾 请 进去还是不进去 刘志心说 处死无大难 今天不拿下料化 回到中山国也是大麻烦 进去 刘志催马就进了山谷 山谷之中是一片开阔地 正当中被摆上了桌子板凳 一群人正往这边看 见此情景 刘志心里松口气 这般模样果然是谈判 而不是上来便是厮杀 有谈判的诚意 才有可能谈得下去 来到镜前 当中一人起身 就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 面似淡金 黄中透润 黑眉细目 阁下无虚 这就是料化 在下料化 拜见世子 这人向着刘志身诗一礼 果然是料化 刘志跳下马来 向着刘化抱拳拱手 某正是中山刘志 将军免礼 料化道 没想到世子千金之体 真会亲自赴约 料化佩服 刘志却说 刘志不来 将军岂不是前途渺茫 料化旁边之人 脸色一沉 沉深 世子此言何意 点尾眼珠子一瞪 就要发作 刘志一伸手拦住点尾 笑道 请问将军 你们造反 为了何事 此言一出 料化等人都变了脸色 一个个手握兵器 就已发作 点尾和炎梁 立即一痕兵器 刘志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大家不必紧张 既然刘志来到此地 就不是来追究 众围将军的以往 而是为了大家的未来 大家造反 当然不是为了安上一个叛徒的名头 而是为了未来 能过上好日子 能封漆英子 光宗耀祖 各位将军 是也不是 料化微微点头 世子所言不错 只是世子之言 料化不明白 世子不来 我等的前途就会渺茫 刘志卿说 我不来 你以后就会投了刘备 只不过我知道 你却不知道而已 刘志道 正位将起兵 不管为了什么 现在都已经成为过去 而等窝居在玄黄山算什么 老百姓称你们为山带王 朝廷称你们为匪寇 你们以前的梦想 都已经成为过去 请问众位将军 你们可曾为你们的 妻子儿女想过 等他们长大之后 头顶上也灌一个 匪寇的名头 他们能抬起头来吗 你们的祖宗 也有一个匪寇子孙 他们在九泉下 能安心吗 你们自己能安心吗 料化等人不禁默然 造反就是争一个前途 现在却落草为寇 这绝对不是大家所想的 料化道 以世子之言 我等该如何 刘志道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以大汉中山国世子的名义 招降你等 封你们为中山国将军 你们就不再是匪寇 而是大汉的将军 而等的前途 不是一片光芒吗 至少比匪寇强百倍 不知众位将军 意下如何 只要同意 一转身 就是大汉的将军 而不是山贼 这就让料化等人心动 谁想当一辈子的山贼啊 任何时候当山贼 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转眼就可以成为朝廷将军 谁不心动 料化道 赤子果真 不对我等之前的事情追责 还没等刘志说话 呼听左边山头上 传来一声大贺 廖曲帅 还对皇室中人抱以希望吗 第26章 内侯 众人一惊 急忙抬头看 就看到山头出现无数兵马 一个个张弓搭箭 对准了山谷中人 廖话大惊 杜元 你要做什么 山赏之人笑道 廖曲帅 我要做什么还不懂吗 我们造反为了什么 就是要推翻姓刘的狗皇帝 现在刘姓子孙主动送上门来 正是我等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只要我等将这个中山国世子倾向 带往中山国 中山国岂不就是我等所有 廖曲帅 荣华富贵近在眼前 可不要将到手的富贵拱手送人啊 自己做江山 岂不比做别人属下强百倍 他就是杜元 刘志抬头打量这个杜元 从下往上看 看不出什么 就感觉这家伙长了一个等着被砍的脑袋 廖话 杜元本为黄金君 兵败流落江湖 巨重五百余人 以劫略为生 关羽千里寻凶 廖话同伴杜元下山寻少 不将刘备两夫人劫掠上山 杜元想要与廖话各分一人为妻 廖话却要将他们送归 杜元不从被廖话斩杀 之后廖话想要跟随关羽 关羽 律其黄金出身 故从 于是败别 就是这家伙 想染指弥夫人和甘夫人两个美人 你不被砍谁被砍 刘志文言笑道 这位杜将军实在有趣 想当年黄金君纵横天下 倒也有些气势 因何又败莫 就是因为有太多杜元将军这等 蜀木寸光之辈 廖话道 请世子名言 刘志一指杜元 廖将军在此地与本世子商谈今后大事 这位杜将军却逆风而行 分明是想将廖将军等人分裂 其二 中山国有精兵五万 就算杜元挟持本世子成功 进入中山之后 众伟将军知道后果吗 只要本世子逃脱 等待你们的就是掉头之罪 其三 本世子既然敢来赴约 就没怕这是一场鸿门宴 杜元 你也不用在那边花言巧语 来来来 你与本世子的护卫斗一回 只要你能支撑石河不死 本世子就做你的人质 带你们回中山 杜元 你可敢接受挑战 杜元一声凝响 嘿嘿嘿 依你的侍卫相斗有何好处 不如你我斗一场 你可敢 杜元不傻 就点尾和炎梁那外形 一看就是猛将 杜元怎么敢跟他们斗将 刘志道 好 男子和大丈夫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本世子就接受你的挑战 请 谁会想到刘志真的会同意 就算是杜元都认为自己听错了 杜元的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快马一边 好 某家就跟世子斗一场 二等再次戒备 听我号令 我去会一会中山世子 杜元催马就奔下山坡 廖话沉着脸没搭理杜元 杜元也没理会 只奔刘志而来 世子请吧 刘志道 杜元将军 本世子输了 带尔等回中山 你要是输了呢 廖话将军 杜元能否代表尔等 廖话哼声道 此子行为仅代表他自己 世子 我们的事情另一 现在末将要先跟杜元算一算我们之间的事情 世子请先稍后 刘志点头 将军先请 廖话飞身上马 催马提刀就奔杜元冲过来 杜元见势不妙 把马就跑 边跑边叫 廖学帅 我们可是一条线的人 你别胳膊肘往外扭 廖话怒道 前几日议事的时候你怎么说 现在你忽然变卦也不提前通个气 你把我们放在哪里 你若是真为我们大家好 就停下来跟我说个清楚 否则 休怪我不讲兄弟情谊 杜元大声道 好 你站住 我跟你说 廖话带住思江 杜元拨转马头面向廖话 廖学帅 其实末将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杀死你 说时迟那时快 杜元双脚一踹灯 猛地向廖话冲来 杜元在高处 这以全力驱马而来 更是战马快如疾风暴雨 廖学帅 你去死吧 大刀高高举起 刷的一声狠狠劈下 金风未动缠仙诀 暗算无常鬼不知 廖话还打算跟杜元好好谈谈 总归是兄弟一场这么多年 哪里想到 杜元却是黑着心下黑手 廖话来不及招架 只能一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样 刷的一声 杜元这一腰 擦着廖话的鼻尖劈过去 吓得廖话出了一身冷汗 廖话也没闲着 得自救啊 双脚一点灯 战马稀溜溜溜一声暴叫 就往一边伸出 之后 廖话这才起身横刀 一切战马面向灭 杜元 你这次实在是可恨 杜元黑黑一笑 廖七帅 是你不义在先 既然你违背当初誓言 要投靠朝廷 当走狗 就不要怪某家辣手无情 吹马轮刀 再次向廖话 廖话心里那个气啊 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杜元实在可恨 廖话将大刀抡起来 大喝一声 吹马从杜元而来 杜元不甘示弱 轮刀与廖话站在一处 两人打了七八个招面 廖话反手一刀 咔嚓一声 就把杜元的手砍一下 廖话大刀一点 山坡上众军兵 说道 杜元一死 孩儿等还不放下刀枪 杜元一死 这些军兵没了领头人 立即放下刀枪 廖话向一人一摆手 这人带着一队士兵 就冲上了山坡 廖话转身来到刘志法街 世子 今天先到此 带某处理完事务 再去面见世子商谈 刘志点头 廖将军 人各有志 若是有人不愿当大汉的将军 一定要当山贼 就随他去吧 不要再伤了和气 廖话一抱拳 世子之言 廖话谨静 多谢世子 转过天来 刘志正在大仗中看书 有人来报 启离世子 廖话将军求见 廖话果真来了 刘志大喜 说了声 快请 刘志带着典尾炎梁 亲自迎出大仗之外 隔着老远 廖话看到刘志三人 大步而来 急忙夹紧脚步 一溜小跑而来 刘志心中大安 笑道 炎梁将军 想杀我也 刘志这句话 说的绝对是诗情 廖话来归 自己可得数千兵嘛 这就是跟杨洁 争夺中山国的本钱 否则 空有炎梁典尾这样的汉将 难道让二将 去面对杨洁的五万大兵吗 廖话聊一惊贵道 廖话有罪 请世子惩罚 刘志一把将廖话抱住 袁姐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来来来 我等一同进账 第27章 闯鹰夺权 中山无极城北三十里 有一座小山 此山属于清凉山脉的一个渔知 夏日里 中山无极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们 都喜欢到这里来避暑纳凉 青年男女也喜欢到这里来游玩 看看是否能找到心仪的心上人 珍世女的杨柳别院就坐落在这里 而这里也是中山国唯一骑兵营的主营区 中原地带不产战马 所有的战马全部依仗西梁 并州和幽州提供 中山国富足买得起战马 所以国相杨洁就私自动用中山国库中的钱币 购买了两千匹战马 组成了一支骑兵 由杨洁新富大将刑道荣率领 绝对是中山国首屈一指的强力部队 这一日大营前来了三人三计 回首之人贺典 奉国相命令 有钥匙要见刑将去 速去禀报 士族见只有三人 三人都是盔甲明亮 气宇宣昂之辈 也不怀疑 急忙跑进大营回报 国相派人来 速请 不多时 三人进来 行道荣一见当中之人 不禁大嘴一咧 乐了 笑道 哎哟 我当是谁 原来是世子光灵啊 失敬失敬 这三人不是旁人 正是刘志典伟和炎梁 三人干嘛来了 就为了这两千骑兵而来 若是能抢得骑兵军权 杨杰就算想闹事 也得合计一下 两千骑兵运用得当 可抵十倍敌军 如果两千骑兵 要是向自己冲来 自己这几千人马 还不够他几个冲锋的 所以 必须取得骑兵的指挥权 虽然凶险 但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舍得一生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所以 刘志来了 也按照计划进到了大帐中 见到了骑兵统领将军 刑道容 这个刑道容 身得抱掩起须 面如锅底 鼻孔朝天 呲牙裂嘴 身长十尺 腰围却是十六尺 整个人如同恶鬼转世 使这一把一百零八斤重的 雷锐开山斧 凶恶异常 据说 这柄大斧 乃是冰铁所助 刘志早就打上他的主意 手中这条杖八舌毛 实在是质量太差 没有一柄趁手的兵器 如何是好 行道容 你就勉为其难的奉献出来吧 记忆中 这个行道容 应该是零零探手 刘渡手下大将 至于为什么 现在是杨洁的手下 刘志也搞不清楚 只能推测 行道容开始之时 是杨洁的手下 后来出了意外 所以跑到了玲玲 至于是不是 刘志没心思去取证 反正这个行道容都快死了 因为齐丁的指挥权 必须拿过来 典尾看到行道容咧嘴乐 不禁大嘴一脸 哼 这家伙比俺长得还难看 刘志喝道 还不动手 典尾大吼一声 丑八怪 拿命来 典尾一伸手 就从背上取下冰铁挤 剑步拧腰 就奔行道容杀过去 三人之中 只有典尾马上布下通行 而且进入大帐中 严良不能提着和善板门刀啊 所以 这动手杀人之事 还得由典尾来做 行道容见识不妙 蹭的一下跳起来 大帐之中的另一边是兵器架 就放着行道容的开山斧 刘志很奇怪 官二爷的青龙刀不过八十一斤 你小子的大斧子就弄个一百零八斤 难道说你比官二爷还厉害 典尾一击劈空 哈叉一声 行道容身下的椅子成了替罪羊 行道容已经奔着开山斧而去 猛人间一道人影闪过 罩子行道容的后腰就是一脚 这一大脚丫子狠狠踹中行道容的后腰 踹得这小子咯溜一声 差点背过气去 被踹得在地上挤滚三滚 行道容是闪过了点尾这一击 但是旁边可还有一个炎梁呢 炎梁的和善把门刀不能带进来 不代表炎梁就变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弱书声啊 就在典尾劈空 行道容直奔开山斧而去的瞬间 炎梁跟进 抬腿就是一脚 这一脚把行道容给踹得 没背过气去 就说明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典尾提及就窜过来 小子你就在这儿吧 冰铁戟自上而下当头劈下 行道容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睛一闭 心说完了 耳轮中就听到咔嚓一声 行道容头皮发凉 原来死是这种感觉吗 哼 小子你还没死呢 点尾黑黑一笑 冰铁挤在行道容脖子上一搭 起来吧你 别装死 还没到你死的时候 原来点尾一挤披下 并没有把行道容脑袋砍下来 而是砍在行道容头部上方 杀死行道容容易 取得骑兵指挥权却不易 有刘志这个中山柿子在此 这件事还算有可能 若是有行道容的支持 那就会更轻松一些 还没到大开杀戒的时候 这些兵丁基本都是中山国人 杀了他们影响太大 能收服最好 可若是真的不服管教 说不得 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这一切发生了太快 大仗中的清兵都没反应过来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自家那个武功绝伦 号称万人敌的将军 就已经落入了敌人手中 这时候清兵反应过来 抄家伙往上冲 典尾将冰铁 就往行道容脖子上一压 喝道 想着家伙人头落地 尽管上 清兵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如何是好 刘志沉申道 我乃中山国世子刘志 奉中山国主穆王之命 前来捉拿叛逆行道容 尔等敢抗命 国相杨洁再一手遮天 中山国的老百姓 还是知道中山国主是目望 刘志这一字报名号 清兵们都愣住了 行道容黑黑冷心 哼 尔等听着 世子刘志叛国逃逆 国相有令 请下刘志赏钱百万 封将军 听我将令 请下刘志 上 清兵的眼睛就亮了 刘志抽出七星刀 罩着行道容的大腿 就是一下 噗的一声 血光崩陷 这把行道容疼得 忍不住一声惨叫 刘志立合 尔等都是中山国子民 敢犯上作乱 就不怕猪灭九族 前文讲过 这些兵丁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父母妻儿都在中山国 不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行道容这句话 恰恰证明了 刘志的身份 中山国世子 士君的罪过有多大 诛灭九族 那绝对是要的 行道容要是知道 是因为自己这句话 引起士兵的犹豫 就不知道 会不会给自己 几个大嘴巴 再加上刘志出手果断 一刀刺人 血光之下 令很多人担心 如果今天动了 世子爷 明天这一刀 会不会砍到 自己全家的头上呢 刘志提着七星宝刀 大步向士兵走来 我 中山世子刘志 令尔等放下武器 否则必将尔等 以叛国罪大罪论处 放下武器 第二十八章 家人相约 这一声大喝 乃是刘志气成丹田 吼出来的 声音在大帐中嗡嗡作响 吓得这些兵丁 情不自禁 就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行道容忍住疼道 传我命令 刘志回身 七星宝刀一挥 伴随着行道容的惨叫声 刘志一刀 又刺向了行道容的右上臂 刘志淡淡地说 行将军 你自己若想忤逆犯上士君 享受千刀万寡之苦 本世子就成全你 请你不要连累别人 刘志这两刀出手之狠 不仅吓住了行道容 也让广大士兵心惊 这真的是那个传说中的软弱世子吗 不可能吧 刘志这两刀很有讲究 别看血流一片很吓人 却是伤肉不伤骨 如果行道容能效忠自己 这些皮肉伤养个十天半个月就好 但是 若行道容执迷不悟 一定要给杨洁进舟 这两刀的作用就显现出来 大腿肌肉和右臂肌肉都受伤 行道容根本使不动兵器 刘志两刀伤敌 再转过身来 那些兵丁自动地闪到一边 炎梁和典尾一挑大指 心说 柿子厉害 炎梁和炎梁 感觉就算自己出刀 也不过如此 而且此时此刻 自己会不会这样坚决 很值得商榷 自己更多的是杀人 而刘志此时是立威 虽然杀人也是立威的一种 只不过身在军营 外有大军云集 真把刑道容杀了 后果难料 不像现在 立威的目的达到了 刑道容也还活着 活着的刑道容更有价值 刘志先取过兵符令箭 这些东西在手 自己就可以指挥骑兵营将士 此时外面已经乱了套 大家都不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看到自家将军 满身是血的被压出来 究竟发生什么情况 雷鼓 巨匠 刘志向一名清兵喝道 诺 这名清兵不敢看刘志 低头应一声 跑过去雷响巨匠鼓 鼓声响 众将云集 但是大家都愣住了 这怎么回事 刘志怀抱另扶另剑 居中而坐 一边是炎梁 手提腰刀也就罢了 旁边却是鲜血淋漓的骑兵营指挥行道容 这是唱得哪出戏啊 典尾提着兵铁戟 虎视眈眈的看着仲将 那神情似乎要吃人 刘志一拍率案 众将立即凝神 刘志喝道 我乃中山国世子刘志 奉父王之命捉拿叛逆行道容 接掌骑兵营 现在行道容已经捉拿归案 骑兵营从现在起 由本世子掌管 众位可有异议 众将立即议论纷纷 一名偏将出列 请问世子可有国相的手谕 刘志淡淡地道 这里是中山国 国主发令不算数吗 偏将道 末将不敢 末将只知 骑兵营指挥官的任命 须有国相手谕 刘志向典尾一拍手 典尾大步而来 贺道 手谕在此 抡起兵铁戟 罩着偏将当头披下 偏将不敢招架 急忙闪身 典尾左手脊早就预备好 呼着一声血光崩陷 斗大的人头只滚下地 典尾贺道 还有谁要看杨洁的手谕 众将你看我 我看你有些傻眼 刘志贺道 本世子现在奉国主之命 接掌骑兵营 尔等可还有异议 众将心中震惊 再有意义会不会像之前那个人一样 人头落地 众将急忙道 愿尊世子号令 刘志道 很好 诸位记住一句话 你们是中山国的子民 你们的父母妻儿都在中山国 要记住 中山国主是我的父王 穆王 无论是杨洁 还是其他什么人 都是我父王的臣民 谁敢逾越我父王之上 就是大汉的叛逆 按照大汉律 犯上作乱者 罪诸三足 希望大家 谨记自己的身份 众将心中凛然 终于明白 这是国主与国相之争 国主终于发威了 这时候可不是一年之后的那个时代 现在大汉天子的威严 还足以让人魂不附体呢 何况行道容易只闭口不语 再有前车之剑 谁会做出头鸟 这些人向刘志 骑刷刷的行礼 骑声道 愿尊世子号令 刘志很满意地点点头 向炎梁道 二哥 发信号吧 让廖化率军进营 数千兵马进营 骑兵营重将心里更加惶恐 世子这是早有准备啊 国相和国主之争 与我们无关 可不能城门失火 殃及持鱼啊 刘志将对骑兵营的枕边工作 交给炎梁和廖化 时间并为三天 三天后 必须做到另行静置 炎梁那是大将之惨 收编两千骑兵小意思 廖化呢 三国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 蜀中无大将 廖化做先锋 其实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一句曹影骂朕的台词 却使廖化的无能冤案 沉睡了两千年 廖化称得上是一位儒教 也是蜀汉从崛起 兴盛到最终灭亡的历史见证人 他从基层小卒到官拜右车骑将决 这足以证明他的才干并不逊色 廖化 生于黄金起义 死于三国末期 见证了整个时代的变迁 曾经他总是仰望那群才智超群的豪杰 而在蜀国遭遇灭顶之灾之际 七十多岁的他已然决然地披挂上阵 那一刻他无比悲情而伟岸 只是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余地去问 连坡老矣尚能犯风 所以刘志认为廖化是个人才 至少不会像后世认为的那样 事已整编骑兵营的任务 就交由炎梁和廖化进行 整编工作进行得很痛快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有序进行 眼看不用三天即可完工 刘志心中极为欢喜 这一天 刘志正在大仗中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自己抢占骑兵营这么大的动静 杨洁不可能不知道 可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难道说杨洁真是纸老虎吗 忽然有人来报 骑兵世子 有人送来一封信 拿来我看 诺 士兵拿上来一封信 还没打开 刘志就先闻到一股香气 女孩子 刘志不由地心中一动 一个靓丽的身影浮上心头 急忙打开书信关桥 字迹娟秀 一看就是出自女子之手 世子 阳柳别院相见 落款是一个姜字 果然是争姜着美人 刘志不经大喜 这正是腥风血雨离别恨 今日驾鹤重归来 未见家人芙蓉面 忽闻美人暗传情 第29章 真三小姐 典尾看到刘志欢喜 不由得奇怪的 世子 谁来得信 让世子这般欢喜 刘志笑道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 小弟会努力让他成为大哥的弟妹 世子飞 典尾脱口大叫 然后典尾又挠头 世子 蔡小姐不是世子飞吗 刘志哈哈一笑 并不多做解释 而是大步往外走 典尾急忙跟上 典尾的职务 相当于刘志的侍卫长 刘志到哪里 典尾就跟到哪里 刚出大仗 迎面严良走来 见到刘志急忙行礼 世子安好 刘志道 二哥来得正好 我要出去一趟 严良一惊 世子不可 齐兵营闹出这么大动静 无疾一点反应都没有 世出反常必有妖 世子不可轻易离开大营啊 刘志笑道 二哥 我并不会远走 只是去去就会 严良道 请世子烧单 末将点起两百骑兵 保护世子前去 刘志本来想 用不着那样麻烦吧 我只是去见美人而已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离开之时很是狼狈 这回真机私下里约自己 自己应该光彩一些 这叫衣锦还乡 刘志就点头同意了 骑兵营在山左 杨柳别院在山右 真是女当初选择在这里建别院 就是看中一个清幽 一个时辰之后 刘志来到杨柳别院 想起当初自己就是在这里与真江分别 这一晃一年了 家人无恙讽 是否还是云阴未嫁女 站住 干什么的 还没进去 一声娇翅传来 营业飞来一团火 火红的衣裙 火红的小皮靴 火红的小红马 火红的红鹰枪 火红的红头绳 随便系着乌黑的如云绣发 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刘志咕噜噜地转 一看就是个机灵鬼 仔细看 凤姬露冰 淡扫峨眉眼含血 皮肤细润如温玉 樱桃小嘴不点而斥 娇艳若低 塞边两缕发丝随风 轻柔拂面 评添几分诱人的风情 灵活的眼眸会侠转动 几分调皮 几分淘气 一身火红长裙 腰不赢一握 美得如此无瑕 你眼睛眨什么 猜想什么坏事 快快从事找来 否则 本小姐要把你押送官府 重重言半 这美丽的少女是谁 真三小姐 真道是也 真三小姐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在中山国早已家喻户下 想当初刘志初闻真道美名 很是好奇 就来到真府 想欣赏真道的武技 那天 真道身着一身 纯白香精鞭的短铐 来到刘志面前 刘志之前没见过真道 原料想 喜武的女子 必是武大三粗 一见真道却猛然一震 眼前这女子 云并高碗 眉目娇俏 雪白脸蛋上 红霞军染 真是一个美娇娘 若不是那身打扮 衬出几分英豪之气 谁会想到 她竟是武剑弄枪之人 今日乍见真道 刘志不由地想起前程往事 忍不住笑着说 原来是真三小姐 御驾光临 本世子这箱有礼了 真道小脸一板 休要套近乎 本小姐不吃那一套 快快拿起你的冰刃 与本小姐大战三败回合 否则 被本小姐打死了 可不要到小鬼那里告状 刘志兴起 既然真三小姐这么有雅性 自己就陪着美人玩一遭 抬腿就把杖八蛇毛摘下来 在手中抖了三抖 真三小姐 小心了 真道小嘴一撇 哼 就凭你这笨笨的家伙 哪有什么本事啊 被本小姐打疼了 可不能哭哦 娇俏的少女神态 就让刘志兴起 真道已经娇斥一声 催马摇枪 跟刘志杀了 刘志不是看上 行道容的开山斧吗 斧头呢 刘志当初 是想换着兵器来着 但是很不好意思地发现 自己根本就用不了开山斧 这斧子太沉 自己这点力量 根本玩不了 所以刘志只好暂且 用这杖八蛇毛 眼见真三小姐 催马拧枪杀来 刘志将蛇毛一挥 两条枪就交织在一起 啪啪啪 宛若游龙一般 刘志暗暗称奇 本以为真道习武 只是为了好玩 哪里想到这美人 真有真功夫 这枪法之惊奇 绝对受过高人传授 真道一定也是经过 刻苦修炼 要不是力量稍弱 真道绝对了得 两人斗了十几个回合 争到终归是女孩子 厚力不济 小脸变得红通通 粉嫩的小嘴 微微开启 急促地呼吸着 狮子手下留情 杨柳别院中 又走出一美人 俏脸上满是无奈 三妹 还不住手 这美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小姐真江 看到真江出来阻止 真道哼了一声 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气呼呼地说 狮子果然厉害 小女子不是对手 走了 小姑娘一脸轻撑 薄怒而去 就让刘志感觉 似乎自己 做了一件错事一样 狮子海涵 三妹小孩子脾气 狮子不要往心里去 妮女给狮子赔罪了 刘志呵呵一笑 将蛇毛挂在得胜沟上 跳下马来 伸手虚拂 哎 表姐这是从何讲起啊 三表妹性子活泼 我喜爱还来不及 怎么会责怪 真江就松口气 多谢狮子 刘志道 一家人何必说谢字 表姐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真江恶然 不是世子派人通知 民女的吗 我派人通知 刘志一愣 真江翘脸上 献出一丝红晕 世子说 有要事要跟民女商量 今日在杨柳别院相见 民女为了不让其他人注意 就一三妹要练兵为由 一起出城来 请狮子不要责怪民女莽撞 看到真江翘脸上的红晕 刘志怦然心动 但更让刘志心动的是 到底是谁通知的真江 坏了 上当了 想至此 刘志忽然脸色大变 欢迎您收听 由则玄和齐雨昕 为您播讲的优胜小说 《三国之中山崛起》 作者 朱八戒的师兄 第三十章 重福 真江很是惊奇 狮子何意 话音未落 刘志已经将真江拦腰抱起 在真江的惊呼声中 飞身上马 一切站马就走 大哥 速退 我们上当吧 连尾还在一边看风景 没想到狮子还挺厉害 竟然将这个美人直接抱上马 这是打算抢亲吗 呼闻刘志断鹤 点尾就晕了 什么情况 真江反应过来 在刘志怀中猛烈挣扎 大庭广众之下 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大小姐 被一个少年搂在怀中 一马双安 这要是被人看到 自己还怎么嫁人 但是 刘志的手臂 就跟铁箍一样 紧紧箍住真江娇嫩的香区 真的真江身体发软 都没能争动一分 大哥 有人暗中通知真小姐来别院 又有人通知我来别院见真小姐 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系过 什么人会冒用我们的名义 分别给对方送信呢 只有杨洁了 速退 刘志这样说 连直脑径的点尾都明白了 更别说冰雪聪明的真江 惊得这美人花言变色 杨洁会好心给自己两人暗通款诀 分明是想把刘志骗到自己杀死 三妹怎么办 真江惊叫 三小姐在哪里 刘志不禁感到头疼 虽然真家事大 但是兵荒马乱的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谁说得清 这笔账到时候算在谁的头上 万一真是对自己不满 自己的计划可就要泡汤了 真江向南一指 三妹在那边训练女兵 真道喜欢武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所以在央求其他姐妹习武无望之后 真三小姐就把一群丫头组织起来习武 真是家大业大 光是伺候五位大小姐的丫鬟 伯父就有数百人 所以真道很容易就组织起了一只上百人的丫头士兵 真江的父亲真义已经病逝 家主为真江的二哥真眼 对于真三小姐此举 真眼也没有阻止 一来真家不缺这点人手 二来男的妹妹高兴 三来看到真三小姐将女兵练得像模像样 这对于加强真是女的宝位 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所以真言也就默许了 刘志一切战马就奔西南方向去 还没走几步就听四面乱了套 呐喊声惊天动地 不要跑了黄金贼 杀 四下里伏兵四起 向刘志等人追杀而来 黄金贼 真江道 世子 黄金贼杀来了 万兵不是来杀我们的 是来杀黄金贼的 刘志哼一声 杨洁怎么敢光明正大的调动兵马来杀我这个中山国世子 这是给我安上一个大帽子 然后来个毁尸灭迹 你们姐妹来个金屋藏娇 谁会知道 他掌握中山国军阵大权 谁敢闹事啊 真江一脸惊恶 粉嫩的小嘴吓得都合不拢了 刘志说的事情 对于真江来讲 实在太过遥远 连伟兵铁锡在手 我保护世子杀出去 回到军营 看这个奸相 能把我们如何 刘志道 确实如此 我们会合了三小姐 立即返回大营 刘志心里有话没敢说 他说出来影响军心 刘志心说 杨洁布下这样一局 怎么会轻易让我们逃脱呢 前路不通 一队人马挡在了通往寻找真三小姐的道路上 刘志掉头便走 同时伸手将真江郊区抱起 放在身后 抬手将杖扒蛇毛拿在手中 走不过去 只有杀出去 休要走了黄金贼 前面道路又被截断 连伟大吼一声就冲上去 到现在了还能说什么 打吧 连伟一马当先冲上 冰铁锡轮圆了 赵的对方就劈过去 这原将一横掌中刀 使了个举火烧天使 往外就崩 冰铁锡横的劈中刀杆 劈得火星四射 劈得这位手腕子发麻 胳膊肘发酸 悬一悬大刀就被劈得反正回来 吓得这位大叫一声 好厉害的黄金贼 所有人冲锋 诛杀黄金贼 国相奖钱十万 十万钱是个什么概念 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一刻在士兵眼中 刘志等人就是一个个会移动的金山 呐喊一声就冲了上来 抢金山啊 点尾大喝一声 冰铁几轮开 上持其身 下护其马 见人批人 见武批武 没有一人能是点尾的义和之将 这一些兵马想挡住点尾 好比旁地挡车 眨眼间 点尾就杀出重文 一回头 点尾很无语 刘志还被困在那重文之中呢 刘志的武功 当然远远比不上点尾 不过跟在点尾身后往外杀 还是有把握 可是 今天刘志可不是一个人 身后还有一个美人 真将 这就让刘志的十成功力 只剩下了七成 不仅要保护自己 还要保护真将不受伤害 点尾只能反身杀毁 官兵一见点尾回来 自动闪开 这个杀神打不过 还是离他远点吧 反正将军也没说 一定要把这家伙宰了 才有十万钱 没必要跟杀神较劲 点尾杀到刘志身前 世子随我来 翻身就杀了 终于 刘志杀出一条血路 冲出包围圈 四下里一看 刘志无语 全是冠兵 杨洁 这是派出多少人马来诛杀自己 必须要向炎梁求援了 刘志左右看看 向左前方一指 杀上山顶 带援 这么大的动静 炎梁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守住山顶带援 是最好的办法 点尾调转满头 一马当仙就冲 好不容易杀上山顶 刘志长出一口气 暂时安全 居高临下进行防御 就没有后顾之忧 而四面被围在乱军之中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回头看 就看见山脚下聚集了 大约两三万的官兵 将这座不大的小山 围的是风雨不透 水泄不通 阳光映照下 刀枪如铃 寒光映着阳光 就只见一片刀枪的海洋 在清点一下身边的士兵 两百骑兵只剩下一百多人 几乎没有不带伤的 就这样的战斗力 流至不禁有些皱眉 想当年 甘宁和灵头 各带一百人冲击曹军大营 百人无一人受伤 点尾的武功 岂是甘宁和灵头可比 人数也是两百人 可看眼下 两百人死了近一半 剩下一半还带伤 这行造戎 究竟怎么搞的训练 点尾道 世子 下马休息一下 相信用不了多久 二弟就会得到消息来源了 好了 各位听众老爷们 本集内容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作品的话 记得订阅 点赞 评论 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十一章 真小姐来源 刘志点头 先自己跳下马来 然后扶着真将下马 在一块大石上坐下 欠然的 表姐 是我连累了你 真将微微一笑 取出手帕 世子脸上有污渍 一手挽住罗秀 一手拿着手帕 给刘志擦脸 淡淡的芳香充斥鼻端 让刘志有种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的感慨 忽然间 山脚下一片大乱 就听到一声 清脆悦耳的 交呼声传出来 世子不要惊慌 我就嫁来了 小山之上一片喊声 世子 我们来援兵了 什么乱七八糟 不见其他兵马来救 怎么救一个女子来救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再次把目光投注到山脚 这一看 几乎把刘志的鼻子气歪了 山脚下一只装备齐整的队伍 微风凛凛地冲了出来 仔细看 却看见一个个士族 面容娇好 描眉涂唇 秀目寒怒 啥是有趣 当前的美人 更是美到极点 容貌俊秀 体态端庄 身穿火炭红 素面朝天 淡食之粉 头上没有朱翠首饰 别着一根玉簪子 格外的美 谁啊 真三小姐真道 哎呦 是群美人啊 官兵们不由地 哈哈大笑起来 美人给我们送菜来了 哈哈 灼灼的目光就直往这群美人身上吵 目光中的含义使男人就明白 就在官兵大笑放松警惕之时 真三小姐一声呐喊 指挥着娘子军猛地冲入敌阵 刀枪旗下 杀得官兵屁滚尿流 半天还没醒过神 倒也有番气势 但是相对于数万官兵 只有几百人的娘子军 这不就是给贼兵送菜吗 官兵毕竟人多势众 又久经沙场 动起真格的来 娘子军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一阵猛烈的对阵之后 娘子军纷纷落马 最后只剩下一个真道 真道毕竟受过高人传授 一杆红银枪在手 左砍右挡 已经杀倒了十几个贼兵 眼看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个倒下 真三小姐双眼喷火 越战越勇 杀得贼兵不敢进身 坚持生下一个女将 长相俏丽伸手不凡 就有人在一旁大声劝详 喊道 女壮士不必拼命 我放你一条生路 真道哪里啃吃这一套 把马又冲向敌群 狠嗓之道 杀倒了一大 龙鱼体力不支 堪堪就要丧身于敌刀之下 刘志不经大忌 这样因为美丽与智慧并存的绝世美人 可不能就这样死在乱军之中啊 要怎么救他呢 真道若是真的战死 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 急得刘志团团转 真将也没想到妹妹会有这等本事 但是在乱军之中 妹妹的生死太不保险 急得这位美人拉住刘志衣袖 眼泪汪汪的说 世子 快救救三妹吧 刘志兴说 我也想救我 怎么救我 点尾见刘志着急 就到 世子 戴某冲下山 将小姐救回来就是 说吧 点尾拉过战马 一扭头看到战马 刘志眼前一亮 不由地记上心来 大喝一声 有了 大哥且慢 将所有的战马集中 很快 战马就集中起来 一人道 世子 我们这样冲下去 只会送死啊 我们死活无所谓 世子千斤之体可不能冒险 刘志一瞪眼 少废话 这人善善地退到一边 双目中却闪出一道凶光 正被刘志看得明白 心说 等老子度过这劫 再跟你们这群家伙算账 刘志吆喝一声 将每两匹战马的将神 拴在一起 快点 是否能救三小姐的性命 就在此一举了 很快 数百匹战马就两两成对 刘志道 伤马骨 赶马下山 什么意思 军兵面面相去 不是让我们骑马冲下山去救你的美人吗 随即军兵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刘志抽出七星宝刀 在马屁股上救身上 哼得战马吸溜溜爆将 四提撒开就往山下冲去 军兵们立即学样 用兵器在马屁股上救世一下 上百匹战马发狂的就向贼兵冲去 刘志扯开嗓子大喊 真道 快上山来 真道正体力不支 不是被俘 就是被杀 看这些家伙的神情 只怕自己要死 可不太容易 怎么办 平时本小姐挺厉害的 怎么今天就不行了呢 都是那个世子不好 灭了本小姐的火头 正在此时刘志忽然一声大吼 这是干什么 我要是能冲出去 还能被他们围住 没等真道想明白 就听到官兵哀嚎 遍地一阵大乱 这美人急忙关桥 就看到上百匹战马 发狂般的冲进贼人之中 撞了人羊马犯 真道大喜 顾不得其他 要转马头 就向小山之上冲进去 三妹 刘志向冲上山坡的 真三小姐冲过去 真道就被这个称呼 弄得一呆 自打认识世子刘志那一天 自己的称呼就是 三小姐 怎么固然改变了 不过 对于这个称呼 真道很是喜欢 这样感觉更清静一些 何况 此时生死关头 虽然刚逃过一劫 可今天到底能否逃出去 还得另一 忽然 真道感觉郊区一沉 身不由己的就向前摔出去 原来 战马 马尸前蹄 屈膝跪倒 真道一点防备没有 摔了下去 刘志立即感到方向扑面 真道直直的 向自己扑了过来 刘志心说 想到了开头 却没想到这个结果 这三小姐练的是哪门子功法 叙事待发的刘志 急忙接触头怀送抱的美人 但是 想来个公主抱的刘志 就感到真道香喷喷的郊区 竟然这样沉 自己根本抱不住 这怎么可能 刘志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自己武功虽然没大成 几百斤的力气还是有的呀 真道这几十来斤的体重 怎么可能难得住自己 在刘志的疑惑郁闷中 两人憋成一团 天空湛蓝色 白云雪白 美人如玉 自己废物一个 哎 公主抱变成滚地糊涂 这个玩笑太大了吧 第三十二章 掏出生天 世子 连尾针将急忙冲过来 真道皱着眉头说 世子 我很重吗 不是真道很重 而是刘志的右臂 不知道什么时候中了一箭 箭杆被什么时候砍断的 刘志也不知道 而箭头还留在肉里 当时全顾着逃命了 只要不死 这点小伤算什么 现在想给真道来个公主抱 立即触动了牲口 真道小脸 一下子就变了 大眼睛水汪汪的 似乎要哭 刘志笑道 三妹 是不是摔疼了 真道哇的一声哭出来 抱着刘志就开始大哭 哭得刘志都不好意思了 世子 官平杀上来了 没时间胡思乱想 官兵已经向小山发动进攻 气势汹汹 拧眉瞪目 似乎刘志跟他们有血海深仇一般 我是中山国世子好不好 你们就不怕被满门抄斩 数万官兵汹涌而来 山上就一片惨淡 是才还有战马可用 说不定凭借战马还能冲出去几个 现在单凭两条腿能否冲出数万人的包围 点尾道 世子 我保护世子杀出去 以点尾的武功 保护刘志杀出重围不难 但是刘志能走吗 刘志走掉 真道和真将怎么办 这一刻 刘志终于明白 为何霸王别姬 鱼姬为了让霸王杀出重围 自己不成为霸王的天类 主动赴死 千古绝唱 事已至此 杨洁绝对不会放过梁女 眼睁睁看着两朵娇艳的鲜花 就在乱军丛中被埋葬吗 真道忽然不哭了 把小脸一抹 俯身捡起红银枪 向百余名士兵大声道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一身杀敌 一报军恩 是男人 就随我进攻 谁会想到 这美人这般刚烈 失去斗志的士兵 渐渐恢复了士气 真道剑制贼兵 今日以我残驱杀敌 他任世子诛杀贼兵 为我等复仇 兄弟们 随我杀敌 真道任灯般 安就于上马 慢 刘志一把抱住 真道纤细的蛮腰 不要下去 这是送死 真道回眸一笑 世子不要再看我 我不想我丑陋的样子 被世子看到了 我只希望世子 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真道知道 战死的自己 一定会很恐怖 只想将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留给刘志 真道轻轻一睁 就欲睁开刘志的楼棒 刘志急忙大叫 三位 我已有退兵之策 不要去送死 有退兵之策 所有人都看着刘志 真道说道 世子 世子 借从何来 刘志一指树木草丛 放火 小山之上草木茂盛 真要火起 确实能把官兵烧退 一名士兵道 世子 此时的风向 大火会从下往上烧 会把我们一同烧死的 刘志笑道 本世子自有妙计 如果真被烧死 本世子也与儿等同在 我等惊奇十万 去跟阎王爷讨个工的 左右 听我号令 准备火箭 火烧贼兵 轻轻以握真道 划不留守的御守 三妹 就算死 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你不可独自再去冒险 真道就感到美眸发酸 情不自禁地握住刘志的手 重重点头 嗯 那娇柔妩媚的神琴 傻子也明白 真道对刘志是什么感觉 这一刻 刘志对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 产生了强烈的记忆 你何德何能 竟让如此家人垂青 刘志自打来到这个时代 就没跟真三小姐有过接触 只看真道对自己的神情 只能说 之前的自己 跟真道有过秘密接触 自己不过借了前世的光 不过 这不要紧 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接盘 就算是接盘侠 自己也认了 这真道这等国色天香 去哪里学 接盘侠就接盘侠吧 老子认了 骑兵的标配之一 就是弓箭 在典尾的监督之下 这些士兵开始制作火箭 射火箭 先点燃荒草 荒草会把树木点着 快些 否则贼兵冲上来 我们也难逃一死 想活命的 就快点按照本世子的话去做 看到士兵还在犹豫 流至大脚 点尾一挥 兵解挤 终于有人射出一支火箭 火箭入草丛 干枯的荒草 立即燃烧起来 这个季节 绝对是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见此 士兵们也开始射箭 不要怕 射箭 流至大吼 对啊 中山国世子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我们比世子还娇贵吗 上百只火箭射过去 终于引发大火 官兵见识不妙 呐喊一声 死在门 官兵头领 指着山上大马 黄金狗贼 看你今天怎么逃得升天 怎么逃 无处可 流至一手拉着真道 一手拉着真交 就往山下跑 干什么 殉情吗 士兵们都晕了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 火葬啊 点尾虽然不明白 流至要干什么 还是提了双脊 紧紧跟随 真道娇娇 我的小红马 除去流至点尾和真道的坐骑之外 其他战马都赶下去冲击敌军 大将无马可不行 点尾回身就把三匹马牵下来 流至站定 回手上原地所占之地一指 放火 什么意思啊 这还嫌自己死的慢 点尾忠实地做了第一个执行者 一只火箭射过去 一招野草 烧吧 反正是个死 在山下大火烧上来之前 山上的火却已经灭了 流至又拉着梁女往山上跑 跑得所有人都晕了 梁女却明白了 不禁紧紧握住流至的手 山上无火 是才放的那把火 已经将树木野草烧净 烧出了一块净土 等山下的大火烧过来 没有燃烧之物 自然就烧不到自己 虽然烟熏火了会让人痛苦 但是处死无大难 还怕什么 真将真道不禁跟流至无止纠缠 这一刻 流至发现真道美眸之中 满满是柔情 娇媚的神情 让流至心中充满记忆 因为这娇媚不是给自己 而是给自己的前身 管你前身后身 现在老子才是中山国世子 世子 救兵来了 山下出现一哨人马 为首之人高声断鹤 世子殿下 臣炎梁救驾来时 万望恕罪 炎梁终于赶来 第33章 乔庄进城 在炎梁和骑兵营的护送下 终于回到大营 刘志有种转世重生的感觉 这一次真的好险 差一点就真的再次轮回来 至于这一次能否再做人 那就要看阎王爷的心情 军医忙着给刘志智商 将胳膊里的箭头取出来 刘志想炎梁道 哎 二哥 你派人将那些战死士兵的尸体收敛一下 尤其是那些女孩子的遗体 更要妥善处理 诺 真将小声道 世子 你先养伤吧 刘志点头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先不要回城 等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两女轻声应道 诺 真道看一眼刘志 香醇微动 欲言又止 三妹有何事 真道迎迎拜倒 多谢世子给丫头们收敛遗体 刘志叹口气 哎 他们为救我而死 礼道后葬 多谢世子 真道眼圈红了 这么多朝夕相处的女孩子 忽然之间就没有了 真道心里怎么会好受 表姐 你们去休息吧 诺 两女走后 刘志又询问了一下营内的情况 最后道 二哥 骑兵营的战斗力堪忧啊 这回我是看出来了 这个行道容光知道睡觉 这么好的战马和装备 弄出一堆三流骑兵 二哥 你可要多费点心啊 诺 世子放心 末将一定对他们重新开始训练 刘志点头 见刘志掀出眷色 炎梁告退出来 刘志闭目养神 思索自己的前世 跟真是女的关系 自己的意识中 怎么就没有跟真道的事情呢 想了半天 刘志发现 记忆中对真是女的印象 竟然很稀少 最多就是一个 真是女颜色焦 这是怎么回事 仔细想了半天 刘志似乎想明白了 前世的刘志生活在东汉末期 开始之时 有权向杨洁压着 紧跟着就是天下大乱 真落成为袁绍的儿媳妇 中山国也从此被扫入历史长河 这种情况下 刘志哪里会有心思 去注意天香国色的真是女啊 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 还想美人 别说没落侯国之主 就算是袁绍曾经全清北方又如何 最后不是什么都没保住吗 连儿媳妇都被曹丕抢走 实力决定一切 千古不变的真理 想完别人再想自己 自己现在连个杨洁都拿不下 还提什么江山美人 现阶段自己满打满算五千人马 杨洁呢 五万十倍余计 自己夺取骑兵营的兵权 看来已经被杨洁知道 所以他才出此计谋 哎 要怎么把这个杨洁拿下呢 进城去找自己那个便宜父王 让他发令召告杨洁为叛逆 杨洁手握兵权 这样一来 不是直接逼杨洁开战吗 真要开战 就算战胜杨洁 对于中山国的伤害也太大了 不行 看来只有一条 单兵突进 刘志霍地睁开双眼 目光炯炯地盯着屋顶 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 真将真道回城 城门口的警戒明显增强 但是却没人阻止真是女的回城 真是二交直接回到了真府 真府坐落在城北 绝对属于城中城 在刘志的记忆中 真府是按熊城的标准建筑 院墙高达三丈 门前有护城河 乃是活水 大门一关 真府就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王国 东汉对于府邸的结构 有明文规定 什么级别住什么样的院子 谁敢越籍杀无赦 真是乃是汉太宝真寒的后台 家中世袭二千弹俸禄的官职 真寒在汉哀地时为离令 汉平地出境世中奉车都尉 封成阳侯摆光露勋 所以真是住这样的府邸 也就没人追究 祖上留下来的吗 真是二交一进门 三个女孩就迎上来 其中之一就是刘志见过的真托 另外两个刘志却没见过 不过在印象里终归是有的 年纪稍长的一个 如果说是国色天香的小美人 另外一个就是仙子下凡 当真是体讯飞幅飘忽若身 凌波微步罗袜生辰 船面流光光润欲艳 寒死未途气若幽懒 花容婀娜令我忘餐 死等美人是何人 除了真落还有谁 别看真落只有十来岁 但是一平一笑之间 净显绝色佳人的风采 看得刘志眼珠子有些发直 真是二交回城 自然是刘志安排 刘志和典尾乔装改扮 随在二女的扑从中混进来 没想到别人还没见到 就先看到了真落 真是女 长女真将 次女真托 三女真道四女真容 幼女真落 雁鸣观河北 想杀无数名门公子 今日刘志得见 也有些目动神窑 真托道 大姐三妹 你们可回来了 听说官兵围剿黄金贼 打得可凶了 你们无碍吧 真将真道行说 怎么不厉害 我们可是身临其境 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真将道 二妹 我们喊位 等以后再跟你们说 真落却把目光向一边扫 大姐三姐 你们带去的丫头呢 这两人怎么没见过 真是二娇被唬得一跳 真到急忙拉住真落的小手 说道 小妹啊 这些天发生很多故事 我讲给你听啊 我们很饿了呢 你屋里有什么好东西吃没有 快带我去看看 不由分说 拉了真落就走 真道力大 真落只能随着走 却是不忘回头看了一眼 刘志二人 真将向刘志和点尾二人道 将我的东西拾到我屋里去 刘志的到来 必须保密 免得发生意外 二人抬着一个大箱子 就往真将住处而去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点尾的冰铁戟 将真脱真容两个妹妹 好说歹说推走之后 真将也出了一身香喊 看到刘志两人 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小院子外面 真将就想笑 怎么不抬进去啊 刘志的 大小姐的丫头不让进 这里是千金大小姐的规格 即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真将忍住笑 随我来 真将引路 自然不会有人再来阻拦 看看左右没人 真将边走边小声说 世子 下一步怎么办啊 第三十四章 夜入王宫 刘志小声道 等到天黑 我们就离开政府 现在不过身时 爱到天黑还有很久 这段时间怎么安排两人 就让真将皱眉 正在此时 真道一阵风般跑来 红扑扑的小脸蛋 就像红通通的大苹果 让刘志有咬一口的冲动 真道跑来急急忙忙地说 大姐 小妹说 她那里有事情 要让他们帮忙 速手一指 刘志和点尾 真将左右看看 小声道 你跟小妹说了 真道摇摇小嘴唇 大姐 小妹眼睛多多 你不是不知道 瞒不住啊 何况小妹 可是见过世子 小妹素来诡计多端 就让小妹自己处理去吧 真将正在为这段时间 要怎么处理头疼 文言轻轻点头 向刘志轻声道 世子 你不会责怪五妹吧 对于这个传说级的 落神原形真落 刘志心里充满好奇 真落很喜欢读书 看过的字文 都立刻就知道 多次用他哥哥的笔砚写字 他哥哥就对他说 你应该学习女工 读书学习 你想到女博士吗 真落答道 听说古时候贤惠女子 都学习前任的经验 用来借鉴 不读书 拿什么借鉴呢 这样一个传奇女子 刘志心里既好奇 又充满希望 记得自己的父王 可是给自己和真落定了婚事 只要自己能在中山国立足 真落可是自己名震年顺的世子妃 刘志微微点头 两人将箱子抬进小院之中 两尾将冰铁挤 用包袱一果夹在肋下 两人就随真道 往真落的院落而去 三小姐 小姐说 让他们两个把院子那边的地翻一遍 开春 小姐打算在那里种蔷薇花 真落还没见到 就被真落的贴身小丫头拦住 吩咐一顿 真道看一眼刘志 心说 小妹啊 你既然知道她的身份 还敢这样指使她 不怕她生气啊 刘志却道 小人遵命 想点伟道 大哥 我们去干活 真的去了 真道看得大眼睛直眨 看到两人真的拿起铁锹搞头翻地 真道就真的搞不懂了 真道转身进了鹅龟房 却见到真落正站着窗前往外看 真道没好气地说 伍妹 这样做好吗 真落平静地道 男女有别 要怎样安排他们到天黑 真道愣了一下 猜到 还是小妹聪明 可是她 真落倒 她去做了不是吗 三分地 不到天黑就能干完 两人不得不放慢速度 否则 早早干完 这段时间怎么安排 这时一个小丫头带着两个粗屎丫鬟抬着石盒走了 先别干了 小姐少你们的晚饭 快吃吧 吃完快点干活 两个大男人 这点活要干这么久 这没用 要是我啊 就不让你们吃饭 这才是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两人也不跟个小丫头一般见识 打开石盒吃东西 石盒打开 晚饭是真丰富啊 大饼牛肉 还有一壶酒 这个时代 想吃牛肉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只有权贵人家才吃得上 老百姓想吃牛肉 就别想了 老百姓私仔耕牛 犯的可是掉头的罪 牛肉在古代 被视为最高级的祭品 位居祭祀大典所用的三生之手 同时 牛是重要的农根蓄力 受到格外保护 西州时 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之说 自汉朝以下 至唐宋元明清各朝 都对私自宰杀根牛 定有明确的处罚方法 语如罚钱 流放 甚至严酷到砍头 典尾伸手 就把酒拿起来 咦 这是什么 酒壶下面 压着一张纸条 刘志伸手拿起来 酒一壶 助世子凯旋 却没有留下姓名 在真府知道自己是谁的 只有三人 真将 真道 真落 真将真道 不会这么做 只有真落了 刘志将纸条塞到 他将在真道的带领下离开真府 小心啊 真道说 刘志向真道 刘志向真道 行一礼 随点尾走入夜色之中 真道一直到看不到刘志的身影 这才慢慢地转回 却看到真将站在自己身后 大姐 真道芳心一酸 拉住真将玉手想哭 真将小声道 不要哭 祝福他就好 论了一下 说道 下午 二哥喊我过去 询问这些天我们的情况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不要乱讲话 说漏了 真道眼泪汪汪地说 我担心他啊 真将轻轻一叹 走吧 希望老天爷保佑他 这个时代可没有路灯 天黑之后 除了借助星月之光 只能凭感觉慢慢行走 幸好 现在还没有事情宵禁 否则两人要是被寻城的官兵抓住 就是一场祸事 一耕田 两人来到中山王府 到这里 刘志就属于熟门熟路了 转到后花园的位置 刘志向点尾一打手势 点尾一个剑步就上到了墙头 仔细往里看看 确定没人 这汉将双臂一用力就上到墙头 翻过身来 伸出大手 刘志一个助跑乐器 抓住点尾的大手 就上到了墙头 两人进入后花园 没急着离开 而是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一躲 一直到四更天 两人这才悄悄离开藏身地 直奔中山穆王的寝宫 凭着路熟 避开了两次巡逻的试问 这两位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墙王寝宫 这里守卫森严 想不惊动侍卫进去 事件难事 刘志仔细想了一下 拉着点尾转身就往后行 干什么 刘志去找自己的母后 中山国王妃 这里就安静得多 穆王的侍卫有限 重点保护的就是穆王 所以王妃这里 只有几个守夜的而已 西汉时期 诸侯王正妻称王后 母称王太后 东汉时 随着诸侯王封地日渐缩减 王后便改称为王妃 王太后改称王太妃 刘志很轻易地 避开了几个半睡半醒的宫人 飞快地就进入王妃寝殿之中 留下点尾守门 刘志悄悄地进入王妃寝室 忽然 刘志一脚踢到什么东西 哗啦一声大响 里面立即传来一声呵斥 什么人 蹭的一下 就从里面跳出个持刀的宫女 看到刘志不禁大吃一惊 抡刀就砍 第35章 请公夜斗 宫女震惊 刘志更加震惊 母妃的寝室中怎么会出现持刀宫女 她是从哪来的 莫非是来刺杀母妃 母妃现在怎么样了 刘志心中不经大忌 眼见宫女一刀砍来 刘志没跟她啰嗦 身形滴溜溜一转 就转到宫女侧面 不等宫女变招 刘志冒险前进 一拳就向宫女的左肋打去 砰的一声就把宫女直接击倒在地 刘志来不及看宫女的死活 直接奔母妃的寝室中闯 刷的一声 刀光闪烁 一刀当头砍下 刘志来不及招架 就地击滚 双脚顺势搅住 偷袭自己之人的双脚 用力一搅 这名宫女打扮的少女 站立不稳 摔倒在地 刘志顺势缠过去 拳头直奔宫女的面门砸过去 宫女一侧头 这一拳就砸空 被刘志压住的宫女毫不示弱 小嘴一张 狠狠向刘志手腕咬过去 内神情绝对咬上一口 入骨三分 刘志心说 就看你这疯狂的架势 我可不敢要你咬上 谁知道你打没打疫苗啊 手臂一弯 居肘打出 猛然刘志痛恨一声 直接就从宫女的郊区上落下来 原来就在刘志避开宫女一咬的瞬间 宫女下面就是一个绝命锡 事实证明 这个地方股份年龄大小 打上都受不了 这个时候没时间看自己的宝贝还能不能用 刘志在腰中一伸手 七星刀出窍 奔着宫女的要害就是一刀 这儿住手 一个带着颤鹰的忽身忽然而至 七星刀疏然而至 刀尖只差一分就刺入宫女的要害之中 散发的寒气令宫女娇嫩的肌肤感到深寒 刘志说 小丫头别乱动 否则你就没命了 然后这才扭头 母妃 是你吗 母妃出声阻止 刘志感觉很可能是一个误会 母妃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真要寝室中进入这么两个厉害的刺客 母妃的性命早就堪忧 怎么还会出声阻止呢 红罗杖中探出一个御手 虽然未曾梳妆依旧是难得的美人 一脸惊喜焦急地看着刘志 正是刘志的母妃 中山国王妃 母妃 刘志惊喜地喊了一声 志儿 这是我的志儿 王妃呼一声 跌跌撞撞地就跑下大床 向刘志扑来 刘志这时候也控制不住感情 就感觉心中心情澎湃 又哭得冲动 刘志感觉 这不全部是属于自己的感情 应该是自己的前世 残存了潜意识 在这一刻爆发 刘志没控制这份感情 顺着这份感情让它爆发 母子两人抱在一起大哭 当情绪渐渐退去的时候 刘志清醒过来 急忙道 母妃不要被伤 儿子回来了 他们是怎么回事 此时 哪名宫女已经提着刀站在一边 王妃忍住眼泪 抽抽叶叶地说 自从你逃出中山 杨洁隔不了多久 就来宫中找你父王闹腾一番 真是你江维 控杨洁会对本宫不利 就派了他们来保护本宫 他们很厉害呢 没伤到至儿吧 原来是真将安排的人 这丫头怎么没跟自己提过 是忘了还是不想说 欠打的小丫头 无妨 刘志向宫女一礼 多谢姐姐保护母妃 宫女急忙闪身还礼 奴婢不敢受 奴婢子言拜见世子 刘志的 子言 好名字 你那个同伴被我打婚了 你去看看 子言惊得啊一声 急忙往外跑 刘志转身扶着王妃说道 母妃 天气凉 你快回床休息 王妃恩了一身 身躯不由自主地缩了一项 在刘志的搀扶下 就回到床上 芝儿 你怎么这个时候 来到王宫之中啊 这一年你去哪里了 母妃好担心你啊 刘志笑道 当然是去找帮手 对付奸相杨洁了 母妃先休息 待明日将父王请来 咱们一家 再慢慢商量 对付奸贼的事情 回来就好 杨国相愿意管理终身 就让他管好了 我们不跟他争 刘志道 母妃说的是 母妃休息吧 孩儿去叮嘱一下宫女 我回来之事 绝对不可声招 去吧 芝儿 你不会又消失吧 不会 母妃身性柔弱 十一岁嫁给父王 现在不过二十出头而已 这个年纪 在后世 属于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纪 现在 却有了刘志 这么大一个儿子 时代的不同了 刘志来到外面 就看到紫妍已经救醒那名被自己打婚的宫女 两女正在偶偶细语 见到刘志 两女忙上前行礼 刘志道 多谢你们保护母妃 这位姐姐无碍吧 刘志对那名被自己打婚的宫女说 宫女急忙的 奴婢无妨 有劳狮子挂念 看着灯光中宫女有些发白的小脸 刘志心里不忍 哎呀 我出手有些重 姐姐快去休息吧 姐姐如何称呼 宫女忙道 奴婢子嫣 担不起世子这般称呼 请世子收回 刘志点头 外面还有我的人 两位姐姐不要伸张 这里交给我 你们去休息 诺 见到点尾 两个小宫女神情明显一阵 现出怕怕的神情 就点尾那长相 胆子小的还真得害怕 刘志道 两位姐姐不要担心 她长得虽然难看 心底却很善良 为了配合刘志 点尾向两个俏丽的小宫女一字牙 意思说 我很善良 却吓得小宫女差点坐在地上 急急忙忙向刘志一礼 世子请休息 奴婢去叮嘱其他人 看到两个宫女慌慌张张地走掉 刘志道 大哥 你吓到他们了 点尾郁闷道 某可是已经很配合世子了 他们被吓到 可不能怪我 刘志微微一笑 大哥在这里守卫 我去见母妃 带明天请父王过来议事 点尾精神一阵 诺 回到王妃请示 王妃正瞪着美眸鼠绵羊 看到刘志回来 王妃一脸的惊喜 似乎刘志会一去不复反应 志儿快来 王妃向刘志招招诉手 然后往大床之里挪一挪 刘志心说 这个地方是留给我的 母妃啊 你儿子已经长大了 这样可不行 刘志笑道 母妃 为了混进王宫 儿子可是翻了一下午的地 身上脏得很 就不把母妃的床榻弄脏了 儿子就这样陪着母妃 天色还早 母妃再睡会儿吧 我在一旁陪着你就是 也许是儿子回来 王妃心里安详 没有一刻就睡着了 第36章 设宴除奸 晨时三刻 刘志正在心里 思索下一步的每一个细节 外面忽然传来一声 太监奸细的喊声 大王驾到 刘志蹭的一下就站起来 正在一边打盹的点尾 立即精神抖擞 过了一刻 子言现身 世子 大王和王妃请您过去 刘志随在子言身后 来到了一个所在 门口除了紫烟之外 再无一人 打开门走进去 这里是一个书房 母王来到王妃这里 夫妻二人一般就在书房中待着 或读书 或者写字绘画 看到居中而坐的中年人 刘志再一次忍不住泪失双眼 刘志欣说 兄弟 你走都走了 就别这样煽情了 但是眼泪 还是忍不住流下来 父王 你家三口见面 自是一番别离情 慕王道 芝儿 前些日子杨洁 调动兵马 沿到黄精贼来袭 是否是他去进宫你啊 王妃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刘志笑着向王妃道 母妃不必惊花 儿子不是好好的 还在这里吗 然后向慕王道 父王 孩儿夺取骑兵指挥权 杨洁不敢明着进宫 只能打着黄精贼的旗号出兵 将当日情况到那讲了一遍 虽然知道都已经过去 王妃还是忍不住 吓得脸色苍白 抱住刘志 就忍不住落泪 芝儿 你受苦了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吗 慕王微微点头 很好 你收的这两员大将 你可要用心一些 他们需要什么 金银子女 不要等他们开口 你尽管赏赐他们 王宫的金库 还有些储存 你尽管拿去用 刘志欣说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你儿子知道怎么收服猛将之心 但是却很爽快地印下 芝儿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听闻儿子不仅招了两员大将 还夺取骑兵营的指挥权 慕王精神大振 受得窝囊期也够久了 是该反击的时候了 父王 母妃 孩子打算这样 刘志将自己的计划详细讲了一遍 慕王连连点头 王妃却是小脸白白给吓的 只是看到他们父子俩相谈甚欢 王妃没敢说话 点尾正无聊地在屋中走来走去 小宫里子言窃窃窃地走进来 向点尾一礼 将军 大王请您过去 点尾一喜 王妒 投拳带落 子言急忙就往外走 似乎晚一步 点尾就会把他吃掉一样 母王抬头看 就看到打外面进来一大汗 平顶身高 足有一丈开外 只剩得虎背熊腰 往那里一战 就跟金刚太岁一般 穆王不禁喜得连连点头 王妃却是震惊地用束手轻轻掩住粉唇 要不是儿子提前打招呼 王妃怕不是要惊呼出来 点尾拜见大王 拜见王妃 点尾推金山倒玉柱 向穆王大力参拜 好好好 果然汉将也 穆王大喜 本王就封你为镇殿将军 点尾大喜 这一来 自己就是个货征价实的大汉将军 点尾谢恩 刘志笑道 父王 点尾乃是孩儿的结义大哥 骑兵营中 还有孩儿的结义二哥炎梁 和孩儿收的大将廖化 父王就一并上了功名吧 诸侯国主有权利任命诸侯国内 自国相之下的任何官员 这是汉高祖刘邦定下的规矩 穆王看一眼儿子 心中很是欢喜 每一个当父亲的 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长大成人 成就一番事业 之前 刘志懦弱无能 要不是穆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穆王真的要废掉刘志的世子之位 现在发现经历这样一个世界 儿子真的成长起来 穆王既欢喜又感慨 穆王道 嗯 也好 严良为殿前将军 廖化为偏将 其余人 等志儿你看着封赏吧 一并交于主部记录在案就是 诺 海尔遵命 四时三刻 一名宫奸来到国相府 面见国相杨洁 奴婢见过国相大人 杨洁哼了一声 哼 你来何事 宫奸满脸陪向 回禀国相大人 大王得意滩好酒 特命奴婢来请国相 中午大王设宴 与国相共享美酒 杨洁好酒 这是整个中山国老幼皆知的事情 只听有好酒 杨洁就感觉肚子里有酒虫 在挠自己的心肝肺 杨洁道 大王足不出户 从哪里来的好酒啊 宫奸道 这是前几日 王妃到后花园去散步 忽然看到花园角落中有个地窖 就询问那是做何用的 宫你们回到是藏酒用的 只是空置了很久 王妃就想把它收拾一下 再给大王藏一些好酒 没想到宫女们一收拾 在角落中发现一只遗落很久的酒坛 一开封 香气就令人闻之欲醉 金黄的酒液 年稠的几乎倒不出来 至少藏了二十年之上 大王想起国相好酒 这等好酒 岂可不与国相共享 所以特命奴婢前来邀请国相 宫尖一边说 杨洁就不停地咽口声 等宫尖说完 杨洁道 也罢 我就去一趟 品尝一下大王的好酒 原来是王妃那美人找到的美酒 今天本国相就趁酒醉来一回戏耍王妃 想起中山王妃羞羞答答的样子 杨洁感觉更需要一杯美酒来压压火 杨洁简单地收拾一番 虽然不把穆王看在眼中 但是表面上的礼仪必须得有 最后带上了四名贴身侍卫和五百兵丁 起身赶本中山国主府 自从上一次被刘志捅了一刀之后 杨洁身边就多了八名侍卫 八名侍卫真的做到了贴身二字 就算是杨洁睡觉 也会有两名侍卫守在外面 刘志那一刀把杨洁扎怕了 这一刀要是扎在别处呢 自己的尸骨恐怕都成了一泡黄土了吧 来到国主府 杨洁大摇大摆往里走 直接来到大殿之上 八名侍卫左右一分 杨洁向王座上的穆王拱拱手 杨洁参见大王 杨洁奉命来到 穆王满脸大笑 国相来得正好 本王已经让厨下备下佳肴 你我供应美酒 杨洁道 听闻大王得好酒 本国相已经按捺不住了 大王 好酒在何处 穆王道 已在偏殿之上 杨洁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如此 大王请 穆王压下心中的火 心说 贼间 看你今天往哪里逃 却是强作欢笑说了声 白嫁偏殿 第三十七章 朱杀杨洁 天殿之上确实已经摆下了两桌酒菜 却是不见所谓的好酒 杨洁杰道 大王 酒盒在 穆王道 佳肴未尚 单品美酒 岂不是有报天天物之险 我想莫及 先坐 只带佳肴一程 美酒即可上来 然后 然后向杨洁身后的八人说道 国下 这些侍卫也辛苦 是否可让他们下去休息 杨洁大手一挥 不必 穆王也没有勉强 两人一主一副坐下 宫女们穿得花蝴蝶一样 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窑端上来 直到将桌子摆满 杨洁道 大王 好酒现在可以上了吧 穆王双手一拍 发出一声脆响 脚步声响起 两名太监 用一个珠膝大托盘 抬上来一只酒坛 穆王道 先请国下宴一下 是否好酒 那 太监应了一声 就向杨洁走过去 杨洁一摆头 身后两名侍卫上前 有劳 这点小事 还是我们来吧 伸手就要拿酒坛 太监看向穆王 穆王道 既然如此 就交给他们好了 太监这才将酒坛往上一送 一名侍卫抱起酒坛 另一名侍卫打开风口 一股酒香飘散开来 好酒啊 杨洁深深吸了一口 就在此时 屏风后面忽然闪出一条大汉 手中冰铁锡护火升光 一个箭步就跟杨洁窜过去 有刺客 杨洁身边的侍卫大叫 急忙向这名大汉冲过去 大汉打成一团 抱着酒坛的侍卫 急忙想放下酒坛 就在他弯腰的瞬间 一名太监飞起一脚 就把他踹了一个满地管 正好撞翻杨洁面前的桌子 桌子上的菜肴 全部向杨洁砸过去 紧跟着 这名太监反手从托盘底下 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刀 剑步拧腰就窜到杨洁身边 挥刀就刺上杨洁的心窝 吓得杨洁大叫一声 就地击滚 这一刀刺空了 太监正要再次就赶到左腿一紧 回头看 原来是踹倒的那名侍卫 死死抱住了自己的左腿 另外一名侍卫 已经挥刀向自己砍来 太监正是刘志所办 本来托盘下面藏刀 就是想靠近杨洁 给他来个一刀两断 哪里想到根本就靠不进 点尾只好发动 此时侍卫 恨不畏死地抱住自己 刘志说了声 好汉子 你得死 七星短刀一挥 侍卫惨叫一声 被七星刀划过脖子 这时候 另一名侍卫的刀刀了 刘志没有招架 而是就地矮身 单刀在自己的头顶掠过 七星短刀狠狠插入 侍卫的小腹中 刘志连杀两人 再回头 杨洁已经连滚带爬往外跑 边跑边喊 快来人 外面还有他的五百精兵 这要是冲进来 这杨洁就放跑了 大哥 刘志抱贺一声 点尾一击杀死 纠缠自己的侍卫 手中的几呼啸而出 直奔杨洁后续 这是点尾压箱子的绝技 非己 杨洁刚跑到门口 眼看再有一步 就冲出去大殿 心说 沐王你等着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猛然感到后心一凉 然后剧痛传来 一低头就看到前心出现一段利刃 杨洁忍不住大叫一声 哭痛一声 摔倒在地 刘志提刀赶上 杨洁已经弃绝 再回头 八名侍卫只剩下了一个 看到刘志过来 吓得这名侍卫双腿一软就跪倒 大王饶命 这个时候不是心思手软的时候 点尾一击就把这名侍卫杀死 父王 该是您出头的时候了 刘志向脸色发白的沐王说道 沐王脸色虽然发白 但是神色却还镇定 闻言道 好 一转身 沐王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 活这么大 还是第一回亲眼看到杀人 刘志急忙扶住沐王 过了一会儿 一名太监手持国相令 命各路将领到中山国主府议室 为什么要到国主府一事 各路将领心中好声奇怪 验过国相令无误后 这些将领纷纷赶奔国主府 杀杨洁 取国相令 将杨洁的心腹全部招到国主府 来一个收拾一个 最后就查杨洁的心腹大将 武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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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个名字 刘志差点碰起来 先有行道容 再有武安国 刘志根本摸不着头呢 这两人不应该出现在中山国呀 怎么回事 难道是自己小翅膀一闪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两人确实有些本事 尤其是这个武安国 还与吕布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 才被吕布削掉右手 能跟全盛时期的吕布 打上十几个回合 绝对是有些真本领 可这两人真的是打酱油的身份啊 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就让刘志百思不得其解 想到最后 刘志感觉 应该是这样 就算自己没来到这个时代 中山国也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像杰网 没有故事流传 国相杨洁 后世也没提过呀 这段没有载入史册的故事 让行道容和武安国 最后去了荆州和东海 而现在 这两人一个落入自己手中 一个现在看来是自己的死敌 中山国兵马五万 行道容掌管骑兵 武安国掌管一万精锐部 二将就是杨洁的左膀右臂 可这时候武安国未到 是什么原因呢 眼看五十已过 不能再等了 刘志向穆王说的 父王 只怕情况有变 杨洁浮出的消息泄露出去 武安国听到消息 很可能拥兵自咒 孩儿要去一趟北大营 在孩儿没回来之前 不管谁来国主府 大门也不可打开 那些将领严加看管 千万不能大意 让他们被人救走 穆王道 志儿 不如我们再等一下 说不定武安国 再来的路上 穆王心里其实挺害怕 长这么大 也没干过这种事情 要不是杨洁欺人太甚 穆王也不想下杀手 此时杨洁已死 这些将领让穆王全宰了 穆王还真下不去手 刘志笑着说道 父王 若在路上遇上武安国 孩儿就把他引进国主府 父王放心 告别穆王 刘志带着典尾离开国主府 第38章 走马活擒武安国 刘志催马直奔起兵 没有让炎梁挥兵进城 就是担心被其余没落网的杨洁心腹发现 二人快马加鞭就赶到骑兵营 炎梁和廖化早就等级了 见到刘志二人归来不经大喜 世子 情况如何 炎梁挤挤问道 刘志道 一切正常 杨洁已经辅诸 其余将领都被抓起来关在国主府 只有杨洁的第一心腹武安国 一直没见踪影 廖化 你速带两千兵马 拿着杨洁的令箭进城 兵为国相府 将杨洁一家全部抓起来 然后去国主府保护我父王 我不信任我父王的那些侍卫 速去 诺 廖化大喜 世子不信任这些侍卫 让自己带队 先把杨洁国相府抄了 再去保护国主穆王 这是多大的信任 廖化激动 阿哥 速速点兵 兵发城南步兵营 如果武安国不肯投降 这是一场恶战 武安国手中一万步兵 乃是中山国最精锐的部队 武安国也是大将 手使一只长柄铁锤 有万夫不当之勇 我们需要小心谨慎 严良文言 不经反喜 世子放心 严良点起两千起兵 兄弟三人 快马加鞭就赶往城南步兵营 来到步兵营前 就看到营门紧闭 士兵刀出鞘 攻上弦 只看这等情况 刘志就知道 武安国已经知道了无极城中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 没必要再去追究谁给武安国通风报信 只能说 杨洁在中山国根深蒂固 实力已经深达各个层面 杨洁必须死 杨洁的后代也不能留 否则 这些人真要推举杨洁的儿子为主 中山国就要再次处于动荡之中 刘志来到大营前 某乃中山国世子刘志 让武安国出来回话 古多时 就听营州一声炮响 冲出一哨人马 二龙出水势排开 弓箭手压住阵脚 一派作战竞相 至此 刘志就知道这一战无可避免 门骑左右一分 冲出一匹花斑豹 马上一员大将 就看此人下了马 往那一战 甚高的八尺开外 面皮黑 黑中透亮 一双扫帚眉 斜叉八叉 插鹅脚入冰边 大还年 尸鼻阔口 大耳朝还 河下一步爆肠刚染 扎里扎沙二尺多长 迎风都吹不动 带十字荷叶八角板 身穿锁子连环甲 勒下配剑 剑长五尺 大红中衣 掌周一柄长柄铁锤 这人还能是谁 除了武安国再无旁人 只是这长相 怎么这样眼熟啊 刘志一抱拳 武将军别来无恙 武安国上下 打量一下刘志 马上一圈 原来是世子大驾光临了 不知有何指教 后面这句 可把严良和典尾气坏了 你小子冲什么大尾巴狼 刘志却没生气上火 而是淡淡地问道 请问将军 做的是大汉中山国的将军 还是扬杰的将军 一句话 问得武安国张口结舌 严良和典尾在后面大乐 世子就是厉害 还是那句话 现在可不是一年后天下大乱 各自为主的时代 灵帝还没死 皇家权威还是非常鼎盛 刘志这句话直接问到点上 问得武安国无话可讲 刘志贺道 尔等全是大汉中山国兵将 拿的是大汉中山国的俸禄 任务是保护大汉中山国的安危 不是杨洁的私兵 难道尔等想跟杨洁一般犯上作乱 杨洁现在已经辅助 尔等还想给杨洁殉葬不成 马鞭一指武安国身后的士兵 说道 尔等父母妻儿都在中山国 尔等想造反 就先替自己的父母妻儿想一想 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中山国人 无论父母妻儿还是亲戚朋友 都在中山国 刘志这一声喝 这些士兵都变了脸色 武安国一看事情不好 一挥手中大锤 闲话少说 胜了某家掌中锤 是杀是寡 随士子的变 胜不了某家的锤 就休怪末将无礼了 炎梁被他惹恼了 催马执刀就冲上来 士子前往后退 带某诛杀此贼 刘志点头 二哥 武安国罪不至死 活情即可 诺 末将遵命 嘿 这把武安国给气的 分明是看不起人吗 武安国大吼一声 大锤抡起 一个油锤灌顶 直奔炎梁顶梁门便砸 小子 接某一锤 炎梁抬眼看看 当头砸下的大锤 一横和善板门刀 往外就崩 啪 大锤震砸在刀杆上 被震起四五尺高 炎梁冷笑一声 哼 小辈 而不过如此 接某一刀 和善板门刀抡起 就是一个立体华山 武安国不甘示弱 举锤便架 这一下直批的火星四射 这把武安国给震的 就感觉双臂发麻 心说 好大的力气 我得小心 两人二马盘旋 就打在一处 逗了十几个照面 炎梁反手一刀 武安国躲得慢了点 只听咔嚓一声 就把武安国的头盔给砍掉 吓得武安国一缩脖子 炎梁大刀一点 小辈 还不下马首相 更待何时 武安国哇哇爆叫 某家不过大意而已 看吹 催马再战 两人又斗了七八个回合 就在二马一错登的瞬间 炎梁刀骄单手 反回身一探臂把 哼的一下 就把武安国的盘甲敌给抓住 单绑较力 你给我过来吧 我不过去 但是 没扛住炎梁的神力 被炎梁走马火轻 炎梁把马就往回走 来到刘志马前 一挥手 就把武安国扔在刘志面前 是此 末将教令 看一眼狼狈的武安国 再看一眼炎梁 刘志心中感慨 甩灯离安跳下坐骑 伸手相扶 武将军受惊了 请起 那么大快头的武安国 就被当众走马活擒 武安国死的心都有 没想到刘志会亲自下马来服 武安国不由得满脸羞愧 翻身跪道 武安国有罪 请世子出发 刘志的 武将军没有直接新兵攻打无极 不仅无罪 反而有功 将军若不嫌弃 依旧为我中山国将军 古之将军意下如何 第三十九章 接掌国相 武安国向着刘志就办 末将愿尊世子命令 如有为心 天诛地灭 武安国归降 既是无奈 也是实时务者为俊杰 身后士兵 大部分都是中山国人 怎么会跟着他 反中山国世子 二来 严良勇猛 自持勇力的武安国 竟被走马活擒 让武安国扶起 三来 刘志这个世子 竟然主动扶起自己 这个败军之架 亲自安抚 杨洁已死 不可复生 自己向中山国世子投城 也不算丢人 武安国降了 武安国一降 步兵营再也起不了风浪 刘志命武安国率兵 进驻无极三里之外 防止不测 武安国道 世子 末将愿去说服 国想旧部 武安国出面 说服杨洁旧部 好主意 武安国第一个说服的 就是前骑兵营统领 邢道荣 刘志看到行道荣 一瘸一拐地走出来 就知道大势已定 行道荣来到刘志面前 聊一惊跪道 末将行道荣愿响 愿为世子马前卒 如为誓言 武雷轰顶 古人对誓言看得极重 只要发誓 就会言出必行 尤其是这些个武将 有道是 人无信而不利 为什么吕布那么大的本事 会被人看不起 就是因为没有信用 将武安国与行道龙 收归门下 不仅仅是实力大增 对于收服整个中山国官员 意义重大 杨洁已死 杨洁所属势力 属于树岛胡孙散 自己若能及时 将这些人收到门下 一来对自己掌控中山国 意义重大 二来 会让杨洁的残余势力 没有发展的空间 武安国和行道龙同时出面 游说那些杨洁的手下 很快 这些人集体倒戈 向穆王称臣 重掌中山大权 穆王大喜 封世子刘志为国相 大将军 总掌中山国 军政大权 中山国的权力之争 告一段落 穆王尚书天子 自然将杨洁 说成了万恶不赦之辈 很快 灵帝的诏书就到了 灵帝 还是比较在意 穆王这位宗亲的 很是表扬了穆王一番 自此 中山国彻底平静了 中山国平静了 刘志可不平静 什么原因呢 要说治理军队啊 刘志有炎梁 武安国 行道戎 料化相助 几万兵马 玩得如鱼得水 但是政务这一块 刘志却一窍不同 尤其是财物 刘志看那些数字 就跟天书相反 这一天 刘志正头疼 忽然有人来报 七炳世子 真是大小姐 三小姐求见 刘志愣了愣 这阵子 盲中山国的事情 都把这两位美人给忘了 要不是他们相助 自己连无极大门都进不来 该死 这是找自己算账来了吧 刘志眼珠转转 向点尾一招手 低声说了几句 点尾连连点头 真道正等得不耐烦 就看点尾龙行虎步地走出来 来到镜前 点尾行一礼 两位小姐安好 世子有样 无法亲自出来迎接两位大小姐 请大小姐海涵 本来真道气鼓鼓的 听点尾这样一说 小姑娘立即紧张起来 世子怎么了 真将盲道 三妹 这里不是讲话之所 还是到里面去说 啊 快走 真道撒腿就往里跑 什么大家闺秀的礼节也没有了 看得点尾就眼晕 真将道 点将军 家妹自有顽皮惯了 请将军莫怪 一纸旁边一个青年 将军 这位是世子旧友 闻听世子不乱反正 特来贺喜 点尾上下打量一下这位青年 果然好相貌 青年抱拳拱手 河北张河 见过点将军 哦 你就是张河 世子讲过 若非是你相助 世子根本逃不出中山国 点尾 剥谢将军相助 真是女到来 装病也就装了 但是张河到来 刘志可不能再这样装 一咬牙以恒星 刘志晃晃荡荡荡就站起来 来人 扶着本世子出外 迎接张河将军 刘志迎接张河 不仅仅仅是看中张河的才华 还有张河助自己逃离中山国 当日要不是张河出现 自己根本就逃不出去 这个人情必须得还 而且 刘志对张河抱一希望 张河可不是一直追随冀州木韩父的 当初张河应目参加镇压黄金起义 后属冀州木韩父为君司马 一百九十一年 袁绍取冀州 张河率兵头归 任校尉 因破公孙赞有功 天为宁国中郎将 后在关渡之战中投降曹操 此后随曹操公屋还 祸马超 降张鲁 绿剑战功 既然张河能先弃韩父再弃袁绍 最后追随曹操 为什么张河不能成为自己的大将呢 看到刘志脸色苍白 连走路都要被人搀扶 别说真是女下一条 就连点尾明知道是假的 也不禁心惊肉跳 这汉将摸着脑袋心想 这 这世子怎么办得这样像 世子 真到大叫一声就冲过去 大大的眼睛中满是泪水 世子你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刘志就一晕 最难销受美人恩 可恨前世一点记忆都没留下 算了 真到这罕有的美人 本世子就替你怜爱吧 真将没像真道一样急躁 依旧保持大家闺秀的风范 缓步上前 世子 这是何故啊 虽然没像真道一样上来扶住刘志 但是美眸中的关切谁也瞒不了 刘志拍拍真道小手 缓缓动 唉 偶感风寒而已 再加之证物缠身 才致使小毛病成了大病 真道小嘴一撅 世子 你的身体一向不好 干什么还这样玩命啊 不知道休息吗 只看真道神情 就能推测出前世流至与真道的关系极为密切 可究竟亲密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真道乃是大家千斤 不可能这样主动 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由此推断 两人关系之密切 只怕超出常人 刘志哭笑 唉 圣啊 杨洁把持中山国已久 杨洁扶朱 这些事物 要是不早些接过来 中山国岂不要打乱 其他还好说 只是这财务一向 实在令我头疼欲裂 你们有什么主意没有 啊 俊毅将军 我只顾抱怨实在失礼 将军快请进 真道归名圣啊 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的就浮上心头 还自然而然的就被刘志说出来 说的自然 真道也听的自然 张和急忙上前一步 张和拜见世子 上一次见到刘志 还只是一个要逃亡的 过了今日不知明日的小小少年 虽然感觉此子非池中之物 却没有特别的想法 可这一刻 这少年却是掌握中山国 生杀大权的国想 张和从心里往外佩服 俊毅将军不必多礼 快请进 转头向点尾说道 大哥 快令人备好茶 啊 还是好酒吧 俊毅将军 人中之龙 请茶一杯啊 太淡漫 诺 人中之龙 这四个字 令张和心中一震 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充斥张和心头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认可 尤其是希望当权者认可 刘志 中山国世子 国相 他的认可 无疑令张和振奋 张和在韩复手底下 并不受重用 要不然 后来张和也不会投奔袁少 古人云 良情择目而期 虽然学会文武艺 获卖帝王家 但是主家不欣赏不重要 自然要获卖他家 张和忙道 末将不敢受 真道忍不住说 世子快进屋去吧 这里风大 别让世子病更重了 扶着刘志就往里面走 一边走 真道一边小声说 世子别着急啊 若单纯是因为财务管理的事情 世子不要着急 大姐和二姐可是礼仗管账的好手 世子下到命令 让大姐和二姐到国相府来 给世子管账 世子岂不就不会头疼了 哦 真将和真托还有这本事 刘志真有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 更有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感觉 若不是真道这个小奸细 自己怎么会知道真将和真托 还有这本事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真道给自己找的好机会 可以好好的跟真将真托 好啊 圣儿 不管你与前世刘志有何亲密关系 你这美人本世子收定了 来到里面落座 真是女士清茶一杯 张和果真是好酒一杯 刘志决定趁热打铁 有真道这个小奸细 自己又在病中 不愁真将不就饭 刘志的 大表姐 听闻大姐二姐 善会管账礼账 我想请两位表姐为我的助手 帮我管账礼财 不知道表姐意下如何啊 真将一愣 没想到刘志会提出这个建议 惊讶得轻言粉唇 嗯 世子 小女子只是粗略懂一些而已 可不是什么善于管理财账 世子还是另请高明吧 刘志就看一眼真道 那意思很明确 圣儿 他真的会吗 真道立即说道 哎呀大姐 你就别推辞了 家里的账 可都是你和二姐 帮助二哥管理的 真将就拿美眸瞪了一眼真道 原来有你这个小奸细啊 刘志说 大姐 我这可是真心相求 沐飞大姐一定要我下一道国相令吗 人将金银的背尺轻咬粉唇 似乎在考虑什么 然后道 呃 那就请世子下令吧 呃 什么意思 刘志愕然 国相令一下就属于印象三分 还有什么意思 张和起身向刘志行一礼 世子 末将可向世子推荐一人 此人可谓大财 刘志点点头 哦 不知俊义将军推荐何人 只要有才华 就算是囚犯 本世子也可特赦于他 张和道 多谢世子 此人乃是聚路人 名唤田丰 早年为氏玉使 因愤恨宦官当道 贤臣被害 于是弃官归家 后来成为冀州墓的部下 只是性情耿直 屡屡得罪州墓而不得志 所以田丰辞官在家 世子若能求得此人 必是世子极大助力 欢迎您收听 由则玄和齐宇熙 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 三国至中山崛起 作者 猪八戒的师兄 第四十章 三女静斧 田丰 刘志的眼珠子 瞪得差点掉出来 内神情就把张和吓一跳 急忙道 世子 末将鲁莽 请世子原谅 刘志一长身 就向张和冲过来 张和下意识地 就伸手向腰间 却是强行忍住 刘志已到了他境前 伸手就把张和的手抓住 田丰在哪里 本世子已经久目他的大名 可惜一直未曾得见 多谢俊仪将军给我带来这样的好消息 刘志多谢将军 刘志身师毅力 张和急忙闪身 末将不敢受 张和的心扑通一声掉肚子里 原来自己误会了 刘志道 俊仪对田丰如此了解 当知道他的去处 俊仪将军若不嫌麻烦 就请带本世子前往 我要恭请田丰出山助我 张和没想到 刘志的反应会这样强烈 震惊之后 张和大喜 刘志这般反应 足以说明刘志对自己的看重 否则 刘志反应轻轻淡淡 自己岂不尴尬 不管田丰能否为刘志所用 至少刘志在张和心中 留下了强烈印象 刘志再次恳切地说道 俊仪将军 我早闻田丰大名 可惜一直未曾得见 今番信息有俊仪将军提及 还请俊仪将军不要推辞 带我走一趟 我一定要将田丰请来中山国 授以主部之位 助我治理中山 主部之位可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说 改古者官府皆有主部一官 上自三公及御史府 下至九四五间已知俊仙皆有之 隋唐以前因为长官的亲力 权势颇重 呼闻刘志就对田丰授以主部之位 张和非常高兴 莫将愿随世子奔赴俱禄 多谢俊仪将军 一回身刘志却看到真将美眸中闪过一丝落寞与失望 这什么情况 真将应该为自己高兴才对啊 不用替自己管理中山财政 这不是真将所想的吗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神情出现 再看真道 就看着美人正愤愤不平地瞪着自己 刘志心中就有些明悟 不过也不敢这样肯定 刘志心里说道 也罢 有玉玉玉撒一网就知道 如果能把真将这条美人鱼逮住更好 逮不住就当锻炼身体呗 刘志道 表姐 中山理财这项还需要表姐前来相助 我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无能为力 请表姐一定相助啊 一边说 刘志一边偷眼观察真将的反应 就看到这美人俏脸上闪过一丝惊喜 然后迅速消失 这美人板着俏脸说 世子严重 女子无才便是德 小女子才输学浅 请世子更选他人 刘志已经明白什么情况 表姐这般执着 看来本世子要行使国相权力了 下达国相令 征召中山贤德之人 助本世子治理中山国 就请表姐在家中等候国相令吧 真将粉嫩的垂脚微微一动 似乎想笑 又被这美人强行忍住 白了刘志一眼 这美人没说话 不说话就等于默认 女孩子的心事啊 真的不能猜 刘志向真道说道 圣儿 母妃对于紫燕和紫燕很是满意 不过王宫内庭的安全 还需要圣儿这样的奇女子相助 圣儿 我也给你下一道国相令可好 真道一愣 然后喜上眉梢 哎 世子 给我安排个什么官呢 刘志道 那位统领可好 那位统领 就是专门管理后宫安全的武将 刘志还拿出母妃说事 谁也不能阻拦真道进攻 嗯 真道重重点头 看一眼刘志 忽然满脸红晕地低下御手 活泼可爱的真三小姐 忽然害羞起来 就让刘志食指大动 究竟真道跟前世刘志有什么关系呢 马上就会知道了 真将朴叶妹妹轻声道 世子 你身体有恙 还是早些休息吧 小女子告退 轻轻一扯 娇艳欲低的真道 起声告辞 刘志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在病中呢 急忙一捂头 哎哟 这副身体真是不提气 我找郎中过来开几副好药 好好调理一番才是啊 否则 巨鹿之行 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 真道美丽的小嘴一张 就要说话 真将却悄悄掐了妹妹一把 真道这才打笑说话的心思 送走了真是女 刘志向张和道 郡义将军 光顾说我的事情了 不知将军有侠否 张和为冀州军司马 虽然官职不大 可那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事情岂能少得了啊 张和却献出一丝苦笑 然后才道 世子 末将正在休假中 刘志从中闻到了一丝不同的味道 刘志一语双关地说道 既然如此 将军就在中山多待些时日 中山虽小 总有将军的安身之地啊 多谢世子 现在还没到正式招揽张和之事 因为张和还是冀州墓麾下的军司马 直接招揽会引得冀州墓含富的不快 也会让张和为难 背信弃义的罪名可不是谁都能担得起的 招揽张和需要一个契机 刘志向点尾道 大哥 这些日子 俊逸将军就交由大哥照顾了 大哥可要尽心啊 点尾哈哈一笑 呵呵 世子放心 俊逸交给我就是 真将和真道刚回到真府 朕与真托真容真落说话 就听到外面的侍女说道 启并大小姐 大爷派人来传话 世子传下国相令 请大小姐二小姐为中山财务官 三小姐为内务统领 即刻上任 大爷说 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要是不愿意 大爷会上书替三位小姐推掉 真道教道 诶 世子实在太着急了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真托惊恶的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大姐三妹去一趟狮子府的工计 真讲漫漫的说 二妹 世子为中山操劳 已经病倒 不看僧面看佛面 五妹可是世子妃 真把世子累坏 岂不是天大罪过 真道急蒙说 哎呀是啊是啊 我们这是帮自家人的 是不是五妹 真落道 哎呀不要扯伤我 你们要去便去 不去也没人捆着你们前去 真托又说 哎呀听到没有 五妹可不像你们 真落缓缓说道 真累坏世子 拿你们试问的 不是小妹我 自然有人找你们算账 小妹最多不过是帮衬一样 真容已经捂着小嘴咯咯笑 哎 二姐 你还是从了吧 省得大姐三姐五妹 拿你试问 真托郁闷的 哎 你们这些家伙 还是姐妹吗 不管真托怎样想 最后啊 还是跟着真将真道 进入了世子府听差 大姐二姐快来助我 这些账路弄得我 一个头两个大 哎呀姐姐快来救我呀 看到三美齐聚 刘志不经大喜过望 其一身相三女 就是身世一礼 真托道 中山自有财政官 世子殷和不用 自己累得病倒 刘志叹气道 哎 二姐 中山财政官乃是杨洁心腹 他虽然归顺于我 但是我该防还是要防 财政乃是大事 我不需要事事轻功 但是必须要明白这些账目啊 二姐看看 我麾下可有这样能信任的人可用啊 幸好有大姐二姐 否则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真托生气地说 我们可以暂时帮世子礼账 难道还能帮世子礼一辈子账不成 刘志道 故作怨而不敢情而 两位姐姐能为刘志礼账一辈子 乃是刘志大姓啊 刘志不敢求啊 可既然二姐提出来 我若不同意 岂不显得我没有诚意啊 好 我就请大姐二姐 为我留置礼账一辈子 真道捂着小嘴笑成一团 真将也是翘脸通红 真托这才反应过来 这句话奇异太重 面红耳赤的真变道 哎 我不是那个意思 狮子 你怎么可乱讲话 那二姐是何意 我 我 真托有些张口难言 记忆中的刘志可不是这样啊 懦弱无能 谁都能欺负 怎么忽然变得这般伶牙俐齿 真将微笑着说 二妹 以后的事情以后说 先替世子礼账吧 真托只好点头 心说 世子是不是变厉害了 真将一招手 贴身侍女送上来一个锦盒 真侍女绝对是大家千金 奉国项令来助刘志 随身侍女自然会带来不少 真将接过锦盒 世子有样 小女子奉上三百年灵芝一枝 请世子笑纳 刘志闻言 逼见到三女同来还震惊 百年灵芝 真以为百年灵芝是大白菜 见过真将拿出一只千年人参 就令刘志震惊 这一回又拿出一只百年灵芝 刘志真想把真实的库房给抄了 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好东西 这是刘志无法拒绝的礼物 有他相助 百日内刘志可完成筑击 刘志就再也不是不入流的小武将 有真将挣脱相助 堆积如山的账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让刘志大喜 吩咐下去 被咽 本世子要好好筹谢两位美人 世子被咽 自然是什么东西好上什么 三女出身于大富之家 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 唯一不同的就是请客之人 乃是中山世子 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人 结果自然不一样 刘志高兴 不免多贪几倍 真道就带着一群宫女将刘志送进书房 侍女退下 真道看着刘志的脸 嗯 这样看来世子的脸色好多了 见左右无人 刘志的胆子大起来 伸手握住了真道柔软娇嫩的御手 圣儿 多谢你啊 真道没有抽回御手 也没给刘志来个大嘴巴子 而是美眸流波 谢我什么呀 看真道娇媚的神情 刘志胆子更大了 慢慢伸出手 像真道阴影不足一卧的蛮腰伸过去 真道小脸慢慢长得通红 呼吸急促 却没有回避逃跑 当刘志的手臂触及真道的蛮腰时 这美人已经软倒在刘志怀中 芳香的气息喷得刘志满头满脸 刘志哪里还忍得住 斧头就含住真道两片娇嫩芳香的胶唇 深深吻下去 直欲窒息时 这美人才猛地推开刘志 浮在刘志怀中大口大口地喘着 这美人忽然扑哧一声娇笑 刘志惊奇的 是要笑什么 真道眼面笑道 啊 世子胆子大了很多 以前世子绝对不敢这样呢 好了 各位听众老爷们 本集内容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作品的话 记得订阅 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十一章 千里请天风 刘志一愣后大写 这岂不是说这是真道的初吻 看来前世刘志已经将探路工作全部做完 采摘的任务却是让给自己来做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 在真道软弱无力的反抗中 刘志再一次深深吻下去 手也不规矩 开始寻忧探秘 文献在爱河中的真道 怎么还会有反抗的意识 若不是刘志牢记 筑机未完成不可破身 今日真道难逃此劫 数日后 刘志向穆王请辞 闻听刘志为国请财 母王深感欣慰 打开中山国库 任由刘志挑选礼物 刘志带着点尾张合 在真道的泪眼眯离中离开了主山 直奔巨鹿 看到真道恋恋不舍地看着刘志远去 真将打去道 三妹 你为何不跟着一起去啊 真道小眉头皱得紧紧的 这个不可以呢 世子做的是大事 我跟着去 世子会被世人与病 真托哼了一声道 哼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你们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 原来是给你们的胡作非为打马虎眼 看我回去告诉五妹不 真道嘻嘻一笑 二姐 我们两个 你一个 五妹是相信我们呢 还是相信你一个 二姐 你还是从了我们吧 真托恨恨地说 坏蛋 真将却脸红道 不关我的事 别扯上我 没有大姐的支持 三妹会这样无法无天 骗鬼吧 大姐不是选好成期目标了吗 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也不提这件事了 真道咯咯笑 这个嘛 天机不可泄露 不提三美人在这里笑闹 单说留志 一路上快马加鞭 恨不得立即见到田凤 东汉末年 天下厉害的谋士很多 田凤就算进不了前五名 前十名绝对有他的地位 尤其中山国此时正是百匪待兴之计 更需要田凤这样一位大财相助 简短结说 这一日 一行人就赶到巨路 有张和这个合格的带路者 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田凤的家 田凤的家很普通 占地一亩左右的两镜院子 很简约 换句话讲 田凤并不富有 张和上前敲门 不多时 出来一个老人家 见到张和立即行礼 很显然认识张和 老人家 袁浩在家吗 张和问道 老人家忙道 我在 老爷正在看书 张和道 速去禀报 就说中山世子大驾光临 快让袁浩出来迎接 中山世子 这可是一个大大的官啊 老人家急忙转身往里跑 不多时 大门打开 一个文士快步而出 见到张和就到 静裔呀 你来就来吧 还唬我什么中山世子 狮子 岂能来我这小门小户 张和笑着没说话 而是往旁边一站 献出流志 袁浩先生 本世子有理了 天风首先注意到的是点尾 就点尾这模样 到哪里都是焦点 然后才注意到刘志 天风急忙还礼 草民不敢受啊 却没有把刘志 往里面让的意思 刘志也没在意 直接开门见山 刘志久闻先生大名 今番 得俊义将军之意 从中山赶来聚路 还请先生出山 为刘志主部 助刘志治理中山 希望先生 不要以中山国小而推辞 天风心动吗 怦然心动 中山世子的主部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世子的秘书 这罐小得了吗 只不过 这个秘书 比后世的秘书 权力大很多倍 天风一直不得志 听闻刘志之言 哪能不心动 可是天风 属于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连续两次仕途失利 对刘志抱有戒心 天风道 世子严重啊 天风学识粗浅 只怕难当此大人 请世子另选高明 天风不受 刘志道 先生心意 本世子明白 先生唯恐载头庸才 人生不过区区几十载 却是耽误不起 先生耽误不起 刘志也耽误不起 中山国几十万百姓 也耽误不起 先生请前往中山助我 您是助我 实际则是为了中山几十万百姓 先生若有才 岂可窝居于此 十年寒窗苦读 先生就为了在这里了却余生吗 先生若心中有百姓 就随我去中山 尽先生心中所学 造福百姓 轻视流明 也不往来人世间走一趟 先生以为如何呢 田风长叹一声 田风空有报国之志 奈何无用武之地 奈何 先生若肯屈尊 刘志愿以中山长使之职 托于先生 田风终于动容 田风不敢 田风不惨 愿于世子奔赴中山 刘志大喜 刘志得先生 如同鱿鱼得水 田风急忙推辞 刘志送上所带的礼物 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田风当即答应 即刻随刘志前往中山 刘志和田风高兴 可最开心的 莫过于张和了 刘志的作为 也让张和余有容颜 田风请到 刘志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张和 同时对张和危险招揽之心 却没有明说 这就让张和更加感谢 田风收拾东西 与刘志奔赴中山 还在路上 刘志遇上了 从中山赶来的信差 铁饼世子 大王有机令 机令 刘志吓得一机令 自己不在的这些日子 中山国又出了事情 急忙道 快拿来我看 信差取出书信尘上 刘志展开关桥 却是半赏无语 田风躬身道 世子 大王有何事 田风可以知否 刘志将书信递给田风 田风双手接过 展开关桥 陛下驾崩 汉灵帝刘洪 生于冀州河坚国 汉张帝刘达的玄孙 永康元年十二月 汉桓帝刘志逝世后 刘洪被外戚斗士 挑选为皇位继承人 于建宁圆月正月即位 刘洪在位期间 大部分时间实行党固 及宦官执政 又设置西元 巧立明目搜刮钱财 甚至买官欲绝 用于自己享乐 在位晚期 爆发了黄金起义 而梁州等地 也陷入了持续混乱之中 中平六年 也就是公元189年五月 刘洪去世 适号孝陵皇帝 葬于文陵 陵帝驾崩 作为宗亲的牧王 必须去裸阳奔丧 沐王命刘智 立即赶回中山无极 主持中山大事 天风急忙双手 乘与刘智 世子节哀 刘智轻轻叹息一声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元昊 我等速速赶往无极 父王只怕是 已经启程奔赴洛阳了 诺 臣遵旨 刘智向张和道 俊义将军 刘智本想与将军 多多盘缓些日子 看来实不与我 刘智要赶回无极 俊义将军 最好立即回军营 张和不知道 出了什么事 就有些发愣 刘智向田风 微微点头 田风这才在张和 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张和也不禁脸色大变 皇帝驾崩 这可是大事 自己必须立即 赶回军营待命 张和向刘智抱拳拱手 如此 张和向世子告辞 刘智还礼 俊义将军 他日若有可能 刘智希望能在中山 与将军回首 张和感激得重重点头 世子大恩 张和谨记 张和向点尾一抱拳 点大哥 保重 小弟告辞 点尾忙道 哦 慢走 希望兄弟早早来中山 我们兄弟把酒云欢 张和就一个字 好 与张和分手 刘智一行人 快马加鞭赶往中山无极 中山国早已戒备森严 大将武安国奉命 在边界等候刘智 见到刘智赶回 武安国急忙上前行礼 将军便礼 刘智一挥手 中山国可否安稳 启禀世子 中山平静如初 只是贼寇黑山军这些日子 有往我中山运动的迹象 严梁将军已经命刑道荣将军 在这一方向领兵一万 防止不测 哼 黑山贼 早晚收拾了这伙贼寇 黄金起义失败后 内部发生内讧 长山人张燕与中山 长山 赵俊 上党 河内等珠山谷的寇贼 互相交通 众志百万 号曰黑山贼 黑山则位于太行山脉的南端 故史书称之为黑山军 刘志向武安国道 安国将军 这是我请来的骑士 田丰田元昊 希望你等以后多多亲近 哦 田丰先生 久仰大名 武安国一愣之后 急忙向田丰行礼 田丰忙还礼 安国将军 我们又是同僚了 看来两人认识 刘志就安心不少 本来刘志给田丰的位置是主部 但是仔细考虑 不如一步到位 任命田丰为长使 以田丰之才 致力一个小小的中山国 自然首到请来 既然费力将之请来 若是不能让其发挥作用 岂不是浪费 而且 当日自己说出长使职位之后 田丰动容 就说明田丰很在意这个位置 不如一并给他就是 田丰并不知道 刘志具体会给自己什么官职 此时听闻确实是长使 田丰就喜出望外 灵地驾崩 随之而来的就是天下大乱 袁绍入驻渤海郡 与冀州慕含富争夺冀州的主导权 中山想置身事外 绝对不可能 留给中山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 这才是田丰一步上位的主要推动力 在争夺冀州的这盘棋中 文有田丰 无有点尾延梁 就算不能胜 至少不会让两墙吞掉 而且 距离中山不远的幽州 还有一半 公孙赞 中山国的富裕 必定会让这些人来争夺 实不我待呀 这一刻 刘志强烈思念战神赵子龙 不知道这位仁兄是否武功大成啊 若有赵云来住 记州争霸赛州 自己不能胜出 也会成为一级 现在 未免实力有些薄弱 这就是中山国若思良将 武神子龙在何方 第四十二章 很穷的中山国 闲话扯过 刘志一行人快速进入乌鸡 直奔狮子府门前 已经早有人禀报 真是三女得志 真托没有来接刘志 真将和真道已经等候在门前 见到刘志风尘仆仆地赶回 真道的大眼睛就有些红 狮子辛苦了 看着宛如怒放玫瑰一般的真道 刘志心里就很平静 家里有如此美人等候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狮子安好 真将轻声说 相比一身火红的真道 一身素衣的真浆 更像出尘的莲花 刘志将所有的不安都压到心底 笑道 大姐三妹好 怎么不见二姐呢 真道哼了一声 二姐生气呢 他不来迎接世子 刘志笑道 好 那咱们就去拜见二姐 然后道 大姐三妹 这位就是我请来的中山长使 田风先生 田风那可是人精 怎么看不出其中的猫腻 世子未婚 这等天香国色的美人 岂不正是世子妃的人选 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妃 田风连忙上前行礼 田风拜见小姐 两女急忙还礼 这可是世子千里迢迢请回来的大才 大才是不是不清楚 反正世子说是 真道大大的眼睛 在田风身上滴溜溜地转了几圈 这才回到刘志身上 刘志道 云浩 你先在世子府住一晚 带我正式任命你为中山长使 然后正式上任 陈田风遵命 刘志赶回 严良等文武官员急忙赶来拜见 刘志正式把田风介绍给众人 田风可是冀州名人 中山上下能不知道吗 看到世子真的将田风请来 心里有问题的 就把自己的心思藏起来 省得被田风看出来收拾自己 田风此人眼里可容不得沙子 事业 世子府百雁 为田风接风洗尘 刘志正式任命田风为长使 明日走马上任 宴会之后 刘志将严良 邢道荣 武安国田风留下 说道 道荣 黑山贼那边有何动静 启禀世子 黑山贼手张燕 聚集了大约十几万人 向我唐县一带靠拢 现在末将已经派出治侯严密注视 中山国下辖无极 安西 汉昌等十余个城市 人口六十几万 经济发达 绝对的国富明强 刘志道 黑山贼可有动向 暂时还没有 刘志思索了一阵 才向田风道 元昊 你怎么看 田风起身行礼 世子 诸位将军 田风看来 黑山贼取唐县的希望不大 我中山国 虽然国富明强 但是 所辖诸城 还是有差距 唐县 无疑可拍在 倒数三名之内 黑山贼 聚集十数万周 向唐县进攻 所得 能否与付出达到平衡 若不能均衡 黑山贼 必会分赃不均 引发内讧 黑山贼手张燕 是个人才 他不会允许 这等情况出现 现在 与唐县 竟在咫尺的望独 却是我中山 前三甲的富城 望独财富 才是让黑山贼 垂涎三尺的宝物 所以 田丰以为 黑山贼 如果想入境中山 必去望独 刘志点点头 道容 你明白了吗 望独可曾派人过去侦查 行道容挠挠头 世子 末将还没有派人过去 严良就瞪眼珠子 刘志摆摆手 不要着急 两军对垒 谁着急谁上火 谁就失败 道容辛苦一些 连夜赶回军营 向望独派出赤猴 必须立即查明 黑山贼动向 唐县和望独的百姓 都属于中山国子民 绝对不可为 黑山贼践踏 诺 末将这就赶过去布置 刘志点头 道容 黑山贼人多事大 是他们的优势 同样 人多目标就大 只要留心就会发现 记住 沉住气 我相信你的能力 行道容心里一热 王道 世子放心 末将一定全力以赴 田丰在刘志身上 感觉到一种气势 大将风度 这种气势与刘志的年纪 很不符合 也让田丰感觉 也许这一次出山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刘志向田丰道 元昊 中山国本忧杨洁一手把制 具体什么情况 本世子也是刚刚掌握 所以你尖头的担子很重 希望元昊 不要被压力压倒 田丰 公身行礼 陈田丰 愿伟世子 鞠躬尽瘁 刘志心说 这句话 不是后来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名言吗 怎么这就被田丰说出来了 大哥 你明天带上后礼 前往常山 带我去看看赵云兄长 诺 赵云的修炼怎么样了 赵云的修炼怎么样了呀 大乱将至 战神啊 你该闪亮登场了 第二日 田丰入住原来的国相府 正式成为了中山长使 总管中山事务 典尾带上刘志的亲笔信 赶往常山 正务交予田丰 军队交给炎梁 刘志所甩手掌柜 真道就好奇地问刘志 啊 狮子干什么呢 刘志笑咪咪地说 当然是陪我的三妹游山玩水了 真道先是满脸通红 然后又翘脸慢慢变得发白 咬着小嘴唇看着刘志 刘志好奇地说 尚儿这是何故 真道低下头 慢慢说道 狮子若是贪恋女色勿国 尚儿只能远离狮子 刘志一愣 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怪不得真士女留下那么大的名声 果然非寻常也 起身拉住真道一手 真道却是不情不愿地站在那里 动也不动 刘志道 嗨 逗你玩呢 我有我的事情要做 圣儿若是因为我忙于正事 没时间陪圣儿玩耍 可不能怪我 真道说 世子将政务军队都交与别人掌管 世子还能干什么呢 刘志不禁大笑 圣儿此言诧异 我是中山国世子兼国相 却不能事事轻功啊 否则我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我的任务是主持大局 给二哥言良 张始天风撑腰 我支持他们 他们才能全力以赴地管好军队和政务 真道御守微偏 似乎在用心思索 我不懂啊 刘志将他拉进怀中 摸着他的满头秀发 以后你就懂了 门口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 真道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蹭地一下跳起来就往外跑 真将慢吞吞地走进来 向刘志行礼 世子 中山账目已经清理 请世子过目 多谢表姐 看到刘志过来 挣脱就走到一边 与刘志形成了壁垒分明的态势 但是刘志却发现这美人在偷看自己 就感到很有趣 也不点破 坐在桌前看着账本 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 一组组数字令刘志头晕 急忙眼眷 哎呀 大姐二姐 还是你们说我听吧 一看到数字我就头晕 挣脱粉唇轻动 刘志耳间听到挣脱在说 偷懒 刘志就黑黑笑 心说 不找个借口 怎么跟你们这些美人打交道 刘志说 啊 二姐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挣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当然不能实话实说 这美人说 回禀世子 我在说中山国府库 有钱比二十五亿 二十五亿 太少 争承脱恶然 太少 世子知道二十五亿是多少吗 刘志摇摇摇头 二姐 我给你算笔账 你就知道二十五亿钱是多还是少 一把普通军用刀八百钱 士兵甲位七千钱 一名士兵一年的薪金八千钱 还要加上士兵一年的消耗 中山有兵五万 一年的军费是多少 除此之外 中山国上下各级官员 一年的俸禄和各种开销 二十五亿钱多吗 挣脱低下头仔细算了算 然后慢慢点头 这样算来 二十五亿确实不多 然后这美人神情一景 世子不会打算提高付税吧 不足取 黄金贼为何能席卷大汉 就是因为各地付税太重 官逼明返 真江吓得脸色大变 扑上来就捂住刘志的嘴唇 我的祖宗 这句话可不能说 会被抄家灭族的 家人在怀 嘴唇上娇嫩柔软 刘志很是享受 顺手就搂住了真江的蛮腰 轻轻将真江的玉手拿开 不能家父 所以我才请两位姐姐 为我开源节流啊 真江被刘志搂住 不由得娇躯一消 但是真脱在一边 这美人哪里敢与刘志这般清静 急忙想睁开 却是被刘志紧紧搂住 动弹不得 引得真江又羞又气 小声道 有人哪 快放手 那没人的时候行不行啊 我想表姐想了很久了 呸 修极的真江就给刘志 来了一记九阴神找 这才得以脱身 马上就有多远躲多远 整理一下心情 这美人正色道 世子 大逆不到的话 我们没听到 也请世子以后不要再讲 真脱道 看源节流 节流起不到大作用 需要在看源上做文章 真是与塞外各族 一直有生意来往 世子可以与一族做生意啊 将他们的牛马羊 运到中原牟利 他们那里牛羊皮 卖不掉 只能当柴少 如果世子能提供安全保证 我想 真是会很愿意 与世子联手 这叫什么 这就叫潮里有人好做官啊 真脱一直帮真家主力财物 对这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 此时随口道来 就让刘志头疼的事 迎来了新的曙光 第四十三章 难斗的真脱 与一族做生意 这是一件谋取暴力的事情 但是 这门生意可不好做 既要小心一族忽然翻脸 人才两空 也要防止一路上的各路山待望 所以 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支撑 还有一路上的大汉关卡 也需要打点 如有中山国相的文书 最少不会有人刁难 刘志的 真是是不是与杨洁有生意上的来往 针脱咬着粉唇不说话 针江的 世子 针是在中山立足 必须要与中山国上下搞好关系 看到刘志没反应 针江的小心杆就有些扑腾 眼前这位可已经不是当年任人摆布的小小少年了 而是手握中山大权的世子兼国相 针江急忙道 世子 账本还没有说完 世子还要不要听啊 语气中就带了几分撒娇的一位 刘志叹口气 唉 都过去了 说吧 针江也松口气 刘志真要抓住这件事不放 真是除非搬出中山 针江不等针脱说话 已经到 出去中山府库之外 查查杨洁的府邸 一共查到钱币五亿钱 黄金三百金 白银五千金 另有凌罗绸缎各色珍宝 共计一百余箱 这些东西不好估值啊 只有请世子自己去看 粮食共计三百万弹 生铁五十万斤 食盐五万弹 刘志说 终于听到一些好消息 五万弹食盐 中山上下六十万人 得吃多少年啊 看到真江有些 回避自己的目光 刘志一拍头 不会是杨洁与珍氏勾结在一起 贩卖私盐吧 在古代 盐是非常重要的 清朝以前最重要的是铁 而盐和铁 是处于同等地位 盐与铁 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府 实施专卖 为了打击富商大股 增加财政收入 而实行的 对盐和铁的 垄断经营政策 其是于春秋时期 习国管仲提出的 官山海政策 集对盐和铁 一起实行专卖 勤商鞅变法 控制山泽之力 也实行盐铁专卖 当时的山海之产 主要是盐铁 官府垄断经营 余税余价 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 又感觉不到征税 汉初开放民营 使经营盐铁的商人 复辟王侯 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 和对商人 补助公家之急的反感 在桑红阳的主持下 龙铁盐 将盐铁的经营 收归官府 实行专卖 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 分别设盐官和铁官 进行管理 盐专卖 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 由盐民生产 官府定价收购 并且由官府运输和销售 铁砖卖 采取官府铜管铁矿采决 钢铁冶链 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关键 只看珍江的神情 刘志就知道自己说对了 刘志冷着脸道 珍氏难道不清楚 贩卖私言乃是重罪 这回换珍江咬着粉唇不说话 珍托淡淡地说 回禀狮子 狮子说得很对 贩卖私言属于重罪 珍氏只是从杨洁那里购卖食言 有罪的是杨洁 杨洁已经被狮子处置 珍江急忙拉了妹妹一把 珍托却是倔强地上前一步 刘志哑然 珍托说得没错 珍氏只是从杨洁那里购买食言 有罪的是杨洁 与珍氏何干 刘志摁了一声 很好 看来本世子 要在中山地区内严厉打击 贩卖私言的商贩了 抓住一个处置一个 严惩不大 珍江笑一笑 世子 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好不好 咱们先说说 与一族做生意的事情好不好 二妹 你快跟世子交流一番 珍托的 忘记了 珍托这小脾气还真够近 我随便说一说不行啊 难道你还真想让我来珍的 气急我 信不信把你们珍家给抄了 刘志就瞪着珍托 珍托毫不示弱地瞪回来 两人就这样 你看我 我看你 相互瞪着对方 哎呦喂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斗鸡吗 世子 你把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 没见过二姐啊 想看二姐也没必要 把眼睛瞪这么大吧 真到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看到两人的样子 不经打趣道 刘志就感觉脸上有些善善的 珍家急忙把真道拉到一边 耳提面兽 真道不禁扑哧一声娇笑 我当时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些盐巴吗 世子有门路弄来便宜的盐巴 我们何必做世子眼中的奸商 世子 又想挣钱 又想当圣人 可没那好事 刘志就有些无语 挠挠头 好吧 我不管这些了 我认钱行不行 真拖道 对不起啊 真是干不了这事 受累不讨好不说 哪一天某人心里一不高兴 给真是扣上一顶大帽子 把真是全家抄斩 真是去哪里说理啊 真道和真将就看着刘志 神情很明白 你惹的祸 自己收拾 刘志心说 哎呦 你个小丫头 怎么这么倔 我只不过一说而已 你还当真 我是主政者 当然不能鼓励贩卖私盐吧 刘志很干脆地点头 嗯 这个问题很好 本世子这就智慧掌使一声 自今日起 中山所有的盐商全部取缔 所有盐全部充公 都由中山盐铁官衙门独家买卖 本世子亲任盐铁官 谁人再敢私自贩卖盐 一律充军发配 财产充公 真将和真道 固然听得目瞪口呆 真托也有些傻眼 真托跟刘志叫板 有小女生的不开心在里面 那意思很明确 你来哄哄我 然后就是对刘志有怨恨 两下一接洽 真托发作了 没想到刘志更狠 刘志说到这里 住口不语 眼珠子瞪得溜员 只看真托 看到真托的小脸 由紧绷变成惊恶 然后变成愤怒 再变成冷峻 然后变成雷雨雨天 刘志立即说道 鉴于本世子公务繁忙 就由真是女真托 勉为其难地担任这个严铁官吧 不过没有官印 没有官服 没有俸禄 请我二表姐愿意否 真托的眼泪终于落下来 速手一舞翘脸 哭了 刘志无奈地双手一摊 大姐三妹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喜极而泣啊 真道做了一个被你气死的表情 然后推着刘志往外走 狮子行行好 我们惹不起你行不行 你先去外面溜达一圈再回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刘志推出门外 不知道真将和真道 怎么说服的真托 刘志在见到真托的时候 这美人已经平静 只是在看刘志的时候 目光中就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跟刘志交流的时候 这美人少了几分灵力 多了几分柔和 灵地驾崩 紧跟着少帝登基 数月之后 少帝被全臣董卓废除 十八路诸侯罚董卓之后 天下群雄并起 所以未来最值钱的 不是金银珠宝 而是粮食 战马 兵器和人 这一点 刘志和真士女取得了一致意见 虽然真士女不知道大乱将至 但是什么时候 这四样都属于战略物资 所以 真士支持刘志的观点 大家意见取得一致之后 下一步就好办 然后刘志将田锋请来议事 商量与一族贸易的事情 这一点 田锋这个大财很支持 很快就领悟了 很快就领悟了刘志的意图 然后 由田锋这个新任长使 去跟真士的掌门人真眼 商议具体事宜 真士与一族贸易 各个方面都已经熟门熟路 唯一的缺憾就是安全 真士虽然有自己的保镖队 但是大汉的土地上组成军队行走 你不要命了 而且保镖就是保镖 与真正的军队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这就是真士要与杨洁联手的原因 最后 田锋与真眼商议完毕 定下盟约 由中山国提供安全保证 真士负责交易 双方共同出资 刘志道 袁浩 你需与真眼说明 我只要牛羊马 其余全部归真士 田锋这回却是一头雾水 世子这是何意啊 臣不明白 刘志道 我军若能组成数万骑兵 战斗力将会称雄济州 肥牛可作耕田之用 会大大提高耕种收割的速度 绵羊即可提供美味羊肉 羊皮也可制成皮袄给士兵预寒 这是一举数得之事 什么珍宝都比不上 田锋向着刘志身诗一礼 世子眼光深远 田锋佩服 刘志哈哈一笑 嗨 袁浩言过 袁浩 这些事情定下来之后 你速速发出招贤榜文 广招天下贤士 为中山所用 田锋道 诺 陈这就去办 还有 招纳新兵 他们的作用是跟中 却不要上战场 待遇嘛 与士兵同等 等牛和马运回来之后 即可进行啃花 争取 明年做到士兵之粮可自给自足 田锋终于动容 这绝对是大事啊 有道是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打仗 打的就是后勤 千古依然 田锋对刘志的佩服 又加深了一份 臣遵命 一切交代清楚 刘志开始完命修炼 争取在百日之内完成筑击 筑击完成之后 自己虽然不比 典位严良这等猛将 行道容武安国这等三流武将 自己应该可以与之并肩了 最主要的是 筑击完成之后 自己的修炼就上到快车道 如果自己能有典位赵云 甚至吕布的本领 天下舍我其谁 打铁还得自身印 尤其是在乱世 君不见 温侯吕布就凭借坐下马 掌中己 杀出一片天下吗 要不是吕布鱼目脑袋 没有听陈公之言 说不定 未来三分天下 会变成四方称雄 想起吕布 刘志就想起了吕布的第一智囊 陈公 要是能把陈公招指挥下 自己的力量就会大上许多 可惜啊 现在的中山国不过是一个郡国 容不下这些大菩萨 努力吧 这就是中山国弱奋发强 金招弱猫明招朗 第四十四章 黑山贼来袭 一个月后 正在玩命修炼的刘志 等来了典尾 典尾带回来了赵云的亲底信 信中赵云说得很恳切 延到自己修炼已到关键时刻 功成必定去中山报道 武功大成的赵云有多厉害 不必多加描述 一旅二赵三点尾 已经说得清楚明白 接到了赵云的亲笔信 刘志也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赵云这员虎将 绝对不能送给刘大耳朵 灵帝驾崩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全国 穆王必须要在京城待祖百日 待灵帝国葬之后 才能回转 刘帝下令 让严良提高警惕 灵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各地的叛贼们 必定会有动静 尤其是一只情况不明的 黑山贼张燕 必须严阵一带 谁若麻痹大意 误了大事 杀无赦 这是刘志下达的 最严酷的一道命令 就让中山国上下 有草木皆兵之感 世子 你天天躲在屋子里 也不出门 不会憋坏了吧 总算看到刘志路头 最开心的 就是小美人真到了 这美人拉住刘志的衣袖 粉嫩的小嘴巴 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刘志就有怠慢美人的内疚感 但没辙 美人虽好 你必须有保住美人的本事 否则只能是净花水月 善儿 我的修炼正到关键时刻 不能陪你玩耍了 大姐呢 没陪你一起玩吗 真道撅着小嘴说 没有呢 大金刚二姐天天就是理账算账 无聊死了 世子 你陪我玩好不好 故所愿啊 不能唯一 刘志想了一下 哎 善儿 给你找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什么呀 真道一脸兴致勃勃 世子府 侍女众多 善儿把她们都练成女兵吧 哎呦喂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好玩的事情呢 真道雀跃 拉着刘志的衣袖 小姑娘一脸不舍 世子 你要乖乖的 没有侍女侍奉 世子不会不习惯吧 要不我把大姐二姐喊来 让他们分一个人照顾世子 有道是最难销售美人恩 真道情真 惹得刘志一把将真道娇嫩的胶体抱住 哄吻相纯 真道也是出肠滋味 也喜欢上了这个活动 很快就与刘志吻得难解难分 抱 启禀世子 山贼张燕向妄独发动进钩 一声战报 刘志不得不从苦修中出关 元昊 具体什么情况 刘志接过真将递来的热手精擦把脸 一边向田峰问道 真将虽然没有像侍女一般日夜照顾刘志 却是每天都要抽时间来看刘志 千金大小姐放下架子照顾人 死中的情形是怎样 刘志好几次都不想修炼了 想修人 田峰道 世子 张燕率大军三万 齐袭旺都 他先是用七八万流明做掩护 让行道龙将军以为黑山贼想进攻唐县 然后日夜兼程进攻旺都 若不是旺都令高揽发现及时 率领牙役兵勇死守旺都 旺都已经落入贼手 谁谁谁 刘志有些晕 睁大眼睛看着田峰 看得田峰的有些奇怪了 刘志回神 说道 元昊说旺都令是谁 田峰道 旺都令乃是高揽 刘志点点头 元昊 我曾经听人说过 有个叫高焕的武功高强 不知道与这高揽是什么关系 田峰笑道 是自有所不知 高揽又名高患 原来如此 刘志道 下令封高揽为游击将军 旺都令由高揽推去人选 田峰一呆 然后道 诺 此时高揽名声不写 就算是田峰也不识此人 若是刘志不发现 在几年之后 高揽就会名声大振 袁绍麾下重将 有一柱四庭 一柱名叫韩蒙 四庭是炎梁文丑 张和和高揽 其他还有纯于穷 屈翼都有万夫不当之友 可惜 袁大老板太窝囊 空有这么多名将 最后却败给了曹阿满 令人不免叹息 闲话扯过 现在只说高揽 刘志没想到 高揽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要不是这回张燕 进攻望都 自己还不知道 这么一员猛将就在中山 实在是天助我也 高兴过后 刘志没闲着 命炎梁为将 田锋为军师 火速出兵望城 刘志将炎梁招来 说 二哥 你虽然勇冠三军 但是谋略却有些差池 所以小弟将袁浩 派给你为军师 两军阵前 二哥直管打仗 调度之事 全凭袁浩作主 二哥 许谨记 此言一出 田锋高兴 炎梁就有些不高兴 刘志什么眼神 立即看出了炎梁不高兴 说道 二哥许谨记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韩信虽然用兵如神 两军阵前起刀兵 却不是项羽的义和之将 到最后 项羽却死于韩信之手 二哥就是我的项羽 袁浩就是我的韩信 你们组合在一起 就是兵圣孙武 田锋急忙跪倒 炎梁的冷汗也下来了 辽一金跪倒 末将 必定谨尊世子将领 如有所为 敢受军阀 刘志扶起炎梁 一手抓住田锋 你我同心 虽沧海可变良田 臣等 必定追随世子脚步 炎梁勇猛 但是计谋有所欠缺 此战的规模 虽然不算什么 但是 张燕可不是简单人物 刘志不得不防 自己就这点家底 哪一个没了 都是自己巨大的损失 张燕 原名楚燕 黄金起义爆发 楚燕聚集了一帮少年为强盗 中平二年 与柏林人张牛角 合兵一处 进兵攻打影桃 张牛角 被刘剑射中 身受重伤 临死之前 命令尊奉楚燕为首领 张牛角死后 众人一起拥戴楚燕为首领 于是 楚燕改姓张 换作张燕 张燕 因身轻如燕 又骄勇善战 所以军中都称他为飞燕 后来张燕的部队不断壮大 与长山 中山等地的叛匪互相联络 叛匪中的头领 孙青 王当等人 都带着部众 归附到张燕会下 张燕部众 发展到了近百万人 号称黑山军 这样一位人物 刘志感觉必须小心 中山总共五万人马 张燕号称有百万黑山军 一个完不好 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难不成 自己最后学留大耳朵 漂泊半生 方有立足之地 严良和田丰离去 发兵妄渡 刘志却是喜极 真强不禁轻轻掩住小嘴 严良将军和田丰长使 若是看到此时的世子 会不会以为在做梦啊 这还是适才严肃的世子爷吗 刘志哈哈大笑 大表姐有所不知 我这是喜极 我又得意猛将了 说完猛地抱住 真将芳香四溢的郊区 在真将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狠狠地稳住了 真将美丽的香唇 真将不禁精修交集 想出声斥责 却是欲口一起 直接把刘志这个大贼放了进来 被捉住粉嫩香舌一阵疯狂 真将何时有这经历啊 一阵眩晕之后就迷失了自己 狮子放开我 真将俏脸仗得通红地说 刘志审视着真将美丽的娇言 看得真将不敢直视刘志 忽然感觉刘志又在向自己逼近 正要开口 却是粉唇一凉 又落入了魔口之中 这一次 真将没再挣扎 自己留在世子府为了什么 想当年 凭什么刘志一个口信 就能把自己喊到世子府 世人只看自己在世子府来去自如 其中的奥秘谁知道呢 这一刻 一切都不重要了 一切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执欲窒息时 才结束着一跨越历史的一吻 真将将御守藏入刘志的怀中 刘志拥着真将 闻着真将的芳香 感到全身充满力量 梁九 真将悠悠地说 世子打算将真侍女 全纳入宫中不成 刘志的 有何不可 我为中山世子 以后是中山国主 正妃侧妃有多少 我说了算 真将叹息一声 世子 你怎么变化就这样大呢 昔日 家父尚在时 大王曾打算将真侍女纳入世子后宫 可惜 世子难入家父之眼 最后不敢有违大王令 才将妩媚许配给世子 谁料想一朝醒来天下变 真将都不敢相信呢 真将悠悠之言 却把刘志吓出一身冷汗 自家人之自家事 前世的刘志已去 现在是今朝刘志 这个秘密 要是被人知道 会不会把自己当妖精 刘志就在真将耳边 情深地说 当日看到奸向杨洁 欲对表姐行不轨之事 我就感觉一股无名火 直冲顶梁门 全身上下 就跟药炸了一样 也许这就是 冲冠一怒魏红元 是表姐激起了我潜在的力量 让我一息之间成长起来 所以 我一定要把表姐娶回家 没有表姐 万一我又失去前进的动力 回到了从前 可是表姐的罪过 嘴唇上一阵香嫩柔软 真将御手 轻轻掩住刘志的嘴巴 真将被刘志的情话 说得泪眼迷离 以至于 刘志再次亲吻 他美丽香甜的粉唇时 真将主动地愈口清洗 将刘志这个大贼放进来 狮子 千万不能变回去 这样的狮子最好 刘志再一次痛恨 这个该死的筑迹 眼看着真将情动 自己却不敢真的销魂 哎 忍住吧 忍到那一天 老子连本带立全追回来 得到真将芳心的刘志 刘志精神抖擞 田风和炎梁出征妄渡 刘志就不能再做甩手掌柜了 白天必须坐镇处理公务 修炼只能推到晚上 第四十五章 战黑山军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刘志先派粮 然后是各种军需 这是刘志掌中山大权以来的第一战 虽然相信以炎梁填锋之才输不了此阵 但是谜底未揭开前 谁都忐忑 刘志下达国项令 全员备战 中山国总兵力不过五万 加上料化带来的兵和王公护卫 总兵力也没超过六万 面对号称百万的黑山军 不紧张是假的 放下这里积极备战不提 单说炎梁和田锋 这一战对于二将来讲也至关重要 这是他们两个的第一战 如果不能打得干净漂亮 怎么面对对自己记忆厚望的世子流志呢 所以二将的压力也很大 将军 黑山贼使大 我们不能跟他们纠缠 田锋以为应该先以强弓硬弩射击 射杀黑山贼的瑞奇 然后骑兵突进 斩杀对方大将 让其群龙无首 不战而败 最后捕兵跟进 一举将之溃败 将军看可好 田锋斟酌之后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炎梁大手一挥 军师 黑山贼不过三万 我们一共带去的士兵就三万 加上行道龙那里的一万兵马 四万兵马 对付区区三万黑山贼 还需这么费事 以某家看 一拥而上就是 不妥 炎银峰笑着拒绝 将军可能忘记了 我中山国总共有这些军队 而黑山贼有百万之中 上来就硬碰硬 后面的黑山贼怎么对付 我军应该以最小的代价 取得最大的成果才是 炎梁愣了一下 哈哈一笑 某家忘记了 就只想着怎么对付 旺都的黑山贼 忘记后面还有一条大蛇 还是军师想的周圈 九一军师 简短节说 数日之后 二人就到达旺都 看到旺都城头 依旧飘扬着中山的极致 二人就放下心了 扎下大营 炎梁道 军师 某家去骂战 与黑山贼站上一阵再说 军师在后面准备就是 好 将军多小心 哎 料也无妨 炎梁点起五千军兵 三声炮响就杀成 来到黑山军大营前 炎梁鹤一声 来人 骂朕 把黑山军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 川门管骂朕的士兵就一咧嘴 听说 把人家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 将军 你打了过人 还打了过鬼吗 无用把对方祖宗八代喊出来 只一开骂 黑山军大营中就有了动静 炮声一响 杀出已少人吗 门起左右一分 杀出已强 铁盔铁甲手提大刀 来到两军阵前带住坐下 大刀一遍 何人前来送死 报名来战 炎梁打量一下这个黑山贼 看看他的刀 再看看自己的刀 他说 就你这二两镜也想冲刺哈 都说锤棍之将不可立地 其实用刀的一样属于一力详实会的猛将 力量小了 大刀挥舞不堪 没两下就会被敌军斩杀 所以用刀的一样属于力大者 炎梁一横大刀 某中山镇殿将军炎梁 你是何人 对方大嘴一咧 炎梁 没听说过 行道容都被老子打得不敢应战 你算什么东西 快快下马受死 某一毒赏你个全尸 炎梁给气乐了 小配 接某一刀 河上板门刀抡起 一个立劈华山照着鱼独顶梁门便劈 鱼独也没含糊 一横掌中刀 喊了一声 开 一个举火烧天 往外就崩 耳轮中就听得一声大响 河上板门刀狠狠劈重刀杆 劈得火星四射 震得鱼独膀子发麻 吓得鱼独大叫一声 好厉害的阵殿将军 把马就跑 哼 能叫你跑了 炎梁冷笑一声催马 紧紧追赶 猛人间就看到鱼独马上一回身 招 哭的一声 一个乌溜溜 黑了巴基的东西 直奔炎梁的面门打了 炎梁大惊 急忙用了一个铁板桥 上半身猛地往后一躺 哭的一声 一柄流星锤从眼前飞过 又在流星锤飞过的瞬间 炎梁一伸手 啪的一声 就把流星锤的链子给抓住 顺手一转一甩 流星锤的另一段 在鱼独手中 炎梁这猛力一转 鱼独的乐子可就大了 差点把鱼独给带出去 鱼独急忙运进往回转 流星锤的链子长了 这一转 流星锤一打回旋 就掺住了鱼独 炎梁坐起身 看此情景 不禁哈哈大声 吹猛上前 大刀抡起 当头披 雪光崩陷 鱼独死于非命 无足战马落光而 炎梁窃回战马 大刀女 喂 派个像样子出来受死 这样的久能犯贷 就不要派出来丢人显言了 黑山君败回大营 张燕得胖 很是吃惊 鱼独虽然不撒地 但是也不可能三下五除二就被杀死 炎梁 没听过呀 张燕喝一声 被马抬刀 某家要会一会这个镇殿将军 炎梁正在讨敌骂镇 猛听的黑山君大营内三声炮响 迎门大开 吹出一哨人马 又看见这些黑山贼 一个个气宇轩昂 精气神十足 跟刚才那一对绝然不同 炎梁心说 政府来了 门棋分左右 奔出一个五花 马上端坐一人 四方脸 白净的脸庞 不像山贼 刀像是附加园外 张燕来到两军阵前 上下打量炎梁 心中暗暗喝彩 好一员威猛武将 炎梁大刀也 鸿鸣在战 张燕等 张燕 炎梁哈哈一笑 就是你了 宰了你的人头请光 看刀 追马轮刀直取张燕 张燕也不含糊 规刀招架 二将又站在一处 大半四五十个回合 不分胜处 田锋一剑 喝道 雷骨 诸威 中山军这边战鼓一响 黑山军那边不乐意了 就你们有鼓啊 我们也有 敲 为取帅助威 两边战鼓开敲 那叫一个激励 当真是战鼓惊天性 将军胆气好 刀来刀又往 谁为刀中雄 两人大战了七八十个回合 张燕招架不住了 虚晃一刀败走 炎梁哪里可以的 大喝一声催马 这一回炎梁多长了个心眼 可不能像刚才那样被鱼毒偷袭 再被偷袭一次 还不够丢人的 果不其然 张燕挂刀摘弓 冷不丁的再马上一回身 张弓搭剑 对准炎梁就是一刀 炎梁黑黑冷笑 哼 早就防着你们呢 这群鸡鸣狗盗之辈 炎梁一侧身 这只剑就射空了 炎梁催了 一剑无功 张燕不敢再战 急忙退回大营 营门紧闭 高挂面战盘 任凭炎梁怎么叫嘛 就是不出战 张燕败回营中 仲将围上来 徐帅 炎梁如此厉害 我们该怎么办 张燕道 无妨 凌枪一朵暗箭难防 中山军远道而来 必定非常疲惫 今夜我等前去偷营结战 杀他个落花流水 仲将喜道 徐帅好计谋啊 一耕天 黑山军马去鸾铃 悄悄出了大营 直奔中山军大营而去 只见中山大营静悄悄的 已经陷入了沉睡之中 守门的士兵正已在门边打盹 张燕暗喜 天主我爷 诛杀这支军队 中山国再无兵马可判 某可先去旺都 再去无疾 听闻真是女天香国色 正好可为徐帅夫人 哈哈 张燕一挥手 黑山军就往中山军大营冲过去 张燕一挥大刀 手起刀落 就把守门的士兵砍翻在地 呐喊一声傻僵兴趣 张燕归马直奔中心 来人 将里面的中山国大官拖出来 张燕大吼 再有士兵冲进去 但是空手而归 西顶区帅 里面没人 啊 没人 西顶区帅 其他营帐中也没人 上当了 快撤 不 四下战鼓声隆隆响起 寒沙声正耳欲聋 不要跑了黑山贼 活捉张燕 寺外出现无数中山军 冲出去 张燕大客 一马当先往前冲 就听一阵帮子响 紧跟着就听到啪啪啪 万简 黑山军冲上来 纯粹是当靶子 一排排的黑山军被射打 张燕正拼力厮杀 猛听前面一声大笑 哈哈哈哈 黑山贼 你往哪里逃 火光中 献出一员大脚 头戴黄金盔 身穿荷叶脚 大红战袍 红滚裤 不是旁人 正是大将炎梁 一见炎梁拦路 张燕更加无形恋战 一催战马 斜插花 炎梁不仅没追 反而扯着嗓子一声吼 张燕死了 不仅炎梁一个人喊 炎梁身边所有人都齐声大喊 什么意思 就看见 被围住的黑山军无心在战 纷纷夺路而逃 被中山军趁势掩杀过来 黑山军死伤无数 逃不掉的 干脆举手投降 古提这边战况 单表张燕 好不容易杀出重围 一口气就往黑山军大营跑 还没跑到境前 就看到黑山军大营火光冲天 怎么回事 没等张燕弄明白 猛听一声炮影 从路边杀出一哨人 当前一员打了 黑山贼 哪里逃 张燕认得此人 要不是他死守望都 自己早就占领望都了 此人正是望都令高兰 张燕心说 你一个小小的望都令啊 玩人什么命 不过张燕知道高兰不好惹 否则望都也不会没打下来 所以张燕想都没想 拔马就跑了 高兰也不追 只是摇旗呐喊 吓张燕没命地逃 第四十六章 姐妹秘画 高兰怎么来了 炎梁回迎很是气闷 田风就笑道 将军不必气闷 今夜还有大战等着将军 炎梁一愣 大喜 军师此话怎讲 我惯张燕此人心内有锦绣 将军前去挑战 而且大胜两场 一般人一定会生出骄傲之心 而且 我军远道而来 为己休者 大胜之余 就会更加疏于防范 今夜正适和偷鹰结战 将军速速休息 待晚上大战 炎梁大喜 太好了 某家一定要让张燕来得去不得 田风道 今夜之战 只为消灭张燕这三万人马 外加夺取黑山军大营 黑夜之中 张燕若存心跑走 追赶不易 所以能杀之最好 可张燕若逃走 就随他而去 消灭黑山军主力 张燕将成不了气候 田风命人带着 刘志的命令和令箭 悄悄进入望都城 联系了行道容和高兰 先将高兰的任命颁布 而后制定晚上的行动 高兰忽然成了游击将军 就有种被天上掉馅饼砸中的感觉 行道容一把拍在高兰肩膀上 说道 小子 以后发达了 也不要忘记本将军啊 高兰盲道 将军乃是世子爱将 末将岂能相提并论 行道容不禁大笑 望都城中有兵马一万 田风下令 只要看到中山军大营火起 行道容就率领八千军兵 进攻黑山军大营 这是什么命令 行道容和高兰都没弄明白 但是这也不妨碍执行命令 高兰领兵两千 埋伏于黑山军和中山军的大营之间 只要张燕从中山军大营中逃出 就上前截杀 能抓住最好 抓不住也无妨 可绝对不能追 还是那句话 虽然不明白 但是不妨碍执行命令 一切都在田风的算计之内 张燕重拂 中山军大营火起 行道容立即率兵 进攻黑山军大营 黑山军措手不及 哪里想到 自己去偷袭别人 反过来敌军来偷袭自己 被杀得大败 张燕也被高揽截杀 落荒而逃 此战大胜 军师实在是高 严良说 只是一事不明 请军师指教 莫敢请将军开口 为何不追张燕 这个问题不仅是严良要问 行道容和高揽都想问 有大事穷口莫追 其次张燕若战死 百万黑山军是必定乱臣一团 再次成为流民 他们本是大汉百姓 杀之不忍 不杀又火乱一方 所以张燕不能死 活着的张燕好处更大 还有 我中山国土地肥沃 但是人口只有六十万 如果能把张燕这百万人招降 我中山国实力必将大增 世子乃大汉宗卿 未来的中山国主 张燕被我等打得狼狈 有朝一日 世子如果出面招降张燕 张燕岂有不祥之礼 燕梁行道荣和高揽三将 就两个字 服了 此战俘虏黑山军五千余人 解了妄都之围 击败黑山军主力 让黑山军短时间内 无力再入侵中山国 好啊 不错 袁浩干得真不错 刘志看完战报 不禁一拍桌子 吓得在一边礼仗的真将和真拖 娇躯一颤 真将微称道 世子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 真拖撇撇小嘴 世子这是昨晚做噩梦了吧 刘志哈哈一笑 嘿 两位表姐自己看吧 好消息啊 真将这就拿过战报 看了一遍 也不禁喜上眉梢 世子大喜啊 黑山贼被打跑不算 还俘虏了五千余人 世子打算怎么处置这些战俘 杀掉 刘志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引得挣脱花言一遍 这美人咬着粉唇说 世子 他们既然已经投降 就不该再杀 面对有伤天和 刘志笑道 既然二表姐给他们讲情 就饶他一命 全去给本世子种地 黑山贼种地 真拖不禁恶然 真将却已经眼纯娇笑 二妹 你上了世子的当了 世子早就给这些黑山贼 安排好了去路 开荒种地 要不然 世子买来那么多羹牛何用啊 真拖就气呼呼地看着刘志 背驰咬啊咬的 刘志故意说道 二表姐是不是打算咬我一口泄愤啊 真拖哼声道 你的肉很香吗 丧死了 本小姐才不咬 那二表姐咬谁 咬 呸 色狼 真拖忽然面红耳赤 衣袖一眼翘脸 起身就走 真将白了刘志一眼 急忙将妹妹拉住 二妹 狮子开玩笑呢 何必当真 真拖气鼓鼓地坐下 却不再看刘志一眼 刘志也不在意 给田风回信 命令高揽将俘虏全部押回来种地 田风和炎梁 行道容 帅君向黑山君押近 彻底将黑山君赶出中山国疆域 刘志低头奋笔集书 真拖却悄悄偷眼看刘志 这美人的神色有些迷茫 真将看在眼里 芳心之中却在叹息 只怕自己的五姐妹 真要全落到一人之手了 田风得到刘志书信 立即执行 高揽却很纳闷 真的不明白这个世子怎么会看上自己 不过高揽还是很高兴 能被一国世子看中 这是每一名将领的心愿 以前天天想 现在这等好事落到自己头上 高揽开心并且疑虑着 唯恐这只是南科一梦 数日后 高揽押送五千有余的俘虏 到达了中山无极 末将高揽 拜见世子 刘志起身来到高揽面前 亲手将这员虎将扶起 久闻将军大名 今日得见 刘志深感上仓 待刘志不薄 将军快快请起 简单一句话 简单一个动作 却让高揽 有视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这个时代 尊卑有序 刘志身为大汉宗亲 中山国世子 亲手扶起高揽 这个无名小卒 再加上这样一句话 高揽立即感到 全身充满了力量 高揽愿为世子马前卒 刘志笑着扶起高揽 上下打量 将军乃是刘志的 晴天拔玉柱 驾海紫金粮 做马前卒 喜不负了将军大财 何人为我纵马横刀 唯有高揽将军 世子 高揽感动得热泪盈眶 再一次败道 真是三美在后面看得清楚 真道在挣脱耳边嘀咕 二姐 世子骗人的本领越来越厉害了呢 连大男人都被世子骗得死死的 世子要成妖怪了呢 真脱白了一眼真道 我们家的三小姐都被骗得死死的 何况一个臭男人 真道俏脸生霞 二姐你说什么呢 身脱撇撇小嘴 敢做不敢承认的小丫头 高揽来归 刘志分外高兴 设宴为高揽接风洗尘 简简单单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把高揽这圆虎将的心拴住了 刘志就在琢磨 是不是等中山无事 自己来个大汉漫游 将这时候都还默默无闻的大将名士 都找来中山 随即刘志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这个时候还没到天下大乱之事 这些人物怎么会放着傅家翁的日子不过 来给别人当手下 自己就算成为中山劫王又如何 不过是小小的一个郡王而已 要是能成为一周之主 情况自然那又不一样 现在只能打一打几周名将的主意 河北一猛似停住 自己得到了高揽严凉 张河那边已经联系上 需要一个契机 那么文丑和韩蒙呢 想到这里 刘志不禁咧嘴一乐 嘿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成了原大老板 五千俘虏肯荒种地 刘志给出的条件非常优越 规规矩矩矩跟种 消去贼寇的名头 跟种满五年将耕地三母 耕牛一头 成为中山国正式百姓 来去自由 不吼吼干活 杀无赦 当然 你要想从军也行 却只能从大头兵做起 这个命令一般不 五千俘虏都晕了 还有这等好事啊 要是有牛有甜 谁还会造反 能成为国家的冠军 谁想当贼寇 真以为贼寇的名头 那么好玩 五千俘虏 三千从军 两千耕地 刘志又下达了 另外一道国想令 凡是能将自己亲朋好友 从黑山军中招来者 不追究以往一切罪责 都可以成为中山国正式百姓 过往不咎 谁没有亲朋好友家人 五千俘虏的心思活了 针托向针江挡 世子这一招谁交的啊 大姐吗 针江翘脸晕红 死丫头就会乱交蛇根子 世子雄才大略 这点小事岂能难住世子 针托自言自语 怎么以前没发现 世子这么厉害呢 究竟谁的口水吃多了 郊区一清 就被针江针道 按在地席上一顿锤 打得针托就找脑生气 你们再打 我就把你们做的事情 告诉小妹 针道看一眼针江 然后的 不把二姐脱下水 这件事不算完 是不是 大姐 针江红着脸 却轻轻点头 针托撇撇小嘴说 大姐 你就跟着三美胡闹吧 一年多前 大姐就说已经选定出价目标 多少人等着大姐这朵明花下架 可惜啊 这些人等得脖子都变长了 大姐这边却没了动静 眨眼间大姐已经马上十七岁了 按照大汉率 大姐再不嫁人 可要缴税 或者随便拉出去配个小子就算了 大姐 怎么打算的呢 针江一愣 随即不由得正正地发起愣来 针道埋怨道 哎呀二姐 你看嘛 你乱讲话 大姐伤心了呢 针托急忙起身 拦住姐姐先腰 小声说 哎大姐 很多事情不能等待 大姐若是不好意思开口 小妹就去帮大姐说 第四十七章 货物被拦 针江回神 针江回神 扭住针脱修脑道 你这死丫头 就会变排我 明明是你想嫁人 偏要往我身上推 好 姐姐不承认是吧 我这就去找世子 让世子按照大汉率 把姐姐随便拉出去 配个小子 针道哥哥笑 二姐就不怕 被世子推出去 随便配个小子 针脱故作成瘾 嗯 这个很有可能 动了世子的心头肉 世子还不把我 恨到骨子里 针江被调侃多了 反而平静下来 嗯 世子一定把二妹 收为侧飞 至于排地级 很不好说 说不定啊 得垫底 针道扑齿一声娇笑 只要不把二姐 弄成通房丫头就成 你们 你们都是坏人 针脱忍不住 修吉道 世子驾到 外面传来 宫女娇脆的呼声 三女急忙起身 整理衣裙 针脱忍不住埋怨的 哎呀 人家的头发 都被你们弄乱了 针道笑嘻嘻的说 你为月己者容 大姐 看来二姐 有了心上人了 针脱还没来得及发撑 刘志已经大步而来 大姐二姐三妹 你们都在啊 太好了 你们快帮我算算 这回亏了多少钱 啊 什么情况 三女恶然 针将针脱 立即不闹了 二女主要就是 为刘志理财 刘志一张嘴 就是亏了多少钱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针脱急忙道 世子别急 慢慢说 起身 就给刘志 倒了一杯茶送过去 针道向针江一挪小嘴 针江修称的做事欲打 针道 针道 却是嘻嘻笑着 做事欲望 刘志那边跑 那边 刘志已经接过茶水 喝了一口 说道 是才有人来报 一批牛羊 被寄周末寒复的人 给劫住 说是要征收 先帝驾崩的特别税 一头牛一千文 一只羊三百文 快替我算算 我得亏多少 针脱惊讶道 世子 这不是明抢吗 真要缴纳那么多税 这些牛羊 我们根本就赚不到钱 反而会赔钱 这么大老远运回来 一路的运费 人工费 饲料费 损失费 加进去 我们不是赚钱 是在赔本啊 这个什么特别税 中山这边征收吗 刘志挠头 我没接受到 户部的公文啊 二妹是说 这是纪周末寒复 自己私自征收的衰 针脱微微点头 如果世子都不知道这件事 一定是纪周末 自己增加的项目 他奶奶的老腿 刘志一拍桌子就蹦起来 赶在老子头上拔羊毛 老子弄死他 典尾大哥何在 外面传来典尾的贺声 典尾在此 命高揽 典两千骑兵 随本世子公干 诺 真是女吓一跳 世子要去干什么 他们在安平郡 劫住本世子 一共一千头牛 五千只羊 本世子要去安平郡 讨个说法 刘志气势汹汹地说 真将震惊到 世子要去攻打北平郡 刘志哈哈一笑 当然不是 而是去说理 带上两千骑兵 就是吓唬人 含富此人胆小怕事 只要一下唬 就什么都好讲 以后可不能再出 这样的事 本世子要一劳永逸 告诉他们 敢动本世子的祸 本世子就跟你们玩命 原来是去吓唬人啊 真是你轻轻吐出一口香气 真将的 世子 二妹精通大汉律法 既然是去说理 就让二妹跟着去 就让二妹跟着去吧 如此 有劳二姐了 真拖偷眼瞪了真将一眼 无奈地点头 小女子只是粗通律法 有什么不周之处 请狮子见谅 刘志道 二姐是粗偷 我却是一窍不通 不过 咱们得晚几天再去 为什么呢 真道好奇地问 刘志笑咪咪地说 我的修炼 马上就完成住基 就这几日就可完成 当然要晚上几天 而且 一听说货物被扣 就急急忙忙赶过去 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所以要晚几天 真道真将文言 慢慢地满脸红晕 真拖没注意 却是道 世子才是谈判高手 七日后 廖化武安国留守中山 刘志带领点尾高来 率两千骑兵 直奔安平 简短节说 数日后 刘志一行 就来到了安平郡治所 信都 这么多骑兵忽然来到 守城官兵立即敲响警钟 刘志冷笑一声 没用的东西 来人 过去告诉他们 就说本世子来了 立即就有几个大嗓门的传令兵 跑上前去大声吆喝 中山国世子驾临 中山国发生什么事情 安平郡离这么近 当然知道 都知道 现在中山国实际掌权的 就是这位小小世子 士兵不敢怠慢 立即撒腿如飞 广里通报 报 启禀将军 中山国世子驾临 这位世子终于来了嘛 好好好 本将就会一会 这位新晋世子 来人 带马抬刀 刘志正在跟挣脱说话 刘志这样杀来 挣脱心里很不放心 就将车厢的帘子 挑开一条缝 将刘志换过来小声说话 提醒刘志 不要在这里闹起来 挣脱说话声音很小 刘志就要靠近些 淡淡的芳香 随着挣脱娇嫩的小嘴开合 一阵阵传来 刘志就想去品尝 挣脱香醇的芳香 以至于 挣脱说了什么 刘志一个字都没听到 正在此时 猛听城内一声炮响 吓得挣脱小手一颤 就把车帘放下 气得刘志想揍人 这位安平俊守将 是不是大脑进水了 又不是两军对垒 你开什么炮 岂有此理 高兰小声道 世子 太平安爽对我军抱有敌意 我军是否要做准备 刘志点头 你不仁我不义 本世子两千骑兵大将两元 你有三万兵马又如何 城内杀出一少人马 出的城外 二龙出水势排开 门骑一分 杀出一匹花丹棒 马上一将 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 身材不算高 但是长得跟车轴一般结实 面如冰粥铁 大扫走眉 大鼻子大嘴 眼睛却偏小 怎么看都不协调 光下巴没胡子 全身甲位 掌中一把大砍刀 来到两军阵前 带着坐骑 哪一位是中山世子 末将屈翼有礼了 屈翼 这家伙就是屈翼 刘志不由得上前打量一番 屈翼的名字不显 那是被一部三国演义给耽误了 其实 屈翼的武功本是极大 想罢多时 刘志催马上前 本世子刘志 屈翼将军安好 屈翼上下打量刘志 一抬手就把大刀挂了 翻身跳下马 向着刘志行礼 末将屈翼 拜见世子 刘志属于汉室宗亲 可不是刘大耳朵 那个插了几百年的 中山晋王之后可比 在礼节上 屈翼必须齐全 否则 刘志打上冀州幕府 韩复就得治 屈翼的大不敬之罪 这个礼节 在一年后却荡然无存 汉是威严丧尽 不过现在 屈翼私下里闹得欢 明面上却必须礼仪周全 人敬我一尺 我还人一丈 这叫礼节 刘志下马扶起屈翼 将军免礼 礼仪过 屈翼拉长身形 不知世子远赖安平 所谓何事 刘志兴说 你小子揣着明白 装糊涂是吧 好 本世子就给你说明白 本世子有一匹牛羊 听闻在安平被拦住 不知将军可有此事 屈翼的 回禀世子 断无此事 睁着眼睛说瞎话 刘志党 难道是下人们搞错了不察 屈翼哈哈一笑 嘿嘿 世子 货物流通 立国立民 末将断断不敢阻拦 不过该缴纳的赋税 一样不能少 否则就是末将失职 前番确实有一批牛羊过境 只不过赋税未缴纳 故此被截留 却不是末将故意拦住 只要将赋税上齐 末将立即放行 这些牛羊没上睡吗 刘志一脸奇怪的神色 屈翼笑道 非也 而是没缴纳特别税 什么特别税 算了 我找个熟知大汉律法的人 和将军说话吧 尤其二小姐 二小姐是谁 当然是挣脱 大庭广众之下 喊表姐多俗气 车帘挑开 献出真是你挣脱 只是她头戴围帽 遮住了绝世容颜 刘志到马车前 伸手扶着挣脱下车 当挣脱宛如美玉雕成的束手 落入屈翼眼中时 屈翼的眼神就一变 屈翼的眼神 随着挣脱阿挪多姿的胶躯 一直到了自己仪仗之外 这才把眼神不得不收回来 针脱的 将军 按照大汉律法 这批牛羊的赋税已经上齐 将军若要征收其他赋税 就请拿出户部公文 须翼定定神 此乃既周睦所收 非是户部所设 东汉默念 周睦的权力极大 这等私自增加的赋税 属于他的权力之一 挣脱的 既然是周睦指令 请将军出示周睦令 以及周睦要征收的项目 与具体前述 征令既出 须有凭证 对于一般老百姓 这样一说即可 对于像珍氏这样的商骨 大家就不能随便说说 必须要有凭证 屈翼大手一挥 请周睦文说 一名士兵跑过来送上文书 屈翼接过来 就往挣脱面前送去 旁边伸过一只手 直接拦住了屈翼的去路 刘知道 将军交给本世子就可 屈翼双目中寒光一闪 末将亲自交与二小姐即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真当本世子是傻子 你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不必 刘志直接了当 斩断了屈翼的念头 伸手就把文书接过来 转手递给挣脱 挣脱展开仔细观桥 看得非常仔细 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 挣脱这才把文书还给刘志 刘志再递给屈翼 挣脱道 屈翼将军 文告中似乎并没有具体指出 哪一项货物需要加收赋税 也没有提及具体前述 这是为何 屈翼将文告交给士兵 想了一下 这样吧 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世子和二小姐远道而来 不如先进城休息 带末将仔细道来 第四十八章 与挣脱交流感情 挣脱就看向刘志 刘志犹豫了一下 这件事情必须妥善解决 否则从塞外运来的马牛羊就要绕道而行 所以向挣脱微微点头 挣脱却向刘志一招束手 刘志愕然 什么意思 刘志走近 挣脱靠近刘志 低声道 这家伙两眼灼灼地看人家 让我们进城 只怕有鬼啊 世子小心 刘志心说 不如虎穴掩得虎子 看你屈翼能玩什么把戏 妖魔小丑 不足倒在 气的挣脱就咬嘴唇 心里嘀咕 不使好人心 叫这家伙把你收拾点 你才开心是吧 刘志向屈翼说 如此打扰将军了 屈翼大喜 世子请 二小姐请 这就是挖下深坑青虎豹 布下香儿掉金爹 屈翼要把真是女请进城中 要撕开真是女的层层武装 夺取里面的可口美味 在屈翼眼中 刘志和挣脱就是待宰的羔羊 只要进了城 老子要你们圆 你们就得圆 要你们贬 你们就得贬 刘志都快成精了 当然能看明白 屈翼看挣脱的眼神 窍窍书女君自好求 这是人之常情 别看挣脱以为貌遮住了胶炎 但是挣脱那自幼养臣的风姿 绝对不是一般人就能装出来的 所以 屈翼对挣脱很在意 刘志还是很赞同屈翼的眼神的 屈翼此人在演艺中名声不显 在正式中 可谓是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将 当年 元旦老板和公孙瓒 合战借桥南二势力 屈翼以八百兵为先登 强弩千张夹成枝 打破了公孙瓒威震天下的白马一丛 打得公孙瓒从此一蹶不振 曹操云 孤早相得屈翼 天下不足律 曹操是什么人物 都这样评价屈翼 可见屈翼绝对有真本事 屈翼既然想深一步接触 那正中了刘志的下欢 至于怎样去深入了解 刘志说 不管你想怎样深入了解 首先得过本世子这一关 那么这么厉害的屈翼 是怎么死的呢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的罪名是 自持有功 骄纵不轨 少招杀之 而病其中 一位大家在评价屈翼和袁绍的关系是说 屈翼为人刚烈 孤傲 不懂进退之节 不安从政之道 更不会阿谀逢迎 这自然不对袁绍的胃口 袁绍此人外宽而内计 虽然看上去一副理贤下士的样子 实则性情深沉 果于杀戮 对屈翼这样的功高盖世 文武双全 而又不会负赢的下属 自然不会放心 因此 找个借口将其杀害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刘志说 屈翼啊屈翼 本世子不是颜大老板 能容得下你的刚烈孤傲 不过这进退之节 确实不好把握 希望你不要触碰本世子的底线 屈翼前边引路 刘志等率重进城 来到了驿馆 屈翼等 先请世子稍作歇息 然后末将再与世子做祥谈 梳洗之后 荣光焕发的挣脱来见刘志 典尾和高篮二将守在门口 见到挣脱道来 都急忙攻身行礼 挣脱道 两位将军免礼 请问世子在做什么 典尾小声道 启禀二小姐 世子在发呆 挣脱恶然 高篮急忙道 二小姐 世子在考虑事情 让我等在这里守着 只说 二小姐如果来 直接进去就是 原来如此 挣脱就轻点玉手 束手提起裙脚 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刘志既然在想事情 挣脱自然不会打扰他 就见刘志坐在桌旁边 一只手托着下巴 眼珠子瞪得溜圆 一闸不闸地看着前方 挣脱不禁吓了一跳 心说 哎哟 世子这怎么了 可没见过世子这副表情啊 出什么事 哎这家伙 跟你说嘛不要进城 你骗不停 是不是趋意给你出难题了 挣脱急忙上前走去 扇出玉手 在刘志眼前晃了晃 却见刘志眼珠子动也不动 这美人有些急 急忙再会 再回刘志动了 嗯 哪来的猪蹄啊 好虾 张嘴就来咬 挣脱一袋 不由地羞脑起来 玉手一缩 流至这一口咬功了 挣脱气脑地说道 世子无礼 我又不是大姐三妹 转身就走 却感到玉手一紧 已经被一只大手抓住 挣脱羞脑的用力睁开 却是一股大力袭来 挣脱叫呼一声 就扑进了刘志怀中 羞得挣脱 翘脸如珠 胶躯滚热 挣脱小手 撑住刘志监视的胸膛 世子太过无礼 再这样 我可恼了 刘志浊浊目光 看着挣脱 毫无瑕疵的翘脸 说道 本世子不过是 拉了二姐一把而已 而有些人 却想把二姐 整个人都吞下去 看见二姐即将离去 我一时心急 失礼之处 二姐莫怪 挣脱从刘志怀中坐起 站到一边 束手轻轻抿一抿绣发 柳眉清平 世子何意 刘志一纸桌子 二姐请看 这是曲艺送给我的请柬 是才二姐正在梳洗 所以我没给二姐送过去 挣脱心说 曲艺的请柬 这么快 看来曲艺很着急嘛 不过越着急就越好谈判 伸手就去拿请柬 刘志轻轻按住 二姐 看请柬时 可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呀 挣脱看一眼刘志 不明白什么意思 看个请柬还会着急上火 拿起请柬一看 挣脱立即明白了刘志何意 柳眉轻轻一挑 一脸称怒 曲艺无礼 将请柬放在桌子上 世子何意 刘志道 这要看二姐是何意了 我 刘志说 曲艺为安平俊太守 也算的是功成名就 曲艺武功了得 麾下精兵树啊 长得也还算过得去 就是眼睛小点 长得有些不和谐 其余的也算还行吧 嗯 还没胡子 年纪也就比二姐大个十来岁 也算是年纪相当吧 看到挣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刘志很自觉地就把嘴闭上了 挣脱冷冷地说 原来世子这么着急把小女子嫁出去 小女子再赖在世子这里 就太不失去 我这就会真假 世子眼不见心不凡就是 小女子的婚事 不老世子挂念 告辞 转身又要走 玉手再次被抓住 刚才只是小小一袋 这回却是真真正正一股大力袭来 挣脱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又扑入了刘志怀中 挣脱生气地道 世子这般无理要做什么 想惩罚小女子的顶撞吗 刘志看着愤怒的挣脱 很认真地说 两军交战各事计谋 虚意出招我们来回 二姐一走了之 岂不是当了逃兵 二姐熟知大汉立法 请告诉我 二姐临阵逃脱该当何罪 挣脱生气地 杀头大罪 世子就算杀了我 我也不会答应嫁给屈宜 刘志说 那二姐打算嫁给谁 嫁 挣脱恼怒道 嫁鬼夹妖 世子管不着 刘志笑咪咪死 二姐胆气如此之大 我想二姐还有一个选择 二姐选不选 选 什么声音 勃勃的香唇被狠命含住 顽命的轻 挣脱能发出什么声音 挣脱玉手猛地举起来 似乎要给刘志来个五雷轰顶 却又慢慢落下来 然后被刘志抓住 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挣脱慢慢地 就勾住了刘志粗壮的脖子 吻到执意窒息时 刘志这才放开了 挣脱甜如蜜 香如蓝的嘴唇 挣脱俏脸杖的通红 把灼热的胶岩藏进了 刘志怀中 刘志在挣脱如猪如玉的 小耳边嘀咕 二姐还有一个选择 嫁给我 二姐选好了吗 什么声音 挣脱咬住了刘志的胸肌 刘志能不发出这个声音吗 刘志笑道 二姐不说话就是答应了 等父王回来 我就请父王主婚 挣脱抬起红扑扑的俏脸 你一顶滑脚 想把真实女全娶回家 刘志的 那怎么会 四妹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呢 既然二姐这样说了 我不把四妹也娶回门 岂不显得没成意 好吧 回去我就去追四妹 争取将大姐二姐 三妹四妹五妹 一起娶回家 挣脱说 呸 刘志的 二姐说佩服我 那我可太高兴了 挣脱不禁休急 挣扎欲起 刚才都没逃掉 现在能逃得掉吗 刘志紧紧搂住挣脱芳香娇嫩的娇区 深深又吻下去 挣脱条件反射地挣扎了几下 就被刘志吻得魂飞天外 启禀世子 屈翼将军派人来 邀请世子前去赴业 外面传来典尾的大嗓门 立即把出肠滋味的挣脱给惊醒了 羞的挣脱几乎想钻到地底去 无处藏身 挣脱干脆把玉手藏进刘志怀州 一切事情就让刘志这个厚脸皮去处理吧 点尾当然不会闯进来 只是在大门外大嗓 刘志小声道 二姐 点大哥在外面 看不到 挣脱郊区变得灼热 刘志真想说一声 让区域自己玩去吧 老子要吃人 挣脱慢慢冷静下来 这里是安平郡 不是中山国 外面大军数万 虽然区域不见得敢直接发兵 但是来个软禁也是有可能的 轻轻睁开了刘志的怀抱 整理一下有些散乱的罗群 抿一抿被刘志弄得有些乱的绣发 挣脱道 世子明知山有虎 一定要进信都 自然早就有决断 还用小女子担心 刘志黑黑笑 嘿嘿 就是因为区域看上了二姐的花容月貌 我才敢进城啊 第四十九章 谈判 看到挣脱脸色在变 刘志立即打 现在当然不行了 谁敢打二姐的主意 本狮子先把她咔嚓一刀 挣脱方心一甜 也不用砍人家头了 不好呢 刘志笑呵呵地说 不是砍她的头 挣脱其道 不砍头 砍什么 刘志说 咔嚓一刀砍下去 让她做太监 挣脱大袖 转过身去 不理会刘志 可男女 一旦突破某一层关系 不是你想不理就行的 挣脱看着蛮腰间 多出了一条手臂 很无奈 自己开始之时从了她 现在反抗 似乎用处不大 刘志说 二姐 区域的酒宴 怎么还得去 怎么上千万的货物 还被她扣着 怎么把货物要回来 挣脱担心道 世子 区域要是提什么 过分条件呢 在这个时代 女孩子的地位 虽然比后世较为高 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 越是身份高贵的 美丽女孩子 越有可能成为一件商品 挣脱虽然有 真是女的身份 但是脱不开这个漩涡 而且 挣脱随刘志 来安平郡谈判 如果 区域一定强要挣脱 在外面数万大军的威胁下 刘志若是妥协 挣脱一点办法都没有 回到中山 刘志完全可以说 这是挣脱自愿的 而且 真是要在中山立足 绝对不可能跟刘志 这个中山世子闹翻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区域乃是安平郡探守 挣脱真的要嫁给了区域 只怕会得到真是上下的支持 所以 挣脱不安 刘志正色道 二姐放心 其他的先不讲 既然二姐随我赴安平郡助我 我就必须保证二姐的安全 就算二姐想嫁给区域 现在也不行 必须等到回到中山 在意这件事 区域若是执意阻拦 本世子就打出安平郡 区区千万的货物 连二姐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挣脱无语地扑入了刘志怀中 挣脱愿生死相随世子 刘志和挣脱千呼万唤使出来 连伟道 世子 区域将军派来的人都等极了 刘志等 让他们等着 大哥随我去赴业 高揽将军你在驿馆 加强防备 高揽道 世子 有危险 刘志说 区域这次提出来的条件 本世子无法满足他 我们需要做好杀出去的准备 高揽神色凛然 既然如此 世子不可赴业 末将这就保护世子杀出信度 点尾眼珠子瞪起来 区域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 猛家去把他的狗头拧下来 刘志摆摆手 少安物造 他可以漫天要价 咱们也可坐地还钱啊 西域若是没有完全把握留下本世子 绝对不敢妄动 本世子这是去谈判 将军准备 这也是谈判的条件之一 高揽立即明白 世子精明 末将遵命 相比而言 远尾就还没明白 还在那里瞪着眼发怒 大哥 走了 去赴宴 不过这回酒可要少喝 差多少 回到中山给大哥补上 远尾气哼哼地说 某家这次 一酒不沾 见到刘志出现 前来迎接刘志的安平郡官员急忙迎上线 赤子快行上车 区义将军已经派人问了我好几次 下官担待不起啊 典尾牛眼一瞪 谁让你担待了 别人说话 这人还敢说几句 就看典尾跟魔神一般的相貌 这位可真的一个字不敢多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位还是懂的 不久 刘志一行来到太守府 区义文报急忙迎到大门口 就看见摘去围帽的挣脱 美丽地让区义插脚一脚踩空 急忙双手抱拳 世子以真小姐大驾光临 太守府真是蓬毙生辉啊 快请 刘志说了声 多谢 挣脱却是看也不看区义一眼 明知道这个讨厌的家伙 在打自己的主意 挣脱怎么会给他好脸色呢 区义也不在意 只是狠狠地在挣脱傲人之处 盯了几眼 就引着两人进入了太守府 大厅上已经摆上酒宴 用的是一人一戳 区义将刘志引到上席 挣脱和区义相对而做 这就让挣脱极为不满 他可不想看着区义生怕吃不下东西 女孩子一旦恼了某人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在挣脱的下垂手还有一桌 区义就引点尾入座 点尾毛子一瞪 世子在此 哪里有我点尾的座位呀 横着膀子就在刘志身后一站 双眼瞪起 恶狠狠地看着区义 就点尾那模样 不瞪眼都吓人 再瞪起眼珠子 就跟那寻海夜叉相仿 挣脱就忍不住想象 亲说 让你叫本小姐吃不下东西去 看看你这个样子 能不能吃得下去 点尾的身份 就是刘志的护将 所以点尾执意不入席 区义也没有全球 兵主入座 区义双手一拍 侍女穿花影蝶一般 开始上韭菜 韭菜很丰盛 菜是好菜 酒也是好酒 酒是吃的人难以下咽 谁瞪着眼珠子看着你 你吃得下去啊 好不容易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挣脱就到 区义将军 中山国势繁忙 世子还急着赶回去处理军务 就请将军说一下 怎么样才能把世子的货物 放行的事宜吧 挣脱这是开门见山 告诉区义 你拦截的货物 不全是我真家的 还有世子的 有话直接说 不要拐弯抹角 这个区义还是这下才知道 不惊哑然 呃 原来还有世子的财物啊 末将得罪 刘志道 不知者不怪 刘志很佩服挣脱 直接把自己扔出来 区义在拿真家说事 就有些文不对题了 不过区义也不是省油的灯 现在在提取争托的事情 就不合时宜 但是家人如玉在眼前 怎么舍得 早就听闻真是女的美丽 这回见到真人 比传说中更美 这样还放过 岂不是可惜 区义就想了想 说道 世子的货物 末将不敢收取特别税 至于真是的货物 末将却不能坐主放走 按照周末的命令 凡是过往冀州的货物 都要收取特别税 请真小姐不要让末将为难 区义直接来个分别对待 既给了刘志面子 还要把自己的事情办成 真拖道 多谢区义将军 现在小女子就把这些货物的清单 简单给区义将军说一下 请区义将军自行考虑 世子的货物是 牛羊 其余的羊皮 牛皮 药材属于真事 就请区义将军 按照木舟令 收取特别赴税吧 真事一定如数奉上 这还谈什么 这回主要的货物就是牛羊 将牛羊抛出在外 还有什么可谈的 再回去的路上 想起区义难看的脸色 真拖就想笑 刘志道 二姐想笑就笑吧 反正这里又没有别人 真拖终于忍不住眼唇娇情 想起区义那家伙 难看的脸色 我就忍不住 让他想占便宜 气死他 娇俏的少女美太 就让刘志忍不住食指大动 伸手过去 就搂住了 挣脱柔弱无骨的仙腰 挣脱微微一惊 大眼睛往车外一瞟 小手挥着刘志 小声道 狮子不要闹了 万一别人看到 我还有脸吗 刘志小声说 就亲一下 回去再亲 说完就纠缠过来 缠的挣脱胶躯发软 暗角冤孽 扭住刘志的大脸 吐气如蓝地说 以前怎么没感到 世子这么馋人呢 刘志黑黑笑 以前没机会 陈二姐 二姐总是板着脸 一副身人物尽的神情 我不敢啊 挣脱不禁扑斥一声 交响 还有世子不敢做的事情 看来以后 还要对世子板着脸才是 刘志的 以后二姐可就没机会了 怎么会 这时候还聊什么天啊 到达驿馆的时候 挣脱已经化成了一团玉泥 安置了挣脱高揽来求见 世子 一直有安平郡氏族 前来打探消息 驿馆四周的警卫明显加强 我们要不要连夜离开 虽然不相信 屈翼真的敢动刀兵 但是万一呢 只要屈翼将自己和挣脱抓住 生米煮成熟饭 真是为了脸面 也只能同意这门婚事 何况 这门婚事 对于真事来讲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信 驿翼要是直接去真家求情 你看看真家家主会怎么答复 只怕是哭着喊着就同意了 只不过 现在当中多了一个自己 挣脱心甘情愿从了自己 自己就要对挣脱负责 否则 挣脱直接应下屈翼的求情 自己能怎么办 自己根本管不着啊 刘知道 不急 我军杀出去 反而给别人落口时 让大家辛苦一点 晚上加强戒备 如果有一场 我们再杀出去也不吃 长街之上 若是骑兵展开冲锋 杀伤力将会极为惊人 屈翼是否会动刀兵 只是个未知数 自己如果主动出击 就会逼迫区域做决断了 这时候的中山国 还是很弱小 真要开战 中山国必定处于下风 所以不打最好 高懒道 末将遵命 刘志向典位说 大哥 我这儿没什么事 大哥跟高懒将军一起行动 分开休息 一个人太累 典位道 遵命 高懒感激地说 多谢狮子关怀 这里是驿馆 有两千军兵把守 刘志的安全 还是有保证的 有三百年灵芝相助 刘志已经完成筑击 所以刘志心里有底 实在不行杀出去就是 有典位高懒这等猛将 加上两千训练有素的骑兵 屈翼真想把自己留住 做梦可以 现实不行 可惜还没有一把衬手的兵刃 也没有一匹好马 否则真想跟屈翼斗上一场 屈翼啊屈翼 你小子唯一做对了一件事 目光不差 真二小姐天香国色 不可多得的美人 只可惜 这等美人本世子要自己享用了 绝对不让 欢迎您收听 由则玄和齐宇熙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 三国至中山崛起 作者猪八戒的师兄 第五十章 真假难辨 安排完防御事宜 刘志转回客厅 却见挣脱又出现在大厅中 正在浮暗挥毫 刘志好生奇怪 这美人不是要去休息吗 怎么一转眼又来到这里 这在干什么呢 刘志放慢脚步 轻轻地走过去 就看到一堆数字 原来挣脱在算账 刘志轻咳一声 挣脱微微抬头 朱唇清洗 小女子在计算上这笔生意 给世子赔了多少 刘志的 什么赔了多少 挣脱说 很有可能 屈翼将军不打算这么轻松愉快的 就把货物还给我们 所以啊 我们要做好赔本的打算 啊 二姐 那我们会赔多少 挣脱道 这次生意的本金是五百万钱 出手之后 得钱三千六百万 屈翼若不归还货物 世子赔钱四百万 真是赔钱一百万 这么多 刘志一皱眉 随其笑咪咪地说 二姐 屈翼没说不还给我们呀 他不是已经答应将货物交还给我们吗 挣脱看一眼刘志 粉嫩的胶锤微微一撇 娇俏的眼神就让刘志怦然心动 这美人轻撑的 世子成心的吗 一定要我说出来世子才开心 刘志慢吞吞地坐在挣脱身边 看着挣脱宛如春花秋月般美丽的小脸 小声的 而且我真不知道啊 在刘志侵略性的注视下 挣脱有些慌乱地回避了刘志的眼神 清晨道 世子坏蛋 我不答应屈翼的条件 屈翼怎么会把货物还给我们 刘志嘿嘿笑 嘿 想要三千六百万钱 就把我的二姐取走 屈翼就不要想了 二姐还是留给本世子 娶回家做老婆吧 说完 伸出手臂 就搂住了挣脱纤细柔弄的蛮腰 挣脱推着刘志的胸膛 羞道 世子连聘礼都没下 凭什么要小女子嫁给世子啊 人家不一呢 听理吗 好啊 现在就给 紧紧抱住挣脱痛吻香唇 出肠滋味的挣脱很快就迷失了自己 刘志在挣脱耳边小声道 二姐 今晚我们就动房吧 被吻的心魂颠倒的挣脱 哪里听得清刘志说什么呀 只是勉励地嗡了一声 眼角眉梢流露出的风情 让刘志这出歌急于暴障 这就是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中仗剑斩鱼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教君故随狂 挣脱的美色已经让区域神魂颠倒 这还是挣脱对区域不假颜色 面对甘心相从的刘志 挣脱将自己的靓丽风情尽情展现 怎么能不叫刘志心醉 抱起芳香四溢的挣脱就走进了寝室 刘志的心剧烈跳动起来 今晚就要向初歌告别 将挣脱这朵花彩回家 上藏眷顾啊 挣脱忽然缓过劲来 猛地向大床里侧一滚 刘志小声笑道 二姐不要跑嘛 挣脱颤声道 师子请不要过来 身影虽然娇媚 但是却含着三分严厉 就让刘志一愣 这什么意思 愣愣地看着挣脱 挣脱在刘志的注视下 无力地轻轻侧卧于踏上 美眸清河 小声道 小女子甘愿嫁与世子为侧妃 但是无眉无正就这样从了世子 与理不合 世子若真的想娶我 就请让没人上门求亲 世子若无心 就请不要碰挣脱 若今日世子倾鉴于我 挣脱无力挣扎 就请世子完事之后将我忘记 我再也不见世子 刘志不禁啼笑皆非 却又心情激动 这个时代的女孩子 把真结看得比生命还重 比起后世网友见面 三分钟就上床 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金贵的女孩子 才会更招人疼 刘志搂住挣脱方向的郊区 挣脱美眸紧闭 却是忍不住泪水轻轻滑落 刘志轻轻为她逝去眼泪 在耳边轻声说 等我请没人上真假求婚 定下婚事 二姐就不可以再这样拒绝我了 姐 你这样很坑人的你知道吗 大手引导挣脱娇嫩的御手 挣脱就像触到毒蛇 猛地缩回御手 娇躯就像火炭一般 灼热之人 世子 挣脱的娇称 比蚊子娇声大不了多少 刘志哈哈一笑 放开挣脱 哈 二姐 你再这样的神情 小心我对你不起 不要再等什么没人订婚 就把二姐吃得一干二净了 说完 欲起身 衣袖却被一只小手抓住 刘志愕然回头 却见挣脱满脸红晕 世子 你是好人 啊 这就被发了好人卡 刘志挠头 幸好 这个好人卡不是那个好人卡 否则 刘志会立即化身为狼 刘志叹口气 姐 我去外面休息 你安心睡吧 守着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 我不知道我的定力能坚持多久 起身离去 挣脱慢慢地 用被子遮住了灼热的胶岩 睡到半夜 刘志忽然被外面的喧哗声惊醒 翻身坐起 出了什么事 典尾大步而来 启离世子 外面来了黄金贼 正在攻城 区医说黄金贼人多事重 攻势猛烈 唯恐伤到世子和真小姐 请求世子立即转移 从北门出城 由区医派兵保护 奔向河间峻 黄金贼来攻 刘志已经猛地站起 正要说话忽感不对 确实 黄金贼实力强大 到处都有黄金贼的身影 但是黄金贼 敢向重兵把守的郡府 发动进攻吗 黄金贼在进攻之前 不探查情报吗 黄金贼攻城略地 会选择没有重兵把守 或者没有正规军的城池 发动进攻 向郡府进攻 这位黄金贼的首领 大脑进水了 正在此时 外面响起了 趋意急躁的声音 世子何在 黄金贼有数十万之多 末将不敢保证 姓都会安然无恙 快把世子请出来 从北门离开 否则等到黄金贼 将城池团团包围 世子想走也走不了了 真的是黄金贼来了 刘志大脑飞转 当机立断 大哥 宿命君族全副武装 准备离开信都 诺 连尾转身离开 刘志直奔卧室 挣脱已经被惊醒 一群整齐地坐在床边 看到刘志进来 这美人惊慌的 世子 黄金贼打到这里来了吗 刘志沉住气 笑道 二姐不必担心 不就是区区黄金贼吗 无妨 信都是是非之地 我们趁乱离开 省得区域又来打二姐的主意 回到中山 我向纪周木发出咨询函 只管向韩妇要我们的货物便是 嗯 我听世子的 振脱点头 两人来到大厅门口 两千骑兵已经枕装待发 中山军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所以说走就走 世子 区域急忙上前行礼 末将已经派人准备好 不送世子从北门离开 末将去挡住黄金贼 世子保证 刘志道 多谢将军 南门外 沙身正儿 火光冲天 看来来的黄金贼不少啊 刘志扶着挣脱上车 随着区域派来的三千兵马 从北门出城 离开了信都 出城三里 刘志忽然带着坐骑 向护送的将领说道 将军不必演奏 回去告诉区域将军 此番恩情 他日刘志必有后报 将领道 世子 区域将军 命末将必须将世子 送到安全地带 末将不敢违命 刘志笑道 是吗 如此更要多谢将军了 向典尾一时眼色 典尾一声不响就冲上来 一脚就把这人冲一下 冀州军大惊 就要往上冲 刘志已经将杖八蛇毛 拿在手中 冷森森的枪尖 点在了领将咽喉上 都别动 否则你们将军先完蛋 世子这是何意 将领镇静地说 刘志道 何意 我来问你 区域在何处埋伏 在 将军在南门 与黄金贼打斗 刘志冷哼一声 哼 你真以为本世子就是笨蛋 几十万黄金贼 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就跑来信度 否则你们冀州军都是吃食长大的吗 说实话让你少受点罪 否则本世子先扎你几百枪再宰了你 说 将领打个冷战 却是咬牙不说话 刘志道 很好 骨头够硬 大哥 将他捆上带走 其余人等听好了 谁敢跟上来 本世子就先一刀宰了你们的头 蛇无头不行 三千兵马没了指挥 只能眼睁睁看着刘志一行人离开 又往前走了一里 刘志道 将他绑在路边 点尾去绑人 刘志来到马车前 二姐 马车不能坐了 速度太慢 跟不上骑兵的速度 真托从车中走出 疑惑道 世子 究竟发生何事啊 真托在车内 听得很清楚 刘志说 屈翼假借黄金贼的名义 将我们骗出城 然后再假扮黄金贼截杀我们 所有的事情都推给黄金贼 谁能拿屈翼如何 真托恍然 立即将自己的小手 放进刘志伸过来的大手中 刘志轻轻一旦 将真托抱起来 放在自己的身前 此时 点尾已经转回 刘志一声令下 走南门 走南门 点尾和高揽都一愣 高揽道 世子 如果南门真有黄金贼 我们岂不是自投罗网 说实话 高揽还是不信屈翼 敢冒天下之大不畏 敢攻击中山国世子 刘志道 此时若是屈翼作假 南门最安全 若是真的有黄金贼 我等不到南门 就会发现他们 信都乃是我大汉的城池 城里有十几万百姓 身为大汉中山国世子 我岂能临阵逃脱 我两千精锐骑兵 更由你与典尾大哥之神友 去去黄金贼能奈我何 正考里应外合 杀退黄金贼 高揽被说得热血生气 好 莫将愿追随世子杀敌 好了各位听众老爷们 本集内容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作品的话 记得订阅 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十一章 扶柳被劫 半个时辰之后 众人已经转到南门附近 这里确实静瞧瞧 只有几堆还未熄灭的火堆 哪里有黄金贼的踪影 高揽不禁佩服的五体投地 如果真有几十万黄金贼来攻 岂会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分明是趋意耍诈 另有图谋 走 虽然识破区域轨迹 但是这里还是信都 区域随时都可能率军杀来 必须远离是非之地 到天亮 众人赶出了上百里 刘志抑制前方密林 在前方密林休息一下 来到密林 刘志先跳下马来 转身再将挣脱扶下来 一夜的奔波 让挣脱极为疲惫 这一刻刘志就非常痛恨取义 这家伙实在该杀 简单吃过干粮 刘志道 高兰 这里是何地 你可知晓 高兰仔细打量一番 猜到 世子 这里应该是安平郡的福柳城附近 再往前走半天 应该就是福柳城 刘志想起 来的时候 确实经过了福柳城 希望平安度过 否则就只能打出去了 刘志道 到福柳城 给士兵们买一些食物酒水 高兰感激道 多谢世子想得周到 休息了一阵 众人重新上马赶路 这里还属于安平郡的地狱 可不安全 小半天之后 一个巍峨城池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再往前走 刘志的心就一沉 承声道 准备战斗 城池看清楚了 也看清楚了 城门前有一哨人马 这个时候福柳城的军队 在城门前聚集干什么 集体外出旅游吗 刘志不得不访 来到城前 一名将领已经纵马而来 挡住刘志的码头 世子安好 这原将向刘志抱拳拱手 蒋骑向世子问好 蒋骑 刘志上下打量一下这原将 如果没有错误 这个蒋骑就是未来袁绍的手下大将 别看现在不起眼 未来那也是河北名将 在袁绍手底下 属于仅仅次于一猛似停住的大将 现在却是不显山不漏水 如果放在平时 刘志一定会跟蒋骑唠家常 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这原将拉到自己身边 这时候却是没这个心情 蒋骑不可能单位迎接自己 摆开这么大的阵势 刘志点点头 还行 不知蒋骑将军有何事情 蒋骑道 太守大人一早就飞鸽传书 命末将在此等候世子大将 言道有及时要跟世子协商 请世子在拂柳城暂待一日 太守大人正在快马赶来 世子一夜劳顿 末将已经备好韭菜 为世子接风洗尘 世子请 这是应留客 区役发现自己逃走 立即通知属下拦截自己 有道是令下如山倒 安平郡的将领 自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区役的将领 刘志微微点头 如此有劳将军 请将军前头带路 末将遵命 将其吊转码头 投钱引路 就在将其转身的瞬间 刘志伸手就把战巴蛇毛拿在手中 对准蒋骑的战马后丘就是一下 战巴蛇毛的缸口虽然差劲 那也是缸的呀 战马的屁股可是肉做的 扑的一声 血光崩血 把这匹马成的激溜溜抱叫 一撂抉子就把蒋骑掀下马来 偷袭蒋骑是否能成功 刘志心里没把握 虽然自己助击成功了 但是比起这些大将还是有差距的 有道是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于是刘志直接对蒋骑的战马下手了 效果很明显 蒋骑被摔得差点背过气去 真没想到刘志会敢动手 刘志大枪一挥 冲过去 点尾和高岚首先响应 大吼一声催马闯关 蒋骑反应过来 接住他们 蒋骑接到的军令就是令下如山 既然上封军令一下 下手就得执行 扶柳城士兵一声呐喊就冲过来 双方展开混战 大战了半个时辰 扶柳城不知 以步兵为主的扶柳城士兵 怎么会是两千骑兵的对手 就在此时从南边悄悄来了一少人马 这队人马悄无声息的就奔了过来 等混战的双方发现 对方已经在摆布之外 不好黄金贼 有人大吼 为首的黄金贼将哈哈大笑 嘿嘿 本驱帅想偷袭扶柳城 没想到你们却在窝里斗啊 好好好 你们继续 本驱帅最后对战那个胜利者就可以了 话是这样说 可黄金军已经如潮水般冲过来 刘志大忌 心中骂道 蒋奇这个笨蛋怎么做事的 这么多黄金贼来到你们辖区 你都不知道 蒋奇也很郁闷啊 难道说光顾着拦截刘志 赤猴没有发现黄金贼吗 这群家伙是怎么来的 两人都很奇怪 这时候没时间探讨他们是怎么来的了 只能先把他们杀退 黄金贼人数数万 虽然装备比不过汉军 但是人多力量大 已经打了半天的汉军 被人数远甚于己的黄金贼围住 渐渐就落了下风 刘志见识不妙 急忙向点尾和高揽道 不要纠缠 组织队伍冲出去 骑兵没有能从与扶柳臣士兵的交战中脱身 组成战阵 所以再被十倍余己的黄金贼围住 骑兵顿时吃亏 拦着这伙人 好马好美人都是老子的 战马归你们 美人归我 黄金军首领大吼 盯着刘志身后的针脱哈喇子都下来了 没见过这么美的人呢 数万黄金贼嗷嗷叫着就上刘志杀过来 这样一来 扶柳城压力大减 蒋旗抓住机会吆喝一声 回城 扶柳城的汉军退回城中 中山军的压力俱增 典尾挥急被树人来到世子身边 世子 敌军太多 某家保护世子杀出去 刘志却沉声道 是率领骑兵杀出去 我不能丢下我的士兵不管 高岚 你与典尾头衔开路 士兵们 跟紧 我们齐心协力杀出去 这时候刘志没有舍弃士兵独走 就让士兵精神大振 大吼一声 世子保护世子 杀 士气大振的中山军一个冲锋 就杀开了一个缺口 典尾和高岚护着刘志就杀出重围 但是有一半的骑兵都没杀出来 杀回去 刘志大喝一声 一马当先往回杀 很快会尸 淡淡于又被包围了 士子走吧 我等有士子这样的大人 虽死犹容 士兵们大吼 不到最后 不可轻言放弃 随我冲 刘志在一起调转码头往外杀 蒋奇在城头看得明白 不禁叹道 中山士子一人也 岂能死在黄金贼手中 也罢 弓箭手准备 我等杀出城去 将士子的人救回城中 弓箭手负责断后 诺 福柳琴的官兵都看到刘志不肯放弃自己的士兵来回冲杀 早已经群情激愤 立即发出一声山崩海啸般的大吼 蒋奇心中已惊 这叫人心所向 刘志的执着不放弃 取得了所有士兵的认可 还没等蒋奇带兵杀出 在城东出现了一少人马 人数在两三万之间 为首一人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足有一丈挂领 骨头燕和像 短脖子 粗眉四刷 吸眼如铜铃 尸鼻阔口 大耳生风 头上戴一顶板鹰盔 猪鹰倒挂 身穿黑战袍 手提金背砍山刀 坐下青棕兽 这是谁 蒋奇大惊 立即下令暂缓 这员将来到战场 大吼一声 中山世子何在 某家闻丑 旧家来隐 刘志差点眼泪就掉下来 这时候闻丑现身 就等于苦海御明灯啊 这一刻 刘志有先明白 刘备为什么爱哭了 因为感动啊 谁在这个时候遇上帮手 会不感动 刘志大喝一声 温丑将军 刘志在此 闻严 立即将大砍刀在空中一笔 儿郎们 随某家杀 救了世子 二等就是大汉官兵 就可洗刷以往罪过 冲 黄金贼围殴刘志 这两天骑兵 已经够艰苦了 忽然再杀来一伙人马 人数上 还不差自己多少 这样一来 这伙黄金贼 就有些招架不住 有四散的趋势 刘志得文筹 引兵来住 压力大减 也有了心思 四下观察 一看黄金贼要乱 刘志立即到 点尾大哥 抓住这贼人的头领 逼他下令投降 夺六 点尾不清楚 刘志要干什么 但是现在自己 一方明显占上风 秦贼先秦王 属于王道 至于为什么 要他们投降 却不在点尾的 理解范围之内了 点尾说 老子不用理解 执行世子命令即可 点尾催马提起 直奔黄金军头领 点尾神勇 这位可是看在眼中 眼见刘志援兵已到 这位就已经萌生退役 这还没逃走 点尾就已经挥挤杀来 迫不得已 只能应战 两人打了不过五六个回合 这位就招架不住了 虚晃一招 拨马便走 点尾大吼 休走 催马就追 迎面正遇上文丑 文丑砍扇刃抖起来 罩着这人就劈 大刀跟一道闪电相仿 就劈下来 只能一横刀往外招架 蹚 一刀劈在刀杆上 刀杆都出现一个弧度 镇的这位 虎口崩裂 大叫一声 大刀撒上 文丑贺一声 小子 你在这儿吧 大刀搂头盖顶劈下 第五十二章 收文丑 点尾在后面看得清楚 盲喊了一声 文丑 世子要活的 这一声 针灸了这人 大刀在他头顶上停下 差一点就被劈成两段 也就是文丑了 换作旁人 这一刀哪里杀得住 这人吓得大叫 我愿意投降 文丑不屑地说道 哼 无用之辈 大刀一划了 就把此人打下马 这人 眼含热泪的心说 谁他妈的愿意投降啊 这不是打不过你们吗 点尾催马赶到 一把 将这人抓起了 按在马鞍上 文丑兄弟 久文大名啊 某家点尾 快随我去见世子 点将军有理了 文丑抱拳行礼 二将压着黄金贼头领 来到了刘志马前 刘志只是跟文丑略作招呼 这时候没时间攀交情了 刘志将蛇毛 放在黄金贼脖子上 想死 本世子给你个痛快 想活 就立即命令你的手下投降 能活着谁想死啊 这人立即说道 我愿想 好啊 下令吧 这人立即大好 我是曲率杨凤 所有人听着 立即放下武器 向官兵投降 这人连喊三遍 他带来的黄金军 真的放下武器投降了 杨凤 他就是杨凤啊 刘志上下打量着这人 杨凤出为黄金 起义军余部 白波军的将领 后来跟随梁州军阀礼爵 不久后 自立门户 并护送汉县帝刘邪 从长安东归洛阳 因此宫 受任车骑将军 公元196年 县帝被曹操接向许县 杨凤失势 投奔袁术 公元197年 袁术攻打吕布 杨凤又投吕布 助其大破袁术 同年 杨凤受吕布之命 进犯刘备 被刘备诱杀 刘志搞不明白 杨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按道理说 今年或者明年 杨凤应该追随西凉礼爵才是 怎么还在河北境内闹事 想不明便就不想 反正你现在属于本世子的俘虏 刘志将杨凤交给典尾勘压 降兵由高揽处理 然后刘志跳下马来 向着文丑身诗一礼 刘志多亏将军解救 才讨此一劫 将军受我一拜 文丑大惊 急忙滚安下马 拜扶在地 柿子不可 草民担不起这一拜 刘志一伸手 就把文丑的手臂抓住 这回可算抓住你了 看你还往哪里跑 所有人都愣住了 文丑沉生道 世子这是何意 刘志瞪着眼珠子说 想当年我一路前往渤海郡 东郡 到处寻访颜良文丑 老天开眼让我找到了典尾大哥 再见颜良二哥 却不见文丑你 无奈失望而归 这回你总算现身 我说什么也不撒手 文丑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插掉流泪 再次拜倒 世子 草民来晚了 刘志紧紧抓住文丑的手臂 不晚 此计我陷于危难之中 将军从天而降救我于性命 救两千士卒于水火之中 将军来得不晚 将军是我的及时雨啊 请速速随我回转中山 将军就是刘志的王俭白起 只要是军人 哪个不想成为王俭白起啊 白起 兵神 王俭为始皇帝一统六国 立下汉马功劳 成为大秦王朝首屈一指的名将 战国的四名将 李牧 白起 王俭 连坡 都是军人的偶像 文丑立即有视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文丑愿为世子马前卒 世子走得匆忙 须翼特来送行 一边想起了须翼不招人待见的笑声 须翼终于赶到 也看到了一场大戏 刘志不想因为须翼的出现 而影响了自己和文丑拉感情 只是淡淡一笑 哼 有劳将军远来送行 本世子中山还有事物要处理 这就告辞 曲翼笑呵呵的道 嘿 我以世子一见如故 本想留世子多盘缓几日 无奈人算不如天算 确实如此 刘志可没心思跟区翼须以为宜 抱拳拱手 率人离开 浩浩商商数万人离开 就算是区翼占尽地利 也不敢出声阻拦 刘志本想借一辆马车给挣脱乘坐 一马双鞍虽然香艳浪漫 但是挣脱这样一来可就遭罪 一路上封村露宿的 会让挣脱苦不堪言 但是刘志不想欠区翼人情 只能先委屈挣脱了 一边走 刘志一边与文丑说话 没多久就弄明白了文丑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刘志大张旗鼓地寻找文丑 文丑能不知道吗 可等文丑赶到 刘志已经回了中山 文丑就琢磨 这样赶过去有些丢人 就打算积攒点力量在头刘志 帮助刘志击败杨洁 自己也算有了晋升之路 文丑就打上了黄金军的主意 刘志初回中山 中山的实际掌权人为杨洁 可哪料事情发展太快 还没等文丑收购足够的黄金军 中山已经易主了 刘志成功上位 这样一来文丑更不好意思来投了 这回文丑总算降服安平郡 几股较大的黄金贼 人数到达了两万余人 文丑这才高高兴兴来找刘志 哪想到 严良与张燕开战 文丑过不去 这才是好事多磨呀 可正当文丑挠头之际 刘志忽然来了安平郡 就让文丑大喜 急忙来找刘志 两下一错 就直到今天才遇上 接下来嘛 堆土为炉 叉草为香 无需多言 又是熟悉的一幕 誓言成 兄弟成 刘志心花怒放 文丑咧着大嘴就傻乐 一转眼 就成了世子的结义大哥 文丑高兴 文丑的年纪 还在严良之上 所以文丑排行第二 严良后退一鸣 拿酒来 刘志大喜 扁良文丑 典尾 未来还有赵云 四元爵士名将在左右 天下总得留我一份吧 看着几条大汉当中的刘志 挣脱却感到芳心 一阵鼻阵的软 这个小男人 怎么忽然就这么让人放不下了呢 高兰也看得羡慕 可惜没辙 高兰是刘志的下属 想结成异性兄弟就有难度了 别人会说刘志里嫌下屎 但是高兰的名声 可就不怎么好听了 至少一个不懂尊卑 就能把高兰杀死 所以高兰只能看着眼馋 离开釜柳城 第一件事是整顿数万俘虏 刘志选了一地 扎下大营 将杨凤带来 拜见狮子 杨凤跪下行李 刘志挥挥手 起来吧杨凤 你放心 既然本世子招想你 你以前所做的事情一笔勾销 从今往后 你就是中山国殿前将军 你的军队就是大汉士兵 咱们既往不救 不过 你若是三心二意 就休怪本世子杀你个二罪归一 你可愿意 能不愿意吗 实际上 自从天公将军张角死后 席卷大汉全国的黄金起义 已经名存实亡 黄金军各实力派各自为政 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最好的结局 当然是接受朝廷改变 但是之前还在造反 这时候直接投降 岂不是自投罗网 所以 这些人都在寻找机会 现在机会从天而降 杨凤能不抓住吗 于是 立即磕头如捣钻 小人愿为世子牵马坠灯 收服了杨凤 就等于将这三四万人收服了 这样一来 自己前前后后 一下子又多出六万兵马 可恨趋意 拦住自己的羹牛不放 多出六万人 这粮草怎么解决啊 奶奶的 老子不找你去一样 老子去冀州找韩富 记忆已定 刘志伸手将杨几扶起 杨将军请起 前面一张就此接过 以后我们既往开来 诺 末将愿尊世子号令 简单整顿兵马 继续前行 刘志高兴 虽然没有要回羹牛和绵羊 却是找到了文丑杨凤 加上六万兵马 这就叫师之东鱼 守之桑鱼吧 载翁师马 阎之飞福呢 本世子有人有枪 还怕没钱没粮嘛 挣脱已在刘志怀中 看着刘志满脸笑容 也替小男人高兴 更替自己的决策高兴 过了福柳城 就是武艺城 过了这里之后 就是中山国的领土了 刘志招手喊过杨凤 杨凤将军 你辛苦一趟 前往武艺城买一辆马车 看一眼已在怀中的家人 杨凤当然明白 这辆马车给谁做了 急忙应了一声 诺 刘志道 无需豪华 一般即可 诺 末将遵命 徐晃 你带几个人随我走 第五十三章 重新开路 刘志一愣 什么 没听错吧 小小年纪 应该不是眼花耳聋啊 徐晃就在我身边 我怎么会不知道 刘志望过去 就看到一个壮士青年 随在杨洁身后而行 马鞍桥上 挂着一柄开商斧 刘志的眼神就直了 挣脱感觉刘志不对劲 忙顺着刘志眼光看去 就看到刘志 直勾勾地盯着一个青年的背影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挣脱就感觉奇怪 急忙伸出小手 在刘志眼前晃一晃 刘志却是理也不理 如若未闻 怎么回事 挣脱好声奇怪 忍不住 轻轻一扯刘志衣袖 轻声道 世子 刘志这才回神 急忙先擦擦眼角 再擦擦嘴角 表姐何事 挣脱愕然 眼睛发直让人不解 怎么还流上口水了呀 这一个男人盯着另一个男人看 竟然流口水 什么情况呀 挣脱的脸色就变了 这美人想到了一个恐怖的事情 男色 两汉皇帝喜好南风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上行下校 民间这种风气水涨船高 人人都以有个同性伴侣而自豪 想起刘志竟然好南风 挣脱就想吐 刘志看到挣脱脸色不对 还以为挣脱一路劳累所致 急忙说的 而且 等杨凤家马车买回来 姐就不会再这样受苦了 挣脱却是无精打采地硬了一身 芳心却纠结在一起 挣脱在考虑 如果刘志好南风 自己还嫁不嫁呀 刘志不知美人心中所想 还在畅想未来呢 这一趟出来的太值了 应该给区域发一个大奖状 一个时辰之后 杨凤将马车买来 刘志扶着挣脱上车 然后回身向杨凤一招手 杨凤屁颠屁颠跑过来 世子何事 世才跟你去买马车的徐晃是何人 杨凤说 挥禀狮子 徐晃是末将的副手 武功高强 身安谋略 刘志点点头 这次骑袭扶柳城 是不是徐晃定下的 杨凤不好意思地点头 是 徐晃让我们白天休息 晚上行动 注意隐藏 这才悄悄地来到了扶柳城 徐晃武功怎么样 自什么 嗯 徐晃自功名 擅使开山府 末将不是他的对手 就是他 徐晃徐功名 将徐晃喊来 诺 杨凤不知道刘志找徐晃干什么 带着满头雾水 急急忙忙把徐晃招来 徐晃也迷惑 找我这个无名小卒做什么 拜 拜见世子 刘志上下打量徐晃一番 然后道 杨凤将军向本世子推荐功名 严道功名 武功高强 山安谋略 中山国缺大将 既然功名有此本领 就先做本世子的随身侍卫 带有机会立了军功 再行封赏 啊 徐晃傻了 杨凤更傻了 在马车上侧儿倾听的针托也傻了 原来小男人真好难封啊 把人掉到身边 这是便于行事啊 针托就感觉芳心一酸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针托哭了一阵 感觉奇怪 自己应该恶心才是 为什么会伤心呢 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针托晶莹的背齿 狠狠一摇粉唇 本小姐就没有吗 世子想要就给她 就不信 本小姐还争不过一个男人 本小姐一定要把世子拉回正途 终于进入中山国境内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前面就是蒲英城 留至马鞭一致 三军将士 我等在蒲英城休兵三日 本世子背下美酒高阳 大家同享 数万人齐声大吼 多谢世子羊羔美酒 数万人一起喊 何等声势 扑羊首将早就得到消息 已经在城外等候 将刘志等人接近城中 刘志一声令下 羊羔美酒 上 本世子要犒劳三军 牛羊没要回来 却得到精兵猛将 这比牛羊更重要 刘志开怀畅饮 左边温丑许晃 右边 点尾高揽阳凤 刘志 见猛将如见美人 没喝就已经醉了 酒醉的刘志 当然就要有人照顾了 这个兼具任务 则无旁责地落到了 贞托头上 一马双安这么久 连尾等人早就把贞托 当成世子妃对待 虽然不知道未来的 正牌世子妃究竟是 哪一位千金 但是 贞托绝对跑不出 世子妃这个范畴 看着醉眼迷离的刘志 贞托就叹气 一边让厨房准备 醒酒汤装茶水 又让侍女准备热水 一切背下 贞托关门 亲自用热水 给刘志擦脸 然后将醒酒汤 一点一点 给刘志喂一下 忙完这一切 贞托已经累出了 一身香汗 洗漱之后 贞托正要安寝 忽然看到刘志 坐在榻上 眼珠子直勾勾地 看着自己 贞托吓一跳 忙大 世子做什么 喝水 贞托急忙 倒上一碗茶水 试试温度 这才递给刘志 刘志接过一顿牛影 然后看着贞托傻相 表姐 你真美 贞托胶正地 在她额头上一点 傻小子 喝成这样 还知道姐姐美不美 刘志顺手 就把贞托的玉手 轻轻一带 贞托站立不稳 就摔入了刘志怀中 贞托按脚不秒 酒醉的刘志 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话呀 一抬头 刘志的大脸 已经迎面而来 含住了贞托胶唇 拼命地吻 这种吻 让贞托一下子 就缩了半边深 身不由己 就跟着刘志 滚倒在一起 贞托迷迷糊糊地想 看来今天再劫难逃啊 算了 早晚得给她 就认了吧 就感到郊区一阵清凉 贞托美眸紧闭 娇颜如火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却让贞托又羞又恼 又开心 刘污志 竟然找不到路 羞恼也就罢了 贞托阴河还开心呢 贞托一直以为炉 贞托一直以为 刘志有龙羊之号 都说 酒醉土真言 这个时候 刘志找不到路 说明了什么呢 哼 这个足以说明一切 怎么能不叫 真美人开心呢 一切的猜想 都飞向了 九霄云外 这才是 沉醉不知归路 性静挽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欧路 二姐 我们洞房花珠 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正当挣脱化身 睡美人沉睡之时 忽被刘池的大叫声惊醒 羞的挣脱 直接扯过被子 将刘池蒙住 这才是开门即到 没一分钟 挣脱就为自己的做法 感到后悔 只是大贼已入门 驱赶不成 犯受其害 直到午时 刘池这才兴高采烈地起床 衣袖忽然被一只 冰雕小手拉住 挣脱紧背掩面 修道 世子千万不要让大姐 和三妹知道 刘池笑眯眯地说 二姐 这不叫掩耳盗铃吗 挣脱修集 呸 世子不听话 以后别想了 刘池眼珠子瞪溜元 哦 意思是我要是听话 以后还可以 挣脱把自己深藏 御手却紧紧抓住 刘池的衣袖不放 刘池能理解这种少女情怀 紧紧握住了挣脱的御手 两人食指紧紧纠缠在一起 刘池没有直接回冲山 派人报平安之后 率领大军直奔唐县 一来训练新德的六万大军 徐晃高揽文丑阳凤 带兵打仗都有一套 黄金军别看人多是重 但是疏于管理 打仗只是仗着人多一拥而上 以后却不能再这样 刘池借着行军练兵 也看看四将的具体水准 其二 田丰炎梁出兵以来 捷报平传 刘池借此机会犒赏三军 虽然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只要自己去了 就是与军兵同乐 也是一种鼓励嘛 其三却是私行 回到中山 挣脱脸嫩 必不肯再与自己暗通款曲 让初始美人滋味的刘池 怎么心安呢 所以假公济私也好 还是假私济公也罢 刘池率领大军 就像唐县而来 世子 我们的货物怎么办 挣脱看到路线改变 没想到刘池的狼子野心 这美人还在担心货物 五百万钱的货物就这样没了 这美人很不甘心啊 刘池的 二姐 这次的货物 我会去向激州慕含护药 但是 之后货物进出的路线 却是不能再选安平郡了 要重新计划 开辟一条新路线了 挣脱很是欢喜 世子打算从哪里行走啊 广昌 刘志说道 我仔细考虑过 虽然这条路没走过 但是路途上 会比之前近一倍 我会在广昌 布下一支军队 接应我们的商队 像这回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从广昌出发 京平野到戴军出关 真拖想了一下 嗯 这样一来 就要跟二哥好好商量一下 重新开辟一条路 事情很多啊 刘志道 我相信真家的实力 也相信中山现在的实力 以前办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现在办不到 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军队 挣脱奄然一笑 世子 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呢 刘志忽然贴近挣脱 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姐 是不是我们今晚也开辟一条新路啊 挣脱一愣 看到刘志色眯眯的眼神 这美人不由的郊区发热 呸 立即松手 放下车帘 刘志不禁哈哈大笑 车厢内的挣脱 就感到自己的郊区 一阵比一阵发热 恐怕 很难抵挡刘志 再重新开辟一条路的要求 不由的 修得面如三月桃花开 一路行来 刘志很欣慰 这新的六万兵马体制很不错 看来被选来打仗的黄金军 在体制上已经经过筛选 下一步就是正规训练 徐黄等四将各领异军 到现在为止 还看不出剩下高地 一定要说 那就是四将 确实都有水准 兴高采烈的刘志 这晚纠缠着挣脱 要重新开辟一条路 被缠得无法的挣脱 只好含羞点头 喜得刘志好玄飞上天 刚刚进入庙境 外面就传来了 侍女小声奕奕的声音 喜饼狮子 典尾将军求见 说有要事要禀报 看看天 看看人 这已经一更天 美人如玉 怎么就忽然有事呢 刘志虽然很郁闷 但是还是立即刹车 小声道 表姐 你先休息 我去看看大哥什么事 针脱车 针脱轻恩一声 勉强睁开满是羞涩的美眸 世子 叶良 多穿些衣服 第五十四章 刘志 刘志 灵帝驾崩 皇位空选 朝廷内争执不下 穆王 短时间内不能回到中山 让刘志守好中山 穆王要到新帝登基之后 才能回转 哎 原来父王没事 刘志松口气 却马上又把新提了起来 灵帝驾崩 新帝没有意外 应该就是灵帝的长子刘辩了 刘辩登基为少帝 因为年幼 朝政为何太后 和大将军舅舅何敬掌握 为了平灭十长事 迎董卓进京 到时候 就是天下大乱开始之时 仔细算了一下 从现在开始 到十八路诸侯法董卓 前后总共不过大半年的时间 然后就是袁大老板 和韩父争夺纪州 现在如今 颜良文丑都归了自己 不知道袁大老板 还闹不闹事 不管袁绍闹不闹事 本世子却要闹事 纪州只能属于我 就像真是女 也只能属于本世子 刘志道 大哥 先帝驾崩 新帝为谁 朝堂之上争论不休 所以父王要晚一些 才能回来 连尾挠挠头 世子 先帝驾崩 太子继位不就行了吗 嘻 刘志做了一个精神的手势 大哥 这些事我们不讨计 等回到吴架 看到刘志回来 这美人忙到 世子 出了何事啊 刘志又和他说了一下情况 然后说道 姐 朝廷大事 我们有心无力 不去管他 生意的事情 却需要快一些进行 这些我不懂 姐 你和大姐 可要多费点心 振脱点头 这时候的振脱 身心有所属 自然一颗芳心 全在刘志身上 三日后 大军到达唐县 田峰和炎梁远远迎出 炎梁见了文丑 二将都是大戏 再经刘志之手 败了靶子 二将又重新建立 进入大营 振脱去后营休息 刘志就被重将 拥促着来到了 宗军大人 田峰和炎梁 首先向刘志汇报 针脚黑山军的战况 张燕经过望都一战 折损精兵三万 士气大损 中山军来攻 张燕避而不战 一直向太行山退去 那里是黑山军大本营 衣衫傍水 阻击中山军 正是好地方 刘志略移沉吟 说道 既然张燕退入太行山 咱们的战略也要改变了 直接向太行山进攻 针脚太行山贼 黄金军兵败 很多黄金军退入了太行山为贼 张燕的黑山军 只是其中一股 另外一只 就是白波军 杨凤 就属于白波军的一只 白波军 如果不被刘志所收发的话 按照历史走向 就会直到建安元年 分别被袁绍和曹操剿灭 不提曹操 只说袁绍 他的军队 一部分就是吞并了白波军 而黑山军最后归了曹操 白波军和黑山军 成就了两位枭雄人物 袁绍和曹操 现在刘志 不想把他们留给这二人 无论是人口还是军队 都是战略资源 不能留给别人 众将文厅纷纷请命 文丑徐晃和杨凤出来 更是急于绿贡 行到荣音围之前 差一点让张燕夺取旺都 现在更是急得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这一刻 刘志就感到了谋逝的缺失 眼前这几位都是大将 但是 严良文丑是将才 而非帅才 徐晃却是个人物 可惜初来乍到 让徐晃单独领兵出去 只恐众将不服 刘志摆摆手 示意众将安静 想了一会儿 刘志说道 高兰将军听令 高兰很高兴 急忙分战群出列 末将在 刘志道 有件事情 非高兰将军莫属 请世子吩咐 末将必定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刘志说 不须赴汤导火 却也是件大事 世子请吩咐 刘志越这样说 高兰就越着急 刘志道 此番 安平郡接住了中山货物 价值数千万钱 此事只可一 不可二 所以必须重新 开辟一条商路 将军的任务 就是保证 这条路 必须安全畅通 再也不可出现 安平事件 高兰一下子就粘巴了 刘志不急不忙 将军 你可知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而且 从塞外返回战马 才可令我军的力量 大大增强 返回得更牛更重 士兵才有军粮 将军肩头的压力之大 本世子想起来 都感到头疼了 还有 黑山军退去 并不代表 不会卷土重来 将军坐镇广昌 既要保证商道创偷 还要防范黑山军来袭 此等重担 本世子以为 非将军莫属 行道戎忙说 这样的好事 高兰不愿意 士子 末将来吧 谁再敢抢中山的东西 末将就把他们的狗头打碎 高兰又急了 行将军 这是世子派给末将的差事 将军怎么可以抢啊 世子 末将一定不负世子重负 完成任务 刘志这样一讲 谁都明白 这个担子很重 交给高兰 绝对是重用 现在行道戎来抢 高兰能不及掩吗 行道戎黑黑笑 你不是不愿意吗 刘志笑着摆手 不要真啊 我中山国摆世待兴 刘志正需要 诸位将军 诸位将军众志成城 共创大业 诸位将军可不要让刘志失望 众将急忙行礼 必不负世子众望 刘志点头 说道 那么高兰将军就领兵两万 驻扎广昌 末将遵命 刘志诱导 功名听令 徐晃急忙出令 末将在 功名 你的事务有些繁琐 需要你耐心处理 徐晃心说 这是要派给我什么事啊 请世子吩咐 其一 你带着本世子的亲笔信 前往夜城 拜会冀州目含妇 啊 别说徐晃 所有将领 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冀州目 堂堂的风将大裂 尤其是不久之前 徐晃还是叛逆 要是被冀州目含妇 逮到 立即斩首示众 现在 却是要堂而皇之的 去登门拜会 饶是徐晃 非一般人 此时 也有些干颤 刘志笑着继续说道 你先把本世子的亲笔信 交给冀州目含妇 然后再带一封 本世子的亲笔信 前往京都洛阳 保护本世子父王 直到我父王回转中山 徐晃一咧嘴 就感到头晕脑胀 相比之下去夜城就不算什么了 这京都 天子脚下呀 派兵去京都保护穆王 这是刘志想了一晚上的事情 先帝驾崩 新帝难产 作为宗室亲王 穆王的态度是否管用 刘志不知道 但是 刘志感觉 穆王此时的安全最重要 我这个做儿子的 派人去保护自己父亲 有什么不对吗 穆王作为宗室亲王 有自己的清兵卫队 有错吗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什么都比不上安全重要 如果平时 刘志绝对不敢派兵去洛阳 可现在却不是平时 现在属于特殊时期 刘志接着说 公明 你带两千骑兵 先去夜城再去洛阳 你可愿意 刘志心说 许晃啊许晃 考验你的时候来了 只要做完这两件事 你就可以独挡一面 东汉三国时代 你徐晃虽然排名 进不到前二十 却也是一代名将 我看好你 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看到刘志殷切的目光 徐晃胆气一壮 大声道 末将怨我 刘志点头 好 然后刘志说 针脚太行山贼 是一个战略性任务 需统筹安排 所以 本世子决定任命 袁浩为总指挥 负责征战事宜 二哥文丑 三哥炎梁 刑道龙将军 杨锋将军为副将 率军六万 出战太行山贼 刘志每说一将的名字 这一名将领就急忙出力 田锋更是有些诚惶诚口 希望刘志重用自己 以施展才华报复 现在 刘志真的这般看重自己 田锋兴舟就豪情涌动 末将尊领 杨凤将军 末将在 太行山贼有一部分 是被称为白波军的叛逆 他们之中有很多将领 与杨将军都是老相识了 本世子希望你能发挥作用 主动去招降他们 只要他们来归 本世子既往不咎 一律奉为中山将军 杨将军招降一人 即是大功一件 杨凤心说 世子连这个都知道 我还是需要努力 黄道 世子放心 末将一定竭尽所能 努力招降他们 引领他们走向阵途 你去告诉他们 归降本世子 他们就是大汉将军 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不归降 他们依旧是贼寇叛逆 他们不为自己招降 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希望他们明白 末将明白 一定将世子的意思 原封不动传达给他们 好 歇兵三日 刘志为各位将军送行 刘志在无极 等候众位将军的好消息 诺 白波军的实力 还是很强大的 虽然没有什么名将 但是声势浩大 作战勇猛 没有他们的加盟 可以说就没有 袁绍的快速崛起 所以 刘志对于收降 白波军 报以厚望 第五十五章 刘志的请求 实际上 刘志是想自己出战 只是无极无人镇守 自己长时间离开无极 唯恐生变 所以 只能这样安排 刘志单独将炎凉文筹 喊来喝酒 推杯换盏之间 刘志倒是没有感觉出 炎凉有不快 于是刘志就放心不少 看来 田丰的才华 得到了炎凉的承认 这就好 家和万事兴嘛 文筹出来 自然不会闹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文筹也会认可 田丰的才华 将与谋士同心联手 才能打胜仗 刘志眨巴着眼睛 又开始合计 田丰这么厉害 想当年 同在原大老板手底下当差 怎么就没有能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 一直到刘志回到后掌 还在想 挣脱就奇怪 世子 又在想什么 刘志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了 姐 我在想回家之后 怎么跟母妃说 挣脱奇怪道 跟王妃说什么 刘志笑咪咪地说 怎么跟母妃说 我要娶你 挣脱先是翘脸通红 随即紧张的 世子 你可不要乱讲话 小妹怎么办 刘志摸摸她后脑梢 所以才头疼啊 我跟母妃说 我要娶大姐 二姐三妹五妹 母妃 会不会以为我发病了 挣脱不禁眼唇惊笑 嗯 很有可能 刘志就窜过来 抱住挣脱芳香娇嫩的香区 不行 我现在得多跟你亲热几次 省得到时候母妃不去提亲 姐你嫁给别人怎么办 挣脱不禁羞脑地扭住了 刘志的大脸 世子就会乱说话 我已经跟世子那样了 怎么还会嫁别人 世子不娶我 我就死给你看 刘志笑咪咪地说 嗯 我还是喜欢看你死在我身下 呸 羞姬的挣脱忍不住咬人 三日后 刘志登坛败将 大军启程 高揽率军驻守广昌 徐晃带上刘志的亲笔信 快马加鞭直奔夜城 刘志率兵一万 启程回奔吴吉 还没等刘志回到吴吉 徐晃就派人汇报 冀周末不在夜城 在洛阳未归 刘志就一开头 哎呀 原来如此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挣脱急忙把刘志的手拿下来 担心道 世子想起来 便想起来就是了 打坏了怎么办啊 然后才说 世子想起什么啊 韩父去京城 参加先帝葬礼 所以趋役才敢无法无天 劫住我们的商队 断家赋税 随即叹口气 看来这笔账只能以后算了 暂时是要不回来了 针脱想了想 世子 这笔贸易最主要的是牛羊 屈翼已经答应归还牛羊 世子直接派人去药就是 至于那些牛羊皮药材等物 就算屈翼扣下也无妨 不值多少钱 刘志瞪着眼睛响了一阵 自己是杀出安平的 屈翼还会不会买这笔账 还有待商榷 不过这话不能说给针脱听 审得针脱担心 这笔账先记着 等回到无极派人去药 屈翼给就药 不给就不给 等将太行白波军收拾掉 翻过手来就收拾屈翼 载不掉屈翼 也得先把安平郡拿下来 等田丰等人回来 只怕少帝已经登基了 天下乱象已现 到那时 这笔账咱们再一起算算 屈翼 你最好识相的 现在干什么呢 刘志敲着脑门想了一下 除了加大贸易换取牛马 然后就是肯荒重粮 先不说以后 现在中山国兵马十一万 士兵要吃饭 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无极在望 刘志却下令驻营 典尾自然是另行禁止 挣脱却很奇怪 在摘下大营 挣脱就问 世子 我们若是赶一赶 今晚就能到无极 世子应何下令驻营啊 刘志道 我们是去安平谈判 不管具体原因如何 我们确实没有把货物带回来 这会给关注这件事的人 心生不满 甚至对我对中山国 生出轻慢之意 所以我们回无极的时间很重要 绝对不能黑灯瞎火 悄无声息地回去 其次 这样紧赶一阵 确实能在定更左右 到达无极 士兵就会捧头垢面 让人看到 就会给人以逃兵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歇息一晚 让士兵精神饱满 盔甲明亮回答无极 这样 至少在心理上 会让注意这件事的人 不敢闹事 这里面的道道 挣脱就不明白了 真美人是理财高手 其他的事情不懂 刘志这么一解说 真美人才恍然 这叫树叶有专攻吗 真美人一脸崇拜地看着刘志 世子 你真厉害 想了一会儿 真脱轻轻笑 世子今晚不回无极 还有第三个原因吧 刘志也黑黑笑 回到无极 姐就不会再这样从我了 我要今晚全部找回来 真脱无奈地搂住刘志 世子 你还让人活不 清新香甜的口气 轻轻度来 刘志就剩下努力 努力 再努力了 直到真美人发撑 大战才告一段落 刘志却又威逼利用真美人回到无极 也要跟自己暗通 也要跟自己暗通款取 真美人就剩下无奈 这个小男人 说厉害也是真厉害 短短时间拥兵十余万 大将数远 中山提起世子 无不敬畏 可说笨嘛 你还真笨 本小姐都跟你这样了 还能不从你不成 越是这样想 挣脱得芳心就越软 心软了 人还不软吗 第二天中午时分 一万军兵 雄啾啾气昂昂 回到无极 去的时候两千骑兵 回来的时候 变成一万步兵 这个戏法 是怎么变的 有句俗话 兵上一万 无边无言 形容其多 一万士兵的回归 给人的视觉冲击 极为强悍 一万兵甲 也让很多人都把嘴闭上 廖话武安国 在无极大门前 迎接刘志回归 世子府大门前 真将真道 迎到大门口 虽然神情平静 但是美眸中 暗藏的情意 瞎子也能看出来 最不安的 却是挣脱 唯恐姐妹们 看出来异样 躲得刘志远远的 看一眼龙行虎步的男人 真托忽然想起那句话 掩耳盗铃 小别圣心坤 虽然真将真道 为刘志深入发展 但是已经是非君莫将 这么长时间未见 两女就恨不得 与情郎融在一起 刘志这就倒霉了 此时的刘志 已经不是不知 美人滋味的愣头青了 如果单是真将 或者真道一个 今天他们在劫难逃 偏偏两个一起 又都未突破到最后一层 刘志怎么可能 干些煞风景的蠢事呢 所以刘志只能苦忍 看到刘志忍得辛苦 挣脱就眼唇倾向 芳心却是酥酥软软的 所以 当刘志半夜三更 出现在挣脱的 闺房之中时 挣脱也就半推半就 第二天 刘志先命人 拿回了中山国的文书 然后让典尾回家 接老婆孩子 典尾大头一波了 嗯 某家走了 世子谁来保护 某家不去 刘志道 大哥 一锦不还乡 等于锦衣夜行啊 大哥在骑兵营选两百骑兵一同回家 将嫂子接来中山 想想自己当年是怎么离开家的 连维也挠头 刘志道 这里还有廖化和武安国坐镇 万一有事 我就把二哥或者三哥调一个回来就是 大哥速去速回即可 连维想了一下 世子 某家还是不能去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二帝三帝都在忙着争奖太行山贼 世子身边岂可无大将 典尾不去 典尾执意不去 刘志既感慨又感动 这是真的守护军中杖的英雄独典尾 典尾执意不去 刘志也不勉强 就把这件事交给廖焕 让典尾取出信物交给廖化 然后命廖化点了骑兵一千 前往陈流 中山国骑兵不过三千出头 其中两千属于老兵精兵 剩下一千属于新兵 刘志这样安排 一是给典尾撞门面 二是起到练兵的作用 千里奔波 是最好的锻炼骑兵方式之一 刘志这样安排 典尾更加感激 这大汉不会多说话 只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刘志 安排完这件事 刘志前往国主府拜见穆王妃 挣脱三女则回甄府 商议重新开路之事 刘志先去仓库 提了一箱子的珍宝装上车 这才高高兴兴来到国主府 儿子回来了 穆王妃非常欢喜 刘志就犹犹豫豫地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穆王妃不禁惊讶地 束手掩住嘴唇 美眸瞪得大大的 看着儿子 智儿你说什么 为娘没听明白 刘志干脆拉下脸来 实话实说 穆妃 孩儿与珍室女珍疆 珍托 还有珍道 情投意合 请母妃向珍室求亲 我的天 穆王妃伸手摸摸刘志的额头 又摸摸自己的额头 确定儿子没发烧 然后才说 智儿 你可知道 当年就是跟珍室幼女定亲 还是你父王强压之下 珍室才勉强同意 现在你一下子 要把珍室的宝贝都娶回来 珍室岂能答应啊 刘志笑道 母妃 孩儿没有把珍室女都娶回来呀 这不是还有四女真容吗 不过既然母妃这样讲 孩儿就把四女真容也娶回来吧 请母亲陈犬 穆王妃不禁苦笑 哎呀 芝儿 这件事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真是世大 怎么可能答应啊 穆王妃大门不出 耳门不迈 思维自然还停留在不久之前 哪里想到 短时间之内 中山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中山公 自己这个儿子 更不是之前 真是看不起的 软弱无能的小世子 刘志心说 看来这件事 还真得给母妃鼓点勇气 第五十六章 上门提亲 刘志的 母妃 现在中山国已经不同以往了 中山国拥兵十几万 大将众多 更需要珍视这个商骨大家的支持 母妃 现在的中山国已经不同以往 母妃尽管放心去提亲就是 穆王妃吓一跳 实际换军队 志儿 我们养得起吗 刘志不禁啼笑皆非 母妃不担心其他的事情 反而担心是否养得起 不过这也好 母妃 就是怕养不起 所以才要给真是加强关系啊 母妃想了想 嗯 也是呢 我这就去好了 来人 去府库中取实践首饰 刘志忙道 母妃不用忙 孩儿已经准备好了 看到一箱财宝 穆王妃美眸瞪荡 刘志忙道 母妃 这其中一半是孩儿孝敬母妃的 等母妃挑剩下 再去拿给真是做见面礼 这些珍宝 当然是当初 从杨洁府中抄出来的 钱必入库 财宝 却让刘志留下来 中山大权 静在刘志手中 母王都不会说话 其余人更不会多嘴 母王妃闻言 这才平静下来 算了 我怎么能跟一群小丫头 争东西啊 芝儿 你这手笔 真够大的呀 刘志黑黑笑 这是母妃赏给真是女的 与孩儿无管 王妃驾龄 真是上下自然要大门张灯 二门结彩 大张旗鼓的欢迎 东汉的诸侯王 不同于西汉的诸侯王 东汉 诸侯王只收取 辖区内的说服 用于享受 真正治理诸侯国的人 是国相 所以东汉诸侯王的地位并不高 这也是东汉末年 为什么秦王的大军州 没有诸侯王身影的原因 这也是当初真义 为什么会咀嚼 穆王连英的原因 有名无实的国主 堂堂真是 怎么会看在眼中 但是 现在不同了 忽然之间 刘志崛起 宰了国相杨洁不算 还迅速掌握了中山大权 中山上下 一点风浪都没起 杨洁那一张 就被接过去 这还不算 那么厉害的黑山军 竟然被这小小柿子 一举击败 打得望风而逃 这才是真是 对刘志另眼相看的原因 不过 这回货物被结在安平 而刘志亲自出马 都没要回来 就让真家家主 真眼心里犯了和解 不过 真脱淡淡的几句话 却让真眼心里掉了个个 真脱说 二哥 此次风波别有姻缘 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够说清的 不过 货物没要回来是真 世子又收了六万兵马 数元大将 也是真 世子已经命大将 领兵两万 驻守广昌 重新开辟上路 还有 世子命人 直接去找冀州木 韩大人 二哥是否能感觉出什么 真到惊讶的 哎哟 二姐 我们是去要东西 还是收人啊 真将慢慢说道 二哥 真家不缺钱 真眼白白手 他明白真将这句话 经商数代的真事 不敢说富甲天下 在冀州 真家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但是 有钱不算什么 大军过境 首先倒霉的 就是有钱人 要钱 要粮 要人 哪一样不给 你就会倒霉 现在 因为各种原因 真是与刘志关系良好 真眼不是傻子 大妹 二妹 三妹 为什么常住世子府 名义上是帮助世子理财 但是一个中山国真的找不出几个理财高手吗 刘志这是主动示好 而且三个妹妹也认可的某些东西 想当初三妹就对这世子有好感 现在只怕是更不一样了吧 正在此时 门子来报 老爷 王妃与世子的车架已经到大门口了 真眼一惊 不明白这个时候王妃来真家干什么 说了一句 打开大门 张灯结彩 红毡铺地 迎接王妃与世子 真托却是知道刘志来干什么 昨晚恩爱之时 刘志自然交代的清楚明白 此时听闻小男人真来了 真托不禁芳心一跳 将沐王妃和刘志迎进大门 在正堂上落座 侍女上茶 真是再次行礼后落座 沐王妃直接了当 提出了这次的来意 一路上 沐王妃想了一路 想怎么开口 可怎么想都觉得别扭 直到大门口 沐王妃也没想明白 所以干脆直接开口 行就行 不行就拉倒 真眼也没想到 沐王妃来真家是为了这事 就有些发愣 真将休息不已 真道却是休答答的 而两女都看着真托 沐王妃说的可是真是舞女 一起嫁给世子刘志 小妹不用说 那是自幼跟世子定下的亲 跑不掉 四妹还不知道什么心思 可是这个真托 却是在之前明确地表示出了对刘志的不满 现在沐王妃当面提出 真托怎么办 现在的世子刘志 可不是以前的小男人了 可看到真托的神情 两女都大为惊愕 真托那份神情 明显千恳万恳 怎么回事 这趟出门发生了什么事 真托却在想 小男人还真厉害 真要把五姐妹全取回家呀 真眼愣了一下 然后道 启禀王妃 大妹二妹三妹四妹的婚事 家父临终前有命 朱妹婚事由他们自主 是以王妃之命 真眼无法答复 请王妃恕罪 实际上真眼心里很生气 你是中山世子没有错 你想与真家联姻也没错 可小妹已经与你定亲 就算你对真是女有什么想法 你再娶一两个也就是了 怎么可以将真是五女 全部取走啊 联姻在这个时代非常盛行 通过联姻强强联合 真眼还想通过几个角色妹妹 招揽一方豪强呢 所以 沐王妃的要求 真眼实际上 已经是婉转推辞 沐王妃性子柔弱 闻听真眼这般讲 也就没词了 就看自己的儿子 心说 我没办法 你说怎么办吧 刘志笑一眼 既然真是姐妹的婚事 由他们姐妹自己做主 母妃 您就辛苦一下 请几位表姐表妹 私下里说话吧 刘志心说 真眼你想推脱 很好 那本世子就单刀直入 把你丢在一边 单独去问真是女 看你能奈我何 刘志此言一出 真眼傻眼 自己刚刚说过 妹妹的婚事 由他们自己做主 总不能现在就打自己的嘴巴吧 这就是著名的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刘志说 真眼看你小子服不服气 真是女文言 方心一喜 穆王妃文言 喜上眉梢 还是自己的儿子有办法 如此 本宫就跟真是姐妹 私下交谈 郑家主 请安排一个清静之所吧 这一回 真是的家族 可被丢到一边了 真眼 这才是窝火带冒烟 刘志没让真眼冷场 说道 真家主 我们谈一谈 另开商路的事情 真眼深吸一口气 点点头 也好 世子请 向身边一人道 缠服 派人去请四小姐 五小姐来大厅 诺 一人应声道 缠服 刘志就感觉 这个名字很熟悉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看一眼这人的背影 就随着真眼往外走 不提沐王妃怎么跟真是女交流 单说刘志和真眼 两人来到大厅旁的侧厅 重新落座 不等真眼说话 刘志先发制人 真家主 此次本世子决定投资两亿钱 不知真家主意下如何 真眼吓一跳 上一次的生意不过五百万钱 这回一下子提到两页 立即让真眼将其他事情抛到一边 世子可有具体打算 刘志道 对于经商 本世子是外行 所以按照老规矩 真家贸易 本世子提供保护 可这一次不同以往 本世子要派精兵五千 由大将武安国亲自率领 负责随行安全 反有萧小 一律斩杀 有军队直接随行保护 这会将安全系数提到最高 真眼 双眼 微眯 仔细盘算 真眼的 如果世子真能提供如此保障 某却是有一条新的商路可走 家主请讲 南匈奴 南匈奴 是南部匈奴贵族 海洛 失足 低产于建立的 是相对于西迁的北匈奴而言的 东汉末年 位于漠北的匈奴日渐强盛 刘秀无力与匈奴战 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内部魏征王位发生内乱 匈奴贵族相互残杀 日竹王笔率领众部 归附东汉王朝 匈奴再次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东汉 东汉政府设立匈奴中郎将 进行监护 并且每年给归附的南匈奴 一定的粮食 私钵等物资 南匈奴则协助东汉政府 共同抵御北匈奴的亲人 东汉中晚期 南匈奴势力大增 因部族成分复杂 难以控制驾驭 造成了内部不稳 多次入扣东汉边赛杀官吏 又与鲜卑多次联兵 深入内地席掠 期间 几位南缠鱼被部署所杀 真言道 南匈奴内部发生混战 所需物资众多 去年 南匈奴左贤王 曾派人找到真家 希望能与真是贸易 因为安全原因 某推却了 世子若是真有心 确实可与左贤王联系一下 不知世子意下如何 南匈奴左贤王 这几个名词 一入刘志之耳 刘志就感觉很熟悉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有个缠服耳熟也就罢了 也许是之前真侍女 跟自己提过 自己有印象 怎么现在男匈奴左贤王 自己听着还是耳熟啊 压下一律 刘志道 现在 本世子只想通过贸易 弄来大量的战马牛羊 具体怎么操作 还由真家主来办 真眼微微点头 心中却大喜 如果刘志能提供五千金鞭 跟男兄奴贸易 一定大赚特赚 好 某这就去安排 也请世子去安排 一言为定 刘志点头 真家主 经商的事情 还需要你和大表姐 二表姐商议 本世子只能负责安全 经商的事情 想管我也管不懂啊 真眼微微一笑 向刘志竖起大拇指 刘志也是一笑 向真眼同样竖起大指 真言起身 世子 王妃那边也该告一段落了 世子请 请 第五十七章 被遗忘的美人 不清楚穆王妃 是怎么跟真是女说的 也不知道真是女 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反正没进大天 就听到了真是女 清脆焦甜的笑声 穆妃 刘志向穆王妃行礼 真是女却是掩面而去 什么意思 刘志愕然 怎么我来了 你们全走了 这什么意思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呀 穆王妃说道 志儿和真家主来得正好 真家主 臣在 真眼急忙上前行礼 志儿与真是女的婚事 就这样定了 本宫先留下一箱财宝 表示一下心意 然后等回去王宫 就派人将志儿的生辰八字送来 另外送来四份聘礼 待穆王回归 再行定下嫁娶之日 四个妹妹真同意了 真言有些晕 但是真言认 刘志说的已经很明白 现在妹妹都同意了 自己再阻拦 岂不是自找没趣 臣遵命 真是女 应下婚事 最高兴的还是刘志了 差点没蹦起来 以至于回到世子府 刘志还有些手舞足蹈 刘志这才忙着准备聘礼 给穆王妃送去 穆王妃将聘礼和刘志的生辰八字送过去 真是回礼 送过来真是女的生辰八字 这样就算定下婚事 具体哪天娶亲 在意 刘志就纳闷 这真容是怎么就同意了 自己跟真容没见过几面呀 难道说 又是前世刘志做的好事 想了一阵没想明白 刘志就把这件事情放一边 真是女已经同意婚事 这个问题早晚都能问出来 也不用着急 从真容那边问不出来 也不要紧 这还有真将真拖真道啊 他们总不会也来个 徐树敬曹营一言不发吧 忽然 刘志眼睛发直地望着前方 猛地一拍桌子 连尾吓一跳 忙道 势子怎么了 刘志蹭地一下站起 在厅内来回走动 一脸的兴奋 大哥 我想起一位高人 没想到他就在无极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典尾大嘴一咧 典尾恭喜世子 刘志笑呵呵的摆手 大哥 你亲自去接大表姐二表姐 就说 急着等他们理账 典尾道 世子 某家听闻未婚夫妻 在没成婚之前不可见面呀 刘志愣了愣 婚都定了 就是夫妻呀 何况本世子这边事务繁忙 怎么可以没有大表姐二表姐帮忙呢 大哥去接人就是 连尾只好道 诺 连尾走后 刘志就兴奋地在大厅内蹦了几下 然后又望着屋顶自言自语 啊 该怎么把他弄来的 刘志想起了什么这般高兴 缠服是谁 刘志想起来了 缠服就是徐树 徐树年少时爱好基建 后折截向学游学四方 刘备在新野时 徐树化名缠服 投校于刘备 被拜为军师 徐树为刘备出谋划策 击败了曹将吕旷吕祥 斗阵战胜曹人并继续返城 不久后 曹操的手下谋士成谕 识破了徐树的身份 称徐树之才十倍于己 曹操欲拉拢徐树 于是成谕取来徐树老母 用尾书转徐树来详 徐树临走前 向刘备走马见诸葛 并立誓在曹营 终生不设一谋 徐树在整个三国历史中 虽然只是微路棘手 可就已经展示出了高超的谋略 成功地震住了刘大尔朵三兄弟 在整个东汉三国时代 徐树在谋士中绝对能排名前十 正缺谋士的刘志忽然知道徐树就在无极 能不高兴吗 该怎么把徐树弄过来呢 刘志在大厅中直转圈 刘志之前在中山国出榜招贤 硬者无几 刘志还不郁闷 终归中山国不过是个郡国而已 那些大才们不愿意来 完全正常 可徐树竟在咫尺之间 宁可充当真实的家仆 对自己的求仙若渴 竟然还是无动于衷 就让刘志非常郁闷了 这一点充分说明 徐树不看好中山国 不看好自己这个中山国未来的国主 这也难怪 如果不是自己稀里糊涂就来到这个时代 用不了一两年 中山国就会消失在历史成河中 徐树这种大才 怎么会屈身于即将消失的小小郡国呢 要不是自己求上门去 田丰也不会来 田丰宁可在家隐居读书 也不会选择一个小小郡国 确确的说 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前途的中山国 想让徐树这样的大才主动来投 必须要让他们看到中山国的前途 看到自己这个未来中山国主的雄才伪劣 坐下倒茶 才发现茶水已经凉了 刘志喊来侍女换茶 然后平心静气地思索下一步的计划 只有中山国强大起来 这些大才们才会来投 否则 什么也不要想了 真脚太行山贼一事 可以算是中山国强大的开端 有田丰全权做主 刘志相信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意外 现在自己要做好的是大军的后勤 中山国忽然增加六万兵马 衣食住行哪一样都需要钱 这个绝对不能马虎 廖化负责的肯荒团已经开始工作 先期两批上千根牛到位 肯荒工作已经开始 有了粮食 军心明心自然安稳 这是重中之重 可恨区义结出了最大的一批牛群 否则肯荒的面积还会扩大数倍 区义得想办法教训一下 这小子不是说要把牛羊还我吗 好 老子过一阵就需要 等太行山一战打完 本狮子再去安平郡 你小子敢不改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现在还得重开商路 男匈奴 刘志眯着双眼思考这个问题 静下心来 一段段记忆浮上心头 公元187年 男匈奴发生内讧 而此时 大汉内部发生了第二次黄金作乱 再加上不久之后董卓专权 各地割据势力并起 汉朝无暇顾忌匈奴 于是 男匈奴一部参加了黄金军的打土豪活动 主要的活动区域 在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 以及山西省的南部地区 公元195年 男匈奴参与了中原军阀的混战 沿黄河而下 东汉大学者蔡雍之女蔡文基 就是这一时期被掳去匈奴的 此时 男匈奴已经占据了黄河流域的诸多郡县 啊 蔡文基 刘志一拍头 怪不得自己曾有似曾相识之感 原来是因为蔡文基 自从打回中山 一心扑在中山国的发展上 身边又有真是三女角色家人环绕 自己竟然把蔡文基忘记了 要不是今天真眼提起男匈奴 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想起蔡文基啊 刘志真想给自己几个大嘴巴 刘志大喝一声 来人 世子何事 门外侍卫急忙跑进来 被马抬枪 刘志只说了四个字就停下来 现在自己离不开中山国呀 刘志不由地长叹一声 挥挥手 去吧 侍卫满头雾水地应了一声 诺 这才退出去 自己不能去洛阳见蔡文基 却不能就这样一直没阴性 否则蔡庸要是把蔡文基 嫁到了河东卫家怎么办 蔡文基还不得把自己恨死 仔细想了一阵 刘志提笔给蔡文基写了一封书信 信中提及思念之情 刘志将自己能想到的词汇全用上了 足足写了洋洋万言 莫了还写了一首剽窃来的词 相见时难别意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残到死四方镜 蜡炬成灰泪实干 小镜淡愁云并改 夜银英绝月光寒 横山此去乌多路 轻鸟殷勤未探看 然后去宝库精挑细选了几件首饰 连同书信一起包好 又写了一封书信 然后喊了一声 来人 侍卫急忙跑进来 世子吩咐 刘志的 你去一趟洛阳 把这封书信交给徐晃 速去速回 本世子等回信 遵命 侍卫取了书信包裹 习了快马直奔京城而去 简短节说 这一日侍卫来到了京城洛阳 直奔沐王在京城中的灵石府邸 各地方王 在洛阳都有一处宅子 只不过宅子常年是空置状态 藩王未奉赵不得进京 侍卫来到沐王府灵石府邸 向李通报 不多时就有人把侍卫领进去 沐王正坐在庭中 小的拜见大王 侍卫急忙上前跪倒行礼 沐王道 你来京城何事啊 侍卫道 启禀大王 世子命小人进京 给徐晃将军送书信和东西 徐晃就在一旁站着 闻言就一愣 自己刚从世子身边离开 怎么就派人过来送信 这出了什么事 徐晃到来 最高兴的当然是沐王了 沐王虽然是藩王 但只是个小小郡王 在京城真的不起眼 徐晃率兵到来 沐王的腰摆就一直 任何时候枪杆子最大 沐王是亲王 所以徐晃率兵前来保护沐王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 沐王不能按时回去 还不许人家儿子派人过来保护自己老爹吗 沐王是大汉亲王 当得起这个待遇 沐王就向徐晃说道 公明 你看看世子要你办什么 徐晃道 末将遵命 徐晃上前 侍卫乘上书信 徐晃接过 撕开封口取出书信就看 看完了书信 说道 包裹何在 侍卫急忙乘上包裹 徐晃接过 你先下去休息 等我消息 诺 在侍卫下去休息 徐晃转身向沐王道 大王 世子让末将办些私事 哦 世子要你办私事啊 可需要本王出面 闲着无聊的沐王 立即兴趣大起 一来闲着无聊 二来 沐王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 越来越满意 所以听闻儿子要办私事 就引起了极大兴趣 徐晃微微一笑 大王 世子说 这件事等回到中山 世子会给大王解释 嘿嘿 这小子 沐王不满地说了一声 好吧 你去办吧 徐晃心说 怎么办啊 这位可是千金大小姐 美名满京城的蔡大小姐 我直接去拜见 还不被打出来 不过 刘志给徐晃出了主意 派人守着蔡府大门 只要蔡文姬出门 就跟上去 见到蔡文姬 直接说是中山世子托人来见 一切即可完成 现在嘛 徐晃也只能这么办了 于是 派人十二个时辰 都秘密守在蔡庸府门前 只要蔡大小姐出门 就立即禀报 徐晃的运气不错 等了几天 兵丁来报 蔡大小姐去回龙观上香 徐晃大喜 立即拿了包裹就飞奔而去 直奔回龙观 第五十八章 暗通款曲 徐晃一路飞奔 来到了回龙观的大门前 蔡府的马车刚到棍前 侍卫 人后左右把手 侍女 撩起了教练 浮出一位千娇百妹的 绝色佳人 只看了一眼 徐晃的眼珠子 就差点掉下来 太美了吧 这是天仙下凡吗 定了定神 这等仙子 可不是自己能拥有的 也只有柿子那等人物 才配得上如此佳人了 徐晃大步而来 没有直接向蔡文姬冲过去 这样的话 适合会把自己打得满头包 徐晃斜插花向前走 眼角余光看着蔡文姬 蔡文姬下了轿向离走 徐晃剑步拧腰就往前跑 快到蔡文姬平齐的位置时 徐晃忽然转身 此时蔡文姬到了 回龙观大门前 这里游人多 侍卫就不能把所有的人都驱离 蔡庸的官职 还远远达不到这一步 徐晃很快接近了蔡文姬 在错位交叉而过之时 徐晃低声道 蔡小姐 莫叫是中山太子刘志 派来给小姐送信之人 蔡文姬一愣 徐晃已经大步走过去 蔡文姬就不禁发起呆了 小姐 这里人多 我们得快走几步 丫鬟小声道 不去了 蔡文姬转身就走 这来回龙观是干什么的 还不是为了那个 眉心肝的小坏蛋 本小姐怎么就忘记了 她本就进不了府 父亲可是对她很有意见呢 那么那个宋信人呢 蔡文姬暗暗观瞧 却不见了徐晃的身影 蔡文姬就有些失望 又有些疑惑 不愧是自己思念日久 出现了幻觉吧 这个害人惊 徐晃没想到 蔡文姬不去静香 反而走出来 心中就暗叹 柿子可真厉害 急忙就往蔡文姬那儿走 等徐晃雄伟的身形 出现在蔡文姬视线中 蔡文姬芬心就一喜 向丫鬟道 腹中后花园 我要重新翻一遍种花 那个人看起来能干活 你去问问他 干不干 丫鬟说 小姐 咱们家有那么多仆人 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干什么要去找外人啊 蔡文姬翘脸一沉 让你去你就去 丫鬟忙道 诺 徐晃高大威猛 让小丫鬟 想把火气撒到徐晃头上 都不敢 喂 有个零食活你干不干 徐晃心说 正好不知怎样接近 急忙点头 哦 我什么活都能干 丫鬟就把徐晃领过来 小姐 他同意了 蔡文姬点头 说道 你带他从后门进府 也不看徐晃一眼 就直接上脚回府 蔡文姬放心中 可是着了火 想马上就看到刘智的信 好不容易回到府中 过了很久 蔡文姬才看到丫鬟回来 蔡文姬脑道 你去干什么了 这么半天 丫鬟委屈地说 小姐 我很快呢 小姐没回来 我就带着那个大个子 回来翻地了 现在都快翻完了 翻完了 蔡文姬就有些急 地翻完了 自己还有什么借口 留下送信人啊 我去看看合不合格 不合格 重新翻 丫鬟心说 哎呦喂 这是谁惹到小姐了 丫鬟不敢多说 跟在蔡文姬身后就走 后花园中 徐晃正在辛苦翻地 其实徐晃心里很着急 怎么才能把这个书信和包裹 交给蔡文姬呢 正在着急 就看到仙子林凡一般的蔡文姬 平停而来 徐晃就松口气 你去把他叫来 蔡文姬说 哎呀小姐不可以呢 蔡文姬翘脸一沉 快去 那 看到徐晃终于来到自己面前 蔡文姬就说 你是哪里人 来京城何事 徐晃道 回禀大小姐 小人从中山无极来 奉我家公子之命 前来送信 只是近身无门 顾此耽误了 你家公子何人 公子明慧 上流下至 蔡文姬就松口气 确认无误 这个让人心疼的家伙 还知道送信来 你自己怎么不来啊 蔡文姬向丫鬟道 你去我房中 把我的丝巾取来 我忘记带了 啊 诺 小丫鬟急急忙忙走 一边走一边回头 直到看不到丫鬟 徐晃快速将背上的小包裹取下来 大小姐 这是柿子命末将送来的 请大小姐查收 你慢慢翻地 等我回话 诺 蔡文姬提了小包裹去走 徐晃回去 慢吞吞翻地 小丫鬟在回来时 自然见不到蔡文姬 就急眼了 翻地的 我们大小姐呢 徐晃的 丫鬟姐 大小姐向那边走了 徐晃随便一指 丫鬟就急忙追下去 蔡文姬却是回到了自己的闺房中 关门 打开小包裹 首先入目的 就是刘志那封亲笔信 从头看到尾 蔡文姬不禁翘脸通红 前面的词汇 让蔡文姬心跳 后面这首诗 却让蔡文姬情思绵绵 似蔡文姬这种才情绝世的女孩子 一首好诗词会直接进入女孩子的芳心之中 比得上千言万语 也比得上万两黄金 蔡文姬提笔想写回信 却是怎么写都写不出来 感觉再怎么写也比不上刘志的那首诗 蔡文姬干脆放下笔 拿起剪刀割下了一缕青丝 连同一张白纸一起放入了信封之中封好 小姐 外面传来小丫鬟的极寒叫声 蔡文姬收了东西 将回信藏好 起身出门 笑盈盈地吃的 你跑去哪里玩了 这么晚才回来 见到蔡文姬 小丫鬟松口气 看到蔡文姬的笑容 小丫鬟感觉很奇怪 自从小姐回来 很少见到小姐笑啊 怎么回事 蔡文姬却不理他 镜子出门后再到后花园 看了一眼在慢吞吞翻地的徐晃 蔡文姬柳眉清平 这家伙消极代工 赶出去 小丫鬟松的气 可算有处撒了 横眉立目就向徐晃走过去 大哥子 你不好好干活 快走 徐晃愕然抬头 就看到蔡文姬在向他打手势 还晃了晃手中的信 徐晃明白了 立即一脸怒涩 你这丫头 我也不与你便离 只与你的主人便离去 说完就向着蔡文姬冲过来 这小丫鬟哪里拦得住啊 就急得大喊起来 快来人哪 有人要对小姐不利 徐晃已经冲到了蔡文姬面前 伸手接过蔡文姬递过来的书信 蔡文姬小声说道 速走 世子妃保重 徐晃说一声 转身就走 世子妃 蔡文姬不由得放心一苏 不远处 家丁侍卫跑来一群 蔡文姬不悦道 别喊了 人都走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像什么样子啊 都散了 家丁侍卫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丫鬟却是直扁嘴巴 徐晃拿了蔡文姬回信 急忙回到慕王府 将信交给侍卫 侍卫 快马加鞭赶回了中山无极 刘智接到蔡文姬回信 也不由得心痛 一缕青丝代表蔡文姬的情意 一张白纸代表纯洁 自己该怎么才能把蔡文姬取回来呢 外面传来了真道清脆的响声 刘智急忙将青丝收好 刘智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将甄氏女接回 刘智的脸皮够厚 甄氏女的脸皮可薄得很 刚刚定心 甄氏女怎么会来见刘智 不过 人没见到 事情一点没耽误 甄氏已经派专人前往男匈奴 洽谈贸易之事 真将和真托 虽然没在世子府 但是账务 依旧打理得井井有条 听到了真道的笑声 刘智立即走出来 果然 真将真托真道 还有没见过几回面的真容和真落 都出现在了世子府 嘿 这好日子要来临了呀 刘智不禁大喜 夜兰更深 真托扭住刘智 修称道 世子 这不能多等几天 刚定亲就让人去接 哥哥都笑我们了 刘智说 嗯 真家主改笑话世子妃 明天就抓来打他的板子 真托不禁扑吃一声轻响 打就打好了 却不能乱打 刘智其道 怎么就乱打 看到真托晶莹的背齿 轻咬粉唇的娇媚样 刘智恍然 哦 哥哥不能打 妹妹能打吧 来来来 二姐代替真家主挨打 真托大羞之下撒起娇来 都始终顿时春意满园 抱 正当刘智回味真托的风情 一边眼神不停地在 真托玲珑区上扫寻时 一声报将刘智带回了现实 什么事 启禀世子 掌使田丰大人 派人送来夹击战报 拿来我看 诺 只看信中写道 世子得知 臣田丰奉命征脚太行山贼 杨凤将军见齐功 先后有白波军将领 韩仙李乐 率兵三万来降 但是白波军首要将领 郭太拒不纳降 臣率兵与郭太展开激战 严良文丑二位将军 勇冠三军 斩杀白波军将领十余人 白波军不敢战 平显俊首 正当我军堪堪取胜之际 安平太守趋翼忽然来到太行 言道 郭太已经向他投降 让我军让开通道 放郭太下山 臣不敢私下做主 故此向世子请示 嘿 岂有此理 刘志一巴掌 就把战宝拍在桌子上 那一边 正在慢声细语说话的真实巫女 不禁焦躯一颤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引得自家的小男生气发火 真容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拉着刘志的大手说 表哥 书上说气大伤身 不要生气啊 真容的年纪与真落相仿 两女只差一岁 真容今年方龄十一 不仅两女年龄相近 长得也相近 冷眼看 姐妹俩极为相像 只不过 年仅十岁的真落 清冷如鲜 大一岁的真容 却是活泼可爱 哼 这才是龙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啊 十一岁的女孩 放在后世 还属于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呢 现在 却是已经到了嫁人的年龄 想真将真拖 十六七岁才嫁人 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 已经属于老姑娘 家里 要是有嫂子弟妹 轴离什么的 会每一天把你低咕死 只不过 真是家大业大 而且真是舞女名声在外 家中纵有不满的人 也不敢乱讲话 第五十九章 炎梁战区役 两汉时代 早婚到达了一个巅峰 汉书《惠帝记》中明文记载 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 五算 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 汉朝帝八岁继位 当时上官后才六岁 十岁时策立为皇后 朝帝四 皇后才十四五岁 汉平帝九岁继位 全臣王莽 以九岁之女 嫁她为皇后 民间 早婚之俗 一直为历代所崇尚 所以 真容真落 以石灵之身出价 属于风俗 真将真拖 属于超级晚婚 需要受惩罚的那种 而真道 却是正合适 不管怎么说吧 最开心的还是刘志 看到真容 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拉着自己的手 一脸轻撑薄怒地 和自己说话 刘志有什么怒火 也云霄云散了 刘志笑呵呵地 摸摸真容 滑不溜手的小脸 嗯 容儿说得对 我不生气 小丫头满意地点点头 又跑回去 跟姐妹们继续说话 真将和真拖 却知道出事了 刘志虽然年轻 却轻易不会发火 这是怎么了 哎 当这个世子 也不容易啊 真拖就小声道 大姐 真是的宝库中 千年人生还有多少 真将恨了妹妹一眼 小声说 二妹 这个时候 你认为我们 还能拿得出来吗 二哥不拦住 咱们那些嫂子 还不把大门 看得紧紧的 真拖愣了愣 叛息道 哎 世子这般操劳 不好好进补怎么行啊 真拖还有一句话 没好意思说 但是潜台词 真将还是听明白了 男人更需要进补 这个事关姐妹的幸福啊 真将虽然芳心羞涩 还是轻咬着粉唇想办法 小妹真落忽然说道 我们的嫁妆呢 真的 立即一拍小手 啊 对呀 我们的嫁妆呢 嫁妆 即娘家嫁女儿时送的财物 又称装脸 脸具 嫁姿 从史料来看 陪送嫁妆的风俗 致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到了西汉 陪送钱财 已经成为当时男女结婚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 女方家要准备嫁妆 嫁妆的多少 在古代直接决定了一名女子日后在婆家的地位 嫁妆丰厚 公婆自然欢喜 反之 新媳妇的夫家日子会很难过 往往被家庭成员看不起 所以 古代再穷的人家在嫁女儿时 都会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 让女儿在婆家能抬起头来 真是世代经商 自然不缺钱 真义既然给五个女儿许诺这样的规矩 在嫁妆一向上自然早有准备 每一个女儿的嫁妆一千万钱 绝对算得上是大手笔了 要不然 为什么那么多士林男子都打破头 想把真是女娶回家呢 既得美人又得财富 何乐而不为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所以 真落简简单单一句话 解开了真枪和真拖的担忧 真拖弯弯的柳梅轻轻一挑 我这就去找 五姐妹中唯一与刘志突破底线的 就是真拖 真拖太清楚 刘志有多禅忍 五姐妹同价 男人的身体必须保养好呀 这可是关五姐妹的终身幸福 所以真拖着急 咱们一起 看看有什么好药材 多拿一些 真道笑呵呵地说 噓 真将做了个精深的手势 现在可以讲 回去千万别乱讲话 被嫂子们知道 还不把我们恨到底啊 真道就叽叽咯咯地笑 真容说道 这是不是叫你生外相 几姐妹先是一呆 随即眼唇倾向 就连清冷的真落 也跟着名嘴小乐 刘志不知道 五姐妹再给自己打算 经过真容这一安慰 刘志也冷静下来 立即修书一封 屈义胆敢阻拦中山军 针脚叛逆 当以叛逆罪同论 杀无赦 知道历史走向的刘志 清楚一件事 很快 少帝登基 天下大乱 谁的军事力量最强大 谁就说了算 现在灵地驾崩 心地未立 把屈义当成叛逆 一块宰了 屈义就到阴曹地府 去告状吧 反正大汉朝现在是没人管这事 同时 刘志将屈义的本领 详细讲给田风 屈义不仅个人本领强大 而且最厉害的 就是他的手下千余名弓箭手 或者称神射手 就是这支部队 击败了威名赫赫的白马一从 刘志警告田风 必须小心行事 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命令以八百里夹击的速度 送到了田风手里 田风不禁暗暗佩服 柿子有魄力 有胆识 魄力不多说 何为胆识 胆识就是指同时 具有见识和勇气 这是经历苦难 才能培养出来的人性品质 人生四十中的常识 知识 见识 都是为胆识 所做的准备 有魄力的人常有 但是有胆识的人 却不多 田风立即将四将招来 传达刘志的命令 嘿 太好了 柿子就是厉害 打他娘的 行道容一拍大腿 说道 田风道 现如今锅太不详 蛆识前来捣乱 世子令道 我等就不必再犹豫 三将军 世子言道 蛆识武功高强 麾下有一千神射手 对付蛆识 就交给三将军 炎梁攻身行礼 末将遵命 田风向文丑说道 二将军 进攻郭太 还需要二将军 一马当先 温丑大手一挥 军师放心 这回一定把郭太抓住 行道容和杨凤击倒 哎 军师 我们做什么呢 田风笑道 哼 当然是进攻郭太了 这回我们兵分三路 二将军居中 杨将军为左翼 秦将军为右翼 一鼓作气 将郭太拿下 以免野长梦多 一声令下 四将齐出 不说文丑三将 进攻白波军 但说炎梁 这回炎梁的作用 就是坐镇 区域不来便吧 若是来 今天就让他好瞧 炎梁心里憋着一口气 一定要会会这个区域 竟然敢大逆不道 在炎梁看来 区域敢对世子的货物动手 就是大逆不道 就该收拾 这边三声炮响 大军出动 那边区域得到了消息 区域心说 哎哟 这个小小的中山世子 还想跟本将军碰碰是吧 别以为 你逃出了安平 本将军就拿你没办法 本将军这回 可是大军五万 加上郭太十来万兵马 吃掉你没问题啊 看你这回往哪逃 区域喝了一声 来人 抬刀背马 点炮出营 炎梁正在运气 猛听炮声隆隆 炎梁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一横和善板门刀 说道 左右 大家都精神点 区域这小子来了 说话间 区域已经率领 医少人马杀了 黑黑一笑 大喝一声 哈哈 点炮 轰隆一声炮响 炎梁杀出 拦住了区域的去路 炎梁纵马而出 腾高利马 大喝一声 此路不通 来将速速退回 区域倒提着大刀 瞪目喝道 而等听真 前番 本太守已经告知而等 郭太已经归降本太守 而等英和再次发兵 否则 本太守刀下无情 炎梁哈哈大笑 大刀一点区域 而等区区无名小族 也敢管中山国的事情 炎梁忽然拧眉真目 奉中山世子令 针脚判你白波军匪首 郭太 闲杂人等 一律闪开 否则 炎梁大刀一买 某家的大刀 管杀不管买 呦 这还叫上板了 这把区域给气的 好好好 叫板是吧 本太守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区域催马直取炎梁 大刀高高抡起 照着炎梁就劈 小子 看刀 炎梁双眼一翻 存心想试试区域的力气 眼见大刀当头披下 炎梁大叫一声 开 河闪板门刀 横担铁门栓 往外就崩 呛 区域一刀正劈在刀杆上 大刀蹭的一下 被震起来五六尺高 区域被震得连人带马往后推 战马不住司鸣 再探炎梁 同样连人带马往后推 区域就不禁暗吸一口冷气 猛将啊 怪不得刘志那小子这样狂妄 感情手底下有能忍 炎梁黑黑冷笑 区域 儿的不过如此 我世子爷把你看得挺高 原来还是一个酒囊饭袋 儿也接某家一刀 炎梁催马轮刀直奔区域 楼头盖顶就是一刀狠狠劈下 区域怒吓 鼠败 羞得猖狂 看本太守区你向上人头 炎梁心说 哼 你就吹吧 你是有两下子 不过想杀我炎梁 只怕还差点 二将将大刀抡开就站在一起 打得那叫一个激励 四五十个回合愣是没分出上下高低 二将都不禁暗暗佩服对方 区域心说 我跟他费什么劲 乱箭射死就是 想罢又占了七八个回合 区域虚晃一刀 拔马就走 没想到炎梁根本没追 炎梁为什么没追 炎梁不傻 其实炎梁精明着呢 历史上炎梁被官二爷一刀宰了 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当初刘备给炎梁写了一封信 让炎梁见到官二爷 先将书信交给官公 带着官公一同回冀州 所以炎梁见到官公 就伸手入怀拿信 官公不知道 还以为炎梁是拿什么暗信 催动了无敌宝马 赤兔烟之兽就杀过来 一只手的炎梁 哪能是官公的对手 所以炎梁死得太冤 现在炎梁刚刚出世 刘志可不是袁上 对炎梁千叮宁万嘱托 炎梁要是再叫二字打 那只能是他该死了 炎梁可把刘志的话 全都记住了 而田丰给的任务也很简单 截住屈翼 不让屈翼过去帮助郭太 两人打得正激烈 屈翼忽然退走 要说没有诡计 谁相信啊 所以炎梁根本没追 就从后面看着屈翼跑 屈翼跑了几步 听到后面没声音 急忙偷眼一看 这把屈翼给气的 炎梁正站在那里 冲自己咧嘴笑 屈翼这回是又气又臊 他以为自己的计谋 让炎梁给看出来了 气得屈翼也不跑了 吊转码头就被炎梁冲过来 心说 这回本太手 就要凭真本事宰了你 欢迎您收听 由泽璇和齐雨昕 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 三国至中山崛起 作者 猪八戒的师兄 第六十章 设计捉刘志 二将再次交手 屈翼又感觉不对劲 怎么这小子比刚才厉害了许多 炎梁心说 哼 小子 你也就是名声大点 功夫是不错 但是比起某家 还差点 心里没有了介意的炎梁 将全部的真本事拿出来 屈翼立马落在了下风 两人又斗了四五十个回合 屈翼一个没留神 被炎梁手起刀落 咔嚓一声 把头盔给砍掉 吓得屈翼出了一声冷汗 掉转马后就跑 炎梁哈哈大笑 催马就追 屈翼本想用神剑射杀炎梁 但是炎梁追得太紧 根本没机会调用射手射杀炎梁 只好一败再败 田风文报 大喜 立即传令 让炎梁莫追穷寇 棋牌官纵马鸡持 追上了杀得正开心的炎梁 三将军 军师有令 穷寇莫追 一来此时的炎梁 还不是后世 名满济州的名将 二来 这段时间的配合 炎梁对田风的计谋很佩服 三来 刘志下过严命 另行禁止 否则军法无情 所以炎梁立即带住战马 大吼一声 停止追杀 屈翼败走 郭太那边就吃紧了 数万大军兵分三路杀来 各处防御连连告急 急着郭太团团转 屈翼这皮肤害我 屈翼何在 有人来回 极品屈翼 屈翼被中山大将炎梁击败退走 啊 败了 郭太不禁呆呆发了 一直不向中山世子刘志投降 就是看中了屈翼的勇猛无敌 中山国听起来很威猛 其实就是一个郡 跟屈翼管辖的安平郡 语成是一般多 但是屈翼后面 还有一个冀州牧成要 所以郭太选择了屈翼 而不是刘志 现在不仅一半的手下投了刘志 被依为靠山的屈翼还被打败了 郭太岂能不行惊啊 一名将领说道 徐帅 回京之际 其一要求屈翼太守快发大军 其二 联系黑山军徐帅张燕来源 张燕刚刚在旺都吃了刘志的大亏 此时徐帅主动联系 张燕一定会支持 郭太道 只好如此 关键时刻 还得依靠我们黄金军的人 郭太立即派出两路兵马去搬救兵 先说去往屈翼这边的一路 屈翼接到了郭太的球员 不禁摸着后脑勺发愁 本以为自己一出马 将中山国几元将一一击败 逼得中山国退军 自己既得实惠 有得名胜 绝对是名利双收啊 哪里想到出师不利 竟然被一名无名小卒击败 现在中山大军攻得及 郭太球员 自己该如何是好 一将道 太守 为经之计 末将以为不如这般 医生说了一遍自己的计策 屈翼皱眉说道 可行嘛 刘志可是中山世子大汉宗亲 岂能轻易动他 郭太守 现在的大汉情况不明 心地迟迟不能登记 大将军何进是何许人物 我们又不是不知 若是能受降 郭太等人 太守得兵马十余万 就算是周牧 也要对太守另眼相看 何况 我等并不是要伤害中山世子 只是请他来下令 命中山军撤退 如果真有什么差池 那也是因为黄金贼作祟造成 与我等何干 屈翼略略沉吟 一拍桌案 好 亮晓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请中山世子到军前一续 接到屈翼书信的时候 刘志正在超级兴奋中 无论谁见到五支千年人参 都会高兴地昏过去 真是五姐妹 回到真家宝库 别的不提 只要千年人参 虽然这时候地广人稀 千年人参相对多一些 但是 不管怎么说 千年人参 那可都是超级宝贝啊 真是五女 要拿走所有的千年人参 看守宝库的管事 哪里敢答应 但是 管事不敢阻拦 急忙一边虚仪尾仪 一边非报家主真言 正在悠然自得 喝茶水的真言温报 一口茶水就喷出来 你说什么 管事哭丧着脸说 西鼎家主 五位小姐要拿走 全部的千年人参 小人不敢做主 急忙来报家主 岂有此理 真言起身就往宝库跑 还没跑到宝库 真言就慢慢冷静下来 现在五个妹妹 已经不是云阴未嫁 都有了人家 虽然是五女童嫁 这时候来拿千年人参 究竟是妹妹自己的主意 还是世子的主意啊 所以 到达宝库时 真言已经平静下来 可是一看 真言差点坐在地上 心那个疼啊 不仅仅是千年人参 所有珍贵药材 被装走一半 千年人参 更是一枝梅流 真言轻咳一声 五位妹妹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难不成要打劫啊 真将就有些不好意思 真到年纪小几岁 被真言这样一说 就有些抹不开 真容和真落也还小 自然不在意 不过真拖 却是毫不退缩 二哥 这些药材 放在这里属实浪费 不如小妹等 拿走一部分 二哥放心 今日拿走一部分 他日必数倍奉还 真言又咳了一声 二妹 这些药材收集不易 可都是花了大价钱 我能知道用途吗 真多的 狮子日夜 为中山国操劳 这些药材正好 用来给世子进补 请二哥成全 小妹等 必会禀明世子 这些药材 乃是二哥亲自挑选 真言心里一松 东西落入 几个妹妹的御手 你想全拿回来不容易 不过 妹妹这样一讲 就等于 这些东西里面 有自己的一份人情 留置 迟早得还 真言皱眉道 二妹 其他的先放一边 千年人参 总共就剩十几只 这东西又不是萝卜 可以大量服用 维兄以为 给世子送去一两只 也就是了 没必要全部拿去 过犹不及啊 挣脱犹豫了一下 真落忽然道 等下一次来 就一只也没有了 睁眼皱眉 挣脱恍然 下一次再找 只怕什么好东西的没了 不行 必须拿走 真江说道 二哥说的是 过犹不及 我们拿走五只就是 真言松口气 还是大美是大体啊 可紧跟着真江又说道 其他的药材 多拿一些就是了 真言就咧嘴 但是看妹妹那神情 自己要是不同意 只怕什么用也管不了 不仅拎不住 还会得罪人 等以后世子知道 心里一定会有详细 所以 刘志就看到了 五只千年人参 和一大堆名贵药材 啊 刘志眼珠子 瞪得要掉下来 五只千年人参 炼成当药 本世子的修炼 可在三年内大成啊 刘志就像见到 绝世家人一样惊喜 世子还会炼药 真江惊奇道 刘志笑呵呵地说 会一点 想想自己三年 就可武功大成 就算比不上温侯吕布 比一比官张赵马皇 总可以吧 任何时候 自身硬才是硬道理 有了这么多宝贝 自己的修为 不仅仅会三年大成 然后还可以继续炼下去 上一世没达到的境界 也许这一生会达到 哎哟喂 这回四妹可找到知音了 真道惊讶地说 刘志愕然看向真戎 什么情况 真戎笑嘻嘻地说 刘哥 戎儿也会炼药啊 真戎会炼药 这才是千古奇闻啊 仔细一咨询 刘志这才知道 什么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啊 眼前这个冰雕欲拙的小美人 竟然是炼药高手 这才是 有志不在年糕啊 为了证实真戎炼药水准 刘志就说了一个单方 真戎亲自出手炼药 这个时候 须翼的信使到了 须翼说得很客气 黄金势大 危害大汉安危 斩杀黄金贼 乃当务之急 末将请世子到军前一叙 末将愿遵世子号令 贡商剿灭黑山贼 白波贼两股黄金贼事宜 挣脱奇怪道 须翼会这么客气地请世子 过去商议对付黄金贼 我怎么感觉这么怪呢 挣脱可是很清楚 屈翼是什么态度 自己和小男人当初 是打出安平郡的 现在屈翼这么客气 请刘志过去一世 挣脱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真道说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家伙 是不是想玩阴的 真将说 不会吧 是不是屈翼知道 世子的厉害之后 才会这样的态度 正当刘志沉吟之时 真落到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刘志在桌子上轻轻一拍 对 五妹说得不错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就去一趟太阳大鹰 看看去意想干什么 真道大眼睛一眨 我也去 看看几个姐妹都看着自己 真道急忙说 我的武功很不错呢 世子远行在外 也需要照顾啊 我就带着几个女兵 照顾世子不行啊 真将就有些犹豫 真托却道 三妹去吧 要不是情况不明 其实大姐去照顾世子 最合适 真托有私心 这美人被刘志这头猛虎 缠得受不了 反正五姐妹同嫁 已经是定居 就让三妹来帮帮忙吧 大姐 不好意思了 你不会功夫 没有借口让大姐跟着去 下一次 一定找个借口 让大姐跟世子单独在一起 真托支持 真将不宜有她 真道随行 就成了定居 刘志叮嘱一番武安国 率兵一万 在点五的护卫下 赶往太阳山大营 取义得报 不经大喜 拍案而起 刘志 天堂有路你不早 地狱无门你自来头 既然你来了 本太守就确实不功了 来人 点队出兵 第六十一章 赵云救驾 简短节说 这一日 雄伟的太行山就映入眼帘 别看是看到太行山 其实太行山还远在百里之外 只不过 太行山山是雄伟 故此才能远远望到 前面出现了一座桥 刘志一时兴起 指着大桥问道 此桥何名 随军司马达道 启禀世子 此桥名为戒安桥 戒安桥 刘志一愣 戒安桥 戒桥 一字之差 戒桥之战 让区已名扬天下 让威震天下的白马一丛 掉下神坛 这里怎么还会有一个戒安桥 刘志心里就犯嘀咕 传下令去 寄到太行山 此处有众多黄金贼返还 所有军事小心 时刻准备战斗 小心行的万年船 有备无患 本世子可不想成为 躯翼的垫脚石 先头部队刚上戒安桥 猛听一声呼响 从桥下面射出来无数箭士 就算是中山军已经做了准备 还是被射杀无数 中山军灯石大乱 怎么回事 刘志大贺 启禀世子 我军遇袭 刘志不经一惊 怕什么来什么 戒安桥真有埋伏 不要慌张 组织队伍反扑 短暂的慌乱之后 中山军开始反扑 但是对方的弓箭手实在厉害 射得中山军根本抬不起头来 点尾大怒 世子 某家前去将这些鸟人宰掉 刘志点头 大哥多加小心 料也无妨 点尾跳下站 一手持盾 一手提挤 大喝一声 盾牌手随某家冲 长枪手随后 点尾将盾牌护住要害 大不留心就奔劫安桥冲去 盾牌附身 战机抡开 其余箭士击飞 撒开两条大长腿 向戒安桥飞奔而来 眨眼间就距离桥面不足一箭之地 这人厉害 集中全力射死他 对面有人大吼 顿时 射往其他人的箭矢少了 点尾心说 瞎射死了 则 没门 大手一摆 护住某家 丢掉盾牌 双手各持一短戟 盾牌手呼啦啦往上冲 把点尾遮得严严实实 就听盾牌上一阵叮当乱响 密集之声听得让人头皮发麻 但是却成功地挡住了箭士 冲 就在箭士一顿的瞬间 点尾大吼一声 撒腿如飞就往前冲 一个箭步就距离戒安桥 不足五十步 点尾一马当先 大大激发了中山军的斗志 呐喊一声就冲上去 再往前 弓箭的威力就大打折扣了 点尾这边棋开得胜 马到成功 刘志很是高兴 正在此时 猛听山侧一阵炮响 一少人马杀出 不要跑了中山世子 杀 什么人 刘志急忙闪眼观桥 心就一沉 当前一人 不是屈翼还是何人 屈翼以商议对付黄金军的名义将自己框来 然后在中途设服 不管是杀还是擒住自己 都会由屈翼说了算 死人可没有说话的权利 这就是死无对证 刘志抬手就把杖八蛇毛拿在手中 喝一张 赢敌 纵马持枪直奔屈翼杀了 屈翼哈哈一笑 世子 我们又见面了 实相就下马投降 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世子的祭日 世子身边的美人 就有本太少替世子享用了 哈哈哈哈 屈翼放声大笑 刘志冷喝一声 屈翼 废话少说 剩了本世子手中枪 再说大话不迟 屈翼大喝一声 刘志 既然你执迷不悟 本太少就送你归西 催马抡刀直奔刘志而来 大砍刀抡圆了 找着刘志就是一个斜坯 刘志心说 世子就要试试你的水准 也要试试本世子 离你们这些一流猛将差多少 一横大枪往外崩 开 唐 大刀劈中枪杆 劈得火星四射 震得刘志差点把枪扔了 就感觉双臂发麻 肩膀缝里直冒凉气 虎口都给震裂了 刘志大惊 好厉害的屈翼 本世子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点尾不在 这可如何是好啊 说时迟那时快 屈翼已经再一刀劈来 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劈死呀 刘志只能勉强招架 勉强打了三五个回合 刘志就招架不住 只能拨马败走 哈哈哈哈 刘志小儿修走 旁边飞来一人一计 人是火红 马是火红 枪也是火红 正是真三小姐真道 看刘志示威 真道纵马持枪 直奔屈翼杀来 娇吃一声 贼子看枪 屈翼看得嘖嘖称奇 哎呀 好美的丫头 杀死你还真下不去手啊 哼 也罢 就抓你回去做男角大丫头 大刀一压 就把真道圈在刀势之中 真道怎么会是屈翼的对手 要不是屈翼看上了真道的美色 真道连一招都过不去 就会被崩飞红引枪 刘志健壮急忙吊转马头又杀回来 三位快走 真道大叫 狮子快走 屈翼凝向 呵呵 你们两个谁也走不了 美人你给本太守暖脚 柿子就做本太守的男丑 人生至此 夫妇何求啊 真道娇怒 柳梅倒树信眼圆争 呸 你这贼子休想 屈翼哈哈大笑 小美人 本太守马上就要享受你的娇嫩了 还是多留些力气 跟本太守享受雨水之欢吧 真道气得枪法大乱 一个不留神 红阴枪碰上大刀 真道叫呼一声 红阴枪就飞走了 圣儿快走 刘志怎么能让真道落入屈翼手动 横枪拦住屈翼去路 真道狠狠一摇粉唇 大声说 我先走一步 我在九泉之下等你 拔出佩倩就要抹脖子 就在此时 安平君一阵大乱 就跟开了锅一般 须翼大怒急忙扭头看 就看到一员小将 狮子窥张口吞天 亮银甲耀眼深寒 不心静冰盘如月 速罗袍虎体遮掩 坐下马好似出水蛟龙 掌中枪使得神鬼胆汗 往脸上看 眉如宝剑 目如朗星 鼻如玉柱 耳如元宝 口如丹珠 这张脸是红中粉 粉中白 白中润 润中菌 这员将纵马挥枪杀进来 所到之处 士兵就跟血玉艳阳一般 纷纷倒立 任何人上前 都不是这白马迎枪的义和之敌 躯意不经大惊 刘志却是大喜 急忙喊了一声 圣儿别慌 我们的帮手来了 帮手 真到疑惑的扭头看 就看到人如猛虎 马似蛟龙的白马迎枪将 赵云大哥 我在这里 刘志大将 赵云大枪一划了 又打死打伤无数人马 喝一声 世子凶荒 赵云救驾来也 刘志的帮手 奇艺惊怒交集 这才是主熟的鸭子要飞了呀 不行 绝对不行 拦住他 曲艺大喝一声 挥刀直奔刘志杀篮 心说 在这园小将到达之前 先宰了你刘志 一切皆休 刘志心说 老子的帮手来了 才不跟你拼命 调转马头就跑 不忘 在真到马屁股上 还抽了一枪杆 要不然这丫头 光顾发愣 忘记逃跑怎么办 别走 曲艺紧紧追赶 修上无主 旁边飞来一击 正是长山赵子楼 马快枪集 对准曲艺就是 七探攀射枪 扑扑扑 曲艺面前出现一堆枪头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呀 曲艺就被扎了个手忙脚乱 一个没留神 冷森森的枪尖 就在他软胃上扎下去 啊 这才是 出师未结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惊 曲艺也算是个英雄人物 可惜遇上了常山赵子龙 他只能死 这就是古来冲振扶为主 只有常山赵子龙 赵云向刘志一抱拳 世子 恕赵云甲位在身 不能行大礼 刘志惊魂未定 赵大哥哪里话 大哥就留着性命之恩 比天还高 大哥 先击败敌人再说话 诺 世子淡放宽心 代谋赵云击杀这些 无法无天之徒 常盛将军赵子龙 提枪催马就杀奔安平君 曲艺已已死 安平君群龙无首 立即溃败 刘志长出一口气 心说 小命是捡回来了 看来之前的想法绝对正确 不管有多少大将 自身也要硬 真道拍了拍胸口 世子 他是谁啊 哦 我的结义大哥 常山赵云赵子龙 真道眼纯娇笑 这世子别的本领先不说 找大哥的本领是真厉害 刘志黑黑笑 心说 若论找大哥 这个时代的人还真比不过我 放松下来 这才感到双臂这个疼 只怕这回受伤飞笑 没等着看自己受创到何种地步 呼听不远处传来点尾的吼声 刘志吓一跳 坏了 点大哥不会和赵云大哥打起来了吧 急忙催马就往那边跑 跑了一半 这才想起 这点尾和赵云应该是见过面啊 他们怎么会打起来呢 带着一头雾水赶到现场一看 嗨 可不是吗 真的是赵云和点尾打起来了 但见护驱银铠气龙铃 树发金冠三至尾 龙驱跳踏起天风 银枪银黄射秋水 英雄点尾情双风 抖擞天威 诗永烈 胡胆银枪灿霜雪 素白战袍飞闪电 寒声震动天地翻 杀气弥漫 斗牛喊 二将打的是难解难分 刘志一看可给吓坏了 这两人怎么可以打起来 一旅二兆三点尾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员将打起来 这万一谁有个三长两短 岂不是自己巨大的损失啊 第六十二章 火中取宿 刘志高声断鹤 点尾大哥 赵云大哥 快快住手 自己人 刘志心里那叫一个郁闷 你们两个没见过面吗 怎么可以打起来啊 刘志这声大喊 让赵云和点尾都非常的不好意思 点尾大眼珠子一转 赵云兄弟 咱们先把这群叛逆宰了 再找世子陪罪 赵云的小白脸都快变成了小紫脸 很干脆的一点头 好 二将不打了 掉头就向安平军杀过去 二将联手 安平军还能不败吗 真道惊奇道 世子 他们怎么不打了 刘志郁闷说 打什么打呀 这是标准的窝里反 不多时 二将回归 点尾就挠头 赵云也低着头 刘志无奈地说道 大哥 前几月小弟让你去找四哥 你们没见过面吗 连尾黑黑笑 嗨 世子 没见过 四弟在闭门 所以没见到 这就难怪了 赵云甩灯离安 跳下坐骑 先向刘志大礼参拜 末将赵云救驾来迟 请世子责罚 刘志急忙跳下马 双手扶住赵云 四哥不可行此大礼 我们是向天蒙过世的异性兄弟 四哥这一礼 小弟绝不敢受 赵云道 世子是君 先君臣 后兄弟 赵云要拜 刘志阻止 四臂一相交 刘志就疼得直咧嘴 脸部都扭去了 赵云惊道 世子受伤了 看到刘志 肿得快跟大腿一样粗的手臂 典尾就扑通跪道 典尾有罪 刘志忍着疼说 大哥快起来 大哥再如此 小弟可生气了 两军阵前动刀兵 哪有不受伤的道理 三位 快帮我扶起大哥 不等身道上前 典尾蹭地一下跳起来 是谁干的 某家要把他撕成两半 真道眼唇笑道 典大哥 是那个被四哥赐死的屈翼所为 典尾咆哮 死了也不足以说其罪 某家去把他的尸体大写八块 提起就走 大哥留步 刘志喝一声 死了就死了 不要再为难他的尸体 他留着还有用呢 死人有何用 抬去给郭太看 看郭太还有什么指望 那就算了 便宜了这小子 典尾狠狠地说 当下扎下大营 一边打扫战场 手边俘虏 一边派人将躯翼的尸体 送到了田丰那边 听闻刘志玉璽 吓坏了田丰 惹恼了众将 温丑对准区域的尸体 就是三角 嘿 你这鸟人 实在是该死 田丰制止了众人的愤怒 沉身道 好了 我等必须速战速决 不能再让世子陷入危境 温丑道 军师快下令吧 这一次 某家不杀郭太 势不归还 按照世子之意 将躯翼的尸体 抬去给郭太等人看 瓦解贼人战斗意志 然后卧军全面进攻 遵命 躯翼的尸体一露面 郭太等人大惊失色 谁会想到 中山军会把安平郡的太守 给宰了呀 这可是犯了大忌 但是 中山军就这样做了 速速突围 郭太也是人杰 见识不妙 立即下令连夜突围 中山军采取了 围三放一的战略 就是包围三面 留下一面 这是为了不让白波军 起完命之心 郭太只带了两三万残兵败将 向并州跑去 田丰正要派人追杀 刘志的命令到了 挥师直奔安平郡 田丰被这个命令吓一跳 直接进攻安平郡 行同造反 这绝对使不得 但是严良文丑 却是摩拳擦掌准备新兵 田丰无法 只好率兵先奔接安桥 田丰不明白 刘志何意啊 这刘志是傻疯了 竟敢派兵直接进攻安平郡 当然不是 在把七亿的尸体 运往太行山之后 刘志立即口述 真道执笔 写了一封信 是写给中山穆王的 信中 刘志禀名穆王 大汉纪州木 麾下安平郡 太守区役 联合太行山贼 黄金于涅 郭太等人 图谋造反 在中山军 征缴太行山贼期间 区役 假借联合 征缴太行山贼的名义 在介安桥 设下扶兵 围杀中山世子 刘志重伤 幸亏麾下将领 全力保护 击败叛逆区役 将以匪首郭太为首的 十万余匪兵击败 郭太已经带领 残兵败将 逃往并州 现在安平已为叛逆战领 为把我大汉江山 不为叛逆涂炭 中山世子刘志 率大军赶往安平郡 平派 下面有被审问军官的口供 详细说明了 区役要截杀刘志的 经过和动机 然后刘志盖上了 自己的硬性 派专人送往了 洛阳穆王之处 穆王一看就急了 你航府要干什么 真要造反不成 本王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还想给弄死 本王跟你拼命 穆王直接就面见了 和皇后 和皇后是一位宫斗高手 斗败了无数对手 终于成功做上了 皇后宝座 两个哥哥也被封为了 大将军和车骑将军 可谓是一门自贤贵 但是对于如何朝斗 无论和皇后 还是大将军和静 车骑将军和苗 都不在行 所以在灵帝驾崩之后 灵帝长子 和皇后的亲子 史侯流变 却不能顺利上位 登基为敌 灵帝曾有数名皇子 但都先后夭折 汉灵帝怕皇子流变早逝 便把他寄养在了道士家中 称为史侯 和皇后正在跟俩哥哥商议 怎么让儿子登基 太监来报 慕王求见 和静说道 他来干什么 不见 哎 瞒着 和苗比他哥哥厉害一些 大哥 皇后 穆王乃是皇室宗亲 此时能争取一个皇室宗亲的支持 就是我们的胜利 先让他进来 看他说什么 和静就点头 也好 皇后就让穆王进来吧 此时 和皇后一点主见都没有 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吩咐了一声 轩 不多时 穆王气冲冲地进来 就让兄妹三人心里一紧 拜见皇后 大将军好 车齐将军好 和静和和苗联盟还礼 和皇后道 不知穆王何事要见本宫 穆王乘声道 皇后 本王参奏冀州母韩父 他愈下不言 致使安平太守区役 私自勾结黄金军余孽造反 什么 别说和皇后 和静与和苗都吓了一跳 和静忍不住道 母王可有证据 母王道 现由我儿子中山世子刘志 文书一份 尚有详细经过与捉到叛逆的口供 请皇后亲自查看 穆王递上了刘志口述 真道所写的文书 宫女忙接过 成与和皇后 和皇后仔细看一下 也吓了一跳 连忙转给和静与和苗 这两位看完 也是脸色微变 黄金军一直是大汉的心腹之患 太行山一下子 又聚集了十几万叛军 能不让人担心吗 和静立即道 皇后娘娘 臣以为此事刻不容缓 既然中山世子刘志 已经与黄金余孽交手 就把这件事情 交给中山世子刘志全权处理 和皇后只是宫斗高手 其他的事情一点不懂 文言立即点头 就一大将军之言 和苗说道 娘娘 现如今安平太守 趋势已已死 臣以为安平不可以这样乱下去 不如就由世子刘志为安平太守 也好更快捷地将黄金余孽消灭 何静道 这个 何静就有些不愿意 中山国名义是国 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郡 现在让刘志为太守 岂不是给穆王的赏赐太大了 何苗向何静打了一个眼色 大将军 事不宜迟啊 现在先帝驾包 新帝未曾登基 大汉宜安宁 不宜生乱 何静终于明白 急忙点头 好 中山世子刘志终勇双全 当一个太守复复有余 娘娘 臣保举中山世子刘志为安平太守 何皇后自然是有求必应 好 恩准 沐王就有些晕 现在灵笛驾崩 大汉最大的官就是何皇后 君权又掌握在了何氏兄弟手中 兄妹三人一点头 这件事就等于是板上钉钉 沐王一离开 何静就到 何苗 你的意思是用沐王联系汉室亲 何苗道 正是 只要有人起头支持史侯 咱们就顺势将史侯推上皇位 沐王总有几个相好的宗亲与王公大臣吧 只要沐王出头相助 我们胜算就增大 何静道 那沐王要是不同意呢 何苗笑道 小弟去与沐王亲自说 一个安平俊换他的支持 沐王只要不是傻子就会同意 何况沐王不同意 这个安平俊太少 是不是能落到他儿子头上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何静一拍大腿 好 皇后 你快些赵书 让二弟去找沐王商议 何皇后自然点头 折其将军何苗 拿着太后遗址 和大将军令 就来到了沐王府 沐王终于明白 为什么让自己的儿子 当这个太少了 原来如此 沐王那也是人精啊 立即道 自古以来 嫡长子继承大统乃是天道 本王支持先帝嫡长子登基 大方向一旦定下 其他的事情就好办 何苗立即颁布遗址 和大将军令 沐王着手联系王公大成 而韩府这个冀州墓 基本属于最后才知道 自己的安平郡太守 被人宰了 太守之位 已经花落别家 气得韩府 连摔几个杯子 来人 上手皇后 就说本官报病在身 需要回家敬仰 韩府一生气 告辞了 东汉末年 周牧全力极大 就是一方诸侯 掌一方军政大权 和战国时候的一个诸侯国 没有区别 韩府生气早了 何静还真没辙 不过 此时何静没心思理会韩府 集中全部精力 把使侯推上皇位 才是正上 第六十三章 四喜灵门 不久之后 刘志就接到圣旨 加封刘志为忠勇忠郎将 安平俊太守 安平俊太守 真道满是疑惑 世子还是中山国的世子吗 刘志笑道 三妹 过来 我告诉你 嗯 真道就跑过来 却被刘志伸手一拉 就拉进了怀中 真道精修不已 正要挣扎 刘志说道 三妹 我的伤可还没好呢 你可别弄伤我 真道不禁瞠目 做坏事 做到刘志这种地步 真可谓前无古人了 眼睁睁看着刘志的大脸 向自己俯冲而来 真道不得不伸出冰雕小手 强行将刘志的大脸阻住 羞称道 世子坏蛋 哪有这样做坏事的呢 刘志说 这叫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三妹 你就从了我吧 不 刘志已经再一次 向真道水润的香唇 发动进攻 真道御手一软 就被刘志得了手 贪得无厌的亲吻 把真道吻丢了魂 刘志命大将炎梁 回吴吉镇守 炎梁虽然不愿 但是吴吉是老窝 不能控制太久 就一个武安国 刘志不放心 凭武力 武安国差不多 但是谋略会差一些 万一被张燕抄了后路 就真成了笑话 炎梁率一万大军回吴吉 同时将数万降兵也带回去 刘志说得明白 可从军也可成为后勤兵 何为后勤兵 重粮 不过待遇上 跟上前线的士兵是一样的 还有这等好事 未等开拔 已经有三四成的响兵 报名去做后勤兵 闻丑直拨了大头 世子 都去当后勤兵 上战场的兵岂不是少了 无妨 刘志就把何为后勤兵 给文丑讲了一遍 文丑不经大喜 哎哟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啊 某家就想不出这么好的办法 不管到什么时候 后勤补给都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一支军队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任何厉害的军队 没了后勤补给 也打不了胜仗 像所谓的以战养战 只能用一时 不能用一世 用的时间久了 就会造成敌对方的死战不祥 智者不为 刘志让严良去给真眼带个话 借用一个人 谁啊 缠服 这次远征 真是并不清楚具体情况 忽然之间听说刘志受了重伤 真是你就慌了 真托一言不发地就去收拾东西 已经跟刘志亲密到无间的美人 一分钟都不想在无极待着 现在不同以往了 真是女已经跟刘志订婚 不出意外 几人就是合法夫妻了 所以真是女这就着急了 有真托带头 真将哪里还待得住啊 真将真托一要走 真容和真落 又哪里还坐得住呢 真容着急地说 你们不能走 我还得给狮子炼药 你们都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怎么行 我不炼药了 我也去 小丫头就剁着小脚丫发衬 真将冷静下来 刘志不再无极 自己等姐妹着急也不管用啊 刘志那么看重炼药 要是半途而废 刘志岂不是会失望 真将道 四妹五妹 不着急 大姐不去 就让你二姐去看看 世子究竟如何 不行就把世子接回来 真容这才不再闹腾 真落说道 世子为什么不回来呢 这个问题 真将和真托都回答不了 真言也问颜良 世子为何不归 严良道 世子被加封为中勇中狼将 安平俊太少 此时正在去安平的途中 哦 真言一惊 盲问 那屈翼呢 严良冷笑一声 哼 屈翼勾起黄金余孽寓寓意造反 已被世子诛杀 真言就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屈翼到底是不是勾结黄金余孽造反 真言不清楚 真言只清楚一件事 在不久之前 屈翼还在跟刘志作对 一转眼 那么厉害的屈翼就被宰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刘志比屈翼更厉害 想起在不久之前 自己还有些看不起刘志 在妹妹的婚事上 还不但满意 要不是刘志下本钱 自己真要阻拦一二 看来 妹妹的眼光 还是比我厉害呀 严良转告刘志的话 借用禅服 真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还不算 还命禅服 带去了大量的羊羔美酒 其实 安平俊哪里有什么黄金余孽 只不过没有这个借口 刘志怎么发兵安平呢 反正屈翼已死 这个问题就死无对证 圣旨一亮 安平俊一主 但是 刘志一接手就活往上撞 府库空空如也 连一个钱币都没留下 怎么回事 把库钉抓来一问 原来在刘志到来之前 冀州慕含富派人传令 将府库中的金银钱币细软 全部运走 要不是时间不够 你一厘米都不会留下 这把刘志给气得 在屋子里团团转 这才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你不是要接手安平吗 老子把钱财都运走 你不是说 区域勾结黄金余孽造反吗 钱币那当然是被黄金余孽拿走了 看你没钱怎么养兵 安平俊下十三成 兵马五万 还有牙役官差等等 一大堆人需要养 这些人都要给钱 你没钱 这些人还不造反 这韩复这招府邸抽薪 可用的是真好 刘志能不生气吗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一出招击中要害 世子无需着急 世子请看 几周目给世子留下了什么 天空笑呵呵地走过来 粮食啊 满满的全是粮食 足足有三百万弹 兵蟹库中 刀枪剑技应有尽有 这些可都是 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 韩复命人来抢东西 因为时间紧迫 只能把钱币弄走 其余的都留下 只是粮食一项 就足够安平俊上下 食用数载 这才是真正值钱的物品 刘志慢慢冷静下来 啊 是本世子毛造了 多谢元昊 这时有人来报 真是缠服 到达兴都 刘志精神一震 快有请 不多时 徐树进来 向刘志行礼 小人缠服 奉命赶到 请世子示下 田风一见徐树 就是微微一愣 却见徐树 向自己微微摇头 就闭嘴不语 刘志说道 缠服 你以前的事情 本世子不管 以前的事情 到此为止 都接过去 有人追究 本世子替你担着 以后你就是我 刘志的人 本世子会跟真家主交涉 当然 你若是不想跟我办事 也可明讲 本世子绝不想交 徐树没想到 刘志会这么直接 就愕然地看着刘志 刘志笑了一笑 你跟袁浩去吧 你什么时候 想把你真正的身份 告诉本世子 本世子再封你的官 中山国有点小 不知道现在安平郡 能否容下你这条大龙啊 刘志这是单刀直入法 徐树是吃了官司 才不得不隐姓埋名 刘志不跟徐树转圈子 直接了当 就看徐树的选择 田锋叹气道 哎 世子慧眼如炬 你看看世子身边 可有一个平庸之辈 徐树低头不语 田锋只好向刘志道 世子 臣先带他熟悉一下环境 刘志点头 徐树是大才 若能收尾己用 必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所以不能着急 反正人已经到了 想走可就不容易了 徐树和田锋出了大厅 见左右无人 徐树低声道 元昊 你将某树与过世子 田锋道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你就在中山无极啊 要是真知道 早就把你推荐给世子了 世子虽然年幼 却已现雄才大略之风 而且对自己人推心致富 元职大才 在世子手下必能施展才华 徐树道 学会文武艺 获迈帝王家 世子之名 原旨只是听说 还需要时日了解 田锋道 如此 你就了解吧 不过 我希望你快一些做决断 世子非常忍 拖之太久 只恐世子 对你有其他想法 徐树明白 徐树道来是一喜 得到安平是一喜 得到安平除去全财之外的所有物品 又是一喜 所以 刘志下令设宴 三军同庆 真到看到摇摇摆摆走进来的刘志 就柳眉清平 上前扶住刘志埋怨的 世子 你喝了多少酒啊 刘志嘿嘿一笑 今天三喜临门 我开心啊 善儿 想不想四喜临门 真到奇怪地说 四喜临门 世子还有什么喜事啊 刘志一把抱住 真到芳香娇嫩的香区 今天我们进洞房 算不算四喜临门 真到精修就要跑 但是被力大如牛的刘志 紧紧抱住 脱身不得 刘志道 善儿 我的善儿还没好利索呢 你可别弄伤我 真到顿时羞成道 啊 哎呀 世子 你就不能换个法子威胁人 刘志嘿嘿想 娘子 你就从我吧 真到想说不 但是刘志的大嘴 将他要说的话全部都堵住 大道而温柔地吻 就让真到迷失了自己 等清醒过来时 已经什么都晚了 真到就剩下婉转轻盈 只可惜 真三小姐的婉转娇妹 换来的是刘志的贪得无厌 休脑的真三小姐直接咬人 这才霸占 真到恨恨地说 世子哪里像有伤的样子啊 大灰蛋 数日后 真拖道来 真到终于松口气 心说 当着二姐的面 你总不敢再胡来了吧 可当刘志半夜三更 出现在两女的闺房时 真到就崩溃了 怪不得二姐自从安平郡回来 就不一样了呢 原来早就沦陷啊 打死这个坏蛋世子 愤愤不平的真到 带着真拖 就对刘志发动谴责 刘志高举双手 哎 我的手臂伤还没好呢 圣儿可千万别乱来 信你个大头鬼 真到娇吃 却发现手臂被针脱抱住 真到着急说 二姐 快收拾坏蛋呢 针脱羞涩地说 三妹 狮子有伤啊 你 你们 被你们气死了 真到仰面摔倒在床榻之上 天空就被刘志的大脸遮住 刘志笑咪咪地说 嘿嘿 三妹 你认命吧 真到恨恨地说 不认命行不 不等刘志回答 真到忽然跳起来 大坏蛋啊 第六十四章 都尉张合 刘志坐镇安平郡 田风将自己的才华 施展得淋漓尽致 又有徐树这个大才 在一边相助 古足一个月 安平郡成功易住 蒋旗何在 刘志看着花名册找人 启禀世子 蒋旗押运钱币前往叶城 徐树大道 刘志轻叹一声 哎 蒋旗也算是一员大将 本世子本想重用之 没想到他却是 韩副的心腹 奈何 这件事 韩副竟然让蒋旗来做 充分说明了蒋旗的身份 忽然 刘志的眼睛直了 哎 怎么回事 张合也在安平 真到就看过去 不由得眼唇交相 世子 张合将军 当然在平安郡啊 刘志大喜 快快快 将张合招来 啊不 本世子亲自前往 来人背马 本世子要去请 张合将军出山 刘志对张合 可是情有如人 早就想把这员虎将 拉到身边 只是一直没机会 现在机会就在身边 岂可放过 张合在安平郡的位置 还不算太低 郡城 连凤六百代 刘志到来 让贤富在家的张合 高兴又紧张 之前的交往 属于平等论交 现在刘志成为安平太守 成了自己的上司 张合就有些紧张 刘志见到张合 上前一把就抓住 郡义啊 这回你可跑不掉了 快随我回太守府 刘志的热情 让张合所有疑虑 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张合的新职位 都位 仅次于太守的君志 还有一个兼职 刘志不在 张合代行太守职 刘志乃是中山国世子 主要经历自然在中山 就等于是将安平郡 直接交给了张合 只要气机成熟 张合就是安平郡太守 末将愿为世子马前卒 张合败倒行礼 大牌艳艳为张合接风洗尘 张合上位 安平重将彻底归心 这不是千金买马骨 而是文王仿江上 看看左右 刘志向徐树等 先生可愿在安平为官否 这是刘志再一次伸出了橄榄枝 田丰就替好友着急 机会可不多见啊 徐树起身说道 世子感觉某还行 某就试试吧 现实让徐树接过了刘志抵来的橄榄枝 刘志甚是欢喜 好 先生大才 就为安平长使 与俊逸将军 一文一武 治理安平 本世子放心 徐树愣了一下 没想到刘志 会给自己这么重要的职位 有心推托 但是说实话 真的舍不得 想当年 自己要是有这职位 还至于东奔西走 辛苦求学为的什么 不是为了自己看画玩 看来刘志是真心对自己 自己要是再不识趣 就太不识抬举了 学会文武艺 或卖帝王家 对方已经表现出诚意 自己就卖了吧 希望他真的表礼如一 徐树行礼 徐树愿伪世子效力 刘志大喜 徐树自成身份 就等于应下了自己啊 大喜啊 双喜临门的刘志 又喝多了 以至于 真托和真道两女 要架着刘志回寝室 真道小声地说 大姐 世子这样喝法会伤身体 我们得阻止世子喝酒啊 真托为难道 怎么阻止呢 世子大眼文武 咱们总不能过去说 世子不许喝酒 世子还有面子吗 真道也为难起来 咬着粉唇说 一定要想个办法 安平回归 被蛆翼扣下的牛羊等物 就顺利地运了回去 这条已经成熟的商路 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少帝登基了 正当刘志这边 安平大动干戈之际 少帝登基 大赦天下的榜文 传遍四海 刘志也收到了 穆王的书信 言道 少帝登基万事大吉 穆王也将回归中山 刘志却知道 这只是开始 将安平交与张合 以叙述 刘志率军回到中山 这一次 刘志回归中山 迎接刘志的 不仅仅是 中山重将和珍氏女 还有珍氏家主珍眼 这个时候 珍眼就很佩服 妹妹的眼光了 此时的刘志 可不仅仅是 中山世子 还是大汉中郎将 安平太守 这可比一个 云山雾罩的 中山世子管用得多 按照大汉律 诸侯王 没有管辖 诸侯国的权力 诸侯国的 实际掌权人为国相 刘志早晚有一天 会接掌 中山国主之位 中山国相 一直怎么处理 就是个麻烦事 可现在不同了 刘志头上 多了其他指问 中勇中郎将 安平太守 所以 真眼急忙赶上来 拍马屁 中郎将 是仅次于将军 高于都位的 统兵武职名称 相当于 现在的主力师师长 也就是帝师级别 致比两千代 汉朝武官的级别 分为将军 中郎将 校尉三级 由于将军 并不常志 有战事时 才冠以统兵者 将军之称 所以平时一般武官 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 就是中郎将 而且 现在也不像不久之后的混乱时代 中郎将泛滥 所以 现在的中郎将 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刘志一下子就成为了中郎将 真也能不激动吗 经非西比的刘志 受到了热烈欢迎 刘志回归中山 众将各就各位 刘志很欠然地对赵云说 四哥 你现在只能委屈 先做做殿前将军了 就这么大点地方 哎 真是让四哥驱财了 赵云说 赵云不敢 殿前将军足矣 赵云是殿前将军没错 权力可一点不小 从太行山一战得来的兵马 全部划由赵云指挥训练 太行山一战 得兵八万 有三万士兵 选择做后行兵 中地去了 剩余五万 全部是赵云指挥 如此一来 中山国就拥兵十六万 刘志不是喜 而是皱眉 田丰问 世子何故皱眉 刘志道 季州穆寒复不过拥兵二十万 中山国却有兵十六万 只恐数大招风啊 而且 十六万兵马对于中山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啊 中山名副国平 事业 本世子皱眉 田丰笑道 这有何难 世子不妨让士兵上午操练 下午试农 对外宣讲 这不是军队 而是摇曳统一管理 哪里有试农的正规军呢 这样就解决了军队补给 又堵住了悠悠之口 刘志不惊一喜 啊 袁昊真乃武之管重也 田丰忙道 诚不敢的 众将领各领一只兵马展开行动 上午操练 下午试农 所有事情都在田丰一句话中解决了 刘志开心之余 又在考虑去哪里再多弄一些谋事来 不好了 真道慌慌张张跑进来 吓了刘志一跳 善儿 出了何事 刘志好生奇怪 真道不管三七二十一 拉起刘志就跑 世子快去啊 去完了四妹就死翘翘了 这一来 刘志真的紧张起来 真容一直在替刘志炼药 小丫头很执着 也很有天赋 刘志试着让她炼制的丹药 都比刘志自己炼得好 所以 炼药这等艰巨任务 就交给了小丫头来做 这真容可不能出事啊 刘志拉住真道的小手 就往后院跑去 炼药是大事 所以真容就搬来了世子府 实际上 真是舞女 已经全部都搬来世子府了 真将真脱真道 本来就在世子府居住 而真脱和真道 又跟刘志有了深入交流 更不肯回真府了 真眼也感觉 刘志是一个超级潜力固 既然已经订婚 那就随妹妹的心意吧 如果刘志未来真的飞黄腾达 妹妹和刘志的关系良好 也会对真实的发展 去到巨大作用 还没到后院炼丹房 刘志就把事情搞明白了 不禁更是急得火上防 原来 刘志让真容炼制的丹药出炉了 真容进行试药 每一名炼药师都有试药的习惯 一来是测试药力是否符合要求 二来是检测一下是否有不良反应 不过试药不是一口吞下去 而是用舌头轻轻地舔试 真容哪里想到 这种新炼制出来 名为预清丹的药丸 被自己的小舌头一舔 竟然直接融化 直接整个就被真容吞到肚子里 真容立即感到小腹一股热气升起 随即全身都像被火烧一般 痛得真容满地打滚 吓得真道急忙来喊刘志 刘志也是急得火上防 抱起真道一阵风般就冲入了炼丹房 看见真容已经是奄奄一息 刘志将真道放下喝了一声 圣儿去门外守着 我没出去之前谁也不许进来打扰 否则四妹就死定了 真道哇的一声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往外走 狮子 你一定要救活四妹啊 放心 我尽全力 刘志脸色凝重地点头 上前抱起真容 真容全身已经被香汗湿透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毒了 当然不是 刘志这回用五枚千年人参炼纸的丹药 可不是一般的丹药 每一枚丹药可抵平常人十年苦修 十年能让一个普通人成为高手了 可真容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修炼 忽然服下这样一枚丹药 药力行开却不能在经脉中行走 轻则真容成残废 重则香消玉玉 现在 唯一能救真容的方法 就是有高手给真容打通全身经脉 看一眼地上放着的五枝玉瓶 刘志拿起一枝 带出了三枚玉清丹就吞下去 一股灼热的气流立即升起 刘志一手按住真容丹田 一手按住真容的命门 将真容搂在怀中 四妹 生死就在一瞬间 放松 真容还知道回答 只是已经说不出话来 这才是香醇难起 欲口难看 只能轻恩了一声 刘志运转周天 将真气度入了真容的郊区之内 引导先前生成的真气 归入正轨 万幸的是 十一岁的真容经脉还很清纯 没有太多杂质 虽然费力 却在刘志的疏通下 真气慢慢通过 刘志就松口气 真容急速的呼吸 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刘志感觉真气不够用 立即道 荣儿 你的手能动吗 嗯 大概可以了呢 真容说 拿三枚当药喂我吃 嗯 真容慢慢地取药喂药 虽然缓慢 但是终归完成 刘志腾出了一只手 顺着真气运行方向 在真容的郊区上 拍拍打打 揉揉捏捏 真容本就红扑扑的小脸 更是红得能滴血 大眼睛水汪汪地 看着刘志 笑声道 狮子 你占荣儿的便宜 刘志说 嘿 小丫头骗子 也知道被占便宜啊 真容不禁瞪起大眼睛 人家不小了 已经十一岁了呢 好 十一岁的大姑娘 我现在在救你的小命 不想下半生成为摊子 就别乱想 我是你的未婚夫 占你便宜也属正常啊 你不让我占 让谁占 真容眨着大眼睛 想了一下 似乎是这样 世子是坏人 刘志道 坏人可就不会这样救你 而是用另一种方法 真容其道 还有别的方法 当然有啊 刘志就在真容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真容的小脸蛋 可就红得真要低血了 小丫头把小脸 往刘志怀中一扎 刘志再说什么 也不肯抬头了 第六十五章 木往回城 有听过了一次取药味药 真容终于活蹦乱跳起来 刘志也长出一口气 快去洗澡 下次再乱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真容低头闻一下自己 不禁痴痴痴笑 随即瞪着刘志道 狮子身上也好难闻呢 刘志挽起真容的御手 哼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一起去沐浴 呸 真容翻起了可爱的白眼 门口 真将真脱真裸全到了 看到欢蹦乱跳的真容 似女尝出一口香气 真道已经冲上来 小手在真容胶区上乱摸 小姑奶奶 你没事了吧 真容连连躲闪 娇称道 三姐不可以呢 真道气得 在她小脑袋上敲了一下 我是你三姐 有什么不可以的 呃 你全身臭死了 快去洗澡 真容绝对是青春美少女 香汗淋漓 只会香喷喷 怎么会有异味呢 其实经过这一番折腾 无异于一经洗髓 将体内的杂质都清洗出来 能没有异味吗 刘志却在思索 这是个意外 也是个好消息 一共炼药一千枚 粗略估算 共花费钱币五亿 这也就是真是家大业大 还有真是自己的药库中 各种药材齐全 否则真要去市面上购买 先不说是否能买得齐全 但是五亿钱 就不是刘志能负担得起的 看着郁清丹 刘志对真是女的感觉 已经超越了感激 五枚千年人参只是基础 真容听闻郁清丹这样厉害 偷偷跑回了宝库 又偷了三只千年人参 外加一千多种药材 才炼成了止度大小的千枚丹药 丹药成 自己的修炼就可以快速大成 像这次 差点被趋一载掉的事情 至少可以避免 不求永贯三军 但求自保无恙 感受了一下 经过这一番折腾 不仅是给真容一经洗碎 刘志自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前后九枚丹药入腹 虽然大部分都给真容用了 但是却把刘志的经脉拓宽 坚韧度也增加了很多 上千枚预清丹 刘志不可能自己服用 顶多用百枚足矣 剩下的怎么用呢 真容的这趟折腾 让刘志想出了丹药的用途 给真侍女助击修炼 真倒没意见 真三小姐本来就好物 听到这等好消息 喜得真三小姐直接送上香吻 真将真脱真落就有些麻烦了 让三女修炼 就有些相当于问道于忙 可刘志很干脆地说出四个字 青春不老 这四个字一说 就算是清冷的真落也动容 真容就更不要说了 喜爱恋丹的真四小姐 是第一个受益者 真是女点头同意积极配合 刘志就在修炼中 与真是女加深感情交流 等注击完毕 清冷的真落 见到刘志也会脸红 刘志对自己的枪马很不满意 本来就是抢来临时用的 现在该换新的了吧 刘志选好铁 铸造了一柄青龙脊 又挑选出一匹优质战马 真到看了就直撇小嘴 中山国没好马了吗 刘志叹气道 确实如此啊 好马难求啊 真到大眼睛眨了一眨 我给世子弄匹好马 世子赏我什么 看看左右无人 刘志小声说 那就赏圣儿陪我一个月 真到称怒地说 呸 才不陪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转身就跑 刘志呵呵笑 哎 圣儿慢跑啊 后面没老虎追你 真到心说 老虎没有 却有笔老虎让人害怕的恶魔 不跑 等你把人家吞下去吗 不久之后 真到牵来一匹战马 刘志一看 眼睛就直了 这马太特殊了 由马耳朵尖 到马尾巴尖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 唇红 增鸣瓦量 跟一块红段子似的 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 有那么一姿白毛 血霜似的那么白 所以 这匹马叫玉顶火龙鞠 马漂亮 鞍颤和马灯也很特殊 那鞍子是金的 灯是玉的 这马突然间 稀溜溜一声长啸 真是有龙吟虎啸之声 仿佛把它放到山岗上 就能变成猛虎 放到沧海里 就能变成蛟龙 哇 好马呀 刘志大为赞叹 善儿 你从哪里弄来的 真的捂着小嘴乐 狮子别管 看看趁心不 刘志飞身上马 双脚一踹灯 这匹马爆叫一声就窜出去 当真是风驰电掣一般 刘志挥手 命人将青龙挤台篮 纵马驰挤 刘志就感觉天下静在手中 真容蹦蹦跳跳地跑来 看到刘志坐下战马 不由地小声道 三姐 你把二哥的宝马偷来 不怕二哥骂你啊 真的说道 宝马卷养久了就成了猎马 二哥每天养尊处优 要什么宝马 不如给世子骑成 世子骑着他纵横沙潮 也不枉他宝马之名 真容想了想 嗯 是这样的 给二哥骑 真是很浪费呢 等真眼发现自己的宝马 成了刘志的坐骑 已经是数月之后的事情 真眼能直接跟刘志说 这马是我的 是我妹妹偷出来送给你 你还给我 只要真眼没傻疯 就不会说这句话 报 骑禀世子 大王回归 车架已到无极城外十里 啊 父王回来了 刘志大喜 喝一声 来人 出城迎接父王回归 再回无极 穆王差点不认识无极 这还是自己的封地无极吗 怎么这样陌生啊 无极还是那个无极 但是精气神截然不同 到处都有士兵在操练劳作 老百姓更是满脸笑语 旁边的一个中年人 看到穆王一脸惊讶 就忍不住说道 大王因何惊讶 穆王手念胡须 乔玄啊 你有所不知 无极还是那个无极 但是一切都不一样 事宜 本王很是不解 中年人乔玄祈祷 一切都不一样 穆王点头 随即双眉一跳 一切缘于 只在本王那个不成才的儿子身上 这小子 竟给本王出意外 虽然是在斥责流至 但是傻子都能听出来其中的骄傲 乔玄星说 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也会骄傲啊 十六岁的中郎将 大汉首利啊 报 骑柄大王 世子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大王 探马兰奇直奔来汇报 穆王哈哈一笑 向探子一摆手 探子退下 穆王向乔玄说道 乔玄 本王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来了 你瞧瞧 是否能入你的法眼 离着大老远 就看到前面惊奇招战 浩带飘扬 中山君 亏名甲亮 堆裂整齐的现身 最前面 是一个少年狼 就见这位少年狼 身高七尺开腕 细腰炸背膀 双肩暴龙宝剑 眉斜入天仓 插额入兵 一双骏目 造国分明 鼻如玉柱 口子丹珠 大耳朝怀 头戴一顶亮银罐 二龙豆宝 顶梁欠珍珠 光滑四射 身穿暗青色战袍 掐紧便走经线 团花朵朵 腰上扎着宝蓝色的 丝鸾大袋 欠着珍珠 欠着玉宝 清灵色飞云战靴 雷下配件 唯一的缺点吗 就是脸色有点黑 没办法 谁叫这位主满世界乱跑 肤色黑 那是给太阳晒的 旧剑坐下 骑着玉顶火龙鞠 德胜沟上挂着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龙戟 身边左右文臣武将一堆 但是却掩不住他的风惨 让人离着大老远 一眼就能看出主刺 瞧选顶 大王 世子的武功很厉害吗 青龙戟这玩意儿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 青龙戟 即刀枪勾搁为一体 而且非常重 力量小了玩不转 武艺不精 更是不行 牧王心里说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不过绝对不能这样说 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 快被自己吹上天了 现在要是来个不清楚 岂不是前功尽弃 牧王的 哦 前几年世子曾外出游学 历经艰难险走 学成回到中山 武功嘛 只是世子众多本领中的一项 牧王的简台词就是 我儿子厉害着呢 文能定国安邦 武能纵横天下 说话间 刘志已经来到境前 甩灯离安跳下坐骑 大礼参拜 还要刘志拜见父王 牧王哈哈一笑 好好好 不错呀 更结实了 起来吧 拜见你乔叔叔 乔叔叔 哪里又蹦来一个乔叔叔 刘志一脑门的疑惑 但是礼节上 刘志一点没落下 再行大礼 指尔刘志拜见乔叔叔 牧王这个时候说出来 这个乔叔叔 不管是否重要人物 都需要礼节周到 否则 就是打了牧王的脸了 乔璇急忙下马扶起刘志 哎哟 世子快快请起 乔璇可承受不起呀 乔璇 怎么这样耳熟呢 刘志一时没想起 乔璇是谁 也就没放在心上 东汉三国时代的名人太多 耳熟属于正常 想不起来 也属于正常 刘志向牧王道 父王一路劳累 母妃已经摆下酒宴 为父王接风洗尘 父王请随孩儿进城 刘志伸手 把牧王的战马斯江抓住 自己走在前面 这叫为父亲牵马追登 牧王心里得意 嘴上却说 哎 快些上马 这样走回无极 得需要多少时日 快上马前头带路 不要让乔叔叔说 你不懂礼貌 诺 还要遵命 乔璇就很鄙视牧王 心说 你这家伙 明明是得意的上天 还要说的那样冠冕堂皇 哼 说什么 我也要分走你半个儿子 就我那两个宝贝闺女 你的傻儿子见到 还不直了眼 世子 一路跟随牧王的徐晃 也过来行礼 徐将军 辛苦了 刘志拍拍徐晃的肩膀 徐晃就感觉自己矮了半截 两条腿有些软 不是徐晃骨头软 而是拍徐晃的这位 让徐晃不得不服 刘志 大小桥入中山 看到千娇百妹的王妃 慕王怎么看 怎么感觉王妃美丽可爱 再看看儿子 更感觉王妃魅丽过人 这是标准的母平子贵 刘志一转头 眼睛就直了 一辆马车中 现身两个小女孩 怎么形容这两个小女孩呢 刘志竟然感觉慈穷 乔璇这个人 再一次浮上心头 刘志立即明白 为什么那么耳熟了 乔璇乔果老 大乔小乔的父亲 眼前这两个 令仙鹿明珠都失色的小女孩 就是名垂千古的大小桥 她们不是在江南吗 怎么会来北方啊 怎么还会与慕王攀上了关系 很快刘志就反应过来 终归刘志是被真是女历练过的 真落的美色 可一点都不亚于大小桥 有真落美玉在前 大小桥虽然出色 刘志还是很快就冷静下来 此子非池中之物也 一直暗暗观察刘志的乔璇 不禁暗暗点头 两个女儿虽然年幼 天资国色 却不是什么人都能抗拒的 刘志小小年纪 在初期的经见天人之后 这么快就平静下来 心智之间非普通人可比 果然是个人物 乔璇为何出现在北方呢 古人早婚 这已经是传统 大桥今年十一岁 小桥九岁 乔璇想在京城豪门之中 选一名门之后招叙 所以就带着大小桥来到京城 没想到 正赶上灵地驾崩 这时候怎么可能谈婚论嫁 穆王与乔璇年轻求学时是同窗好友 标准的人生四大铁之一 穆王乍见大小桥 差点想收围自己的妃子 太美了 令穆王心神动摇 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斗争 穆王才冷静下来 自己跟乔璇有同窗之仪 要是真开口娶了乔璇闺女 那还不成了笑谈 不过自己不能娶 自己的儿子可以啊 这样一对罕见美人 绝对不能花落别家 穆王就将儿子推荐给乔璇 当然把刘志夸得是天花乱坠 刘志也提起 一跃成为了大汉最年轻的中郎将 乔璇就动心了 而且 刘志是穆王唯一的儿子 未来一定会接掌中山国 那是正儿八经的汉室宗亲啊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 刘志已经与真侍女定亲 女儿嫁过去 岂不是要做小 穆王却是一拍胸脯说道 我儿子乃是中山国唯一继承人 未来的中山国主 后妃岂能指一人啊 穆王什么意思 刺激乔璇 当然不是 穆王这是告诉乔璇 我儿子是未来的中山国主 后宫绝对不只是一个王妃而已 按照汉律 后妃必有数人 这些后妃啊 都是有等级的 妃是一般人家的骑士可比 按照大汉律 诸侯王可有妃子庶名 郑王妃为郑一品 随丈夫封号 王妃为丛一品 随丈夫封号 侧王妃为郑二品 吴丰号 恕王妃为丛二品 吴丰号 昭仪为郑三品 书元为丛三品 奉仪为郑四品 侍妾为丛四品 其中 郑王妃只能是一人 王妃可有两至三名 侧王妃可以有四至六名 恕王妃可有六至八名 其余没有限制 不过 即便是从四品的侍妾走出去 那也了不得了 太守都不过是四品官 熟知大汉律的乔玄心动了 决定跟着穆王 劝来中山走一趟 刘志当然不知道这些 在初见大小桥的正经之后 刘志将沐王迎进了王宫 设宴为沐王接风洗尘 这时候 沐王妃才有机会 跟沐王说说儿子的事情 沐王也是瞠目结舌 没想到 自己离开这么段时间 发生这么多事情 儿子竟然把珍氏巫女 全定下了 珍氏还积极地与儿子展开联手贸易 积极参与中山国的发展 这是之前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中山国拥兵十六万 这还不算那些后勤兵和安平郡的兵马 忽然之间 沐王感觉自己抖起来了 沐王飞道 大王 乔氏女美貌多姿 简有真是舞女 乔氏还会同意吗 沐王大受我一挥 我儿乃真男子也 三妻四妾也不多嘛 至儿未来要接掌中山国主之位 莫说乔氏女只有两人 再多两人又何妨 沐王如此说 沐王妃自然也是没意见 酒宴百下 中山国上下官员全部到齐 珍氏家主珍眼自然也赶来 沐王回归这是大事 珍氏舞女自然也少不得 珍氏女与乔氏女面对面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珍江珍脱珍道珍容 那也是人间少有的角色美人 可在大小乔面前 雇面逊色了一筹 唯有珍落与大小乔平分秋色 珍氏女与乔氏女的出现 让酒宴上平添艳色 刘志也明白了大小乔因何而来 不仅怦然心动 面对大小乔不心动的人 只有一种可能 不爱女色浩南风 报 正当酒宴刚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一名小巷急匆匆地来到刘志桌前 单腿点地说道 七品世子 高揽将军紧急寻情 东汉诸侯国作主之人 乃是国相而非国主 所以小巷向兼任国相的刘志汇报 而不是向沐王汇报 这一点大小乔不明白 正在低声问父亲 乔玄摆摆手 全身贯注 看刘志怎么处理 刘志一挥手 报来 小巷道 高揽将军率兵驻扎广昌 乌恒人越过长城侵犯幽州上古郡 真是商队正在上古郡的下落城 正预备返回中山 却被乌恒人包围 武安国将军寡不敌众 立即向高揽将军求援 高揽将军火速率一万五千人赶往下落 却在中途与乌恒人相遇 我军与乌恒人展开激战 乌恒人不敌退往下落城 高揽将军率军追杀 不想南匈奴的骑兵呼至 乌恒人又杀回来 将高揽将军团团围住 高揽将军不敌退往广昌 半途得到了黑山军急攻广昌的消息 所以向柿子发出八百里加急战报 岂有此理 刘志一拍桌子 南匈奴的骑兵为何会出现在幽州 目光就看向了真眼 大厅中一下子安静下来 真眼吓得一机灵 急忙起身行礼 世子 某只是与南匈奴贸易 其他的事情确实不知啊 刘志哼了一声 回头再与你算账 宿命张合 率军三万援助广昌 不得有误 诺 刘志起身 来到了沐王和沐王妃桌前 父王母妃 儿子先去处理一下贼兵 父王母妃继续饮宴 沐王道 志儿啊 多加小心 沐王妃起身 给刘志整理了一下衣领 小声道 志儿 千万小心 兵荒马乱的 别让母妃和你父王担心 刘志笑道 嗨 区区贼兵而已 母妃放心 向乔璇行了一礼 乔叔叔 等消灭贼兵 小侄再陪您饮酒 乔璇急忙起身还礼 世子多加小心 刘志点头 多谢乔叔叔 刘志转身 众将起身跟随 刘志一挥手 大哥和袁浩随我去 二哥三哥四哥 陪父王母妃继续饮宴 文丑就有些急了 诶 世子 末将要去诛杀黑山军 与异族骑兵 这酒妈先留着可好 刘志笑道 出兵也不是现在 二哥留下喝酒 乔叔叔远来是客 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失礼 二哥就带我陪乔叔叔 多喝几杯 文丑这才不情不愿地说了声 嗯 莫叫遵命就是 乔璇心说 陪我喝酒 很不开心嘛 刘志与点尾填峰 匆匆回到世子府 刘志说道 袁浩 可有定计 天封道 世子请先坐 兵来将党 水来吐烟 世子已经命张和将军 赶奔广昌 这是最快最好的处理办法 其余的事情 世子不妨坐下 慢慢商议 刘志点头 三人坐下 侍女上茶 天封道 世子 现在我中山国兵多将广 无论是黑山军 南匈奴 乌衡 都不足矩 正好借于交战之名 消除我中山兵多之非议 世子可立即分别向济州穆涵复 兵部 巨石上奏 不妨再夸大一些 管他们要钱要粮 和各种军需 然后 命四将军 率骑兵赶往支援 再命二将军 三将军 率大军 随后杀过去 先解围 然后诛灭黑山军 平南匈奴 与乌衡联军 刘志听完 不禁哈哈一笑 向天封一束大指 天封呵呵笑 元昊 文书还是你来写 你的比例非我能及 然后你坐镇无极 本世子亲自带兵 去会一会这些乱臣贼子 天封的 世子 大王已经归来 世子请大王坐镇无极即可 天封愿陪同世子征战 刘志的 父王坐镇 被那些阎官们 掺上一本 岂不麻烦 诸侯王按律 不得参与诸侯国的管理 真要被阎官们 参一本 穆王吃不了兜着走 刘志接着道 元昊 中山 还是得你来坐镇 天封不禁义诚感激 陈 一定为世子守好中山 中山大军连夜展开行动 赵云率骑兵赶往广昌 颜良文丑率大军随后 杨凤 徐晃 韩谦 李勒 行道容随行 赤子刘志带着保镖点尾 轻微统帅 发兵十万 向广昌杀过去 这边酒宴一散 刘志的命令 就已经落到了各位将领手中 众将各就各位 大乔终于有机会发问了 爹 因和中山国管事的是世子 而不是大王 乔选道 大乔 按照大汉律 诸侯国管事的乃是国相 非是诸侯王 世子身间国相 所以主事 小乔道 爹 是不是等以后 世子当了大王 就不能管事了 乔玄做了一个精深的手势 哎 这个可不可妄言 不过按照大汉律 确实如此 小乔不惊道 好可怜的世子 以后岂不是成了傀儡 大乔急忙掩住妹妹的嘴唇 大乔终究比妹妹长两岁 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 大乔已经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所以很多事情比妹妹知道的更精硕 小乔 不许乱讲话 否则我们就算不被赶出中山国 也会被划分为最不受欢迎的客人 小乔撅着粉嫩的小嘴说 为什么不可以实话实说 一群伪君子 身后忽然有人说道 小乔姑娘 此言差矣 妇女三人一见来人 不经吓得面色大变